这是一个诡异的一世界 吸血鬼 狼人 科技 鬼怪 生化人 占卜 傀儡 只要你能想到的所有恐怖元素 这个世界都有 身为这个世界里一个普通小镇药剂店的学徒 我必须时刻保持镇静 若产生一丝恐惧 便会被这个世界的黑暗所吞噬 这是我来到这个世界两年总结出的准则 林恩 时间到了 把灯挂出去 准备开门营业 一个沙哑的像咀嚼骨头的声音传来 来了 林恩大喊 这是一个系统的声音传来 您的老师血距狂人向你发布任务 开门营业 将魂灯挂在门口 完成奖励 骷髅毕石 基础经验武 纯经人血一百毫升 林恩医症 难道说来到这个世界两年终于觉醒了金手指 不过暂时没时间研究 因为如果不按照老师的命令行 他就会死 刚推开门 迎面便看到老师拖着一具尸体向手术士走去 扑呲 扑呲 手术室内很快传来了电锯声 林恩拿起油灯将其点燃 仔细听的话 还能够听到内部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林恩小心地打开门 外面一片黑暗 被雾气包裹着 黑暗中还伴随着一声声诡异的嬉笑 将油灯挂上后照亮旁边的招牌 丁 您获得奖励 林恩立刻转身回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黑暗中传来了低沉阴森的笑声 小伙子早上好啊 你有没有没用的垃圾给我这个老太婆 这是系统再次传来任务 林恩保持镇定 有的您稍等 是拾荒者的快点打发掉 随即便拿出了两个黑袋子 给了老太婆 谢谢你小伙子 你是个好心人啊 随后挖出了自己的眼珠子 这是给你的报酬 系统再次传来提示 如果拒绝拾荒者好感度减五十 林恩苦笑道 那我收下了谢谢 随后老太婆便笑着离开了 丁 获得拾荒者报酬 裁缝店老板的眼球一个 猪肉店老板的眼球一个 拾荒者好感加二十 回到屋内林恩才想起 老师说过马路对面有一家裁缝店 一家猪肉店 裁缝店裁的是人皮 猪肉店卖的是人肉 正是那两家老板的眼睛 在这个世界还有另一道种子 永远不要试图得罪黑暗中的行动 林恩见老师还在忙 趁现在正好熟悉一下系统 看来只要不断完成任务 等级属性技能就会提升 这样我活下去的几率也会提高 而就在这个时候 屋内传来了老师沙哑的声音和脚步 林恩 我要出去一趟 大概两天时间 看好电锁好门 不要让烦人的小偷拿走什么东西 定 您的老师向你发布任务 看好店铺奖励骷髅币50 基础经验100 特殊奖励1 任务失败惩罚 药剂店可能需要更多收藏品 好的 老师我还需要注意些什么吗 林恩问道 血距狂人伸向自己的手臂摸索了一番 有钱的拿钱 没钱的等价交换 至于没钱还不愿意交换的拿这个自己哥 掏出一把燃血的刀给了林恩 定 您获得了特殊道具血距的踢骨刀 生意做完别忘了喂食 小宝贝已经很久没进食了 定 你的老师血距狂人向你发布了任务 整理过期药剂 投喂给后院小宝贝 获得骷髅币时 小宝贝好赶紧时 家务熟练度加1 记住不管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 都不要走出浑灯范围 不管是谁让你外出行医 你都不要理会 晚上关好门窗 谁喊你都不要出声 谁进来就杀谁 林恩挠了挠头 是 老师我知道了 随后老师便隐没在了黑暗中 完成每日日常 林恩拿着踢骨刀便坐在柜台前 闭着眼睛等待时间的流逝 而就在下一刻 咚咚咚 门外传来了三声敲门声 请问老板在吗 林恩透过猫眼 看去只见一个脏兮兮的小女孩 站在门口 钉 任务发布治疗受伤的洋娃娃 任务奖励 骷髅B50 手术能力经验50 特殊奖励1 她可怜兮兮的表情道 老板在吗 我的娃娃胳膊断了 您能救救她吗 小萝莉来看病 没想到男主要给她剖腹 故事开始 林恩看着门口的浑灯微微闪动 看来并不怎么危险 便让小萝莉进来了 在浑灯的庇护下 只要我不主动邀请 对方便进不了门 当然强大的怪物除外 作为这幽魂巷里的药剂店伙计 林恩知道这里的规则 只要这些鬼怪不触及他们的禁忌 他们也不会真的杀戮成型 那生意还是可以做的 萝莉可怜地说道 医生她的胳膊没了 怎么也找不到 她是我最喜欢的娃娃 这样下去她会死掉的 突然间萝莉的嘴角扯到了脖子后 露出了血淋淋的笑容 你一定能救她的对吗 大哥哥 林恩三直减五 吞了口唾沫说道 当然 叮 窗口与目标家属牙齿初步吻合 口中的血液成分与洋娃娃血液吻合 初步诊断是家属吃掉了目标的一条胳膊 林恩没想到系统还会自动诊断 小妹妹最近是不是吃过什么东西 萝莉摸了摸脸夹道 没有啊 我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 肚子饿极了 不过昨晚在梦里倒是狠狠地吃过一顿大餐 很可口呢 只嘎 只嘎 桌上的洋娃娃也发出和萝莉一样圣人的笑容 不断重复着 很可口呢 很可口呢 嘻嘻嘻嘻 林恩三直减十 林恩镇定说道 初步判定你应该是做梦的时候 误把洋娃娃的胳膊吃掉了 最近肚子有没有不舒服 萝莉僵硬地说道 肚子咯咯响 感觉有东西在挠痒痒 林恩点头到那没错了 胳膊应该还没消化 你想动手术还是物理治疗 萝莉僵硬到手术怎么个动法 林恩将踢骨刀刺在灼上 割开肚皮拿出来再给你缝上就好 萝莉一个冷战 那物理治疗呢 林恩表示这个更简单 直接掏出来 价格也便宜 萝莉表示那就这个吧 林恩便戴上了手套 那你是想我从上面掏 还是下面 萝莉为了治疗 男主竟然直接把手 从萝莉嘴里伸了进去 故事开始 林恩表示 不管是从上面 还是从下面 我都不会弄疼你的 萝莉一个哆嗦 今天要不算了吧 我不看病了 林恩淡淡道 不行 我老实说了 进店就得看病 不然多少得留下点什么 萝莉抱着娃娃抽气道 好吧 那就从上面掏吧 随后女孩便躺了下来 她用力张开嘴巴 再张大一点 紧接着一股难闻的味道扑面来 林恩镇定地拿出支架 卡在她的上下额 活动了下手臂 一下就插了进去 生猴了 萝莉瞬间瞪大双眼 不要乱动 很快就好 定 获得头发五十 获得不知名耳朵二 获得腐肉五 获得梳子一 林恩心中一动 找到了 一条还在扭动的手臂 呼辞 将那只手冲洗了一番 放在柜台上 那晚你无意是吃掉了娃娃的胳膊 娃娃看你 总没提醒你 以后注意不要随便乱吃奇怪的东西 消化不好 缝合手臂的话 一次三十骷髅臂 现在就疯了 她怀里的娃娃吓得挣扎就要逃走 萝莉被支架撑着嘴呆制导 限爱又负 萝莉没钱付医药费 竟然选择肉肠 林恩戴上手套淡淡道 好 你帮我把它摁住 我这就上针 娃娃看着手上的针吓得发出一阵阵尖叫 开始了 刷刷刷 系统不断提示 出击手术经验加一 半小时后 伴随着娃娃的惨叫声 总算是结束了 好了 再上点药剂 每天一次 一周就能回复正常了 林恩将药剂往缝纫口一到 娃娃顿时发出惊恐的大叫 娃娃飞快扑进萝莉怀里 完事了 你可以负账了 物理治疗时 缝纫三十 药剂七十 一共110B 谢谢会顾欢迎下次再来 萝莉呆滞的往身上摸索着 许久 摸出了二十个B 畅微微道 我只带了二十块 林恩表示 还差九十B 你可以用身体的一部分做抵押 说着 便提起了踢骨刀 我可以替你割这个免费 罗莉瞬间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我还有十个B 那还差八十 那药剂我以后再来买 林恩恍着手里的刀 那还差二十 罗莉颤抖刀 可以设账吗 小本生意盖不设账 要不你留下一颗眼珠子 药剂你拿走海找零四十B 林恩道 罗莉捂着自己的眼睛颤抖道 能用其他之父母 林恩淡淡道你说我估价 罗莉吞了口唾沫 要不 肉肠 没想到这个世界 竟然可以让趴下来抵债 林恩表示 我不接受肉肠 我只要你的右眼 放心等你赚到钱了可以赎回 那个女孩道 好吧 叮 恭喜获得血娃娃的右眼 携带后肌恶度加十 可使用技能无敌的尾 完成任务奖励 骷髅B50 手术能力经验50 特殊奖励 血娃娃味剧加三十羊娃娃味剧加50 完成了 欢迎下次会顾 血就要祭奠真诚为您服务 女孩哭哭啼啼的边跑边说着 黑店再也不来了 我要去找妈妈 血娃娃走后系统便触发了隐藏任务 帮助血娃娃找妈妈 林恩看着从女孩 胃里面拿出来的残骸 有了个恐怖的猜测 算了等下次他来再和他说吧 说起来任务奖励了不少破楼币 这东西是这世界的基础豁明 可惜了两年都没踏出店铺 没机会使用 先存着吧 以后有机会总能用得上 这时突然一个猪头魔闯了进来 系统立刻显示出个人信息 林恩镇定道 你好花音光灵血就要寄电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呢 因为有魂灯庇护 一般的游魂怪物不敢对我动手 即便动手也可以借助魂灯的力量 将其镇压 对于极度邪恶的家伙除外 对他们来说这个事件根本没有规则 客人想要男主的眼睛 男主毫不犹豫地直接挖了出来 猪魔人骂骂咧咧捂住自己的眼眶 死老太婆不给他垃圾就摘我一只眼睛 血距呢 让他出来给我换一只眼睛 我拿上好的猎物换 林恩镇定道 老师有事出去了有什么事情 可以和我说 叮 猪头魔任务 帮助匹配一颗适合的眼球 猪头磨顿了顿 目光落在林恩身上 定危机增加89% 行吧 那你来 林恩心中波涛汹涌 幸好没骗他老师在后院 不然他察觉到肯定马上对我下手 我们这里有人眼 猪眼 死灵眼 蝙蝠眼 血娃娃眼 不同眼珠价位不一样 你要哪种 猪魔人露出满口獠牙看着林恩 我觉得你的眼珠子不错 林恩平静地望着他 我的 丁 San只减十 危机感增加至91% 什么 不行吗 猪魔人道 林恩缓缓伸出三根手指 当着他的面 一点一点地把自己右眼扣了出来 丁 宿主生命损失 宿主器官缺失 一颗200骷髅臂 若是不匹配盖不退货 猪魔人此时都压麻呆住了 猪魔人怎么也没想到林恩这么狠利 敢抠出自己的眼睛 自己被那个老太婆摘掉眼睛可是痛不欲生 区区一个人类居然面不改色 猪头膜San只减二十 丁危机降至50% 我明白了这家伙 肯定已经被血剧改造成了缝合怪 你这个我不要 要我自己的眼珠子没有的话就算了 丁危机降至45% 林恩将自己的眼珠子塞了回去 你的眼珠子在我这里 在猪魔人目光的注视下 林恩掏出了一颗眼球 你看是这个吗 猪魔人一下站起来 你从哪里搞来呢 林恩擦了擦眼眶的血迹 今天早上遇到一个好心的婆婆 她送我的玩具 猪魔人很清楚那个拾荒者的实力 她竟然把眼球送给一个药剂学徒 猪魔头三只减三十 丁危机降至20% 猪魔人疑惑到老太婆送你的东西 你敢随便再给我 林恩比出两根手指 不是给 是卖市场价200骷髅币 看来这个学徒不怕那个老太婆 好满了 丁危机降至10% 林恩缓缓戴上手套成胶 你是要在这里做还是去手术台 猪魔人毫不犹豫选在原地做手术 幽魂巷里的居民 谁赶上写剧的手术台 林恩道 把头枕在桌子上别乱动 如果疼可以叫出来 猪头魔冷笑到笑话 会怕疼 林恩一口酒精吐在了踢骨刀上 在蜡烤上烘烤了起来 猪魔人躺在桌子上瑟瑟发抖 我草 安个眼球还要用刀吗 男主装个眼球 竟然连502胶和铁锤都用上了 林恩淡淡道 你眼睛有不小的结石和血块 我帮你清理一下 放心这是免费的 额外服务不收钱 猪头魔大害 等 等一下 猪头魔三直减十 咔咔咔 系统不断提示刀工经验加一 猪头魔撕心裂肺的惊恐大叫 数分钟后总算清理干净了 林恩心理纳闷怎么增加的 不是手术能力而是刀工 接下来装眼球了 你别乱动小心给你装反 猪头魔身体液抽一抽的瑟瑟发抖 口吐白沫显然没听到林恩的话 林恩一正 靠 忘记用麻药了 之前给洋娃娃缝针也忘了 算了不管了 随后从和柜子里面拿出502胶 这是什么 猪头魔瞬间清醒过来 看见猪头魔醒了 林恩一本正经解释道 这是特制的强力粘合剂 它能防止你的眼球脱落 再加上特制恢复药水 能保证手术95%的成功率 猪头魔颤抖道 别废话了 快点玩好 我不想带下去了 林恩将502均匀的涂抹在眼球上 对准眼眶的位置放了上去 然后掏出了一把铁锤 相信我 我的专业素养是一流的 猪头魔散直减二十 干什么 你拿锤子干什么 猪头魔惊恐地看着 林恩皱眉道 不要乱动 已经是最后的一道物理工序了 要是坏了位置又得重新安 手术费就得增加一大笔 然后摁住猪头魔的头 小心翼翼地用锤子咚咚咚地敲击 几分钟后 进去了 但是糟糕 猪头魔一症怎么了 林恩皱眉道 装反了 猪头魔惊恐地看着林恩 看着安凡的眼球 林恩直接抠了出来 猪魔人痛得大叫 林恩淡淡地 放心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医疗事故 我重新调一下位置不收费 猪魔人恐惧地挣扎道 我不安了 我不在你这里安了 猪头魔三指减四十 助手 猪头魔伸手惊恐道 别动 林恩目光一力 身为医生 我必须对你负责 我必须保证每一个病人 完好如初地从我这里出去 锤子再次落下 伴随着声声尖叫 总算是完成了 丁完成任务 奖励骷髅B50 手术能力经验50 特殊奖励1 丁 因为特殊意外不可控 猪头魔好感度转化为恐惧度加50 猪头魔全身不停抽搐 神情呆滞地躺在那里 林恩平静地配好药说道 这些药剂一半口服 一半外敷 每天两次 两天后 你的眼睛就能恢复了 结账吧 一共546骷髅B 没问题的话就签个字 按手印也行 猪头魔颤颤微微道 手 手印 林恩直接抓起猪头魔的手 好嘞 我帮你 在带血的眼眶沾了点血 愣了上去 猪头魔从怀里掏出一袋钱 我可以走了吗 林恩点了点钱 当然 请便 叮 您触发了猪头魔隐藏任务 异样的肚子 完成任务奖励骷髅B50 手术能力50 开启木枕功能 猪头魔转身叫走 林恩赶紧制止道 等一下 猪头魔下意识地一颤转过头 又 又怎么了 林恩摇头道 我刚刚在你身上看出了些问题 建议留在这里诊断一下 猪头魔咬着獠牙道 你别骗我 我最恨别人骗我 林恩严肃道 我是医生 我绝不会骗人 如果我看到有问题不和你说 那才是真的没有意义的 看着林恩那严肃认真的眼睛 猪头魔还是抗拒地又做了回去 哪里有问题 我觉得我很健康啊 把手伸出来 我替你把把脉 系统不断提示诊断经验加一 猪头魔看到林恩眉头紧周道 怎样 林恩没说话 林恩再次传出了恩恩声 猪头魔大害真的有 大问题吗 林恩望着猪头魔 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就看怎么处理 猪头魔紧张道 是什么 问题 林恩真重道 宫外遇 男主给猪哥把了个脉却被告知有宫外遇 两人四目相对 短暂的寂静 一阵阵凉风从门外吹进来 下一刻猪头魔大吼一声 宫外遇 你他妈说我是宫外遇 我他妈是宫的 随后一把抓住林恩的领子 林恩淡淡的脉相是这么告诉我的 绝不会错 猪头魔思吼道 我脉相你 那个 我再说一遍 我是宫的 没有子宫 林恩解释道 所以我才说是宫外遇 如果你真有子宫 那就更麻烦了 要做更深层次的性别矫正手术 你负担会更重 猪头魔颤抖地松开林恩的领子 一屁股坐在了座位上 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该怎么把你剁掉 猪头魔目刺欲裂 恼羞成怒地磨着牙 别想那些没用的 你又没有感觉腹部胀痛 单呕想吐 食欲不振 下面出血的情况 猪头魔拍案而起 强忍着颤抖和屈辱道 你说我下面怎么个出血法 林恩继续记录着 摸了摸脸颊道 其他症状吗 可曾出现过 猪头魔想了想 就肚子有点痛 怎么 吃坏东西不行吗 林恩道 多长时间了 一个月 林恩继续记录着 你上一次交配行为是什么时候 平时有没有不良品号比录 多猪运动 或者使用某些奇怪的道具 猪头魔呆滞了一下 你再问一句试试 林恩平静地伸出手指指道 好 这个问题不问了 下一个问题 那你最近一次交配行为时 有没有感觉下面 林恩做了个类似于怒放的手指道 类似于撕裂的疼痛 猪头魔这一次忍不住了 我特别人你很久了 你给我翻译一下什么识 病 撕裂的疼痛 林恩拍了拍他的胸膛安抚道 消消气 这只是治疗的流程都是为了你好 你也不想自己落下什么病根吧 猪头魔终于还是在林恩的安抚下 把他放了下来 系统不断传来安抚经验加一 林恩解释道 根据刚才你说的情况 应该不是正常交配受孕 而是你 误实了一些蕴含着怪力的东西 那个东西在你体内出现畸变 间接导致了你受孕 猪哥因为乱吃东西导致宫外孕 林恩道 你最近是不是不管吃什么都吃不饱 经常感到饥饿 猪头魔疑惑道 你怎么知道 林恩拿出了一盆水道 黑眼圈浓重 脸色苍白 手腕冰凉 这些都是被恶灵寄生可能出现的症状 这是患魔药剂 把手放进去 这样就能查清楚 你是不是被恶灵寄生了 猪头魔嗅了嗅感觉没啥危险 就把手放了进去 刹那间 猪头魔脸色一变 这 这是 水开始不断沸腾 在他身上 简易屡屡诡异的黑气 他的腹部一阵脚痛 肚皮上一下 凹凸出一张嬉笑的脸 伴随着嬉笑声 猪头魔汗毛到裂 我的肚子 有东西要出来 林恩果断抄起瓶底锅 朝猪头魔抡了过去 猪头魔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特么究竟是什么东西 林恩淡定道 初步确诊 的确是恶灵寄生的宫外孕 不过 他还没彻底成心 遇到我你真是走大运了 猪头魔扑通一身跪在地上 颤抖道 小兄弟 刚才老猪我态度太过激烈 您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求您大发善心救救我 救救我呀 如果正面干一场还好说 可这恶灵偏偏长在肚子里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你还记得 你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 猪头颤抖道 有 一个月前外出吃过一个小孩 除此之外 只吃猪和人嘿嘿 林恩思索片刻认真道 看来只能动刀了 跟我进手术室 猪头魔惊恐地看着血距手术室 心里一万只草弥马 男人只是看过师父杀猪 就要给病人进行剖腐 简直不要太离谱 猪头魔躺在手术台上问道 你确定这就开刀了 要不再好好诊断下 林恩磨着刀说道 快刀斩乱麻 在你肚子上开个口子才能看到恶灵 如果能切掉恶灵自然最好 如果切不掉 猪头魔表示 我就把你切了 这时猪头魔注意到天花板上挂着 各种残肢断壁 心里慌的一批 往日都是我宰猪 如今却是我被宰 真特磨到了八辈子没 你还要磨到什么时候快点 林恩清洗了一下手术刀 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猪头魔点头示意 林恩拿笔在猪哥肚子上做了个记号 然后给猪头魔戴上了手铐 林恩解释道 这是为了防止 你挣扎影响我做手术 猪头魔询问了一下 你以前给别人做过手术吗 林恩淡淡的我看过我老是杀过猪 和手术差不多 所以请放心 我对我的手术能力还是十分自信的 然后弹了一下手中的刀 猪头魔开始慌了 老子不做了放开我 开什么玩笑 刀都魔好了你说你不做了 你不怕肚子越来越大 然后恶灵瀑布而出吗 今天你做也得做 不做也得做 便开始下刀 扑呲扑呲扑呲 系统不断提示刀工经验加持 数分钟后 猪头魔凿 已如同死狗一般躺得抽搐了 这是一声声的婴儿哭声传来 猪头魔瞪大眼睛 看向林恩 林恩面带微笑道 恭喜恭喜 妇女平安 随后恶灵血印的面板 便浮现了出来 猪哥生完孩子后 竟然头也不回地跑了 林恩想了想到 虽然这个时候说不太好 但还是要提前告诉你 手术费一共300币 因为是我第一次手术 打八折算你240 猪头魔发出悲惨的猪叫声 精神几乎崩溃 缝尚 缝尚 好 不过缝纫费用另算要40币 你看是用麻线 毛线 棉线 钢丝还是 麻线麻线 快给我缝尚 林恩拿起麻线 你忍着点 我要开始了 系统不断提示 缝纫技巧经验加一 好了 随后林恩拿出治疗药剂喷了上去 血肉开始一点一点的愈合 丁 您完成了隐藏任务 获得猪头魔恐惧度加200 您在游魂向知名度加10 林恩微笑到手术很顺利 另外你的女儿也非常健康 虽然是恶灵计生诞 但如果抚养成大叔 话还没说完 诸葛撒腿就往门外跑去 我发誓以后再也不来了 做手术就像杀猪一样 给他们整出心理阴影了 林恩健壮到老板闺女忘带了 我不要了 送你了 钱也都给你 我这里是药店 不负责带瓦 老板 好不容易生出来不能不管 下次手术我保证给你打麻药 请你把闺蜜带走吧 看着消失在黑暗中的猪头膜 林恩叹息一声 这可怎么办 老师要是回来 保不准就把你剁了下酒吃了 唉 只能暂时把你收下了 这个婴儿太丑了 差点导致林恩的眼睛瞎掉 幸好有恢复药水 不然我这眼睛就废了 丁 您的多项技能可升级 在游魂像的风评得到了改观 请前往面板查看 最后这段评语什么意思 血就要祭奠有些病态的学徒 多名患者在他这里感受到了巨大的恶意 他似乎已经逐渐继承了他老师的变态风格 这不是在侮辱人吗 一点都不客观公正 不过升级有四点可分配点数 毫不犹豫全部加在了体质上 想要在这里混下去体质足够强才行 瞬间一股热流席卷全身 撩开衣服看了看 不错身体确实强壮了 这时一旁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声 差点忘了还有这家伙 刚刚明明才一级 现在就二级了这也太离谱了吧 丁 明触发隐藏任务 居然还有分支任务 但前三个也太残忍了 选择第四个吧 等猪头魔自己来拿 人家把娃落在我这里 我给人家干掉了 那我不就是变态了吗 我的道德水准不允许我做这样的事情 不过有个任务奖励有待分析 一定是非常丰厚的奖励吧 丁 道德加实 就这 对了差点忘记投喂小宝贝了 随后将闺女放在了瓶子里 便离开了 要不是刚刚系统提示 差点就把老师给的任务忘了 打开地下室后 里面传来了嘈杂声 望着这漆黑的地下室 下一刻一声咆哮 真是女大十八变 猪哥的女儿竟然变成了一坨答变 总算是把过期药剂全部投喂完了 丁 获得骷髅壁石 宝贝好感度减石 家具熟练度加一 也不知道老师口中的小宝贝到底是什么 来这里两年了老师从没告诉过我 算了还是少打听 不然我早就成了小宝贝的口粮了 回去等生意吧 华操这什么鬼 灵恩三只减石 看来系统说的没错 要是不管的话 这鬼鹰会越来越扭曲 灵恩三只减三十 这样下去先不要说猪头怪 还认不认他闺女 我在这第一个受不了了呀 太特么丑了 算了 就当便宜你了 让我免费给你整整容 要不然整条街的人都要被你丑死 老师点别乱动 恶灵蟹音畏惧度加石 先把这些触手塞回去 接下来就是捏脸 恶灵蟹音畏惧度加石 这时敲门声传来 原来是客人 烧死鬼到我想换张脸 丁 触发任务帮助烧死鬼换一张脸 你先坐一会 我还有个手术没有完成 刚好他也在做整容手术 您要不就在旁边看看吧 让你看看我精湛的医术 灵恩只是做个整容手术 就给一旁观看的病人吓得半死 我微微一笑道 不要紧张 虽然我这是第一次整容 但是和捏捏揉面团差不多 此刻烧死鬼张大嘴巴僵住了 我一把抓住鬼鹰揉成面团 奋力拍打 抓两边拉长 犹如拉面一般 上下不断摔的 然后把鬼鹰放平双手 加大力道 开始揉那脸上的 那团扭曲的肉质 烧死鬼这特么不对劲 这家店太不对劲 烧死鬼 三只减四十 敢问您是在 我淡淡道 这个小鬼太丑了 我打算给他换张力 烧死鬼扯了 只不过您的手法 还真是别具一格呀 心想着待会 我也要被他这么扯 那不得见太奶去了 我是不是进了家黑店啊 不辞 抱歉稍微用了点力 烧死鬼瞪大双眼 妈呀 徒手给小鬼脸捏爆僵了 烧死鬼恐惧加四十 呼 我去后面拿一下工具 您再烧等一下 马上就到您了 烧死鬼一惊好可怕的笑容 一个人类居然那么可怕 烧死鬼三只减四十 听说血菌那老变态出门了 我才赶过来治疗的 哪知道老变态走了 还留了个小变态 难道接下来 我也要变成这个鬼样子 此时屋内传来了电锯声 烧死鬼疑惑道 电锯 做个整容手术 拿电锯是闹哪样 烧死鬼平住呼吸 听着门后传来的电锯声 三只减四十 血菌狂魔的画面 在脑中刻画出 烧死鬼三只减四十 惊恐地看着出来的灵恩 灵恩也是一头地问好 这个女婴巨丑 却被我整成了可爱小萝莉 而且这个世界竟然还有人族 不好意思久等了 我这就 话音未落 烧死鬼发出了惊恐的大叫 三只减一百 黑店 救命 救命啊 逃命似的往门外跑去 怎么个事 我就是去磨磨刀而已 怎么说走就走了 丁 烧死鬼任务失败 丁 烧死鬼对你的畏惧度加四百 丁 恭喜获得第一个对您极度惊恐级的客户 获得一百骷髅币 知名度加十 居然说什么极度惊恐 我哪里吓着他了 我这么礼貌和蔼可亲 不应该是极度友好吗 算了先安排这个血鹰 总算搞定了 这一下顺眼多了 突然鬼鹰额头上长出了一棵树筒 灵温一下子戳爆了 这里可不是长眼睛的地方 好不容易给你捏出来的脸 保持不住就别怪 我给你再动刀 恶灵畏惧度加一百 丁 检测到恶灵血应对你的畏惧度超过怨气增长速度 危机等级降至负百分之三百二十一 并持续降低中 丁触发隐藏任务 压制鬼鹰怨气 当前进度百分之三百二十一 您获得一百五十一骷髅币 整形技巧经验加一百 特殊奖励怨灵发丝五 灵恩一正这都能触发隐藏任务 这发丝作为防身道具似乎不错 不过才五根 怨灵发丝 蕴含着极度怨气的女鬼头发 被附身之后 目标会被发丝缠绕 伯格至希尔斯 灵恩看着发丝的介绍 一旁的鬼鹰偷偷伸出触手玩弄了起来 灵恩猛的一回头 嗯 我看错了 快到晚上了差不多该打烊了 区分黑暗世界的白日黑夜的方法 就是看魂灯的光 只要到了晚上魂灯 就无法被点燃 也就意味着没有魂灯的庇护 任何怪物都能随意闯入你的庇护所 将你撕成碎片 这时门外走来了一个身穿短空的男子 灵恩心里顿时一紧 随后浮现出了那个人的面板 灵恩来到黑暗世界 还是第一次遇到人类 而且他的实力强大的离谱 兽魔人奥卡洛斯道 我需要治疗 还需要一些战斗药剂和恢复药剂 丁 触发任务 为猎魔人治疗伤势 任务失败惩罚 被猎魔人所杀 爱偏偏快打烊的时候来 请进吧 奥卡洛斯道 我以为这条街全是怪物 没想到还能在这黑暗世界遇上同族 还是活的 丁 您触发同族羁绊 任务失败惩罚谋消 我也很荣幸能遇到你 请问您需要治疗哪里 还好是同族 要是个怪物 我早被一刀送走了 猎魔人一把掀开斗篷 露出了满是轻蚀的右肩 丁 系统初步诊断 目标被黑蝴蝶剧毒 轻蚀剧毒 已经渗透到骨骼情况严重 黑蝴蝶 又看来我小看你了 你还知道这种毒 之前被一个红衣厉鬼暗算了 用的就是这玩意 幸好我体质够好 等伤好了 我就去把它打了 我一定会治好您的 这眼神分明是治不好的话 不放过我才对 系统黑蝴蝶是什么 丁 黑蝴蝶是一种怨念 和死灵器凝结而成的聚合体 对生命有着极高的腐蚀和侵蚀性 普通生物若是沾染五秒内 就会化成龙絮 建议刮骨疗毒进行初步治疗 那么先进行一次 外科手术式的轻创吧 猎魔人打断道 等一下你的手术能力怎么样 我自信说道 放心我经验非常丰富 虽然这是我第二次动刀 但上一个客人 寄予了我极高的评价 闹呢 第二次 这附近还有其他药店吗 没有 全被我老师弄没了 他是不会允许第二家药店存在的 短暂的寄进后 好 就信你一次 动刀吧 好 那我就得开始 林恩今天又接待了一个 不打麻药的狠人 猎魔人打量着周围的环境 是错觉吗 感觉这里不像药店 更像是一家散发腥臭的杀猪店 而且这个看上去雷弱的小子 总让人甚得慌 我单单到需要上麻药吗 真男人从不用麻药 麻药只会影响我的神经反射速度 我跟人直接一刀扎进去 那太好了 我也从没给人用过麻药 猎魔人惊讶到 这就开始了 我微微一笑 没 我先试试刀 很痛吗 没事 继续 猎魔人呆滞的扭过头 奶奶的当然痛 不过这小子 应该不敢使什么坏心眼 毕竟得罪我堂堂猎魔人可是要 扑呲 又是一把刀插上来 你他妈又干什么 林恩拖着工具香道 给你找合适尺寸的工具 那两把先插着背 猎魔人物自欲猎道 你备用不能放旁边吗 偏要插我肩膀上 您先别急 这是在测试刀的锋利度 您应该清楚刀不锋利的话 手术时会给您带来巨大的痛苦 我凑近猎魔人露出恐怖的笑容道 反正插着的地方 都是要割掉的请不要在意 作为医生我的刀 必须完美适配您的肉 猎魔人僵在了那里 他妈好有道理啊 真的不是故意的吗 为啥我感觉他在忽悠我啊 行了 立刻给我处理 再磨蹭我立马毙了你 好的好的 您先别急哈 林恩搬来一个火炉 然后把各种工具丢了进去 猎魔人插一刀 你这又是干什么 林恩镇定地拿起粮 把烧得通红的刀到 消毒 飞蝴蝶是一种 极为猛烈的腐蚀性剧 为了防止在青创的过程中毒液 渗透进其他的组织 必须高温灭杀 我知道 但你这架势你实操过吗 当然 以前杀猪把猪毛时 就是用这方法 拿烧红的刀那么一撩 齐刷刷的就下来了 猎魔人顿时慌了起来 我要开动了 接下来可能会有一点能 你远一下 猎魔人看着端上来的盘子问道 你拿个盘子干嘛 搞得跟吃饭一样 客人您多虑了 餐盘是为了装割下的虎肉 再根据肉量配置血肉增生剂 猎魔人咔咔磨着牙 动刀 要不是这方圆几百里 只有这一家药集点 我绝不会踏入这鬼地方办吧 林恩表情认真 好那我开始了 这个病人嘴硬 就是不打麻药做手术 结果差点给送走 扑哧扑哧 两刀入肉声传来 系统不断提示 刀工经验加一 猎魔人此刻死咬后操牙 特么死马一样等疼啊 割裂的疼 烧焦的疼 还隐约夹杂着一丝丝淡疼 还带着滚刀一样 富有层次感的疼 如果疼的话 现在打麻药还来得及 林恩叮嘱道 猎魔人嘶吼着 滚 你哪里看出我疼了一点都不疼 那 麻烦您能不能松松手 我家柜台是用上好的古墓支撑很贵的 我就喜欢抓木头 不允许我抓一抓吗 大不了我双倍陪你 给我使劲哥 再磨叽我多了你 林恩一把摁住猎魔人 等的就是您这句话 便加快了落刀的速度 不断地有大块大块的肉被切除 猎魔人疼得直敲桌子 快住手 快住手 见状林恩也急了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削快削慢你都不满意 麻药也不让拿 都做到一半了又让我停手 你怎么这么多要求 猎魔人用力抱着桌子嘶吼道 你给我一次性弯出来不行吗 你偏要一片片给我削 你是怕我走得不够急促吗 林恩指责道 一次性刀完 那不成一刀子买卖了吗 猎魔人呆滞了一下 你说啥 一刀子买卖 林恩解释道 一刀子固然是快 但万一伤到了大动脉 我保证你走得比现在还紧 我白衣天使 要相信我 对待患者 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 绝不会允许您因为得不到治疗 一命呜呼的 猎魔人颤抖地嘶吼道 哥 给我个 你这死黑店我以后我再也不来了 林恩一听更挨劲了 放心动完手术你一定会爱上我的刀的 早已昏厥的猎魔人仿佛就像做了个梦 有个恶魔拿着两把刀在骗他的肉 还把他的肉端到他面前让他品鉴 林恩一口一用酒精喷在了他的肩膀上 猎魔人一声哀嚎直接被炸醒 惊恐地看着林恩 够了 够了 哆嗦着不停往前爬去 让我走 我立刻就走 等等 还有个步骤没有完成呢 在你昏厥的时候 为了让客人的心情放松一下 我特意给你奥了个造型 你看看是不是非常的nice 猎魔人惊恐地看向自己的窗口 瞬间整个人都不好了 林恩给病人弯骨结果 在上面弯了一个小星星 猎魔人大怒直接问候了他祖宗十八代 林恩还表示心情是否感到放松了一些 下一刻猎魔人掏出他的左轮扬言 要杀了林恩 林恩也是非常淡定掏出匕首 直接插在他枪口上 客人我再救你 你却想要杀我 这样做你不觉得太无耻了吗 就算要杀我也得等我帮你把手术做完 我可不能让你死在我的手上 猎魔人觉得有道理 气愤地朝天花板连开竖枪 麻辽的马上做完 不要再给我凹什么奇怪的造型了 不是手术吗 捆住我干什么 林恩解释到不捆住你 我怕待会疼得你把我崩了 我死了不要经手术失败了 是对我最大的屈辱 只能出此下策了 不愧是嘴强王者猎魔人 要是怕疼我早崩了你了 再说了区区几根链子也锁不住我 你太天真了 林恩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 没等猎魔人说完 就是一顿刮骨输出 疼得猎魔人眼泪直飙 你到底在干什么 怎么感觉有人在我的二地上 用上勾拳杂 林恩淡定的 刮骨啊 都跟你说过很疼的 猎魔人此时才反应过来 你说刮骨 生刮呀 林恩疑惑地看着他 对呀 难道我没和你说吗 你特么告诉我个锤子 叮 猎魔人对你的畏惧度加二十 刀弓持续增加中 忍一下真男人从不畏惧疼痛的 咬咬牙就过去了 猎魔人嘴终于不硬了 快助手给我打麻药 我不行了啊 林恩表示现在上麻药也没用 总不能把麻药打到骨头里面去吧 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 猎魔人棚子直接正脱开了锤面 我信你个鬼 你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然后掏出左轮就要开枪 林恩快速夺过 直接将左轮插进猎魔人嘴里 气急巴坏道 你再给我动一下试试 我一枪崩了你 欺人太甚 我苦了巴基地给你治疗 你却三分五次地想崩了我 猎魔人含着枪管累撒当场 我不做了放过我吧 林恩气愤道 你说不做就不做 那我医生的名誉不让你全毁了 奶奶的不和你磨叽了 直接给你上大家伙 便掏出了电锯 猎魔人惊恐地看着他连连后退 你特别要干什么 你不要过来啊 林恩一把拉动电锯 你骨头太硬了 硬刮要几个小时 长痛不如短痛 用这个大家伙绝对给你一步到位 等一下 瞬间 凄厉而惊恐的惨叫声响彻天际 老板 我来买几瓶恢复要劲 门外只见一只长发鬼 飘了进来 瞬间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脚踝 他顿时表情一僵 飞开门便看到 奄奄一息的猎魔人嘶吼 求救 身后则是满脸是血的少年 正骑着猎魔人 拿着电锯切割他的肩膀 林恩瞬间抬起头 脸上露出一抹职业性的微笑 露出洁白森然的牙齿道 欢迎 你来拿药剂对吧 您先稍等 等我处理完这个客人就给您拿 发出友善的笑声 长发鬼抱着脑袋 发出惊恐的长笑声 长发鬼对你的畏惧加歧视 在林恩愣愣的注视下 长发鬼脚都不要 一瘸一拐地冲进了黑雾中 丁 您在游魂巷的知名度加二 丁 成功将客人下出心理疾病 长发鬼的性格 从开朗已转变成胆怯 您获得成就 顾客惊吓者 因为泰国变态 经常导致客人惊吓过度 血就要祭奠的学徒 正在走向一条不归路 您获得永久加成 顾客对你的惊恐度永久加一 你早造成疼痛感加一 林恩一愣什么鬼 怎么就成了顾客惊吓者 我一向秉承顾客第一 微笑服务的宗旨 这狗系统 你能不能不要乱给人奇奇怪怪的成就 随后掩饭红光的看向 想跑的猎魔人 想跑 手术都没做完 林恩紧咬着牙齿一把摁住猎魔人 拿着电锯就是锯 此刻猎魔人早已泪流满面 痛不欲生 林恩给病人做完手术 差点被一缩子子弹带走 做完手术的林恩 吹了吹打磨洁白的骨骼道 客人已经把入侵的毒素 全部清理干净了 只需要进一步血肉再生 就能完好露出了 客人您看是否满意 客人 猎魔人不断地口吐白沫 林恩大惊失色 不断摇晃喊着客人 丁 您用特殊手段 让传奇猎魔人丧失战力 您获得成就奖励疼痛施加者 呆称号永久提高宿主使用任何工具 造所造成的疼痛值加5% 这时猎魔人缓缓睁开眼 一眼就看到林恩那职业性的微笑 几乎条件反射的猎魔人 瞬间跳下手术台 对着林恩就是砰砰十几枪 你别过来 别过来 猎魔人散直减十六 林恩瞪大双眼挖操 还好只是打了个人体瞄边 冷静点客人 我已经给你治疗好了 忘记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吧 随后一脚将电锯踢开 猎魔人摸了摸肩膀 没了被刮去肉的空荡感 和毒素带来的撕裂感 之前的恐怖经历就像做梦一样 猎魔人恶然道 这就都弄好了这么快 林恩认真道 康复得差不多了 轻食的部位去除之后 就剩下让你的血肉在生的问题 所以我给你用了 垫里最好的血肉再生要紧 加上你身体强悍 大部分血肉已经生长出来了 不过最中间还缺一小块肉 我就用其他肉给你补了一点点 放心排斥性问题也解决好了 猎魔人一正 看着白嫩嫩的肉上 还有几根猪毛 你特吗 乐哥 居然把猪肉放我身上 瞬间炸毛一把抓住 林恩的领子磨牙切齿 林恩迅速举起双手 虽然过程不愉快 但结果还是很完美的不是吗 日后若有问题 您随时来我这里 可以免费享受二次服 猎魔人颤抖道 二次服 你还想着给我二次服 猎魔人情绪极度不稳定 危机度加30% 逐渐上升至80% 客人 林恩开始嘴炮模式 虽然治疗过程中 有些小小的曲折 但是比起被黑蝴蝶侵蚀而死 在这黑暗世界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丁 危机度加99% 在林恩的不断安抚下猎魔人 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你说的没错 在这个世界 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不愧是我的童族 你能活到现在确实很有本事 尤其是这折磨人的本事 绝对一流 林恩害羞地挠挠头道 过奖了 过奖了 猎魔人一下又抓着 林恩的衣领物自欲猎道 你觉得我是在夸你吗 老实交代 你以前是不是 从没给人做过手说 迅速伸出三根手指的 林恩发誓我做过 而且还是剖腹产 并且妇女平安 人家还给我点了赞 猎魔人一下陷入了沉默 做过一次剖腹产 就敢给我刮骨疗伤 听着挺扯淡的 但伤确实治好了 下一刻便严肃地盯着她 听着 我不想听到任何有关 我昏在这里的谣言 你可明白 这一刻危机度 直接飙到了99% 在林恩的再一次发誓 绝对会守口入瓶后 危机度再次降至10% 见此猎魔人才询问道 手术费价格 以后绝对不来 你这黑店的太消耗人了 林恩双手合十微笑着说 不用付了这次手术 就当同族请了 以后多多光顾小店就行 毕竟卖着猎魔人一个人情 说不定以后能棒上这棵大树 丁 完成任务获得骷髅B500 猎魔人早已看出了林恩的心思 别以为巴结我 我就会忘记当才的事情 即便你是同族也一样 而且我向来独来独往 才不会带着你这个小鬼 我劝你最好不要在这里久留 作为人类没点活命的本事 早晚要成为怪物的口中餐 在林恩看来 这个猎魔人对待同族 还是很好的置手 没有直接给他毙了 实不相瞒 我是阴差阳错掉入到这个世界 怎么才可以离开这个世界 除了这个小店 我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 猎魔人冷笑一声 你算幸运的 其他掉入这个世界的人类 基本都嘎了 目前这里是罪孽城的最底层 你要离开最快的方法就是死 除此之外 就是要不断地增强自己的实力 成为强者 才有一丝逃离这里的可能 林恩失落地低着头 看来这辈子都没办法离开这鬼地方 每次看到那些怪物 我都怕得要死 你可拉到吧 就你那治疗手段怪物 怕你怕得要死才对吧 废话不多说 我这人讲究公平交易 既然你不想要钱 就看看我身上的东西 挑一样拿走吧 林恩打量着猎魔人的道具 随后便看向了他腰间的左轮 这是系统面板弹了出来 诅咒的猎魔 左轮苍白受魔者 传说品质 六发猎魔弹的容量 能自动补充 对恶灵 吸血鬼 恶魔 怪人 诡异能造成极高的伤害 林恩刚想伸手去拿 却被猎魔人一把抓住 周围一下陷入寂静 你小子好眼光 一下就看上了我身上最好的东西 林恩只是觉得那两把枪很帅 话说 你用这枪杀过怪物吗 猎魔人表示虽然很帅 但我从没用他杀过一个怪物 林恩不解为什么 随后猎魔人便拿出左轮 朝着林恩连开竖枪 林恩看着墙上的枪口 内心慌的一批 人体描边这是 没错 虽然帅蛋这是他的致命缺陷 准确来说这两把枪中了诅咒 不管从什么角度 开枪都无法命中目标 所以平时除了装弊 也就只能用来装弊了 剑枪打不中人 林恩也不打算要了 猎魔人再次朝着林恩连开竖枪 我这个人讲究的就是诚信 挑好了你就得要 否则就是看不起我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要还是不要 林恩没办法只能要了 很好 诅咒的原因害的 我没办法丢掉这两把枪 如今你能接盘 我感到很欣慰 林恩这才反应过来 何止你拿我当接盘侠了是吧 林恩以为嫖到了宝贝 没想到竟然是个坑 猎魔人给他解释 因为诅咒的原因枪 没法丢掉 只有在同族表现出强烈想要的意愿 才能以公平的方式交易转移 但你也知道这鬼地方人族太少了 想找一个接盘侠确实难 林恩都无语了 你就故意把枪量出来坑我 彼此彼此之前的手术 你不也差点把我送走了 而且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再好心提醒你一句 丁猎魔人好敢加二十 接下来你听好了今天晚上 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试图出去 更不要开门 你们这里来了些不得了家伙 林恩很诧异 到底是什么怪物 能让猎魔人都有所忌惮 不过猎魔人却劝他还是别知道的好 如果能活到明天 或许我们还会再见面 随后便化作一缕青烟消失在了原地 这时林恩想起老师和猎魔人说的竟然一样 看来今晚怕是不太平 看着桌上呼呼大睡的恶灵 等级一下就提升到了七级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 就会变得非常难对付 随后便掏出枪事业 对着恶灵射了起来 看到恶灵对自己的畏惧度 增加林恩更买劲 反正还有伴侮 正好拿来练枪 半小时后门柱上的魂灯 毫无征兆地熄灭了 二话不说 林恩快速冲向门口取下魂灯 立刻关上大门用结束火 所有的窗户也都封了起来 现在没有了魂灯的庇护 这就意味着只要怪物有想法 便能随意闯 丁 被窝里祈祷着能安全度过这个晚上 下一刻 门口却传来了老师的声音 林恩快开门 我是邪剧 有恶灵在追杀 我快让我进去 林恩思考了一番老师怎么提早回来了 而门外的声音还在不断地催 林恩快步走到门前 刚要开门却想到了什么 老师你都快不行了 那就死在外面吧 拿着剃骨刀 就朝着门马车的位置插去 片刻的沉默后外面缓缓开口 你都不确认一下 就直接给我一刀 那不然呢 要是我在外面 我老师也会毫不犹豫地捅我的 再说了 老师也不会在这个时候回来 你肯定不是他 外面再次陷入了沉默 林恩认为怪物应该走了 便贴在门上 听着外面的声音 下一刻伴随着刺耳的尖笑声 一只鼓烂的鼠 穿透了门 伸了进来 吓得林恩散指尖时 林恩反手就是一刀捅上去 怪物扬言 要将它撕成碎片 一点点吃掉 一个无比猙獰的声音 下一刻更多的鼠 不伸了进来 抓着林恩的身体 林恩非常清楚 越是危险关头 越要冷静 活下来的几率就越大 二话不说 林恩迅速地 从手腕上 解下一根恶灵发丝 根源级怪物小小登场 被怪物抓住的 瞬间林恩淡定地 抽出一根恶灵发丝 飘落到怪物手上 下一刻便快速滋生出了 无数的发丝 将所有的手缠绕在一块 外面的怪物 不断挣扎着撞击大门 见此林恩抓住发丝 使字向后拉拽 不一挥怪物的手 慢慢垂落了下来 应该是死了 为了安全起见 先给这怪物编个尸 让他死透血 突突不上去就是树刀 丁 宁击杀了血肉欺诈者 获得一百经验 看着系统的提示 林恩庆幸自己 信号给他补刀了 这家伙真特么能装 才刚入夜 就有怪物找上门 不知道后面 还有什么未知的怪物出现 今晚怕是睡不好了 就在这时 警告 警告 有根源级怪物正在靠近 危机等级百分之百 林恩一将迅速贴到墙上 死死盯着大门 根源级 难道是猎魔人说的今晚 会出现的大家伙吗 瞬间一股巨大的阴冷 从自己的皮肤蔓延开来 血肉怪物的手 忽然抖动了几下 然后就被什么东西 一下大力拽了出去 看着还残留在屋内的发丝 林恩快速将其切断 而就在一瞬间 浓郁的血腥味 从外面传了进来 伴随着子觉声 一只巨大的眼睛 透过门缝朝屋内四处张望 林恩立刻病住了呼吸 甚至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吸溜 吸溜 门外不断传出 阵阵铁门版声音 林恩听着外面怪物 阵阵铁门版的声音 不知为什么这磁溜声 还挺可爱 感觉就像小萝莉 在舔着什么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 一根血红的触手 缓缓地从小孔里探了进来 San只捡四十 我收回刚刚的话 这和可爱有半毛钱关系 太特么吓人了 舔完门上的鲜血触手 好似意犹未尽一般 朝着林恩的方向蔓延过去 在林恩的身上 留下一道道铁尸的痕迹 这一下San只又捡了五十 林恩很清楚 这种情况要是赶跑 立刻就会被外面的怪物加餐 就在这时 门外突然传来婴儿一般的声音 医生 发现你捞 开门 牙疼 我心里咯噔一下 才反应过来门外的怪物 原来是来看病的 镇定下来后开口道 可是我们的小店晚上不接客的 这是店里的规矩 我必须遵守 怪物一听 不接客我就吃了你 来了清 门被快速地打开 血迹要寄电 真诚为您服务 此时系统给出了怪物的面板 竟然全是问号 介绍 如果你在黑暗中听到婴儿的嬉笑 你在绝望中看到了纯粹的目光 请务必不要回应 因为那不是希望 而是深渊 在看清楚怪物的模样后 San只更是狂掉四十 这么大个头下面全是触手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怪物我是张开锯口 牙疼一声 治不好就吃掉你 镇定镇定就跟平常一样就好 而且它的声音意外的还有些可爱 放心肯定能治好 请问是哪颗牙疼 后曹牙 鸣张大一下嘴 我现在就给你诊断 随后便爬了进去 丁 触发任务 治疗牙疼 任务奖励 特殊奖励一 未知的好感度 加五十 骷髅币 加一千 失败惩罚无 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一了 不然真无 我大喊没有光线看不清啊 怪物一听 直接挖出了自己的眼睛 给灵恩照明 这操作六啊 现在清楚了 不过这怪物的食谱 还真是千奇百怪 爱女鹰的威胁下 灵恩只能不断地在她嘴里寻找病病因 下一刻灵恩的目光 就落在插在厚草牙上的一根长毛上 破损的神圣之毛 传说品质 介绍从不知名世界 掉入黑暗世界的长毛 蕴含神圣的祝福 对恶灵 诡异 恶魔 具有极强克制效果 看来是这个的问题导致的牙痛 女鹰这是开口危险 拔不出来 我就吃掉你 灵恩并没有理会 而是看着系统标示出来的物品 这些尸体碎片都来自不同的医生 看来在这之前 她拜访过不少医生 不过那些都是怪物没法接触长毛 这个患者脾气也不小全吃掉了 不过 我是人类神圣力量 应该伤不到我 当触碰到长毛的一刻 散发出了一缕暗淡的光芒 随后便迅速的引去 看来和自己想的一样 灵恩大喊 我要开始拔了 然后立刻使出吃奶的进食镜像上拔 但愿能拔出来 不然就和周围的同僚一样塞牙粉了 在不断的努力下 总算是松动一下 不过力气还是太小出了松动 下一刻一根根触手缠绕在灵恩的腰上 开始往外拔 这一下差点给灵恩乐的脑溢血 先停下 我喊一二三再用力知道了吗 知道了 灵恩深呼一口气 一二三辣 伴随着巨大的惯性 长毛和灵恩一起飞出了口腔袜 成功了看来不用死了 女鹰对您的好感度加二十 但还是很难 灵恩望向长毛拔出留下的大盾 此刻正在像是喷涌泉一样 不断飙着血 灵恩竟然对着一个女鹰 干着不可描述的事情 弄得人家不断翻着白眼泪洒当场 女鹰看着流血的牙齿疼的 又想吃掉灵恩 灵恩赶紧安抚 并保证肯定会治好的 仔细想想这个女鹰 和平常顾客也没区别 平常心对待就好 稍等一下继续张着嘴别动 随后便跑进屋内 拿出止痛药 看来这神圣长毛的力量 还残留在牙齿根部 想要治好还得把药物送到底 可这血不断地喷射出来 这让人犯难 突然余光撇到了身边的一根触手 下一刻直接一把抓住 露出圣人的职业微笑 客人这根触手您还要吗 我需要用它来给您止疼 女鹰话都没说 灵恩就是一刀给卸了下来 疼得女鹰呲啊乱叫 下一刻无数的触手 从外面狂涌进来 就要对灵恩动手 当快要接触到灵恩的时候 却停了下来 好奇地张望着她 只见灵恩表情严肃 将一瓶又一瓶的药剂 不断往触手内注入 注射完后 大喝一声打光 触手明显一颤 连忙将光束照在后槽崖上 此时的灵恩早已进入状态 瞄准洞口 然后用力地往里面一插 触手尺寸有些大 而那个洞口实在是太窄地进不去 要想插到深处 还得找个坚硬的工具辅助才行 下一刻灵恩目光 锁定在地上同行的残骸上 随后拿起一根口头和头颅 插进洞口内 头颅就像锤子一样 不断敲击着骨头 强行倒进洞口的最深处 一次次的敲击倒的女鹰 开始不断摇摆起来 忍着点 我要加大力度了 坚持住 马上就到最里面了 到时候就舒服了 足足抡了上百下 总算是插到底了 女鹰猛然瞪大双眼 露出了不可描述的表情 这个男人看似人畜无害 被地里却是个萝莉控 女鹰露出了愣愣的神情 不疼了 灵恩摸了摸汗淡淡的 那是当然 药剂开始发挥作用了 接下来需要做些加工 保证你的牙齿健康 女鹰开心地不断舔着灵恩 女鹰对你的信任度加二十 好了 可以开始动工了 只见灵恩戴上护目镜 拿起一旁的电钻 示意女鹰打光 对着后槽牙 就开始作业 你的这颗牙 已经被神圣力量侵蚀 若是不把神圣物质全部驱除 等要效果了 还是疼痛男人 我帮你清理干净后 再给您补一颗硬邦邦的好牙 女鹰对您信任度加二十 女鹰不断给灵恩 拿着各种工具打下手 没一会就处理完好了 似乎看出灵恩的疑惑 女鹰询问还需要什么 灵恩严肃道 还需要一些钢材 不过现在店里材料不够 进货至少得明天 女鹰这是开口 我有钢 灵恩一愣还没想明白 女鹰便快速地朝着一个方向移动 下一刻 他们停在了一个巨大铁皮门前 灵恩表示这个大门 是铁做的不是钢 下一刻女鹰嘴里凝聚能量 朝着大门射 整个建筑瞬间一分为二 只见里面有一双 泛着绿光眼睛缓缓走了出来 随之介绍面板弹出来 钢杏傀儡等级位置 混乱邪恶属性 介绍活在黑暗世界中的钢铁傀儡 自从他们在黑暗力量下诞生初一之后 这群刀枪不入的强大生物 就成了黑暗世界居民心里的恶魔 灵恩看着眼前的钢杏傀儡 突然想起这种怪物 以前也有一个类似的闯入他们店中搞破坏 老是硬是大战了几十个小时 才把对方逼退 女鹰带自己来这里又是 突然啪的一声巨响 只见刚刚走出来的傀儡还没反应过来 就直接就被巨婴的舌头拍扁成了一个钢饼 真是离谱特么离谱到家了 等级同样是未知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女鹰开口道 一个够吗 不够继续 够了够了 一个就足够了 回到血具要祭奠 有了女鹰的帮忙进度异常的快 再经过一系列打磨和抛光 一颗崭新的牙齿 终于在灵恩的骚操作下变得焕然一新 完美 灵恩摸了摸头上的汗水 露出满意的笑容 女鹰拖着眼球在一旁夸赞连连好看 丁 您完成任务 获得骷髅B1000 女鹰好感度加50 获得特殊奖励 暴击药剂配方 丁获得唯一成就 根源级怪物的牙1 成就介绍 你是第一个有胆量为根源级怪物看牙 并且成功的人类 您获得永久特性 根源级怪物清合度加1 全属性加10 女鹰发出细腻的声音 目光聚焦在灵恩身上 一声厉害 我不吃你了 女鹰对你的信任度加40 灵恩90度鞠躬 顾客的赞誉 将鼓舞我不断前进下去 尊贵的客人 请问您是否愿意体验一下 本店最新推出的牙齿保健服务 好不容易遇上一个 对我已有好感的超级怪物 这大腿必须报警 让它成为我的回头客 保健 服务 女鹰传来好奇的声音 是的 就是长期对您的牙齿保养 以保证牙齿健康 如果满意的话 可以申请成为我们店的会员 那么先给您做个免费清理吧 丁 触发任务帮助女鹰护理牙齿 奖励50骷髅币 好感度加50 二话不说 灵恩快速进入女鹰嘴里清理起来 丁 获得不知名生物断壁15 获得奇异的内脏54 获得破碎的头盖骨31 获得黄金132克 获得残缺精良附膜护甲1 清理完后 灵恩迅速拿出一桶材料 这是什么 女鹰好奇问吧 灵恩解释这时黑暗史莱姆的棉叶 能产生大量杀死细菌的爽口泡沫 再加上特制的美白青创药剂 可以让你的牙齿保持节亮 口气清新 女鹰对你的信任度加20 女鹰虽然不清楚 但听着就很厉害 很快黑暗世界牌牙膏配置完成 我们开始刷牙吧 为了抱上这个根源级女鹰的大腿 灵恩奋力推销自己的各项业务 调配好黑暗世界牌牙膏 灵恩直接跳进女鹰的口腔中 开始了自己勤劳的刷牙鼓 这让女鹰舒服的 竟有些跃跃欲试 毕竟在黑暗世界 这真的是非常的新奇 灵恩也不吝啬拿出一堆小刷子 那些触手立刻学着灵恩的样子 好奇地沾上粘液 模仿着灵恩的动物 灵恩也耐心地骄着 先这样刷 然后这样刷 再这样刷 也要把牙缝里面的脏东西清理 这样才能防止出现感染的情况 女鹰对你的信任度加20 丁 您完成任务获得骷髅B50 女鹰好感度加50 灵恩满身大汗地坐在台阶上 好了你看看和之前相比 整个牙口有没有焕然一新呢 闪亮洁白的牙齿 反射着药有的光泽 那双眼睛露出星星闪耀的眼神 非常满意 有没有对本次的服务很满意 有 想不想成为本店的终生会员 不管什么时候 都可以免费过来清理牙口 想 很好 请问您叫什么名字 我好为您登记在岸 等下次您来的时候 就可以领取 我为您特制的黄金会员卡和小礼物 什么是名字 就是其他生物对您的称呼 没有名字 要不我替你免费取一个 就叫小小好不好 小小 小小这名字我喜欢 谢谢医生 丁 您成功为根源级怪物赋予真名小小 您获得了专属成就根源命名者 介绍 作为黑暗世界有史以来 第一个对未知的根源级怪物名 并被对方欣然接受的人类 你已经创造了历史 宿主永久性获得 根源级怪物清合度加一 怪物清合度加十 诅咒现实清除能力一 慢走 欢迎下次光临 目送着小小的离开 林恩立刻跑回屋内 拿起锤子 将大门死死定死 瞪着眼睛 瞪着自己咚咚乱跳的心脏 这才完全放松下来 总算撑过了 多亏我的心理素质过硬 不然根本活不过今晚 那个猎魔人 肯定是跟这些根源级怪物而来的 但他一直没有出现在游魂像 这就说明 在游魂像周围的区域 肯定还有其他更危险强大的怪物 林恩在黑暗世界 总算获得了一个 可以在关键时刻保命的技能 就在刚刚给小小看病完的 林恩迫不及待地 打开自己的属性面板 查看起来 忽略掉介绍上的诋毁 经过一天的洗礼 综合等级总算达到了五级 各方面的基础技能 也得到了巨量的增幅 看着可分配的八点 可分配点数 果断全部加在体质上 毕竟现在不是战斗职业 天天面对这些高级怪物 力量和敏捷完全派不上用场 至于智力嘛 应该是增加对道具和现象的理解度和悟性 目前用处不大 毕竟身体好才是王道 分配好后 林恩立刻查看起系统刚刚给予的奖励 现实诅咒清除能力 你可以为目标选中一条诅咒 并将其清除掉24小时 一次只能对一个目标进行清除 冷却时间12小时 我眼前一亮 突然想起从猎魔人那里得到的左轮 如果可以擦除诅咒 那就等于真正拥有一把传说级的防身武器 随后掏出左轮发动技能诅咒清除 丁 您完成了一次现实诅咒清除 冷却时间12小时 丁 您收获了一条诅咒词条 百分之百未命中 剩余时间24小时 不错不错 虽然只有24小时 但在关键时候 绝对能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 看我一发入零 随后朝着一旁飞 结果不出意外 还是出意外 人体描边 狗系统 你给我的能力是假的吧 诅咒都清除了为什么命中率还这么低 丁 您的枪械精通为零 思索片刻后 决定还是先长时间的练习才行 不然实战打不中人 那真是死的不能再死了 毕竟只有功夫身 铁杵才能磨成针 在窗口放好射击目标后 几枪过后窗外传来了惨叫声 是谁 是哪个瞎了眼的偷袭我 您击中了75级魔物 黑夜石斧者 获得经验加实 吓得凌恩迅速将木板换上新的 迅速掩盖现场正确 然后一溜烟重回自己的阁楼 钻入被子 蒙头大睡 而怪物还在骂骂咧咧 真是个老六敢做不敢认 还他妈刚好打中要害 神枪手啊 凌恩这个老六 昨晚给路过的怪物来了一枪后 迅速掩盖案发现场 直接倒头就睡 第二天醒来 就是一堆的系统弹窗 丁 您完成了任务 不眠夜 获得骷髅币500 等级加1 您在这一天过得非常充实而满足 一共接待顾客5次 击杀魔物1 击伤魔物1 对多名患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 您感觉到了生活的富足与开朗 丁 您成功升到6级 开启日常商城兑换系统 每日刷新 可用骷髅币进行兑换 丁 有情提示 10级之后 可以选择职业 进行第一次转职进行期待 吵死了 一大早就弹出这么多信息 突然被窝里面伸出几条触手 吓得灵恩连开竖枪 血鹰这才缓缓爬出 丁 恶灵血鹰对您的寄生失败 恐惧加二十 果然又崩坏了 难怪昨晚总感觉有什么东西 想钻进我的身体 我特么抱着条章鱼睡了一晚上 点开面板看看 不知道过了一晚 这家伙成长了多少 好家伙这就10级了 介绍 怨气和鬼气凝聚而成的鬼灵 又吸收大量的生灵血气凝聚而成血鹰 一旦成形将会吞噬宿主的灵魂和血肉 并逐步壮大 化身灾厄 PS 因为对某人有着巨大的心理阴影 所以对某人的攻击性急剧降低 同时耳边又响起系统提示 丁 恶灵对您的恐惧都达到了1321 对您的驯服度超过200 触发特殊任务 血鹰成长 介绍 恶灵达到10级的第一次塑性期 这个阶段的塑性 将决定血鹰未来的成长方向 因为您在血鹰成长初期 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 获得对血鹰进行初步调整的资格 任务目标 为血鹰完成第一阶段塑性 奖励血鹰驯服度50 基础经验200 真是头大 塑性 意思 我可以对这家伙进行养成吗 好麻烦任由他发展下去不行吗 也就是说 在他成型之前 我都可以靠恐惧压制他的怨气 一旦他不怕自己了 就会干掉自己 真是摊上一个不小的破端 灵恩提起血鹰的头 血鹰则是疑惑地看着他 难道要像昨天一样 把人家捏成奇怪的形状吗 下一刻 灵恩抓着他的触手 一拉 一揉 一推 今天就让我好好调教调教 你太不听话了 没经过我的同意 就长出这么多奇怪的触手 让灵恩叔叔再给你整整容 然后将这些触手硬生生塞回去 片刻后 灵恩望着调教完的血鹰 很是满 多余的组织还做了对兽儿 伸手谈了下小巧可爱的兽儿 超级可爱 就保持这样的形状 不要再随便崩坏了 灵恩认真地主动 只有这样才能健康长大 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小姑娘 知道了吗 丁 恶灵初步形态确定 开启性格与成长方向的初步矫正 数据化开始中数据化完成 灵恩医症 下一颗面板付出 看来还可以调整性格和成长方向 不过这提示 完全不把人往好的地方引导了 那就让我好好调教一番吧 这个男人竟如此变态 要给48个月大的小萝莉穿直尿裤 自从血鹰崩坏后 却意外出发系统的改造权限 灵恩果断开始调整 几分钟之后 恶灵血鹰 性格方向 甜美 乖巧 杀戮 心理特征 贤惠 可爱 病态 成长方向 甜美可人的小萝莉 带给人幸福与安宁的美少女 散播灾祸与杀戮的恶鬼系统 每个词条后面的那个 我不能调整了 我这只调整出一个半成品 丁 宿主权限不够 第一阶段只能进行 每项两个特征的调整 这样啊 思索了会后 随即她的脸上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拍了拍手 那就先这样吧 等你到了下一个阶段的话 我再给你把后面的 三个负面特征去掉 到时候 你就是一个完美的小姑娘了 丁 您完成了任务 血鹰成长 获得奖励 血鹰驯服度加50 基础经验加200 丁 第一阶段调整完成 恶灵血鹰将会进入 一段时间的沉睡 完成初步的矫正与塑醒 准备准备该营业了 练习了半个小时枪法之后 接下来好好查看一下 系统的新功能 系统 打开商城 商品1 剧毒史莱姆年夜 X10公斤 50币 商品2 会招来厄运的招财猫玩偶 X1 200币 商品3 婴儿止尿裤 紧身版 X10包 50币 商品4 血肉增生药剂配方 特殊版 500骷髅币 商品5 血魔肉块X 100骷髅币 商品6 激情魅魔香水 X1瓶 500骷髅币 不是吧 这都是些啥啊 这就是要出售给我的货物 别开玩笑了 给我刷新货物 丁 此功能暂未开放 请耐心等待 每日五点可自动刷新 凌恩深吸一口气 磨着牙 重新做了下来 好吧 虽然确实和自己的期待 完全成了反比 不过好歹 也算是多了一种 静货的渠道 剧毒史莱姆业 买了 以后炼制剧毒药剂 说不定能用上 会招来厄运的 招财猫王偶 这东西有什么用途吗 难道我还会觉得 自己运气太好 买过来给自己填毒 买了 有机会当礼物送出去 婴儿止尿裤 紧身板 贴了一眼柜台上的血婴 买了 这个还有点用处 随即看向第四件商品 血肉增生药剂配方 服用药剂之后 可大幅度提高伤势 恢复速度 需求材料 血膜肉块 无属性史莱姆年叶 暴君花 食人花生长激素 这个配方算是 系统出售的这些货物当中 唯一不错的货物 而且还配套出售 血膜肉块 这种很难搞到的材料 这件商品 绝对物超所值 没想到 林恩帮助的根源级小小 竟然只是其中之一 另外两只 更是极其强悍的存在在昨晚 就将隔壁几条街 屠戮殆尽 林恩看着血肉增生药剂 还配套出售 血膜肉块的材料 果断买下 再加上奖励的暴击药剂 材料齐全就可以做了 刚好今天供货商要来 正好可以用昨天 从小小嘴里 获得的东西来换 突然大门被打开 一个老太婆 走进来沙哑的说道 帅小伙 有不用的垃圾 可以丢给我这个老太婆吗 B 您触发任务 无用的垃圾 2 任务奖励 50骷髅币 基础经验加100 拾荒者的好感度 加50 特殊奖励1 有 听到系统任务的出现 林恩心花怒放 林恩答应得非常的爽快 然后迅速地回到店里 吃力地将一个大麻袋 拖了出来 小伙子 这次有这么多东西要处理 老婆婆脸上的笑容 似乎也变得灿烂了起来 林恩礼貌道 嗯 老婆婆 需要我帮您放到车上吗 好好 实在是麻烦你了 帅小伙 老婆婆笑得格外慈祥 林恩用力地扛起那一大包垃圾 放在了那个拾荒者拉着的车子上 而也就是在他放下的瞬间 那个老婆婆脸上的笑容 瞬间就僵硬了起来 奔原集的气息 老婆婆满脸一仰 浑浊的双眼当中 闪过了一丝震惊 他立刻就感觉到了车上 那传来的千军一般的重量和压迫性 他看着林恩的目光 顿时变得格外的惊 人皮拾荒者对你的疑惑度加时 林恩微笑道 昨天晚上 我给一个顾客看了看哑口 这是从他嘴里面清理出来的 老太婆的表情顿时一震 道 你给跟原集怪物看过哑口 你就不怕他吃了你 他看着林恩的目光 变得更加的惊异 之前还以为这小子是个普通人类 想不到居然做出这么疯狂的事 林恩笑呵呵道 怕什么 为顾客服务 是我们血巨要祭奠的宗旨 不管来者是谁 我们都会一视同仁 人皮拾荒者对你的敬畏度加时 一时间 林恩清晰地感觉到 面前这个老婆婆看着她的眼神变了 变得就像是在看着一个怪物 从喉咙里面发出了一声声低哑的声音 昨天晚上 我们这里来了三个根源级的深渊猎头者 你帮的应该是其中的较小的那只 婆婆劝你还是不要接触他们 你应该还不知道吧 昨天晚上 隔壁的屠宰像 恶魂街和鹰魂巷 已经被那三只猎头者吃空了 15个高阶猎魔者和魔灵被杀了一半 昨天你遇到的那个猎头者 应该是打算来我们游魂巷进食的 看来是因为你 让我们游魂巷免了一减 林恩将在了原地恶然道 可是我感觉昨天那个客人 还挺可爱的 不应该这么凶残吧 短暂的记忌 一阵阵微风吹拂而过 那个老太婆 就像是听到了极为震撼 和不可思议的话 可爱 确实挺可爱的 丁 南南道 果然 黑暗世界当中就没个正常的存在 特别是那些看上去正常的 丁 恭喜你完成了任务 您获得了50骷髅臂 100基础经验 人披拾荒者的好感度加50 然后就在林恩的注视之下 那个老太婆伸出干枯的手 慢慢地伸向了自己的胸膛 然后林恩便看到 那个老太婆把手伸入了 她自己的胸腔里面 硬生生从里面掏出了一颗 还在跳动地流着血的心脏 小伙子 你这次给我的东西太贵重了 一时半会儿我消化不了 这个东西是我刚刚拾荒来的 也许对你有用 心脏冒着滚滚的热气 扑通扑通地在空气中跳着 你收下吧 老太婆沙哑地笑道 林恩散直减食 无面膜的心脏 品质诅咒之物 诅咒 可与指定目标的心脏链接 但每日都需要大量鲜血饲养 介绍 强大的无面者身上的每一个部位 都蕴含着一种诅咒 特别是他们的心脏 当你听到了自己心跳声之后 那你就要小心了 因为很有可能 那已经不再是你的心脏 林恩摊上大麻烦了 新来的客人恶意值 竟然达到了百分之百 就在刚刚老太婆 因惨惨地笑道 你如果想要谁死 就心里想着她 然后用你最恶毒的方法 来对付这个心脏 你会收获很大的快乐 节节 林恩顿时毛骨索然 这个老太婆身上带着的东西 果然没几个是普通的 这个心脏看效果 绝对是一个大杀器 很快 那个老太婆就拉着车子 一点一点地消失在了 前方的黑雾当中 目送老婆婆远去 这个石黄人 每天早上都会路过小店一次 绝对算得上 是一个可以固定兑换 各种道具的友善NPC 等到每个星期 送货上门的怪物到来 林恩支付了大量骷髅币 重新将店内的仓库补满 而算算时日 今天晚上或者明日 她的老师就要回来了 回到柜台 林恩安静等待着 今日的第一个客人上门 而就在这个时候 传来了敲门声 林恩脸上立刻挂上了 职业性的微笑 道欢迎 挂在门柱之上的魂火 呼呼呼的剧烈的闪烁了起来 林恩的瞳孔一缩 因为魂火如此剧烈的闪烁 说明来者的级别绝对不低 门外 只见一个穿着一身 大红丸礼服的女人 微笑的站在门槛前 一头波浪性的卷发 从背后倾泻下来 这是一个只要看一眼 仿佛就会把你榨干的曼妙女 老板 声一新龙 下一刻林恩的眼前 浮现出了那个女人的面板 血衣恶灵 等级 未知 阵营 混乱邪恶 战斗能力 她会把你一点点掏空 介绍 游荡在黑暗世界扭曲的聚合体 永远不要被他们美妙的身子所吸引 不然等待你的将会是一场噩梦 她的手里还端着一个盖着的盘子 隐隐地能够闻到一阵阵肉香 从里面传来 林恩提高了警惕 但脸上依然保持着镇定 道 你好请问客人有哪里不舒服 需要治疗吗 血衣恶灵笑的格外的灿烂 大红的嘴唇中 露出一排洁白的有些森然的牙齿 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的感觉 血衣恶灵撩了撩自己的卷发 风情万种的柔媚道 我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因为今天早上刚刚搬到这条街 所以打算来拜访一下我的邻居们 你应该不会不欢迎我吧 她轻轻地舔了一下大红的嘴唇 因为林恩可是非常的清楚 在这个黑暗世界当中 越是看上去正常的怪物就越危险 而面前的这个女人 明显散发着非常不祥的气息 欢迎 当然欢迎 林恩脸上的笑容不变 同时暗中将左轮放在柜台下 随手可以拿到的位置 对于这种完全看不出等级的怪物 浑灯基本上起不到太大的作用 如果她真的抱着恶意而来 你怎么拦都是拦不住的 当两个人同时坐下的时候 而也几乎是同时 林恩的耳边响起了系统提示 丁 您触发任务 我下去 任务目标 在血衣恶灵对你的恶意达到100%之前 保持自己的散值不低于零 同时确保对方对你的恶意不达到100% 坚持30分钟 任务奖励 呼喽币500 基础经验加200 特殊奖励加1 几乎是瞬间 林恩的心理一紧 果然 这个恶灵来者不善 而且触发的居然是活下去这种恐怖的任务 这危机恐怕和昨天晚上是一个长度 难道说面前的这女人 和根源级怪物一样危险 老板 你看上去不像是这里的原住民呢 那个女人婀娜地坐在了柜台前的凳子之上 下巴托着手背 笑意绵绵 风情万种地注视着林恩 你就不害怕 被一些不友善的顾客吃掉吗 她的一根手指轻轻地在林恩的胸膛前 滑了滑 魅惑无比 林恩三直时 没想到林恩不仅是个罗利控 还是个对触手抱有偏爱的众口变态 感受到危机的林恩立刻镇定了下来 脸上带着职业性的微笑 刷的一声就竖起了她老实留下来的踢骨刀 微笑道 怕还是有点怕的 但是医生的天职就是治病救人 就算是在怕 只要是我的顾客 我就要认真对待 这是作为一个医生的原则 女鬼突然起身走到林恩身边 真有意思呢 那如果不是顾客呢 就好比说我要吃你呢 林 当前危机度61% 林恩依旧保持着镇定面带笑意 不可能 姐姐你这么漂亮 心地肯定也和您的外在一样的美 像您这样漂亮而优雅的女士 就算是进餐 也肯定是会像贵族一样体面而庸容的 真会说话 当前危机度56% 那个女人妩媚的笑了笑 手指轻轻的在嘴唇滑动 道 你真的认为我很美吗 当然 那现在你还觉得我美吗 就在那一瞬间在林恩的注视之下 那个女人的面孔 缓缓地从中间裂了开来 而从中间裂开的血肉缝隙当中 缓缓地生长出了一排锋利的刀齿 一根又一根粘稠恶臭的触手 从那裂开的面孔当中挤了出来 与此同时 一股浓重的恶臭和血腥味 从她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林恩三指减30 你现在还觉得我很美吗 丁当前危机度81% 丁当前危机度85% 丁当前危机度90% 缓缓地 伴随着暗危机度的大幅度提升 那个面孔裂开的女鬼 也一点一点地靠近着林恩的脸 我真的很美吗 丁当前危机度90% 而也就是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林恩亲了她一口 下一刻女鬼僵硬在那里 羞红着脸 你干嘛 那已经飙升到99%的危机度 瞬间降到了50% 林恩有些不好意思咳了咳 道 抱歉 姐姐 您突然这样凑过来 实在是让人忍不住地 就想要亲一下 还请原谅我的无礼 因为您实在是太符合我的审美了 女鬼呆志道 符合你的审美 林恩捂着自己扑通扑通跳的心脏 好牙扣和长着触手的女孩 非常的仰慕 特别是黏糊糊的姐姐这种类型 实在是我心目当中 堪比白月光的存在 女鬼呆志了一下 不对劲 这个人类有些不对劲 为什么自己露出那种完美容颜时 她表现得那么淡定 自己露出可不面容的时候 她反而更兴奋了 林恩在旁边抚摸着那黏糊糊的触手 时间就仿佛定格了一样 但就在这个时候 林恩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 眉头一皱 那个女鬼立刻反应了过来 眯眼冷笑道 怎么了 林恩轻抚着牙齿 姐姐你如此漂亮 怎能允许自己有任何的瑕疵呢 我觉得姐姐 你非常需要一次精致的保养 而我就是那种非常擅长 给别人保养的专业人士 此话一出女鬼都梦了 你小子不会做传销的吧 这么能忽悠 这个女鬼为了找回自己的孩子 闯入医院 竟然被医生当场调戏 就连自己的孩子也没能幸免遇难 林恩满意地将镜子递给女鬼 您看 现在有没有觉得口气一下 就变得清新了许多 女鬼则呆呆地看着镜子里的盛世 容颜无法自拔 直到林恩将其拍醒 感觉如何 对我的服务还算满意吧 女鬼羞红着脸表示非常满 转念一想却又不对劲 这发展的方向完全不一样 这不应该是人类做出的反应才对啊 正常来说 她应该惊恐地尖叫 然后吓得屁比尿流地逃跑嘛 结果她不怕就算了 她一脸振奋地亲我一口 并且给我做了口腔护养 女鬼再次恢复成之前的欲解形象 少给老娘油腔滑掉 甚至七十一 林恩思索了一下 确实有 怎么了 糟了 她不会是来找那个猪头魔报仇的吧 你给她动过刀 还从她的肚子里挖出一个婴儿对吧 鬼鹰的样子 瞬间浮现在林恩脑海中 但问您是 女鬼瞬间露出杀意 我是她妈 这让林恩很是意外 她绝对没办法将那个崩坏的鬼鹰 和面前这个女鬼联系在一起 稍安勿躁 像您这样美丽的女士 怎么会看上那个猪头呢 而且就算是 难道不应该是你来伤的吗 女鬼冷笑一声 这个女人只能生下丑陋的孩子 可如今却被男人调教成可爱小魔力 林恩还想拖延时间 让猪头膜来当面对治孩子 是否是眼前女鬼的时候 女鬼露出可怖的面容 既然你想当面对症 我就成全你 只见女鬼不断干呕 下一刻一个硕大的猪头 就吐了出来 林恩冷汗直流 不是吧 竟然把那个猪头膜给吃了 三只减四十 现在立刻把我的孩子交出来 或许我还能考虑饶你一命 交 肯定交 只是那个孩子可能和你想象中 有一些区别 突然小房间内传来脚步声 感应到孩子的气息 也不再理会林恩 转身就朝着里面走去 让我看看她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是不可名状的扭曲 还是翻滚恶意的禁忌 映入眼帘的 并不是想象中扭曲禁忌的怪物 而是一个全身粉嘟嘟 顶着一对兽耳的小萝莉 女鬼瞬间将得像一个雕塑一样 随后呆滞地问到她是谁 林恩紧张地解释 这就是昨天猪头磨生出的那个婴儿 是不是很可爱 女鬼先是一愣 才不相信 这东西是她的女儿 当即扯下一根触手 只见触手缠绕上萝莉的小腿 下一刻却融为一体 顿时吓得她花容失色 难以置信 自己的女儿总会变成这个人 在这个怪物遍布的世界 女人只因生下一个正常的孩子 竟然要对身为罗利控的医生 痛下杀手 望着红衣女鬼那空洞的眼神 林恩不禁疑惑起来这是咋了 下一刻系统给出了解释 丁 恶灵血因已完成了初步的化形 并按照宿主之前的设定 调整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现在恶灵血因正处于幼年期 然而 这完全违背了她原本的成长方向 好比人类生出一个怪物一样 对生母的精神造成严重的冲击 然后林恩的面前 就浮现出了那个恶灵血因的介绍 恶灵血因 幼年期 等级 十 属性 混乱善良 介绍 本来是由恶意与怨恨诞生出的恶灵幼体 但是因为某人的干涉 而改变了成长的方向 变得似乎并不是那么的邪恶崩坏 当前驯服度 351 当前未举度 591 看着那爆表的驯服度 林恩当即就要实验一番 立正 只冷一下 本来还迷迷糊糊的夺步的小女孩 立刻就像是条件反射一般地立了起来 踏踏 两个脚丫子一并拢 身子笔直的一挺 瞪着眼目视前方 小不点完美立正 向左转 那个小萝莉立刻转身 站着笔直 面向了林恩 后面的小尾巴 还呼吸呼吸的摆着 显然未成形之前的心理阴影和驯服度 已经是刻到骨子里 好听话 有种养成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但是 对客人来说不太妙啊 必须想办法让客人满意才行 随后抱起罗莉到女鬼面前 女士 确实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女儿 要是确定孩子是您的话 随时领养走 戳了戳罗莉那懦懦的脸蛋 小不点叫妈咪 妈咪声一出 女鬼却僵在了原地直愣愣地看着她 见女鬼没反应 罗莉朝着女鬼脸上 就是一亲 女鬼惊恐的三直减二十 仿佛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认为这绝不可能是自己的女儿 毕竟自己可是无数恶意和恨意扭曲出来的畸形邪灵 自己的孩子只会更加扭曲猙獰才对 如今的罗莉双眼 却是透露出纯洁这种可怕的东西 世界观崩溃的女鬼逐渐扭曲起来 不过 她突然想到了什么 或许只是伪装 就像自己一样变成漂亮的女人 来诱惑那些猎物 安慰着自己一定是这样的错 虽然是纯洁的外表 隐藏着一定是的邪恶扭曲的灵魂 罗莉抱着女鬼的头 蹭了曾发出一压手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认知 再次碎裂开来 直接摊坐在地 正常来说从我身上掉出来的恶力碎片 注定会成为一个扭曲的 可如今却是这般模样 她猛然转头 恶毒而暴怒的目光 瞬间就落在了林恩的身上 无数根触手哗啦啦地指向了林恩 是你搞的鬼 丁 危机度91% 这个男人不仅是个罗莉控 变态的是对女鬼 更是情有独钟 眼瞅着她就要对自己动手 林恩果断举起了怀里可爱的鬼鹰 往前一抬 刹那间女鬼停下了动作 鬼鹰伸出舌头 舔了舔她的脸颊 看着罗莉一压乱叫女鬼 通红着脸 连连后退你不要过来 见状林恩逐渐逼近危机度 也随之急速下降 丁 危机度71% 丁 危机度61% 丁 危机度51% 女鬼奸笑地抓着自己的脑袋 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不可能 她不可能是我的女儿 绝对不可能 丁 宿主触发任务 恶灵妈妈 任务介绍 让目标接受血因 乃是自己女儿的事实 同时消除目标 对宿主的恶意 任务奖励 扑楼B300 基础经验加100 血衣恶灵好感度加50 这系统 真的是见缝差 真的给你塞各种奇怪的任务 不过是否能让这个恶灵 消除对自己的恶意 也确实只能从这个孩子下手 林恩亲了亲嗓子 您看到您这么可爱 而健康的女儿 不应该感觉到高兴吗 与鬼愤怒地冷笑 强行压制心中怒气 那我问你 如果你看到你自己的孩子 长成鬼一样 你会高兴吗 林恩一愣 不该高兴吗 这话让女鬼愣住 差点忘了 眼前这个男人 是对恐怖恶灵 都能兴奋起来的变态 更何况孩子 长成这个鬼样子 他当然高兴 好 长成鬼样子你高兴 如果你女儿 长成他这样子 你还高兴得起来吗 林恩看了看 这对有着兽耳的 罗里蒙娃表示 我女儿要是长成这样 这么可爱 我自然更高兴了 女鬼逐渐暴怒起来 鬼样可爱让你通吃 太变态了 少废话 是你动了手脚 害我女儿变成这样子 我绝对饶不了你 林恩认真地看着她 你难道就真的 喜欢自己的孩子 变成一个崩坏的恶鬼 一个长满了触手的扭曲怪物 您觉得 您是喜欢一个见到 您就立刻发动 攻击的恶毒的存在 还是喜欢一个见到 您就甜甜地喊一声 妈咪的懂事可人的孩子呢 妈咪萌娃立刻喊了一声 女鬼顿时全身一颤 恶毒的双眼当中 也是浮现出了一丝茫然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您在心里 其实也是非常的向我 能有你孩子 这样纯洁的外表和内心的吧 但你是恶灵 因为种族传统观念的稚固 你始终不敢承认而已 此言一出 女鬼顿时大怒 直接发起进攻 你少给我废话 我现在就 林恩再次将罗莉抱到面前 刚刚声腾起来的杀意 立刻就被这一声 萌动的声音 给压制下去 看着罗莉那可爱的模样 女鬼终究还是屈服了 瘫坐在地上 见状林恩 也是想到了应对之法 果然即便是女鬼 在渣男的甜言蜜语下 也能被攻略 林恩真挚地看着女鬼 其实我说的话 您在心里也很认可吧 搞得女鬼都几眼了 你放屁 我才没有向我什么纯简 放屁的事呆会在说 您是瞒不过我的 女士 您难道就没有发现吗 您在人类形态的时候 一举一动都格外地自信 特别是您的眼神 更是充满了成熟女人的魅力 那种感觉是装不出来的 其实你心里 也很想真正拥有 那一副完美的屈窍和容颜吧 这一波嘴顿输出 直接击中在女鬼的心巴上 刚要发怒 又被林恩制止下来 先别急 听我说完 你之前说 你用美艳的外表诱杀猎物 但这里是黑暗世界 人类这种生物少之又少 而您偏偏变成人类美女的样子 除了魅惑我之外 完全无用武之地吧 当然 您的两幅面孔都可以诱惑我 这件事就先不提了 所以 你变成美女 并不是真的为了诱杀猎物 而是发自内心对美的追求 女鬼呆滞地站在那里 显然林恩的每一句话 都像一把利剑 直接戳到她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当前危机度41% 林恩在此含情默默地看着女鬼 女士 虽然您可能确实是一个邪灵 但是我觉得 一个会追求美丽事物的邪灵 那她就一定不是丑恶的 而您也绝对不是像您自己说的那样 是一个崩坏而邪恶的怪物 危机度31% 比如在我的眼里 您就非常的美 不仅仅是外表 还有您那由那外 散发出来的嫩母性光辉 那种比我更像人所散发出 魅力的心灵之光 危机度20% 您看 从您掉落下来的恶灵碎片 居然孵化出那么一个 甜美可爱的萌娃 这难道 还不能证明您内心当中的真 善 美吗 最后几个字 凌伦的声音陡然拔高 仿佛充满了震慑人心的脸 眼瞅着面前这个女鬼的心灵 被她动摇 继续乘胜追击 丁 危机度降低至5% 丁 危机度降低至0% 丁 血衣恶灵对您的好感度加实 就像您的这个孩子 您想一想 为什么其他的邪灵都生得扭曲而崩坏 却唯独 她能拥有这样一副可爱的容颜 这样纯粹的目光 你觉得凭借我一个小小的人类 真的有那个能力 将一个您口中崩坏的邪灵 转变成这样一个可爱而美好的人吗 不 连我自己都不相信 演讲经验加一 忽悠技巧加一 口才经验加一 那个女鬼动了动嘴唇 呆滞地站在那里 竟是一句话也插不进去 所以珍惜吧 美丽的女士 这个孩子就是上天送给您最珍贵的女 这样一个可爱的萌娃 试问 这个世界又有谁会真的不喜欢吗 周围一片寂静 那个女鬼呆滞地站在那里 下意识地伸出所 啪啪地僵硬拍了两下 林恩目光灼灼地看着她 您觉得呢 那个女鬼全身一颤 目光有些惊慌地想要躲闪上 呃 好像有 有几分道理 丁 恭喜您完成了任务 活下去 您获得了奖励 骷髅B500 基础经验加200 特殊奖励 感染星际场 X1 丁 恭喜您完成了任务 恶灵妈妈 您获得了奖励 骷髅BX300 基础经验加100 血一恶灵好感度加50 丁 您获得了成就 脱稿演讲加 脱稿演讲加 成就 您在一次随心而发的演讲中 成功说服了一个 对你抱有恶意的高等级女性生物 您获得永久加成 说服成功率正1% 女性好感度永久加1 林恩案自松了口气 总算是完成任务了 在林恩的猛烈攻势下 女鬼也得放产假 事情刚结束 接下来又迎来一位更为可怖的客人 林恩抱起罗莉望着女鬼 抛弃心中的执念 抱抱你自己的话 一时间 女鬼竟是有些忐忑不安 为难的 就像一个刚为人妇的少女 看着女鬼还有些许犹豫 林恩二话不说 直接塞进她的怀里 罗莉搂着女鬼的脖子 伸出小舌头 吃溜吃溜舔着她的脸颊 女鬼愣愣地站在那任由罗莉舔士 心中却升起一句 为何现在却很享受 怎么样 是不是也一下子 就感觉到了一股 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甜蜜 薛依表示 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林恩点头 竖起大拇指 正常 第一次当一个正常的母亲 往往都会有那么一丝手足无措 就像第一次爱爱的时候 也会感觉到 久迫是一样的道理 薛依用力了甩头 再次恢复冰冷的神情 指着林恩 巧言吝啬的小鬼 你不要以为随便说几句 就真的能改变 我孩子在你这里边样的事实 我现在就住在你隔边 等我哪天对你有兴趣了 我在大晚上前进来吃掉你 怀里的萝莉 再次吃溜甜了起来 血衣顿时又猛了下来 走着瞧 看着血衣走后 林恩终于松了口气 整个人都瘫坐在椅子上 不行 看来还是得赶紧 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不然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那可不会像现在一样的运 而且那女鬼说了 还会来找我 保不准什么时候心血来潮 真的晚上前行进来 把我救地正法 不过今晚老师就会回来 到时候就安全了 稳定心血后 随机打开系统 查看刚刚获得的奖励 感染性气场 品质 稀有被动技能 介绍 在进行说服活动时 可有大概率提高 对目标的说服度 并降低目标的恶意 属性加持 安抚熟练度永久加一 不过怎么说 还算一个不错的辅助技能 学习 瞬间技能输化过一道金光 进入身体当中 咚咚咚 一声声敲门声 从门外传来 林恩顿时一阵 立刻便露出了职业性的微笑 抬起头道 欢迎 一股阴冷的气息 缓缓地从门外传了进来 眼前顿时浮现出了 一个高大魁梧的声音 一身猙獰的漆黑的铠甲 干边骨白的面甲 一头同样骨白的长发 披散在身后 眼中闪动着星红的流光 而在他的身后 还牵着一匹身上 长满了不祥黑毛的恶灵战马 飞骑士 等级 未知 属性 混乱中立 战斗能力 极强的攻击 防御 介绍 行走于黑暗世界的死亡骑士 拥有极强的战役 致力于挑战黑暗世界当中 所有的强者 对力量有着极强的渴望 这个男人 只想当一名普通的医生 可上门看病的病人 动不动就要打掉他 就在刚刚 店里又来了一位狠人 而且从装束和介绍 这家会绝对属于 精英级boss的反仇 原来他只是想要一些 足够强力的辅助药剂 立即开出了极高的家 丁 您出发任务 为黑骑士 准备和他心意的 足够强力的战斗药剂 任务奖励 基础经验加200 骷髅币加100 黑骑士回头率加1 下一刻 林恩露出信心十足微笑 客人 您可算找对地方了 整个游魂巷 也只有我们血脚药剂店的 药剂最高端了 黑骑士表示 这方圆几百里 不就只有你们一家药剂店吗 确实 就是因为我们做得最好 他们都倒闭了 其实是林恩的老师 把其他店都拆了 所以只有他们这一家 此时桌子上 已经摆满了密密麻麻的药剂 那么客人需要什么类型的药剂 我们店里的品位繁多 绝对保你满意 比如这个力量药剂 是我们店里的热销产品 可以大幅度提高攻击强度 您可以尝试一下 黑骑士拿起嗅了嗅 然后毫不犹豫地喝下去 等了好一会毛效果都没有 气得直接拍桌 这种药剂 对我战斗能力的增幅 几乎忽略不计 你再戏弄了 丁 危机度10% 林恩也是淡定安护客人 我这里还有更好的药剂 都是我老师精心调制的 危机度增加了 再不拿出让他满意的药剂 他很可能就会动 随后掏出老师精品药剂 您再试试这个 绝对帮您满意 顶级狂暴药剂 可以大幅度提高全方位能力 并让目标陷入狂暴状态 黑骑士一把夺过 意义而尽 林恩心想这次肯定稳了 下一刻黑骑士 把气米一摔 导个毛线收效甚微 这种药剂 对那些弱小的生物 或许有用 但对我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林恩开始慌了 迅速从柜台上 拿出一瓶又一瓶的高级药剂道 那您再试试这个 垃圾货色 这个呢 治治疮的 这个绝对是最好的 过期的 黑骑士活动了下伯格 看来你们这个店 拿不出什么更好的药剂了 你在浪费我的时间 丁 危机度95% 林恩凝重地 看着那一瓶 平空药剂 心里变得有些焦虑 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 危险程度 丝毫不亚于之前 做过的那几次 这个男人 只因医术过于高超 病人就要置他于死地 此时的黑骑士 妄想林恩 掏出了自己的80米大砍刀 危机度指标98% 林恩急忙安抚 等一下 我们店里 还有一种药剂 我相信绝对能满足你的要求 但得给我点时间 药剂必须现场炼制 如果还不满意 您可以当场 送我去见太奶 黑骑士 闪动着红光的双眼 露出了些许兴趣 丁 危机度降至5% 好 我就给你半个小时去练制 如果没办法让我满意 我一定送你去见太奶 林恩立刻打开面板 查看起从根源级任务 获得的药剂配方 暴击药剂 品质 特殊 材料 根源级生物组织一 爆裂果浆一 地狱三叶草寺 黑蝙蝠翅膀一等等 介绍 可以大幅度提高暴击率的药剂 但同时会带来些许的 可以忽略不计的奇怪的副作用 现在只能活马当死马医了 但愿这效果 能让客人满意 好在早上材料就买齐了 最难弄的根源级生物组织 也在小小嘴里弄到不少 虽然我的炼药等级并不高 但是两年来跟着老师 耳濡目染我的记忆 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 开始炼制 定 您研磨了药粉 炼药经验加一 定 您提取了爆裂果浆 炼药经验加一 定 您提纯了史莱姆年叶 炼药经验加一 接着放入黑蝙蝠翅膀 和人面狼珠的獠牙 一大缸药剂顿时又白转子 咕嘟咕嘟地冒出了 一个又一个骷髅头 灵恩淡漠地站在大缸前 不停地搅拌 很快伴随着系统的提示 定 您炼制了爆裂药剂加一 炼药经验加十 灵恩飞速将药剂灌入瓶中 放在桌上 久等了 这就是我特制的爆裂药剂 黑骑士一看 你确定这就是你们这里 最好的药剂 你可要想清楚 不能让我满意 我一定送你件太奶 灵恩淡定表示 绝对包你满意 其实心里却打起了退堂股 毕竟这个药剂也没做过 现在也只能相信系统的品质 这个有糊臭的男人 此刻的他 不仅变突了同时也变强了 只见他打开灵恩特制的药剂 闻了闻 一股老八秘制味道 直冲天灵概 差点将他送走 但不知为何 只是闻了一下 体内的洪荒之力 就不停地翻涌 随后毫不犹豫地一影而起 几乎是一瞬间 体内的力量 就在不断攀升 甚至能清晰感觉到 全身的力量都在狂笑 就像一个狂野的女人 自己的体那样 跳钢管舞 让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都躁动了起来 他仰天长笑一声 身上的铠甲纷纷炸裂 露出他那18块腹肌 全打在空气上 直接炸出了阴爆 感觉自己的每一次攻击 都能对别人造成暴击一般 狂暴无比 浩强的药剂 自己行走于地狱这么多年 从来没磕过 能让战力提高这么多的药剂 随后目光灼灼的望向灵恩 这是什么药剂效果如此炸裂 丁薇激度降至0% 灵恩微微一笑竖起大拇指 这是本店特产 暴击药剂 你值得拥有 飞骑士逐渐兴奋起来 没想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居然还有这种高强度的药剂 有了这种药剂的辅助 应该足以将那个猎魔人碾压了吧 灵恩挠头表示 客人 虽然这种药剂的效果炸裂 但是本着负责的态度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这种药剂其实会产生一些小小的副作 但具体是哪种类型的副作 还有待考察 飞骑士咧嘴一笑 副作用 看我现在爆炸性的肉体 还有恐怖的力量 如今我连死都不怕 更何况区区副作用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风从门外吹来 他那一头性感的长发 顿时随风黄 丝滑地从头上纷飞而去 绣发一根根从灵恩面前飞过 而眼前的男人 不仅变强了还变通了 一口唾沫艰难咽下 目光逐渐空洞 客人 副作用好像出现了 这个男人本是一头秀法 可却喝了一声特制药剂 下一刻就变成了光头 散发的金光 甚至可以当作闪光弹用 还附带着丁丁的音效加持 灵恩看着眼前的光头男 表示副作用已经出现了 可黑骑士并没有感觉 直到灵恩指了指他那性感的小光头 黑骑士这才缓缓伸手摸去 下一刻两人四目相对陷入诡异的寂静 看着一地的白发 这就是你说的副作用 好像是 我好像还听到了丁丁的声音 恼羞成目的黑骑士抓起灵恩的衣领 我真的要杀了你 灵恩慌了 您不是死都不怕吗 还怕这点小小的副作用 黑骑士更气了 可你没说过会吐头啊 虽然您确实吐了 可您也变强了不是吗 这只不过是为了力量 而付出的小小代价 确实作为一个追求强大力量的战士而言 吐头确实不算少 可我长发飘飘的气质 出去怎么把闷 但是这要紧的效果确实惊人 喝完后将近一倍的增幅 绝对是极品 自我说服后 才缓缓松开灵恩 对着镜子就开始欣赏起来 很快她发现头顶不对劲 怎么回事 吐就算了 可她为什么和灯泡一样闪 你见过谁家的脑袋 一直给你闪光 还特么附带兵丁丁的音效 灵恩连忙安抚 冷静 可能这也是副作用之一吧 而且不就是闪吗 加点特效 不是更加能够凸显出您的与众不同吗 算了 多少钱 剩下的药剂我也有 一千骷髅臂 加上刚喝过的一共食品 可您不是对她的副作用抗住吗 我都凸成这个样子了 难道还会害怕再凸一点吗 马上打包再逼逼 就宰了你 灵恩望着远去 黑骑士大喊 下次还来给您打九九折 但依稀能看到 每隔一两秒 就能听到丁的一声 闪过一点亮光 格外刺眼 此时黑暗世界的某处 黑骑士一个乌鸦坐飞机 跳下马 小吃老 我还以为你怕了不敢来 猎魔人缓缓走出 从裤裆里 掏出左边 开玩笑 你的剑能有我的子弹筷 亮剑吧 小老店 这个男人为了证明自己 竟然替了一个一拳超人同款发现 此时黑骑士和猎魔人四目相对 悲骑士 缓缓掏出八十米大刀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文言给猎魔人斗笑 就凭你那三角猫功夫 几十年前就不是我的对手了 现在也一样 合着你乌鸦坐飞机赶过来 就是想死在我的刀下呗 鹿死水手 还不一定呢 只见黑骑士打开要紧 一影而尽 瞬间身上爆发出无与伦比的气势 这突然爆发的气势 不禁让猎魔人有些错误 即便你磕再多药 也无法弥补你我的差距 下一刻猛然发现 黑骑士的身上有叮叮声 难道是错觉吗 感觉头盔里面有东西闪了一下 好像还附带某种奇特的音效 卧槽又闪了一下 看来你好像准备不得了的按起来对付 你少来 地狱的骑士从不屑于 用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话音刚落 头顶就发出叮叮音效 猎魔人握紧拳头 还说没有 我都听到了 就在你的头盔里 黑骑士无奈附额 你只需要知道 那并不是什么暗器 这成功引起了猎魔人的好奇 心上下打量起来 难道是魔能炸弹 神圣圈轴 我明白了 是闪光魔精 你根本有完没完 我都跟你说了不是了 卧槽 好闪的脑门 这是为了打败 你而付出的小小代价 虽然我秃了 但也变强了 用那个人类小子的话来说 我的暴击已经爆表了 挥着刀就朝他砍去 可这犹如抛光过的 脑门闪的猎魔人 睁不开眼 把上下砍刀 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砍了下去 什么这个猎魔人 只是过了一晚上 就被人打成这个实样 此时门外传来敲门声 林安开门 就是一句欢迎光临 映入眼帘的是 被干得大残的猎魔人 有小老弟怎么个事 才一天就给人干残了 猎魔人则捂着伤口 废话少说 赶紧治疗 我可以给你双倍价钱 丁 触发任务治疗猎魔人 奖励骷髅币200 处经验200 猎魔人好感度20 坐下后 猎魔人开始讲述事情的经过 刚刚遇到一个 以前的手下败将 今天不知道 磕了什么血药 变得异常生猛 看起人来叨叨暴击 真磕服了 特别是他那颗 堪比闪光弹的光头 每次我准备攻击 就被闪一下 根本没发达 他一定是给脑门 附魔了神圣属性 那个死图瓢 一定是磕了 那什么老神子药剂 要是让我知道 谁给了他那种狗力的药剂 我一定把它剁吧 剁吧 拿去喂狗 凌恩倒吸了口凉气 该不会是在说我吧 那黑骑士买我的药剂 是为了对付猎魔人的 这一下子感觉危机 又要报表了 不过幸好他没怀疑到我头上 来 这有几瓶高级恢复药剂 一瓶200骷髅币 不需要手术 磕了之后 保证你生龙活活 准备一隐而进的猎魔人 突然注意到一旁的空瓶子 这玩意和那死图瓢喝的药剂 竟然一模一样 下一秒暴躁地抓起凌恩的衣领 好小子 你刚才装得很纯凉啊 我万万没想到 就是你给那个图瓢提供的药剂 凌恩连连摆手 什么药剂 我怎么听不懂 猎魔人压根不信 你少在这给我装发 我见过那个图瓢 和我决战前磕过的一瓶药剂 和你桌子上的那个瓶子 一模一样 眼看事情败露索性就不装了 您说的那个图瓢 应该是一个骑着站板的黑骑士吧 猎魔人依旧愤怒盯着凌恩 你觉得呢 这样 那个客人确实来我们店里 采购了一批药剂 他一出手 直接给了小店一个W的业绩 这不禁让猎魔人感到疑惑 什么药剂能卖一万这么贵 眼看赚钱的机会来了 凌恩脸上瞬间挂上职业性微笑 当猎魔人发现自己的对手 磕的暴击药剂 出自于凌恩之手 刚要发作 却被凌恩推销起来 这款药剂可以让你刀刀暴击 乃是杀人越货必备之血 并且是独家藏品 正规渠道 趁现在下手抢购 可想新人优惠 这使得猎魔人更加愤怒 不断指责他为什么要帮一个黑暗生物搞你的同族 而凌恩却不这么认为 毕竟自己也不知道黑骑士要去砍你 其次 他在我这里买东西出手扩绰 我没理由不卖 既然他可以买药剂搞瓶 那何不以奇人之道还治奇人之身 文言猎魔人总感觉不太对劲 这奸商 分明就想坑自己 但要对付那死图瓢 也没别的办法 便询问到多少钱 看着大叔有意想买 直接开出单价两千的价格 看在同族又是老顾客的份上 再打八折 一千六破产价卖给你 谁知下一刻一把枪 就抵在凌恩脑门上 或者我现在把你杀了 抢了你的小店 也不是不可以 哭哭一声凌恩直接跪下 这一下给猎魔人给准备 随后开始卖菜 咱们可是一个族群的血亲 所谓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同族 咱这关系不是爹娘 圣死爹娘啊 那都是血液里流淌着的感情啊 您看 为了同族我都给您打八折了 您现在就要把我杀了 太伤我的心了 知道了 我不杀你了 快放手 不禁感叹 这小子才一天没见 恶心人的本事又有了巨谱提升 难怪在这黑暗世界能活到现在 废话少说 那死图瓢卖了多少 你给我来多少 钱我有的是 这笔大生意 让林恩非常的开心 在一顿猛如虎的操作下 十瓶暴击药剂就完成了 再加上刚才使用的治疗药剂 一共是1.69W骷髅币 凑个拯救1.7W吧 林恩目送着猎魔人的离开 可猎魔人却感觉不对劲 总感觉这家伙在坑自己 但又说不上来是哪里出了问题 冰 您完成任务 治疗猎魔人 获得骷髅币200 基础经验300 好感度20 林恩怎么也没想到这么轻松 就赚了这么多钱 而且这药剂会让人变突 接下来再搞个直发业 暴击秃头加直发服务 小钱钱这不就源源不断来了吗 自从黑骑士将猎魔人给干得大残后 顶着个发光鲁弹头 不断寻找着他的踪迹 毕竟受了那么重的伤 跑不了多远 而猎魔人的气息 自己能感觉到就在附近 只要能杀了他 自己在黑暗世界中的排名 就能大大提升 几百年了 好不容易抓到这次机会 绝不能放过他 突然身后传来阵阵脚步声 黑骑士快速掏出佩剑 指着他总算是找到你了 可下一秒又感觉不对劲 这个人怎么脑门也会发光 伴随着叮叮声 竟然会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当黑影走进黑骑士 才发现竟然是猎魔人 两人陷入了沉默 除了那两光头 时不时发出的叮叮声 显得格外型 猎魔人见指黑骑士 现在该继续我们未完成的战斗了 黑骑士很快明白 眼前的男人 也搞到了自己的同款暴击药剂 男人摸了摸那性感的小光头 缓缓开口 没错我变秃了也变强了 你不要以为就你能秃 我秃起来 我自己都怕 文言黑骑士也不甘示弱 看来咱们又回到一个起点了 不过我比你的更亮 猎魔人直接加大亮度 可不见得 明明是我更亮 而且闪的频率比你高 黑骑士再次提高亮度 直接达到了惊人四百万 依旧出言嘲讽 僵持不下的两人就要剑拔哪张 下一刻同时发起进攻碰撞在一块 火光飞剑 谁也没占到优势 剑撞两人直接开始互喷 你吐了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让你闪 我让你剽窃我 我去你阿达 你这个死兔瓢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你不要以为你吐了就能打败我 真以为谁不会吐死的 过头 你不要去撞我 你侧妹也给你猜了瓢 死兔子今天不是你死兔水王 你猜死兔子 给老子死 收死搏斗的两兔瓢 殊不知自己早已成为 变态罗里孔医生的工具 此时林恩这边传来了系统的提示 获得了药剂倾销家 由于售卖同一种药剂 获得超过两万的收入 并获得永久性加成 全属性加一 售卖药剂还可额外 获得百分之一的收益 依旧是老样子林恩 将获得的属性点 全加在体质上 系统再次提示 升到六级开启的新功能 事件还在疑惑 这有什么用的时候 系统给予了解释 世界乃是由黑暗世界 之高一致所生成 一个与黑暗世界 重叠的虚幻领 是一个连绵千万年的 静小世界 只要在黑暗世界范畴内 任何黑暗生物 都可以通过世界时 让自己的意识进入世界 世界内可以与当中的 生物交流 死亡后将强制驱逐出世界 并不会对本体 造成太大损伤 听完解释 林恩大致明白 这类似于 现代网络的意识世界 那我进去是否需要 那所谓的世界时 系统解释 已经将其成功整合 每次登陆 只需500骷髅币 系统会自动进行连接 500亿次 这么贵 算了 反正之前赚了不少钱 就试试吧 点击眼睛图标后 而也就在下一刻 一股无比庞大的意志 将林恩锁定 整个灵魂就像被看穿了 翁的一声意识 就陷入了黑暗 当再次睁开眼时 广场上走动着 一个又一个 像灵魂一样的虚拟 在头顶 则是一颗眼球 注视着这个世界 丁 宿主成功通过 至高意志的审核 进入了世界 当前是11号深渊世界 900号区域的世界广场 请注意 广场范围内 禁止任何形式的冲突 至高意志 看来和头顶上的眼球有关 不仅创造出了黑暗世界 还创造出了如此大规模的意识 交互空间 系统 你和那个至高意志是什么关系 总感觉你们有点相似 毫无关系 罢了 这世界一大堆迷 一时半会也梦不清楚 系统手腕上的符文有什么用 您可以通过符文 随意查看个人信息 不过要注意 如非必要千万不能暴露自己 在黑暗世界的坐标和身份 否则后果自负 骷髅币是世界内 唯一可以进行传输的货币 系统已自动为您转化 1000骷髅币进入世界 凌恩触碰了下手上的符文 下一刻眼前就浮现出了自己的信息 非常简短 看来这里和元宇宙的概念差不多 通过意识上传 从而随时了解 这世界各个地方的信息 边界处什么都没有 应该是划分了不同的区域 系统说 这是900号广场 应该是包含了 很快血字就发生了变 身份 情报者 向900广场所有生灵发布信息 游魂向附近大战在起 猎魔人对战黑骑士 接收情报 消耗20骷髅币 这个男人 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 如今在怪物眼中却是个变态 甚至对幼女有着特殊癖后 凌恩望着眼前 弹出的花钱买情报的页面 不禁感叹 竟然还可以这样 如果活用这项功能的话 情报瞬间就有了 变险的快捷渠道 当即便点击购买体验一番 周围的环境逐渐扭曲 生成出了游魂像的画面 甚至还有打斗的声 就在不远处 有两道光芒在不断地撞击 没想到猎魔人和黑骑士 才没意会就又打起来了 突然眼前开始出现弹幕 没想到排名171的黑骑士 和143的猎魔人 居然在游魂像打起来了 不过讨论最多的是 他俩那会发光的秃头 虽然不知道怎么都秃了 但似乎比已经更强了 凌恩有点惊讶 这很像自己所在世界 看视频的弹幕 没想到黑暗世界 都已经这么远时俱进 要是能在世界中 打响自己小店的名号 开拓更多的业务 那以后不管是售卖药剂 还是医疗救助 都能方便不少 不过自己能进入世界 老师肯定也可以 他为何不用这种方式 推广营销呢 算了 这些都不重要 当下还是要搞清楚 信息的交互途径 这样才能有利于自己的发展 而且里面还有区域频道 就跟网游一样 当打开信息便看到 血娃娃在询问 有没有看到过自己的妈妈 呼罗魔立刻警告大家 这家伙非常威胁 上次吃掉了自己的一条手臂 要不是自己跑得快 就要被他整个一口吞下去了 这时长发鬼开口提醒各位 游魂巷里的那个药具店 是一家黑店 昨天自己去买药的时候发现 店里的变态医生 正齐在一个人的身上 拿着店去分尸 此言一出 频道立刻活跃了起来 没错 血娃娃表示那家店超级黑 那个医生不仅将自己生猴了 还挖了眼睛 林恩一整个无语 竟然在这里诽谤自己 必须立刻澄清谣言 不然生意就能做 这时恶灵女王发来的图片 林恩下意识地点了一下 眼前就浮现一个 被触手提着的可爱萌娃 众人疑惑地打出问号 这是我闺女 众人大惊 恶灵女王继续说道 那个人类小子说 我有这样的女儿 是我心里真善美的体现 但我总觉得 是她给我的女儿动了手脚 因为其他孩子都是这样的 随后便附带上了 几张其他萌娃的图片 很可怕的方式 有一个鬼因者 不知道是不是您的鬼 这成功引起了 恶灵女王的好奇 私聊详细说什么 林恩迅速关掉频道 这下完了 她全知道 好不容易将她忽悠 这一天不到就发 女鬼只因被医生调教过后 便身陷其中无法自拔 趁着第二天 没有客人再次偷膜找上医生 林恩得知女鬼 发现自己将她的女儿 调教成可爱小萝莉后 便匆忙下陷 当意识回归身体的那一刻 迅速冲到大门前 但几乎是同一时间 从门外伸出了一只手 降门顶住 好孩子 今天这么早就关门了吗 是在害怕什么吗 林恩无奈复额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今天有些不舒服 所以想早点打烊 好好休息一下 女鬼缓缓将手搭在林恩肩上 妩媚地看向她 这样 那真的是很可惜呢 本来我还想要 好好地感谢一下 你对我女儿的照顾她 丁 危机度79% 吓得林恩连连后退 缓缓掏出左轮 哪里哪里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哪还需要什么感谢 女鬼一个闪身到林恩面前 不用客气 这感谢 你就老老实实收下吧 丁 触发任务活下去 完成奖励 200骷髅币 200基础经验 特殊奖励一 当前危机度85% 面对逐渐靠近的女鬼 林恩冷汗直流 目光相对的两人 伴随着 则是那激将暴斗的危机度 当前危机94% 突然开门声 打破了这个僵持的局面 沙哑的声音传出 小伙子 这是要打烊了吗 血衣恶灵顿了一下 恶狠狠盯着门口的拾荒者 犹如见到救命稻草一般 林恩快步向前接待 是啊 有点不舒服 所以想早点休息 奶奶你今日的收获怎样 姥姥 没人带见我这个老太婆 不过有了今天你给的那些东西 好几天不用拾荒了 我刚积攒了一些 您可能感兴趣的垃圾 要不我现在给您 哦 那就多谢你了 帅小伙 随后林恩拿出了 猎魔人和黑骑士的秀法 我刚刚路过巷口的时候 那两个外乡人还在打 脑门闪得我这个老婆子眼睛头 他们两个 就是在你这里剃的光头 没错 他们两个都是我很好的顾客 厉害 厉害 没想到最近出现在 咱们游魂巷的外乡人 都和帅小伙你有交集 后生可畏啊 不过这次老婆子 可没什么东西能给你了 你不介意老婆子 在你店里歇歇脚吗 求之不得呢 伯伯您快进来 歇多久都没问题 那真是歇响了 小伙子 逃过一劫的林恩探了口气 幸好伯伯及时出现 不然小命就要交代 只要有这位大咖在 亮你也不敢对我动手 丁 完成任务 获得骷髅臂200经验 200特殊奖励 诅咒诊断技能书 血衣郁姐 竟然要邀请林恩午夜 去家里吃好吃的 并且还要扎赶塔 看来林恩要彻底成为男人了 拾荒者看向一旁的辣妹 询问到这位是 这也是我的一位顾客 是最近刚刚帮过来的一位邻居 而且还是一位非常友善 漂亮的女士 血衣淡然一笑 既然你还有事 那我就不打扰了 今晚我做了很多好吃的饭菜 想请你来做客 我家就在45号 血衣嘴角一下里到了耳根 想必你也不会拒绝的吧 您出发任务 血验分之一 接受邀请前去做客 分之二 拒绝邀请 并活过今晚 奖励骷髅臂1000经验500 特殊奖励一 说完血衣再次走向来时的那片黑暗 林恩这才呼了口气 总算是走了 可别再来了 小伙子 你可要当心了 招惹什么都不要招惹怨灵 不然他们可是会永远缠着你 知道了 谢谢婆婆 刚刚要不是你我就真的危险了 不用谢 要是昨天晚上没有你的话 游魂像也就不复存在了 不过婆婆只会帮你这一次 接下来你会怎样 那就不管婆婆的事咯 说完拾荒者 再次隐没在黑暗中 林恩神情逐渐凝重下来 这次侥幸躲过一劫 下次就没那么心门 但愿今晚老师能回来 不然就麻烦了 很快门外的魂灯呼呼闪烁 逐渐暗淡的向来 夜幕将至 老师依旧没有回来的记性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留在店里撑过今晚 但运气没昨天好的话 大概率还是会被怪物失掉 当然也可以去血衣家里做客 不过也是凶多吉少 纠结一番过后决定 先进入世界中 打探一下情报 当看到频道的聊天内容人就骂了 烧死鬼询问血衣 是否已经把那小子干掉了 勒灵女王 当时有一个实力不明的拾荒者 正好入国 她和那个老太婆的关系不一般 我没动手 骷髅魔 您说的不会是人皮老玉吗 那您可要当心 她可以说是我们游魂巷 最早的几个居民 很多居民都说 那位很可能是一个 根源级怪物的医生 实力非常可怕 恶灵女王 有点意思 不过真打起来 我也不怕她 今晚我已经邀请那小子 来我家做客 如果她来了 会有好戏等着她 如果她不来 那我就应该找点恶子 烧死鬼 女王无敌 下面的留言 全部都是亲疑子的公文 显然 刚刚搬到这里没有多久 她就已经在游魂巷 确立了足够的权威 果然是实力为尊的事件 骷髅魔 女王 她会不会也在世界 现在正在看着咱们聊天 不可能 那个家伙的实力很弱 还没有达到 进入世界的能力 就算再有路 我现在已经对她牙痒痒了 明天你们就等着 我的战报吧 接着血一 直接在频道 公然挑衅林恩 她 林恩迅速地 关闭了区域频道 瞪大了眼睛 这真的是 明目张胆地 策划对付她 这鸿门宴不去 也得去啊 男子午夜 十分优惠性感欲见 殊不知 这将是为她精心布置的 鸿门宴 过程甚至对外全程直播 林恩心想 既然躲不过 那就主动出击 区区鸿门宴 敢动我 左轮帮帮给你几枪 全副武装后 便朝着外面抚去 这也是林恩来到 黑暗世界中 第一次独自 周围不断传出 怪物的吼叫声 不禁让林恩打了喊颤 随即 打开自己的面板 看了看 简直就是一个 属性全点体 和寥寥生活技能的战武炸 不管怎样 都不能正面引刚 还是要智取 很快林恩就来到了 游魂巷45号大门前 而这里 就是之前那个 猪头膜的店铺 只不过被她吃了 缓缓降龙飞开后 大喊了一声 女士我来做客 见没人答应 便小心地朝里面走去 周围一片黑暗 时不时还会传出 稀稀疏疏的逐动声音 周围好像掉着一些东西 时不时还会发出 锁链的碰撞声 而就在下一刻 周围的竹台 一根接着一根 瞬间将整个屋子照亮 面前的是一个个道调 被包皮风干的人 林恩一惊 戳了戳面前的尸体 没我帅 拨开那具尸体 继续往里面走去 而镜头摆着一张桌子 气氛简直就是 说不出的诡异 和格格不入 女士 你在吗 可依旧是无人应答 看着那位自己准备的椅子 耸了锁间 一屁股就坐了下去 而与此同时 二楼的某处 血衣恶灵盯着 世界镜子中 直播的一楼画面 观看人数 足足有五百四十一个 眼中满是冷笑 各位 那个医生已经来了 既然你们都这么想看 公开出现 那就等着一包眼福吧 面对如同丧尸般的怪物 林恩依旧不慌 甚至郁佳兴奋起来 血娃娃提示道 他毕竟是血剧的学徒 被整死的话 等血剧回来会很恐怖的 烧死鬼表示 女王才不会怕这些 血剧就是变态杀人魔 他徒弟也是个 小变态杀人魔 而且一个人 足在我们游魂巷 这么嚣张 必须让他付出代价 骷髅魔询问 恶灵女王打算怎么杀的 血衣阴沉着脸 就这么杀掉 未免太便宜他了 我要让他精神崩溃 然后欣赏他那惊恐的嘴脸 他对我女儿做的一切 我要百倍千倍还给他 这就是我精心布置的场景 你们就等着看他怎么死的吧 随后拉动了一条触手 仿佛是触动了某种东西 林恩则是翘着二郎腿 打着哈欠 突然身边的锁链 反复震的心 林恩骤然转头 便看到刚刚还掉在空中的尸体 此刻全都站在他面前 一动不动 幻觉一定是幻觉 再次扭过头发现 这不是幻觉 这些东西绝对动 林恩缓缓站起 再次闭眼睁眼 一具尸体再次翘无声息地 到了他面前 这时才明白 只有盯着他们才不动 但只要自己稍微挪开视线 这帮老六就会马上冲上来的 绝对不能眨眼 奈何眼睛逐渐干死 再也撑不住了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尸体都要亲上了 观众全都佩服女王 制造恐怖的方式太巧了 如果自己是那个家伙 估计也会被吓到 而且那么多无皮同毒的尸体 突然活过来一样 换谁都会表到毛骨所感 估计他现在已经吓得不敢再眨眼了 再眨眼那可是会一下子咬掉脖子的 血衣轻蔑一笑 这才只是开胃菜 好心还在后头 可下一刻就发现了不对劲 林恩正用手扒拉开尸体的嘴巴 只见他在嘴里一下 就掰下了一颗颈颜 本还在兴奋的主频道 瞬间就变得一片寂静 林恩则是两眼放光地看着尸体 拍了拍他不错不错有情绪 没想到你小子还有惊讶 这个看似人畜无害的医生 再次将他变态的手法 玩出了新的高度 当看到林恩从尸体嘴里 拔出一颗惊讶 频道内的众人全都陷入沉默 烧死鬼道 金子在人类的世界好像很宝贵 就像骷髅壁一样 但这个解释完全没办法让人信服 很快有人发现林恩动物 只见他缓缓从尸体的割肢窝下钻出去 而这些干尸在林恩眼里看似结实 但依旧有个地方绝对可以轻松插进去 就在众人疑惑林恩接下来要做什么的时候 林恩直接将刀捅进了干尸的菊花 这下的血衣不由得菊花一紧 而林恩这边手上的速度更是加快了几十 足足等了几十刀 频道的众人顿时不淡定了 简直变态至极 菊花这废了 林恩再次走向一具干尸 继续相同的手法 不断地对菊花暴力输出 简直就是暴菊狂魔 这些傀儡不仅下不住他 他反而越捅越起劲 这样的画面就仿佛被捅的不是那些傀儡 而是他们自己 眼瞅着画面中的林恩上下 打量着下一个目标 血衣气地咬牙切齿 立刻下达命令 干掉他 瞬间所有干尸都咔咔扭动了起来 一具尸体猛然张嘴 朝着林恩发出嘶吼 林恩眼神越发凌厉 就像开了无双一样 一刀一个卡拉米 而且每次捅的位置都很刁钻 几十具干尸 就像吃饭一样 精通干翻在地 抬胯下海口的血衣 此时真是啪啪打脸 观众更是对这个人类 感到不可置信 这腰牛屁 在众人的震惊下 突然看到林恩 飞快地朝着大门方向跑去 这就要跑了吗 刚刚还那么生猛来着 很快门外就传来呲呲呲声 这声音众人也感到非常耳熟 也就在下一刻林恩一脚 将门踢开 手持电锯 特么地敢吓唬 我都不耐烦了 身为普通的人类医生 却在怪物遍地的世界中 让他们闻风丧斑 世界中的观众看到林恩 拿着电锯就冲了进来 无不正经 在众人无比惊敬的注视下 林恩提着电锯 面目争鸣地开始对地上干尸回来 惊喜着独以吓唬小孩的人道 一时间一浮浮 无比血腥的恐怖画面 在镜头前上 这不仅让血衣重视了起来 雪娃娃早已被这下的尖叫连连 这家伙太变态了尸体多放 更是勾起长发鬼 昨天在店里看到的终身难忘了一幕 这家伙就是这么在店里剧人的 烧死鬼惊恐地发现 眼前这个人类完全不正常 女王妮不能拿对待正常人的手段对付她 她聚起人来 她老是还变态 突然林恩的系统传来了提示 丁 血娃娃对您的态度达到极度惊恐 获得100经验 丁 烧死鬼对你的态度达到心理阴影长度 获得150经验 丁 长发鬼的性格特质 已由胆怯改变成自闭 获得200经验 丁 您在游魂巷的知名度提高30 林恩猛啊 四处张望起来 还有那些名字都是之前的客人 可他们并不在这里 还真是活见鬼啊 飞机清理了一下县城 又若无其事地从怀中摸出一小瓶 两年半的老酒 倒在高脚杯里 闭眼细细品尝起来 区域频道中 众黑暗生物 才从刚刚的恐怖画面缓过神来 眼前这个家伙的巨人手 绝对是常年跟在那个变态老师 身边耳濡目染的结果 这个家伙完全不会怕啊 而且想要让这个家伙崩溃掉 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血衣依旧没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只不过是个普通人类而已 既然干尸下不住他 那就来个更狠的 伴随着再一次的拉动 林恩面前桌子上的蜡烛突然点燃 林恩一正 快速转头环顾了一下四周 这又是搞什么妖蛾的 这时林恩注意到了墙上的肖像 奇怪这里为什么会有人类世界的油画呢 端向了一会 也没看出有什么不一样 突然间肖像眼球转动了一下 似乎有什么东西摁在了他的肩头 几乎是下意识地转头 向肩膀望去 瞬间四路相对 一张惨白腐烂气壳流血的女鬼的脸 几乎是零距离地对视在了一起 只要比变态还变态 再丑的女鬼都得放产假 此时的空气当中 陷入了无比诡异的寂静当中 区域频道内 黑暗生物纷纷一论 果然还是这种虚无缥缈的幽灵 是最恐怖的 如果是自己一转头看到这营 肯定会被吓尿 血衣认为林恩肯定被吓得无法动态 期待着她跪地求饶 露出绝望无比的表情取悦自己 可谁知林恩却向女鬼打起了招呼 这让还在期待林恩出丑的观众 瞬间呆住 林恩拉着女鬼 我知道你是那位女士找来的群演 我劝你们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不如坐下来好好吃顿饭 下一刻女鬼突然张大嘴巴 注意到这一举动的林恩反手 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嘴张那么大要死啊 众人都愣住了 幽灵不是没有实体吗 她那一巴掌怎么能打得那么清脆啊 难道这家伙 连幽灵都能够触碰到吗 这个人类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林恩缓缓将那被扇回原形的幽灵头颅拿起来 安了回去 别随便吓唬人啊 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女孩多好 幽灵却很意外 你居然能碰到我 只见林恩拿出一管药剂 这不闹呢 我可是要技师啊 常年和恶灵打交道 不时常喝点能够触碰恶灵的药剂的话 还怎么给人开刀 对了 我叫林恩 能认识你一下吗 观众发现 事情开始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起来了 这人是个变态吧 这么丑的女鬼都能冲吗 血衣恶灵这才想起来 这家伙就好这一口 越是长得扭曲越对她胃口 幽灵则是疑惑这家伙怎么回事 这样都吓不住她 为了不让女主人失望 幽灵直接掀开她的天灵盖 张大嘴 把嗷嗷叫 可林恩依旧面不改色 甚至怦然心动起来 更喜欢了 朝着女鬼就抓去 吓得女鬼撒腿就好 可就在快进墙的时候 还是被林恩抓住了 表情越发变态 我知道你想吓我 但你的水准还不够 就让我教教你 什么才是真正的恐怖吧 以往都是鬼吓人 如今却在林恩身上 上演了一出人吓鬼 女鬼好奇地询问林恩 到底要做什么 林恩淡然一笑 不是说了吗 我要教你如何让别人真正地害怕 有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在跳动吗 随后抓着她的手腕 一点点将她伸入自己的怀里 怎样温热 而且还有血的流动 没错你现在抓住的 呼吸窒息地望着画面 伴随着不断掉落的散直 林恩逐渐向她逼近 此时的幽灵早已浑身颤动了起来 隐约浮现出一丝丝恐惧 林恩在她耳边低语 就是这样 你要一点点地捏住对方的心脏 让目标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那种心脏被抓紧的恐惧 然后一定要让她亲眼看着 看着你把她的心 从她的胸膛里面挖出来 直到将心脏掏出在她面前 此时的幽灵精神紧绷到了极点 区域频道内的所有人 同样都凭着呼吸 一颗心完全提到了嗓子眼 而这时候你只需要 突然张开嘴的林恩 猝不及防地发出了一声高分贝的叫声 几乎是瞬间 幽灵直接原地炸毛 露出无比惊恐的表情 发出一声声尖叫 频道当中 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众人 也瞬间被这猝不及防的一嗓子 给直接吓出了响 整个频道都被吓得一阵鬼哭狼吼 林恩默默收回那颗心脏 对她竖起了大拇指 怎么样 效果是不是很棒 就是这样把对方的精神弄紧绷起来 再突然制造一些恐怖音效和画面 再让他们精神一下子崩开 这样才能达到猝不及防的效果 你学会了吗 幽灵蜷缩的身体瑟瑟发抖 学废了 所以你别过来啊 丁 血娃娃对您的态度 已从惊恐转变成极度惊恐 丁 骷髅魔的性格特征 已从勇敢转换为敏感 丁 长发鬼 已由自闭性格转化为极度自闭 林恩一头雾水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 瞬间林恩一顿 难道说 他们正通过世界 把这里当真人秀看吗 此时的林恩终于意识到 自己所发生的事情 正在对外直播 而在区域频道中 各种各样的议论早已炸开了 血娃娃认为这场直播 不能再进行下去了 这个家伙根本就不是那种 容易裂开的正常人 他没裂开 我们几个怕是要先裂开了 烧死鬼 女王啊 您的那个侍女都已经被吓哭了 这家伙在这方面 好像是专门练过的 血衣恶灵紧咬牙齿 本来想让他出丑 结果却让自己如此难看 直播到此为止 我现在就下去干掉他 明天等我的好消息就说了 这时血衣注意到 林恩已经找到了 窥视他的来源 肖像中的眼睛 被他一本正经地塞入了口袋 血娃娃 女王 就看您的了 娃娃建议直接冲下去 先扼住脖子 打一顿 然后再把脑袋割下来 骷髅膜 没错 不要给他张嘴的机会 直接卡擦掉 以绝后患 长发鬼 这样是不是不太礼貌 众人一阵无语 长发鬼 呃 我随便说说的 恶灵女王 放心 等我好消息 明天这个时候 她的脑袋就会放在我家的角落里 当我女儿的夜壶 说完之后 血衣迅速关闭了窥视的经验 一根根触手 从她的身体当中疯狂长出来 身体瞬间溶解 为了一大滩辛红的血液 渗透进地板 向着一楼而去 瞬间那些粘稠的鲜血 开始聚合 她环顾四周 除了角落里的蒲丛 哪还有灵恩的影子 人呢 幽灵呆滞地指着木门 主人 她说她等了有些不耐烦了 所以想亲自去找您 刚刚她已经打开门去后院了 这个臭小子 瞬间化作一道虚影 朝着那扇门冲去 可依旧没有找到灵恩的身影 而也就在下一刻 她的目光猛然落在了 二楼阁楼里的窗前 闪过的那道黑影 她瞳孔猛然一说 这个家伙 居然摸到了我的闺房 随后骤然一跃 瞬间就跳到了窗前 只见灵恩此时此刻 怀里正抱着那个瞪着眼睛 已经苏醒的萌娃 血衣恶怜瞬间就惊了 这个男人真够变态 造出个可爱罗莉 竟是为了以后 能和她培养感情 结婚生娃 看着灵恩抱着自己的孩子 血衣一声怒喝 快放了我的女儿 灵恩微微一笑 女士 这可不是戴客之道 是您说晚上要请我吃饭的 可我在楼下除了吃了点惊吓外 什么都没吃到 太让人心寒了 血衣冷笑一声 你少TM在我面前装良善 你对我女儿做的事情 我早就已经知道了 怎么 还想用白天的那些话来忽悠我 明明就是你对我的女儿搞的鬼 还说什么是我内心真善美的体现 我真恨不得现在就撕烂你的嘴 灵恩发誓 女士 我不管你知道什么 但是我保证 若是我有半点忽悠您的意思 天打五雷轰 瞬间窗户外 滑过一道闪电 场面一度尴尬 呃 你也看到了 那不知道为什么劈过来的雷 并没有劈我 所以足以证明我化的可信程度 您觉得呢 血衣冷哼一声 表情就像再说 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备 灵恩索性不装了 摊牌了 好吧 我承认是我搞的鬼 但是女士 你一定要明白 我真的一点恶意都没有 而且 您女儿刚生出来 使脸崩得太离谱了 不仅长笼包 还爆僵呢 如果不加以矫正的话 那猪头膜万一回来不认这把阻断 所以出于好心 我才把孩子变成如此可爱的样子 血衣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他 编 继续编 我看你能编到什么时候 灵 当前危机都97% 灵恩瞬间举手投降 无奈到 好吧 还有其他原因 这次说的是真的 首先 我怕死 我怕等你弹彻底崩坏的时候 就先把我干的 毕竟这是一个恶力 哼 这借口还算合理 毕竟那可是我的女儿 再者 我想试一下我的动手能力 看能不能捏得更符合我的审美一点 所以 你就拿我的娃捏脸是吧 还有理由吗 当然 我想捏出个可爱的女孩 然后跟她培养培养感情 等养大了再结个浑身个娃娃 血衣就像石化一样呆愣在原地 灵恩连忙摆手 开玩笑的别当真 血衣都要被气笑了 我觉得很好笑 要不要我现在就撕碗你的嘴 让你好好的笑个够 看着袭来的触手 灵恩大喊 住手 我可是有背景吧 刚要杀过来的触手 骤然停下 是吗 说说看你有什么背景 就在血衣 欲解要对灵恩下手时 灵恩大喊自己可是有背景 血衣不禁疑惑 背景 什么背景 灵恩一看有戏 如果我就这么被你杀死了 我那些朋友会很生气的 而且他们肯定回来找你报仇 比如说 那两个还在生死决斗的光头 你说猎魔人和黑骑士 他俩是你的朋友 哈哈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 见血衣不信 灵恩朝着裤裆倒过了一番 掏出左轮 自信道 不信我可以 但你应该认得这把枪吧 血衣没想到 这竟然是猎魔人的左轮 那骚包向来枪不离身 为何这枪会在你手里 因为我俩是同族 他又很喜欢我 就把枪送我防身用 而他现在就在向外 想要赶过来 并不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 对了 还有灵恩再次摸索了一番 掏出一根毛 血衣不解 这特么又是什么鬼 灵恩微微一笑 这是我黑骑士叔留给我的信物 他贴身的胸毛 也是其中最长最绝的那一根 血衣满脸呆滞 凶凶毛 没错 今天我给黑叔理发时 他说我硬堂发黑 最近恐有祸端 所以送我这个辟邪 胸毛还能辟邪 这彻底刷新了血衣的认知 是的 而且要是哪个恶灵感伤害我 他就能通过胸毛感应吧 你想想 黑叔这么在颜值的一个人 没人敢剪光他的头发吧 但是我敢 而且我还这么做 但却一点事也没有 这难道还不能说明 我们至亲一般的关系吗 一时间血衣不知道为什么 竟丝毫反驳的话都说不出来 自己之前和黑骑士 猎魔人交过手 他俩都是硬查 按他俩的性格 若真有人剃了他们光头 那人不可能活到现在 难怪他这么弱 还能在这里活到现在 原来靠的都是背景 在灵恩的传销般的话语下 成功将血衣唬住了 不过血衣却还是觉得 灵恩在忽悠自己 猎魔人和黑骑士 是几百年的宿敌 敌人的朋友就是敌人 他俩不可能都是你的朋友 怎么样 被我识破了吧 你以为我是那么好骗的吗 灵恩微微一笑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他俩看上去是死敌 实际上是相爱相杀的一对恋人哦 此话一出血衣下八度精掉了 向外 猎魔人和黑骑士 在同一时刻一起打了个喷嚏 气急败坏的猎魔人 黑骑士紧咬着牙 你少在这里给我放铁 明明是你在心里万般诋毁和嘲讽我 我今天一定要打得你小儿麻辩 瞬间俩光头再一次斗殴在一起 灵恩一就面不改色继续吹着牛 他们两个我就不说了 就说我的老师 作为游魂像里未知等级的存在 一把电锯聚过多少人 而我作为他唯一的学徒加继承人 你觉得他会任由我死掉吗 还有 我们游魂像的那个婆婆 也是非常的喜爱我 真的是把我当亲孙子一样疼爱 如果我这么一个伶俐 而孝顺的孙子死了 奶奶别提会多伤心了 口才加三 血衣看着越发装逼的灵恩 虽然很想立刻上去将他碎尸万端 但他说的那些人确实都不好 见到血衣动摇了 灵恩决定给予他最后一击 随后掏出一块金银剔透的石头 你看这是什么 血衣瞬间就感受到一股 难以言喻的根源级的气息 没错 这就是深渊猎头者的牙齿碎血 血衣冷汗直流 昨天将我们那条街全部吃空的就是他们 自己也好不容易才从其中一个口里逃到这 而且那可是连君王级强者都要退避三射的存在 这小子居然能搞到他们牙齿里的碎血 灵恩再次开口 你是知道的 昨天游魂像周围死了那么多的生命 那你猜一猜 为什么就单单只有游魂像躲过了这一劫呢 血衣疑惑为什么 因为那猎头者也是我的朋友 听到灵恩说 根源级怪物是他朋友 血衣大脑瞬间变得一片空白 如果说前面几个就算是十分忌惮 但如果真要动手 他倒也不会怕 毕竟在黑暗世界中混的能有几个畏首畏尾的孬主 但是如果是面对根源级怪物的话 就得掂量掂量 因为曾经有一个黑暗世界的君主及领主 在他的带领下 陈明风一族时 兵士代价百万 然而高傲的君主却得罪了一个根源级怪物 意图让其臣服 于是这个怪物仅用了一天时间 就将领地内的生涂露一孔 曾经辉煌的王国只剩下累累白 随着领主头顶的皇冠落地 这个黑暗世界又诞生了一项法 永远不要得罪猎头者 而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看上去雷弱的人类小子 居然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如果引起猎头者的敌意 他们能用各种方法 找到自己并将其抹杀 哪怕我逃到上层世界也没用 这时连恩开口 于是 虽然我实力确实弱 但人际关系却非常的硬 你呢 其实也犯不着和我动怒 毕竟咱们是邻居 邻居之间不就应该互相关爱 彼此帮扶 抱团取暖吗 况且 您还是这么一个漂亮 把成熟的大姐姐 血衣目光闪烁 他一眼就看出这个家伙明摆着 就是一副想干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真的是很想把这个人类小子干掉 最后抓狂的狂舞触手 抽打周围的墙壁 宣泄气氛和不满 这种有怒无处宣泄的感觉 让他无比憋屈 确实如你所说 正所谓有亲不如近邻 之后 我们还是好好相处吧 暂时只能先忍下这口气 等以后有机会再弄死你 于是 您先消消气 不瞒您说 我白天和您说的那些话 虽然有三分是假 但也不全是忽悠您 虽然真善美确实是有些扯淡 但是 我的确从您身上看到了一些 其他恶灵所不具备的品质 哦是吗 这小B仔子又特么想忽悠我 您很暧昧吧 您的房间很漂亮 和下面的那些阴冷作呕的房间不同 显然您对自己的卧室 精心的不准 血衣当然不会承认 随便说说 只是随手弄的 可细节上却逃不过灵人的眼睛 你看无论是墙壁 床 还是桌椅都给人一种眼目一新的感觉 这不是其他的恶灵会做的 尤其是这朵百合 在黑暗世界里 像这种不带毒性的花 很难从 而它却在您的精心照顾下 开得如此漂亮 血衣被说的有些气急败坏 你少给我油墙滑掉 那 那不过是 看到血衣的情绪波动 看来已经慢慢进入我的节奏了 并 攻略进度加50% 当林恩说出 可以将血衣恶灵变成人类 血衣却露出了真面目 于是我记得您之前明明说过的 你讨厌你女儿可爱的样子对吧 那又如何 哦 那请问 这个孩子身上这么好看的装扮 又是怎么回事 这裙子这背心 都是您刚知出来的吧 血衣顿时惊慌起来 还想辩解 却被林恩抬手打断 好了好了 别不承认 都看穿了 你就是觉得自己娃很可爱 想轻轻抱抱了吧 我没有 你别瞎说 其实这没什么不好承认的 每个母亲都想这样和女儿亲你 你也一样 即便是个恶灵 可内心依旧留存人类的爱 我相信即便到了人类世界 你也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姑娘 血衣满脸战红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可是她不得不承认 这个家伙说的确实没错 自己终究无法忘掉 生前作为人类时的记忆 可内是我没有死 我在人世间 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我会结婚 会生孩子 然后和我爱的人 一起携手走完幸福的人生 然而 现实却一次又一次地高 我已经死了 现在的我 不过是一个面容增悟扭曲的恶灵 于是我只能接受恶灵的身份 将扭曲和憎恨 传遍这世界的每个角落 而对人类的那份蜥蜴 则被我深埋进意识中 最黑暗的角落 如今这埋藏多年的秘密 居然如此轻易被它冻戏 这成功地触发了灵恩的任务 当前任务 化解血衣恶灵的怨结 当前进度11% 灵恩的大脑 飞速运转 刚才的忽悠 看来是起作用了 但要彻底化解它的敌意 还需要找一个突破点 于是 我想 您一定也不喜欢自己 变成恶灵时的样子吧 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说不定可以让您 永久变成人类的样子 此言一出血衣有些错愕 不过很快就恢复过来 就凭你 少开玩笑了 不要以为给我女儿固定了形状 就真的以为自己有两把刷子 我女儿是幼身体 体内恶灵诅咒还未成形 所以 你才能将它矫正 一瞬间血衣的面容逐渐阴沉 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的骨骼 和血肉的瘀躯 天气在不断开炼 很不断 在恶龙的身体 不断生长出一只又一股腐烂的手 不断地挤出粘稠 而腥臭的腐肉 无数张面孔 在她身上浮馅出 这才是我真正的奔铁 你现在还觉得自己 胸有成竹吗 面对血衣恶灵的高阶诅咒 林恩只是抬手便将其清除 血衣恶灵的真面目 犹如一条蛇一样 头顶这个女人脑袋 恶毒而冷笑地盘旋在林恩面前 小萝莉直接就被吓哭了出来 看到了吧 这就是诅咒 痛苦怨念 是他们让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真的以为凭借你手里的手术刀 就可以化解吗 眼前的恶灵 显然丑地超出了林恩的理解范围 当下还要冷静下来想办法 不然随时都要给她弄死 警告 目标对您的危机度 即将接近百分之百 迅速冷静下来后 很快就捕捉到了她话里的关键词 诅咒 我有办法了 血衣的表情顿时一正 只见林恩将手搭在她身上 很快诊断能力便给出了结果 恶灵诅咒 由生灵死后的无数怨念聚合而成 目标所吞噬的怨念和生灵越多 诅咒的强度便越剧烈 目标的形态便越发扭曲 来是极为高阶的诅咒 林恩果断使用诅咒清楚能力 丁 现实诅咒清楚能力 以作用在裂魔左轮之上 是否切换目标 是 刚说完 血衣身上迸发出耀眼的光亮 只见无数的诅咒 从她身上缓缓剥离 她痛苦地仰天发出了一声长笑 而也就在下一刻 她那破碎而扭曲的身体 在光幕当中一点点消融 一具白皙而修长的铜体 出现在了满地的血污和碎乳之上 林恩手上赫然出现一个符文 那正是她清除收纳的恶灵诅咒 1 诅咒抽离成功 诅咒经验 加2 而地板上 血衣恶灵正正地摊在那里 那长长的卷发像瀑布一样洒落在身上 美得惊心动魄 如何 我没骗你吧 血衣大脑一片空白 这 这不可能 你真的清除了我体内的诅咒 不然呢 我可是医生 绝不会欺骗客人的 此时血衣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男人 上百年的诅咒这么轻易地就被她清除了 下一刻她猛然跳起 发出一声又一声几乎难以遏制的激动的大叫声 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言语 来形容自己此时此刻激动又复杂的心情 林恩愣愣地站在原地 望着突然就像发了杨颠风一样的那个女人 系统 诅咒真的清除了吗 清除了 可我为什么感觉她比之前更疯了呢 女人没钱选择肉肠 林恩这次彻底爽麻了 血衣此刻的心情无比动荡 示意林恩先在门口等待一下 林恩表示理解 迅速抱着萌娃在门口等候 您完成第一阶段任务 血衣恶灵的愿结 获得骷髅B500 经验500 特殊奖励 恶灵魂灯 血衣对您的好感度 加20 此时林恩已经在这里等了半个多小时了 自从系统任务提示后 就一直提示血衣对她的好感度不断增加 都超过300了 也不知道此刻的血衣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心理变化 也就在这一刻 门后传来一个甜腻妩媚的声音 让你久等 抱歉 换衣服花了比较长的时间 看到她的那一刻 林恩也是愣住 相比于之前的伪装 驱除诅咒之后 她变得愈发的美艳真实了起来 她向林恩低头 表示歉意 之前对她的不礼貌行为感到抱歉 之前一阵子 对她产生过很大恶意这种事情 自己感到无地自如 林恩心里疯狂吐槽 这简直就是完全变了个人啊 没事没事 邻居之间不就应该和睦相处 相互理解吗 虽然林恩这么说 但她心里还是非常自责 而且我真没想到 您居然真的能够驱除掉 我体内的恶灵诅咒 说到这里 林恩表情严肃起来 其实我只是暂时帮你清除了诅咒 并非永久 诅咒清除的实现 大概是24小时 过了时间 你还是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血衣一正 只有24小时的时间吗 林恩给予了肯定的回复 不过 你可以每天在失效 前来找我驱除一次 这样不就等于永久了吗 血衣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 真的吗 那我每天都来您店里可以吗 林恩微微一笑竖起大拇指 当然可以 作为邻居 治疗费 用可以给你打八折 怎么想这都是一件 稳赚不赔的买卖 自己真特么太机智了 血衣脱塞看着他 打八折 还需要付费的吗 虽然说驱除诅咒很好经历的 毕竟小本经营 看在邻居的份上 前面给您免几次单 后续八折收费如何 想白嫖 不可能 这钱我赚定了 血衣立刻询问具体什么价位 林恩亚麻呆住 女士 开玩笑的吧 你这么强 怎么可能没钱呢 事实确实还真没有 血衣根本用不着那东西 毕竟自己向来想要什么东西 都是直接把对方吃掉 没钱没关系 用其他东西交易也可以 身体部位 草药 诅咒物什么的都可以 只要价格合适 血衣思索了一番 很快就凑近林恩鼻尖 昧眼如丝 那你觉得 我值多少钱呢 玉姐却要教她如何一点点 成为男人进行实战 血衣凑近林恩的鼻尖 昧眼如丝地看着她 那你觉得 我值多少钱 下一刻林恩怦然行动 只见血衣轻轻地伸出修长的手指 拉了拉自己肩膀上的吊带 白皙的皮肤晃得人眼下 林恩下意识地拉开一点距离 很快那张万情风肿的脸颊 一下就凑近 林恩努力镇定心神 女士 请自重 血衣红唇微动 柔声细语 你之前不是还叫过人家姐姐吗 我更喜欢你那样叫我 可我们店里不接受肉肠吧 真的吗 可你不是说 只要价值足够什么东西都可以吗 还是说 下一刻血衣趴在桌上 向前俯身 真的不要吗 这可是一具很好的身体 而且刚刚脱离了诅咒 还没沾染上任何的误会 真的不想要 玩玩看吗 随即递上一个风情万种的 笑意的勾搭搭的眼神 林恩发誓 这个女鬼绝对是一种 非常擅长魅惑人心的妖精 而且对于一个 十几岁的纯情少年来说 这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对手啊 定力减二十 再这样下去 钱不仅赚不到 还有尸身的危险 血衣对着她耳朵吐了一口气 来吧 不要再犹豫了 可以去我的房间 呼通 呼通 林恩此刻能够听到自己心脏的乱条 毕竟作为一个十几岁 就穿越到这种鬼秘世界的少年来说 这种级别的魅惑 真的不是一般定力能够支撑着 而且系统也没提示任何危机度 就是如此才很难让自己维持镇定的理智啊 而且还是以报酬的名字 终于林恩艰难地喊了出来 我不会 血衣一愣 阿嘞 你没和女孩亲热过 也没接过吻 不会连牵手也没有吧 这样啊 此刻的血衣 就像大灰狼看到一个可爱的小白兔一样 下一刻一只手轻浮在林恩面颊上 那姐姐我一点点教你 这一段想必大家都不爱看 这边作者就私下先充实发了 叮 解锁成就 奇妙地出体验 获得二百经验 阶段性成就 宿主成功从少年向着男人 迈出了青涩而坚实的第一步 获得体质加一 持久力加一 耐力加一 血衣好感度加五十 态度已从平淡转换为好感 获得四百经验 一夜激战过后 终于到了第二天 林恩一颗颗的将扭扣记好 脸上依旧强装镇定 果然还是没忍住 至于这几个小时是怎么过来的 还是不提为后 明天晚上记得等姐姐哦 姐姐还要去你店里 好好地接受治疗呢 林恩甚至都不敢回復 害怕看到那双成熟魅惑的眼睛之后 好不容易恢复过来的心智 再次被她射 那个我先回去了 声音再次轻轻响起 你帮姐姐驱除诅咒 姐姐会教你新的更厉害的知识 林恩逃也试得冲出门外 身后传来那个女人 同龄一般的舞为笑声 看着离去的背影 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 春宵一夜 林恩仓皇逃回药剂店 刚一到店就提示 完成了任务血验 获得骷髅币一千 经验五百 特殊奖励 血腰的斗篷 品质稀有 特性 使用之后 可以隐藏自己的气息 并可以像鬼魅一样 穿透实体 同时也会失去一切的攻击能力 恭喜升级 当前等级9 人足 力量31 敏捷32 智力35 体质44 可分配点16 知名度64 介绍 血就要祭奠地扭曲变态学徒 纯良的外表下 隐藏着一颗散播恐惧的心 现已对多名顾客 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 并挑唆两名高阶生物恶性客药 不过在根源怪物中略有口碑 但依然难以改变欺骗良家妇女 逼人肉肠的恶劣行径 气得凌恩直接吐槽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介绍啊 明明是我的第一次被险恶的夺去了啊 我是被引诱的呀 发泄完后 整个人瘫坐在椅子上 还好之前全点了体质 变得足够能耗 不然昨晚人就没了 依旧老样子 所有属性点全点在体质上 话说回来 这都三天了老师还没回来 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决定先去世界那边打探下消息 凌恩迅速打开区域频道 看看他们都在聊什么 血娃娃 女王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那个人类学徒有没有死得很惨烈 脑袋是不是已经拧下来当了夜狐 烧死鬼 女王 请详细说一说 我们都十分地想要了解经过 骷髅魔 女王 您在吗 那个胆敢欺负您女儿的家伙 是不是已经果断地解决掉了 恶灵女王冒了个泡 血娃娃兴奋地大叫女王您出现了 怎么样 那个家伙有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恶灵女王害羞地表示 她很厉害 弄得我很舒服 血娃娃和烧死鬼都猛了 什么很厉害 恶灵女王表示自己昨天太暴躁了 她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医生 我不该用那么无理的态度对待她 不过我也并没有食言 既然说要吃了她 那肯定会吃了她 不过只是换了一种其他方式而已 众人压麻呆住 恶灵女王咳了咳 不说了 她太用力了 我要去好好睡一觉 再见 众人全都不紧 难不成那个人类小子不仅没有死 还把强大的恶灵女王给攻略掉了 灵恩无语镇女人也太开放了吧 怎么什么事都往外说啊 尤其是在世界网络里 传播速度堪比光速 算了 还是先办正事 您已进入区域频道主题帖页面 是否花费骷髅币发布消息 这个区域频道对应的是游魂象 老师应该不在这里 或许在世界频道 发帖应该可以得到老师的消息 让人意外的是竟然还要缺陷 看来只能缩小范围是什么 但愿能有所收获 您已成功在介于频道发布一则主题帖 消耗1000骷髅币 不过这世界很多设定和网友也太像了 那个所谓的至高意志 该不会也来自我的世界吧 世界中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领域的 名为契约岭的地方 这里会收集来自各大地上世界的祈祷和陷阱 并实时传递黑暗世界 只要满足条件 便可以与地上的一个生灵签订暂时的起遇 灵恩终于找到了 可以回到原本世界的方法了 通过契约岭 可以当作连接其他世界的桥梁 其余世界的生灵 可以通过限级祭品的方式 与这里的生灵签订契约 契约签订后 黑暗世界的生物 便可以通过恶魔召唤的形式 前往其余世界 灵恩思索如果是这样的话 自己岂不是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回到自己的世界 系统 立即传送契约岭 您权限不足 无法开启契约岭的相关功能 灵恩老脸一黑笔吃了屎还难受 看来要开启世界的全部功能 还得不断提升等级和权限才行 这是暂时先放一放吧 看到交易区很快引起了灵恩的注意 马上传送过去瞅瞅 刚一出现面前 就浮现出一条又一条 不断闪动的广告 琳琅满目对商品谎的人眼下 果然 跟网游里的玩家商店一模一样 不得不怀疑 那个至高意志的本体 会不会是个网瘾少年 就连功能也和网游差不多 您已解锁新功能 店铺传送 输入对应编号和名字 便可以传送商铺的所在空间 创建店铺 可消耗一万骷髅币 开辟属于自己的店铺 公式交易 前往特定的高价值物品交易区 可进行拍卖购买服务 二话不说 灵恩直接创建店铺试试 当输入血具要寄电 系统却提示重复 灵恩很快明白 或许老师已经在世界当中 创建了同名的铺名 传送 血具要寄电 当再次睁开眼 就发现眼前看上去 不到50平米的狭小空间 上面赫然写着血具要寄电 果然老师早就在这里开了店铺 下意识的灵恩将门推开 瞬间眼前浮现一行字 未检测到授权 请输入入电指令 灵恩误打误撞 在世界中找到了老师的药剂店 不过想要进去还需要指令 虽然老师对自己没有特别了解 但是朝夕相处下 一些习惯还是知道一些的 劲爆肌肉难 单身200年 徒儿最可爱了 指令错误 拒绝接入 灵恩板起了脸 想了想 我爱罗 指令正确 和保险柜的密码一模一样 想不到这里的布置 几乎和现实一模一样 就连商品也完全体配 看样子 这里有进行一些日常维护 灵恩点开店铺的界面 发现里面居然还存着 4000骷髅币 用于每日的店铺扣除 每次进入都需要500骷髅币 维护费1000骷髅币 贵的一批 让灵恩感到意外的是 店铺中居然还有日志可以查询 灵恩翻了翻 90日 出售成年埃咒魔器官全套 收入五黑卢币 93日 出售地狱结底魔头颅X1 收入一黑卢币 95日 休息 97日 出售试魂眼球X2 收入二黑卢币 灵恩不由瞪大双眼 果然老师喜欢搞一些副业啊 这些怪物的器官 才是老师真正的收入来源吧 怪不得老师每次外出回来 都会抗几个麻袋 然后就进了手术室 药剂店不过是明面上的谎子 贩卖怪物器官才是老师的主页 这些怪物一听名字就很牛逼 但还是被老师轻松干掉 看来老师的实力源 比我想象的要强大得多 105日 魔人协会的一位老友找到了我 邀请我去倒掉人塔 探寻最近发生在协会内的一些怪事 我已经退出了魔人协会十年了 现在来找我 着实有些古怪 看了看时间 这条日志是在三天前编辑的 看来这就是老师离开的原因 不过倒掉人塔 魔人协会 看来老师原来曾经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既然是老友邀请 老师应该不会出什么意外态势 这样我也就放心了 他迅速地离开世界 现在对他来说 既然知道了世界这么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那么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赚钱 推销 打响 知名度 想要在世界中发展 就要有足够好的商品 凭借系统奖励的独一无二的配方 我一定能在世界打开市场 然后再利用获得的报酬 不断提升自己在世界的权限 终有一天 我会前往契约里 然后回到自己原本的世界 中国人的世界 宇宙 神称 优优独的 异화� 中国人的世界 异性 反省 惹 异性 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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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一个黑精灵将王婷的补给推了过来 除了治疗药剂和力量药剂外 还有王婷刚刚紧急采购的五瓶暴击药剂 据说这暴击药剂可以提高使用者一倍以上的战斗力 队长疑惑这么掉的药剂 怎么感觉像尿 有什么副作用呢 情况紧急暂时还不清楚 就在这个时候 黑暗当中猛然传来了一声又一声的尖锐跑行 一只体型硕大的巨大虫母猛然出现 来了 队长一声嘶吼 准备防御 凌恩又又又爽麻了 又有大欧派可爱罗力上门寻求帮助 战场上虫群如潮水一般发动了进攻 队长眼看虫群数量过多 根本抵挡不住 当下只能强行突破杀掉母虫 奈何实力不够 当下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一口将手里的秃头药剂一引而尽 也就在那个瞬间 一股难以言喻的热流席卷全身 力量急剧攀升 仿佛身体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 也就在下一刻 他仰天大好 一道白光直冲云霄 剧想过后 他们队长那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 随着爆炸而出的铠甲 也是瞬间炸了出去 一道闪光 从他们队长那圆润的脑门上迸射出去 重精灵震惊 好闪 怎么头发也炸了 也几乎是在同时 远处再次传来同样的爆炸声 原来是另外那四个克雷奥的其他队长 同样是爆衣 全身跳动的剑子肉上 头发全都炸飞掉 五道闪光的叮兵叮让 他们成为了战场上最亮的仔 众人不解这什么情况 这难道就是那种强力要及的副作用吗 充满澎湃力量的队长 长枪一指准备冲锋 沿途大量的虫群 就像砍瓜切菜一样 被轻松扫荡 母虫跟见了鬼一样连连后扯 五个光顶秃头猛 就像战神父子一样 直冲虫群最深处 只是合力一斤母虫死的不能再死 与此同时新闻上播报着 近日在罪孽城各个区域都发生了奇异事件 而这些事件都和光头有关 下面是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报道 重磅消息 罪孽城血魔族十岁正太突然泄定 实力暴增 光定干翻试炼的十五只触手魔 打破了血族百年纪录 重磅消息 失事于纪灭海的独角鬼族船队获救 原因疑似某位大副的头皮突然出现高频闪光 被过往船只当作了灯塔 成功找到了他们的位置 重磅消息 罪孽城狼人遭受血族围攻 狼化暴衣之后又突然泄顶暴毛 实力大增 光定干翻十几只吸血鬼 成功逃离追捕 药剂殿 丁 您在罪孽城知名度加十 在黑暗精灵王庭知名度加五 在魅魔群体的知名度加十 正在调配血肉增生药剂的灵恩耳边 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 无断地传来各种各样的提示 不过灵恩并没有理会 正专心致志地调配眼前的药剂 丁 您掌握终极炼药术 获得智力加一 基础经验加二百 大功告成 这下又能稳赚一笔了 血肉增生药剂 顶级药剂 使用之后可快速治疗外伤 断肢重生 但可能会带一些小小的副作 咚咚咚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灵恩立刻站起 没想到这么快 就有小白鼠上门了 花银光灵血就要祭奠 本店真诚为您服务 只见一个全身黑甲的骑士 胸脯鼓鼓的 等级88 年龄99 种族 妖精 阵营 混乱友善 战斗能力 小而精干 浓缩的都是精华 介绍 最早是来自于地上世界的妖精一族 但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在很久以前被放逐 进入了黑暗世界 所以逐步演化 为了适应黑暗世界环境的黑暗妖精 拥有很强的机动性和夜视能力 但因为战斗能力 无法与同层次的其他种族争锋 所以经常被当作宠物饲养 看病小萝莉 差点被男人几句话 骗去小阁楼 灵恩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种 目光很快就落在了 他那条整条撕裂的手臂上 黑暗妖精表示自己的胳膊 被怪物吃掉了 需要治疗 不然会死 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药剂垫 你会治好我的吗 过来 叮 触发任务断臂重生 灵恩让他放心 我们血就要祭奠 乃是这游魂向方圆百里内 最好的药剂垫 不要说断个胳膊 你烧成灰都能给你要回来 黑鹅妖精盯着他猛瞧 是吗 过来 你不会想要把我要晕之后捆起来 然后藏到阁楼里面 进行一些恶劣的行为吧 这一下给灵恩问不会了 随后严肃地表示 当然不会 黑鹅妖精这才放松下来 叮 黑鹅妖精对你的好感度加持 这啥情况 这就增加好感度了 那个 刚刚为什么会问出这种奇怪的问题 黑鹅妖精认真讲述着 我们族群迁途到这世界时 长老特意嘱咐过 这里的生物都是很邪恶的 很多同胞被坏人欺骗 还被当做了玩物 因此 一定要提高警惕 以防受骗 所以 你是骗子吗 过来 呃 不是 黑鹅妖精又长输了一口气 叮 黑鹅妖精对您信任度加持 这就增加信任度了吗 你长老 不是嘱咐你要提高警惕吗 三言两语就这么信任我了 还以防受骗 你这浑身都写满了 好骗两个字啊 你刚说 你们种族正在迁途 你们原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吧 长老说了 这种机密的事情 不能透露给任何不友善的生物 以防被追查到 你是不友善的生物吗 我很友善 那就好 既然是友善的生物的话 告诉你也无妨 我们确实在迁移 要去地狱火平原北边的群山里定居 那里有水源和食物 足够我们族群繁衍生息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过来 林恩觉得 他已经掌握了 可以迅速打入这个族群内部 或者将他们轻易毁灭的方法 这信任感太廉价了 看样子 你应该是族群的战士吧 下一刻黑鹅妖精 猛然站起掏出佩剑 乌乃妖精一族强大的骑士长 也是妖精族第一位 通过试炼的伟大骑士 你可以叫吴月月大人 吴的剑刃所指 便是吴族前进的方向 妖精一族的开拓者 伟大领地的探路人 堪破黑暗世界的光明 超远迁途的先锋观 伟大的月月大人扩来 无必将率领吴族 走上光明的未来扩来 顿时尴尬的气氛 肆无忌惮的蔓引 抱歉 情不自禁 凌恩哑口无言 这妖精不仅好骗 还带点脑缺 能活到现在简直式的奇迹 你们说 要去地狱火平原 不是在北边吗 怎么会来到南方的游魂巷呢 月月妖精 却请她不要随便说一些奇怪的话 本先锋观一直在往北走 从未偏离方向 凌恩游移 北在哪 月月一直前方 诺 那边 凌恩都无语了 那什么是南边 女人只需五百里的路程 如今却走了两千里 面对男人的质疑 依旧坚信自己没有走错 飞蛾妖精表示自己可是群族的先锋官 不可能走错方向 我们已经走了两千里路 这一路直觉告诉吴没有错 凌恩一时哑口无言 你一直都是凭直觉认路的 那你们迁途的地方里 你们原本的领地大约多远距离 月月竖起五根手指 五百里扩来 你可真探娘是个人才 按理说你已经到了才对 可你刚刚说你们走了两千里路 那为何五百公里的路程 走了两千里还没到呢 月月一将 竖起手指定格在了原地 这才意识到有些奇怪 凌恩都无语了 这肯定奇怪啊 离家两千里后 还没意识到自己走错方向 就你这脑缺居然能活到现在 简直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不尊重啊 凌恩深呼一口气 从柜台下面摸出一个指南针 诺 两百骷髅币有情价卖给你 有了它 你以后就不会再迷路了 月月小小脑袋 大大疑惑这是什么 凌恩解释 指南针帮助你辨认方向的神秘意义起 平时我都卖一千的 月月露出好奇的表情 伸手就去接 这要怎么用 凌恩指了指上面的指针 看到那个指针了吗 它指的方向就是南方 月月也冒惊心 好神奇 谢谢老板 这个我买了 丁 飞蛾妖精对你的信任度加30 好感度加30 凌恩感觉有点难受 自己果然是个道德败坏的肩上 丁 宿主出发成就 百倍利润 特殊成就 将任意一件物品 以超过一百倍的成本的价格 成功出售可获得 获得永久加成 智力加二道德减一 凌恩拍了拍月月 作为只有我还是得提醒你一下 那些说自己不是坏人的 也不一定是好人 那些说不骗你的 也不一定真不骗你 不要随便吃别人递给你的东西 不要随便背对别人 不要随便跟人回家 只要记住这几句话 保证你一路坦荡 月月黑黑一笑 谢谢您给我真诚的忠告 但是我完全没记住扩获 凌恩郁闷 怎么提醒也是白大 她就是这种受骗体制 不过既然她能活到现在 应该也有很多保命手段了 话说你这伤口是怎么来的 这个 是被一个巨人一口咬下来的 那是一个要比无强出很多的怪物 无物不是她的对手扩莱 若不是本骑士躲闪及时 咬掉的就不是手臂 而是脑袋了 好吧 为了防止感染 还要进一步轻创 把盔甲脱掉吧 月月拒绝 并表示骑士从不脱下自己的盔甲 扩莱 那不脱怎么打麻药 轻创很痛的 月月依旧拒绝 麻药会影响无的反应速度 无乃其事 一定痛根本不算什么扩莱 凌恩再次确认 你确定不打 月月给予了肯定的答复扩莱 不错 你可真勇啊 你是第二个在我面前这么勇的人 罗莉妖精中 就还是逃不过被凌恩骗取小阁楼 玩起捆绑游戏的命运 此刻的小阁楼内 月月四肢被锁链捆绑 让凌恩随时都可以开始扩莱 无限在已经是案板上的鱼肉了 凌恩让她忍不住就叫出来 千万不要咬掉舌头 说罢便要开始动刀 月月还表示自己的疼痛忍受能力 已经是Max的级别 是不会怕痛的 说完凌恩马上给上她几刀 月月瞳孔 瞬间放大 发出一声高分贝的叫声 太痛了 为什么你的刀要比别人痛好多呗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奇奇怪怪的 可以给人带来额外疼痛的东西 凌恩表示这才第一刀而已 自己可是很轻的 既然如此还是上麻药吧 月月死鸭子嘴硬就是不打 无的疼痛抗性可是拉满的 其实拥有完美的忍耐品质 话还没说完 凌恩再次给她估刺几刀 痛 轻一点 太用力了呀 扩莱 你不是说你的疼痛耐性是max吗 不要乱扭 乱扭的话会搁到其他地方的 可是 虽然抗性是max 但你每一刀都突破max的让人疼痛啊 要裂开了 月月要裂开了 要坏掉了 请不要叫出这么奇怪的声音啊 这才刚刚弄了几下而已 老实点不要乱动 救命 我要被撕裂开了 我要回家 我不要做了 月月大叫着 杀掉你 杀掉你过来 张开锋利的牙齿就要咬上去 凌恩迅速掏出一根棒子 直接插进月月嘴里 咬紧了 再坚持一下 很快就完成了 要坚持 坚持啊 月月腰筋脑袋 嗡嗡地躺在手术台上 黑蒙蒙的眼睛空洞的圆睁着 十几分钟后 凌恩小刀一收 完成 冰 您的刀弓已提升到终极 手术能力已提升到终极 此刻的月月整个人完全脱离地躺在那里 因为剧烈的疼痛 而流出的汗水打湿了全身 凌恩从她嘴里拔出那根棒子 好了初步的轻创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咱们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 月月甩了甩头 感觉就像做了一个噩梦一样 差一点就坏掉了 凌恩解释这是正常反应 月月指着她 你是第一个能把吴弄得这么疼的男人 也是第一个敢用这么粗的东西 插无嘴巴的男人 凌恩惊了 你不要说出这些让人误会的话 这都是为了防止 你咬掉自己的舌头才做的 虽然是这么说 但也给了月月留下很深的印象 还是绝对不会忘记凌恩的那种 或是 丁 飞蛾妖精对你的好感度 加二十 对你的印象加五十 凌恩无语这都能加好感度吗 这到底是个什么体质啊 妖精罗莉被凌恩骗财又骗死了 甚至还将她的大欧派变成飞机场 凌恩给她清创过后 接下来就是让她断肢重生 她表示断肢重生的费用可不低 你带够钱了吗 看她这样子凌恩也不忍再继续坑她 打算手术就便宜点做 月月表示付得起 她在出门前 就把组里所有的经费都带在身上了 说罢便将小手伸进自己的胸脖 随后一批蹲坐在地上 一个大大的钱袋 就从她胸脖中拽了出来 在凌恩的注视下 那本来鼓鼓的胸脖 也瞬间就干编了下去 这特么竟然是假的 月月掏出一把金币 你说什么假的 这可都是货真价实的黑卢币 凌恩怎么也没想到 她居然有一大袋黑卢币 换算成骷髅币的话 她那一袋至少有几十万 天真的月月询问这些够吗 凌恩盯着手里的黑卢币眼睛都看直了 够 绝对够 她还真是一个人把所有 体柔 钱多 人傻 好骗 都被坑因素占满了呀 这要是不坑你 那真是天理难容了 您稍等 这就给你恢复断肢 这是我最新研究出来的血肉增生剂 您试试吧 虽然系统说这药剂有点副作用 但刚好可以拿它试试 月月摇摇头 这药可能对我没作用过来 可她还是接过了药剂 孤独的一饮而尽 甚至还打了个宝格 你也看到了 因为无的体质特殊 对各种药物的抗性 都已经拉满了她 所以无论是毒性药剂 还是恢复药剂 对无都是没作用 你那瓶药剂也一样 林恩无语 那你来我店干什么 她理所当然地表示 就碰碰运气咯 说不定能安个假枝什么的 她看了看手里的药剂 难得的是要机会 居然碰上个药剂免疫的 难怪她一身的弱点能活到现在 不过这可是系统给的配方 肯定和其他药剂不同 如果对药剂免疫的人也有作用 那么这药剂的价值将会大大提升 她决定放手一搏 相信我 这药一定会起作用 如果不起效 不收费 月月瞪着眼睛挥动着断肢 好吧 那就试试托尔 林恩打开一瓶药剂 倒在她那断口的位置 就在月月觉得没效果的时候 下一刻断肢处却发生了一遍 罗莉喝了林恩的秘质药剂 身上竟然长出粗壮的奇怪出手 就在月月觉得没效果的时候 但就在下一刻 她的伤口处 竟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点一点滋生血肉 甚至连骨骼都隐隐有了生长的迹象 不过很快刚长出来的血肉 就再次消失了 月月叹了口气 看来一点效果都没有 吴的体质太特殊了 不行的话 还请给吴装一个合适的甲脂吧 这时一遍再次突生 但原本没有迹象的手臂 竟又开始生长 而且这次的速度比刚才还快 震惊的同时月月 还不忘夸赞林恩 林恩也很快 长得速度很快 看来她的体质并不影响要紧的发挥 完全恢复了 不愧是能给吴留下深刻印象的男人 太有能力了 林恩摆手 先别随便对我有好感 丁 飞蛾妖精好感度加50 为了记录实验的变化 林恩让月月口述一下有什么感觉 自己做一下记录 月月表示 酥酥的 麻麻的 痛痛的 而且不仅仅是胳膊 其他的地方也酥酥麻麻的 还有呢 很舒服 感觉胳膊在生长 又感觉就像是多了两只手臂一样 很奇妙呢 林恩记录着 然后抬头 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他瞬间僵在了原地 只见月月肩膀后面 一根粘稠粗壮的触手 缓缓地从盔甲里面生长出来 在你指尖时 那根触手就那么蹭在他的脸上 留下一道道粘稠的页面 月月闭着眼睛 让医生不要随便挺无的脸蛋 虽然你很棒 但随便触碰无的身体 依然是不可以的扩 丁 飞蛾妖精好感度加五 不要这样子啊 好痒扩来 医生你真是太坏了呢 林恩满头僵硬 呃 那个 你要不还是睁开眼睛看看 他顿时一愣 医生你怎么在那么远的地方 随即触手就那么在他面前摇晃 他下意识地向自己头盔的一侧 望去瞬间石化当场 三指减六时 下一刻一声爆炸性的高分被尖叫 响彻整个游魂巷 罗莉身体长出奇怪触手 竟然还向着奇怪的地方伸了进去 当林恩拔出来时 触手竟布满了不明液体 月月惊恐地不停大喊 为什么我身上会长出奇怪的触手 不对劲啊 眼见如此 林恩大敬 不要动 叔叔帮你 黑鹅妖精散直减时 救命 他快要伸进去了 过来 伸进去 伸到哪里去了 奇怪的地方啊 过来 黑鹅妖精散直减时 林恩惊了这还得了 飞快将那根不满黏液的触手拔了出来 月月惊魂未定尖叫着 是无身上长出来的 居然是无肩膀上长出来的 林恩拿起踢骨刀 一把将触手摁在手术台上 让他忍着点 然后手起刀落 这一目的月月吓坏了 那根触手就那么扑隆隆的在手术台上 看到那还在蠕动的触手 月月散直狂掉 林恩对着那根触手 啪啪地踩了几脚 踩了个稀烂 月月惊魂未定地抓着林恩 这是什么情况 过来 林恩解释 放心这只是药剂的一点小小副作用 很正常的 正 正常 月月神情呆滞 正常的毛线呀 哪有药剂让人长出奇怪的触手 现在只是长出奇怪的触手 如果长出更加奇怪的东西出来 那不就变异拉扩来 林恩安慰道 别紧张 所谓富人靠科技 穷人靠变异 虽然你是妇罗 但偶尔变异一下也无伤大雅 而且你的胳膊 不是也长出了许多吗 再加点药剂你的手 就能完全恢复了 可是 可是 真的好可怕啊 林恩福道 放心 这次不管再长出什么东西 我都会帮你一刀剁掉 相信我 难道你不想手臂完全恢复吗 月月泪眼婆娑 那就最后一次 然后新的药剂 再次涂抹到了断臂之上 而就在下一刻 月月就长出了尾巴 我都剁掉 呀 翅膀 还挺好看的呢 这个似乎可以留一下 扑呲又是两刀 翅膀就那么被砍掉了 月月大叫 吴都说了可以留 你怎么给吴剁掉了呀 林恩满头黑线不好意思 顺手就剁了 危机来袭 林恩口吐鲜血 下一刻却在他面前扭曲成了 猙獰的蟹字 危险 离开 马上 十几分钟之后 冰 已完成任务 断织重生 林恩询问他感觉怎么样 月月表示感觉全身上下 都长满了奇怪的东西 林恩让他放心 那些东西全都剁掉了 你就当那些都是幻觉好了 这次治疗非常的完美 你表现得很棒 月月难难道 要即要钱 剁那些奇怪的东西 就不要钱了吧 当然不要钱 还把从他身上剁下来的组织 打了个包裹 给他背在身后 这些东西就送你 当个纪念 如果觉得这次治疗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们店点个赞 下次来的话 可以给你打一转 月月欲哭无泪 谢谢老板 吴可以走了吗 姑娘请留步 我记得最后一次上钥匙 没有切下任何东西 所以不确定 是不是还有些地方 发生过变异 月月摸了摸 他那扁平的欧派 变异 好像没有啊 他思索了一会得出结论 可能这药剂 也不是每次都会让人变异 感谢您的配合 下次见 月月沮丧地朝门外走去 他松了口气 看来这次试验非常成功 接下来就是到网店售卖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 从脚下传来 他耳朵顿时一动 下一刻便看到 地上那个鼓鼓的带领 他的表情顿时一讲 等等 钱袋在这 但他的胸 几乎要破衣而出 还以为他又把钱袋塞了进去 懂了 药剂最后还是让他身体变异了 假的变成真的了 他飞快地抓起钱袋 冲出门外 但是外面早已不见了月月的踪影 他的脑海中 瞬间浮现出那个小妖精 下次打算掏钱的时候 一下掏了个真家伙出来的恐怖场面 如果真是这样 只能想办法在世界联系上他 再好好赔礼道歉 浑灯渐渐暗淡 时间再一次到了傍晚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 老师还没有回来 就算老师真的被什么事情耽搁 到了现在也该有消息传来了 算了先拿下浑灯准备歇业吧 但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瞳孔猛然放大 瞬间露出痛苦的神情 猛然咳出了一滩恶臭 而心红的鲜血 然后就在他的注视之下 那滩鲜血鼓鼓地开始挣扎爬洞 然后就在他面前的地上 扭曲成了数个猙獰的鞋子 危险 离开 马上 而几乎与此同时 他的耳边立刻响起了系统的敌势 丁 您触发任务 血验 任务介绍 想尽一切办法活到第二日 任务奖励 2000骷髅币 2000经验 特殊奖励 特殊成就 这也将是林恩首次在黑暗世界 险些让他丧命的敌人 林恩看着那六个血字的自己 立刻就明白 是他的老师 用了某种咒术专程 向他发出了警告 他迅速镇定下来 血肉增生药剂 无面膜心脏 猎魔左轮 踢刀魂灯 这是他这段时间里 得到的诸多的特殊道具 也是他最大的一场 这次任务奖励 比根源怪物来的那天还要丰厚 那就意味着 今晚的危险度越超纳人 既然老师都发来了警告 那也就意味着 留下来绝对凶多吉少 先去血衣恶灵家里过一晚 虽然可能会被他侵犯 但绝对比留在这里安全的多 没跑多久 林恩的脚就僵在了原地 黑雾深处 一个庞大的轮廓 缓缓地浮现在他的视野当中 咚咚 紧接着传来一阵又一阵 仿佛能让你心脏炸裂的脚步上 而那漆黑的迷雾 不知道为什么 竟是向着血色转变 一股难以形容的刺鼻 血腥味滚滚扑面而来 警告 警告 未知生物对您的危机度 提高至百分之百 警告 警告 一瞬间 林恩猛然冲回店铺 迅速关上店门 他手中的魂灯 几乎要彻底熄灭 完了 走不掉了 这次危机居然来得这么快 而且这次的危机就是针对他的 或者说是针对血具要祭奠 既然跑不了 那就只能自救了 二话不说 林恩快速冲到后院 将大门用力紧闭 突然一声巨响 药祭奠的大门轰然炸开 滚滚的血色雾气 在失去了魂灯的庇护下 蜂拥而入 一个庞大的影子 长长地倒映进了大厅的地面 随之而来的 便是一股又一股恶臭的血腥味 就像是一具在水里 泡了很多天的腐烂尸体 在地上缓慢行走 咚咚 一声声沉重的脚步传来 林恩胆战心惊地靠在墙前 手拿踢骨刀和左轮 浑灯已经熄灭了 夜幕降临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庇护他了 这是林恩最接近死亡的一刻 此时大厅的方向 不断传来药剂 苹果在地上发出的脆响 一声接着一声 清脆的瓷起笔 外面每响起一声瓶子碎裂的声音 林恩的心就狠狠地浮现出一个数字 不是害怕 而是心疼 那都是小钱钱 圆滚滚的小钱钱 是比命还重要的存在 林恩目光闪动 再这样下去 就算没被他弄死也会心疼死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想办法主动破局 仅仅是刚散发出的气息 就让自己有种心脏炸裂一样的疼痛 这足以说明那个怪物的强大 现在唯一能救自己病 还来得及的就是血衣了 他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解除了血衣恶灵身上的诅咒 清除效果 并转移到了猎魔祖人上 这样子血衣恶灵 就会变回之前的样子 察觉不对的他 肯定会立刻来找我 因为只有自己可以帮助他 清除他体内的诅咒 只要能活着 见到血衣来的那一刻 就有一线生计 恶臭的血腥味 从大厅的方向不断飘大来 他能明显感觉到 大厅内的声音停顿了一下 显然是刚才发动诅咒清除的时候 引起了那个怪物的注意 也就在下一刻脚步声再一次响起 而且声音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他屏住了呼吸 目光无比的冷静 死死盯着眼前的门 可怕的寂静当中 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和走廊里传来的沉重脚步 而也就在下一刻 门外的脚步声停了下来 也就在林恩精神紧绷的一瞬间 扑斯触不及防的一声巨响 他的瞳孔瞬间放大 一只手穿透了他身后的墙壁 直接刺穿了他的胸膛 林恩怎么也没想到 攻击会来得这么毫无争招 随后整个人就那么重重地 倒在地上口吐鲜血 而他身后的心红手臂 也缓缓地收了回去 墙壁却没有任何的破坏痕迹 就像那墙壁对他来说 只不过是一个幻影 林恩的鲜血 很快就染红了整个地面 他的瞳孔睁着 身体不停地抽动 脚步声再次响起 然后就在林恩涣散的 瞳孔倒影之下 一个庞大的扭曲身影 出现在了手术室的门口 那怪物就像一团巨大的腐肉 被硬生生地缝在了一块 没有头颅和五官 只有那巨大腥臭的腐肉中 肩挤出来的一颗突出巨眼 那颗眼球几乎占据了 他的整个躯干 周围更是密密麻麻 分布着数十颗人类大小的眼球 躯干的周围 更是各种截然不同的手臂 有人手 触手 兽爪 恶灵的扭曲肢体 还有机械的可怕肢体 那简直就是一个 用暴力缝合在一起的畸形怪物 血肉傀儡三行 地狱行者 等级 未知 种族 缝合怪 阵营 混乱邪恶 战斗能力 无可匹敌的强大造物 介绍 魔人协会的尖端造物 作为道道塔最顶尖的血肉机器之一 它的出现必将带来杀戮与毁灭 这是一种魔人协会 专门制造出来猎杀那些叛乱分子的终极兵器 它可以不断地吞噬生物 并完成新的进化 请永远不要试图被它盯上 凌恩瞳孔圆转 望着那个一点点 向自己靠近的怪物 一根根心疼的触手 就像蛇一样攀爬 缠绕在它的腿上 然后露出尖刺猛地插入它的双腿 剧烈的疼痛 瞬间席卷它全身 这家伙竟然在吞噬它的血肉 但下一刻那些提取血液的触手 停了下来 有机体鉴别 人足 品质鉴别 低下 吞噬优先级 不建议吞噬 启动清理 四耳的声音在它耳边形起 它的双腿 瞬间被炸成血污 但也几乎就是同一时刻 它那颗破碎的心脏 猛然剧烈地跳动一下 就像是某种危机应对措施的处罚 一瞬间 它的瞳孔猛然收缩 就像回光反照一般 它握紧手里的左轮 朝着怪物不断开枪 猎魔子弹 瞬间射入怪物的瞳孔 最重要 神圣的力量 就像电流一样 噼里啪啦地在它的全身蔓延 它那无数的手臂 开始通常地攻击周围 整个墙壁都在它的攻击下 开始倒塌 凌恩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从口袋里抓出一个 星红的斗铺 劈在身上 就在那恐怖巨手袭来的瞬间 它的身体就那么融入了地面 消失了踪影 错误 信息二次鉴别中 目标具有极强的伪装性 种族调整 生化人 进行过高级生物改造 吞噬优先度 高 建议猎杀 地下势力 凌恩用力捂着自己 不断冒险的胸膛 咬着牙摸出剃刀 猛然刺向自己的双腿 它剧烈地喘息着 额头不断冒出 大滴大滴的汗水 太轻敌了 我应该想到的 在面对这种级别的怪物时 它们有很多种 能够探测你未来的方式 经验 它的战斗经验 和应对危机的经验 还是太少 如果不是最后关头 穿上了血腰的斗篷 怕是已经栽到了 那怪物手里 血腰的斗篷 品质 稀有 特性 使用之后 可以隐藏自己的气息 并可以像鬼魅一样 穿透实体 介绍 无形无质的恶灵 总会成为人们心底的恐惧 所以深渊的怪物 便制作了这样的斗篷 可以让你变得像恶灵一样 无形无质 但要小心 你穿上了它 你也就失去了一切的攻击能力 灵恩目光死死地盯着地下室的大门 这几天太安逸了 真的是忘记了自己身处的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事情 真的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死 灵恩拿出增生药剂 倒在断裂的双腿 和穿透的胸腔当中 仅仅几个呼吸之间 她的身体已经是完好无出 而也几乎同时 她耳边就传来了系统的提示 并 您的身体发生了一级变异 下一刻几根长满倒刺的脸 从灵恩背后生长了出来 您的身体发生了二级变异 血肉触手 连接神经中枢 可随意操控收缩与生长 然后她的后脖梗的皮肤 更是猛然开裂 缓缓地睁开了一只倒树的眼睛 您的身体发生了二级变异 恶灵树眼 连接视觉神经 可切破阻隔 监测恶灵气息 此时的地狱行者 还在不断寻找灵恩的踪迹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披着斗篷的灵恩 就像鬼魅一样穿过了墙面 在恶灵树眼的窥视下 灵恩瞬间便看到了 走廊中的那个巨大血肉的怪物 那个怪物的后背 瞬间裂开了一双又一双眼睛 注视着身后的走芒 在她感受到那一闪而过的身影 身上的触手差那点 此时的灵恩正在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 她依靠着背后的触手 整个人就那么附着在天花板上 可算是给老子带到偷袭的机会了 你完了 哼哼哼一连六枪 子弹全都落在了那怪物的身上 怪物身上瞬间爆炸出了神圣的电流 灵恩暗自庆幸起作用了 神圣子弹对她有极强的克制作用 趁着机会将她干掉 灵恩拔出踢骨刀 就要上去A她两下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打在她身上的子弹 竟然被她那坚硬的外表挡了下来 仅仅只是擦破点皮 下一刻一股巨大的危机感 瞬间袭来 不好 灵恩毫不犹豫地就要穿墙而入 但为时已晚 那空洞的目光瞬间便落在了她的脸上 灵恩的面容和被她注视到的皮肤 瞬间开始溶解 冒出一阵阵清烟 她刚才看过来的目光带着诅咒 她紧咬牙关 忍着巨大的疼痛 猛然翻身消失在了地下 她快速打开一瓶血肉增生药剂 将它倒在自己溶解的面容和脖梗之上 脸上的伤口快速地恢复着 灵恩有些惊讶着怪物的厉害程度 本来想靠着不错的道具的一把 但自己毕竟只有九级 弥补不了硬实力的差距 而同时系统的提示紧接着响起 定 您出现了一级变异 只是这么一弄 那家伙应该马上就追来了吧 灵恩迅速在地下穿梭 同时背后的树眼不间断地观测着那个怪物的动向 突然之间 那个怪物身体猛然闪烁了一下 然后便消失在了她的观测中 她竟然能屏蔽自己的气息 但就在下一刻一股恐怖的气息 瞬间从她身后席卷而来 眼前怪物的恐怖之处 在于可以根据不同的对手 变化出最高效的攻击方式 极不是本能性的 灵恩猛然向着一侧挪移了过去 一只巨手宛如幻影一样 穿透了地面 划伤了她的手臂 这正是之前刺穿她心脏的那只恶灵之手 而且她居然能够袭击到穿了血腰斗空的她 这时巨手再次朝她袭来 灵恩迅速拉开距离冲入了地下 巨手依旧脊椎不舍 灵恩不敢相信自己都躲到地下 她还能追得上来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找到的 事到如今也只能躲一把 她迅速拿出血肉增生药剂 倒在伤口上 一瞬间 她的脖梗猛然裂开 睁开了一只新的恶灵树 并您的身体发生了二级变异 双瞳叠加 几乎同时 之前消失的那个怪物的气息 也瞬间就在两双树眼的视野当中出现 这一刻才彻底看清 那穷追不舍的虚幻巨手 正连接在那怪物的身上 之所以能伤到披了斗篷的她 是因为那怪物的巨手同样是恶灵形态 而林恩更是可以清晰地看到 地面之上全是那个怪物的眼睛 林恩忍不住按骂一声 靠 原来我早就被锁定了 怪不得甩不开那家伙 现在局势瞬间翻转 本来斗篷状态下拥有的优势 立刻就成为了她的弱势 必须想办法将那只手甩掉 一瞬间 她的目光落在了血局要祭奠 没有任何的犹豫 在四肢触手的帮助之下 她将自己的速度提高到了极致 瞬间便从地下冲入了店铺当中 将斗篷猛然扯下 然后快速冲入了自己睡觉的阁楼 寻找着柜子里面的药剂 但也几乎是在同时 在林恩的恶灵视野之下 那只恶灵巨手也瞬间突破了地面 直接向着阁楼的她抱刺而去 我去你妈的 她将手中的恶灵显形药剂 全部砸向巨手 这也是她老实研究出来的 可以让实体生物接触到恶灵鬼怪的药剂 作为学徒 这种药剂她备了很多 平时面对形形色色的客人 她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 这个时候 这种药剂显然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林恩一把拔出踢骨刀 一刀朝着那巨手斩去 借助着恶灵显形药剂的效果 林恩才得以砍下恶灵手臂 她手臂重重地撞击在墙壁之上 咔咔地扭曲 烧焦一般地冒着烟 林恩没有任何的犹豫 立刻伸手朝着其他的药剂抓去 她知道现在必须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那只手臂开始朝外爬去 林恩见状赶紧上前一脚踩住 准备给予她最后一击 可却在下一刻一只纤细的手 直接穿过她的后背 抓住了她的脊椎骨 透过脖梗后面的竖眼 她猛然发现 那只手正是之前那个叫月月妖精的手 她说她遇到一个巨人 结果差一点被咬掉脑袋 最后是付出一条手臂的代价 才逃出来的 原来她遇到的那个巨人就是她 也就是说那个怪物在吞噬她的手臂之后 也拥有了极强的抗药性 这寻常的药剂对那只手来说 根本没有任何的作用 绝望 巨大的绝望 席卷而来 但也就在那只手要抓断她脊柱的那一刻 林恩仰天嘶吼 全身的血液瞬间凝聚在了那四只触手之上 这也是林恩最后的机会 四根触手在极致的控制之下 缠绕刺入了遏制她脊柱的那只小手 咔嚓她的脊柱 依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缝 但她最后的反扑是有作用的 那只手在她的四根触手的缠绕之下 出现了松动 趁着这最后的机会 她猛然挣脱了那只手的前置 猙獰的转身 手中的踢骨刀横扫而出 那只手臂连带着她的四根触手 瞬间被一分为二 然后迅速地朝着窗户跑去 一跃而下 情况已经刻不容缓 她伸手从怀里抓出了自己最大的底牌 无面膜的心脏 她的脑海中 瞬间浮现出了那个怪物的样子 恶灵树眼更是死盯着那个怪物 灵恩面目猙獰 玩玩吧 一瞬间 她的五指瞬间刺入了其中 漆黑的狂流瞬间就像全涌一样 从当中涌了出来 仿佛无数恶灵在心脏当中疯狂地尖笑 那个庞大的怪物的身体 猛然僵硬在了原地 躯体上的那颗巨大眼球瞬间一锁 一刹那 就像是她的核心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重创 灵恩使出的最后底牌 怪物依旧毫发无伤 甚至还将它设置为优先吞噬目标 受到无面膜心脏的攻击 地狱行者身上那一颗颗眼瞳瞬间炸开 她不断地咆哮着 而她身上的手臂就好像失控一样 疯狂地扭曲起来 并不断地撕扯抓到这身体 灵恩有些不敢置信 难道是起作用了吗 下一刻怪物那臃肿的身体 不断地浮现出一张张人脸 似乎有什么东西想要破体而出 心脏核心受到未知效果打击 神圣抗性形态失灵 恶灵感知失灵 细胞约束减弱 诅咒约束减弱 开始紧急修复 倒计时 二十 十九 十八 灵恩慌了这无面膜的心脏 即便是极为强大的诅咒道具 还是干不掉它 不过此刻它是虚弱状态 趁这机会或许可以 但下一刻心脏已经变得一片漆黑 这枚心脏虽然强大 但是同样副作用也是剧烈地无法想象 顿时一股巨大的吸射力 猛然从那枚心脏当中传来 它立刻就感觉到了全身的鲜血在沸腾 而也就在下一刻心脏 瞬间吸附在了它的胸膛 开始源源不断地吸食着它的血液 哭通一声 它整个人就那么无力地跪了下去 湿血过多加上脊椎受损 一步都挪不动 双重打击啊 现在唯一能依仗的 就是血肉增生药剂 对它身体的变异 它用尽全力从口袋 拿出一瓶血肉增生药剂 一口闷了下去 接下来不管变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了 只能拼一把 而也就在下一刻系统的提示 终于响起 丁 您的身体出现了三级变异 一步这同一时间 林恩昨眼猛然突出 一条星红的长蛇 瞬间从它的眼眶当中挤出 丁 变异分析中 丁 警告 您现在的体质与意识 无法彻底操控此变异 目标控制效率31% 三级变异 脑蛇 从大脑滋生出的血肉之蛇 拥有极高的视血冲动 一瞬间林恩感受到了 那个变异体充斥的强烈视血冲动 连带着它的大脑中 都产生了嗜血的欲望 31%的效率 只能搏一搏了 那只脑蛇 似乎是闻到了那剧烈的血腥味 猛然张开锯口 一口就咬在了那颗心脏上 两者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冲突 那枚心脏也是做出了反应 心脏表面不断地浮现出 细微的血肉组织 开始包裹那只脑蛇 似乎要将它一起吞噬 林恩摊坐在地上 看着这荒诞的一幕 大脑和心脏在打架 这恐怖的场景 也就只有在黑暗世界当中 才会出现 但是这也让林恩那快速 被吞噬的鲜血 得到了巨大的缓点 血肉增生药剂 也在迅速地修复 它受损的脊椎 它大口喘着粗气 时间还差一点 还来得及 核心修复完成 开始接管身体组织目标 威胁指数 调整极高目标吞噬价值 调整最高优限 展开猎杀 嗡 那枚巨大的瞳孔 亮起了红光 猛然抬起 目光落在了天花板 而就是在那个瞬间 它那庞大的身体 猛然穿透天花板 直接出现在了 二楼的阁楼 它的目光扫过 满是鲜血的墙壁和地面 但是那里 已经没有了林恩的身影 它的一个眼球 开始变得虚幻了 目标已进入恶灵形态 开启恶灵视野 目标已锁定 开启追踪模式 与此同时 林恩正亮亮呛呛地 沿着街道往前跑 此时的心脏和脑袋 还在打架 要是被那怪物追上来 就彻底完了 它疯狂地 还隐隐地传来了哼歌的声音 只见它手里抱娃 正一步步走来 满身鲜血地 它面带微笑 手里还提着 插着吸管的脑袋 血衣有些诧异 这不是要祭奠那臭小子吗 慌慌张张去哪呢 血衣微微有些讶异 它看见林恩那满身的血污 和它背后断裂的触手 还有眼眶里面 生出来的长舌 极致的诡异 你今天的造型很别致啊 甜心 是在做某种奇怪的行为艺术吗 算是吧 你身上的诅咒没有恢复吗 今晚怎么没来找我 血衣妹眼如丝地看着它 怎么 这么快就等不及了吗 是在回味昨天的温柔香吗 似乎现在林恩的造型 更符合她的审美 对了你怎么没在家 她提了提手中的三颗脑袋 是啊 真的是伤脑筋呢 羽儿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如果没有一些好的营养 来补一补的话 可是会发育不良的 所以做妈妈的 只能亲力亲为了 欧拉蒙娃动了动耳朵 拿着吸管吸溜了一口 她上下打亮着林恩微笑着 说吧 我的小甜心 是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了吗 不然以你的性子 可不会这么急哄哄地来找姐姐的吧 林恩一脸无辜地诉说着 我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 而且是很大的麻烦 我是着想自己解决 但你也看到了 所以做个交易吧 我知道女士你超级强 如果你能帮我干掉那个追杀我的怪物 我免你五个月的单怎么样 价格实惠 只此一次 可别错过这机会 血衣恶灵依然笑盈盈着 没有动作 既然你都说了是被追杀 那你还这么淡定地站在这里和我聊天 你就一点不着急吗 林恩双手何时露出楚楚可怜的样子 可着急能解决得了问题吗 拜托了 血衣依旧面无表情 此时身后滚滚的血色浓雾 不断地向着这里席卷而来 一声声巨响 就像是地震一般轰鸣 警告 警告 危机正在迅速逼近 但林恩依旧没有动他 那你开个架吧 想要什么条件你自己说 这下总可以了吧 我想你也不想真的看到我死吧 血衣轻轻舔射了一下嘴角 那可是你说到 我记得你在我面前还没服过软吗 那就来求我吧 跪在我的面前 舔我的脚尖 告诉你愿意臣服 我就好好地帮 是调情吗 林恩愣愣地注视着他 不 我不喜欢在这种时候调情 短暂的寂静 似乎空气都为之凝结 林恩嘴角一翘 走了 如果明天早上还能正常营业的话 我再帮你驱出诅咒 当然 价格可以给你适当地优惠一下 下次再见 林恩对着他怀里好奇 转过头的萌娃竖起了大拇指 嘴角露出了一抹闪亮的笑容 下一刻他的身形 便消失在了远处的黑雾旁 没有任何解释 也没有任何的回复 似乎这个问题 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回答 血衣愣愣地站在那里 眺望着林恩远去的方向 似乎也是有些错误 有些哭笑不得 有些另眼相看 这个家伙还真的是 他稍微露出了一丝的无奈 扑辞 一根触手暴射进了黑雾当中 一下子便将远去的林恩 直接拉了回来 林恩还没反应过来 然后瞬间就被血衣宠溺地抱在怀里 用巨大的胸怀 狠狠地将他蹂躏着 太可爱了呢 开玩笑的 果然不愧是能 去除掉姐姐诅咒的男孩 偶尔man起来 还真的是特别的有味道呢 还有 刚才那个笑容真的是超级帅的 姐姐就喜欢这种 在紧要关头 还能硬硬的男孩 真的一下子 让姐姐母爱泛滥了 爱死了 第一 血衣恶灵对你的好感度 加二十 林恩好不容易呼吸到空气 你这是什么意思 血衣微笑地裂开脸颊 噗哧噗哧刺入了周围的地面 地面开裂出无数的巨石 被那一根根触手轻松裹挟 数十声巨响伴随着破空声 暴势而出 让血雾当中的怪物步伐 瞬间被阻断 血雾弥散之际 视野当中那怪物巨大的树童 盯着林恩和血衣 目标确认 展开猎杀 出现高强度第二目标干涉 进行信息分析 种族 恶灵聚合体 吞噬优先极高 强度分析高 血衣将怀里的萌娃递给林恩 优雅地迈着窈窕的脚步 缓缓地向着血肉傀儡的方向走去 林恩迅速退后提醒到 小心那家伙的手 能穿透实体进行攻击 目光注视的地方会产生腐蚀 还有任何毒剂对他都不起作用 即便受重伤也能快速恢复 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听到林恩的话 一瞬间他的身体 便消失在了林恩的目光当中 无数狂乱的触手 宛如切割的巨人 在那个怪物身上留下石头 不得伤痕 他的笑声越发可怕 就像是一个盯上了猎物的猎鼠 食指刀刃的指甲狂乱地舞动着 怪物的鲜血不断扑磁溅落在周围 宛如绞肉机一样 让那个怪物瞬间便面目全非 林恩目光有些急促起来 快 好快 甚至比昨晚自己动的时候还要快 难道这就是血衣恶灵的战斗形态吗 太帅了吧 林恩看得都硬我 无愧是未知及怪物的战斗方式 林恩大喊 牛逼 太牛逼了 女士你真的帅呆了 那迷人的触手 猛娃也握着小拳头道 欧打 欧打 一下子就热血起来了 第一 血衣恶灵对你的好感度加二 第二目标威胁度提升 展开刺激应对手段 最高优先级目标 一号目标 猎杀 被血衣恶灵切割得面目全非的怪物 巨大的瞳孔 骤然浮现出了一道光晕 他那破烂的血肉之上 猛然生长出了一层又一层厚厚的外骨骼 瞬间便抵挡住了血衣恶灵那狂乱的切割 那颗眼睛瞬间掉转 猛然一锁 目光瞬间聚焦在了灵恩的身上 灵恩立刻便感觉到了 和之前一模一样的巨大诅咒波动 灵恩彻底傻眼了 不是吧 人家都已经把你砍成这个样子 你的目标依然是我 你到底是多么爱我啊 二话不说 灵恩抱着萌娃向着远处一路狂奔 于是这里就交给你了 为了你女儿的健康 我就暂时性撤退了 不过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回来看你的 但也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血衣瞬间就挡在了灵恩面前 无数张面孔 就像是飞蛾一样 从猎口中飞了出去 目标优先级 一号目标 继续执行最高吞噬指令 优先猎杀 指令生效 一瞬间 那个血肉怪物全身的手臂 疯狂地生长了起来 迅速向着灵恩逼近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长长的脖梗 瞬间从他身后 就像是盘旋的蛇一样 将它缠绕在里面 顺面瞬间破开出一只 只长满道刺的触手 在半空中便将那些手臂拦截了下来 开始狂乱的女人 就像是享受一场操贴的盛宴以来 直接无视了他全身的盔甲 从内部啃食起了那个怪物的身躯 抓住空挡机会的血衣 猛然射出鼠刀利刃 朝着巨眼暴尸而去 受到攻击的巨眼一下 就变得支离破碎了起来 就在血衣恶灵即将击碎核心的瞬间 一遍再次突射 就在刚刚血衣抓住空挡 朝着巨眼发动了攻击 一瞬间那巨大的瞳孔突然破碎 化成一道道碎片掉落在地上 当灵恩认为事情终于可以告一段落的时候 然而就在下一刻那些碎片迅速重组 化作了无数颗正常大小的眼球 他的目标依旧是灵恩 灵恩立刻便看到 那掉落的眼球正齐刷刷地望向他 眼球背后的细小触手 还在不断向着他的方向来去 但是一部分的眼球 还没来得及走出血衣恶灵的触手范围 会被固服迅速地戳爆 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眼球突破了重围 迅速地向着灵恩蔓延而去 他都震惊了 有没有搞错 都这样了还要继续搞我 你是有多执着啊 二号威胁度进一步提升 最高优先级 一号目标 行为受限 展开次级应对措施 猎杀 既然如此 他迅速从怀里拔出猎魔阻 对准袭来的眼球潮 关机 你击杀了眼球组织三个 你的枪械精通加三 他迅速抱着萌娃飞快递后退 左轮一次只能射六发 想要继续射击 还需要等十几秒回复时间 而这段时间也是最危险 需要更多的肢体 他迅速摸出一瓶血肉增生药剂 一口饮尽 反正都已经变异了 再长出多少奇奇怪怪的肢体 他也完全不在意 丁 您的身体出现了一级变异 丁 您的身体出现了二级变异 在他的身后 一根根触手在此狂野的生长而出 只是和血衣恶灵那白美的触手 相比他的要袖真可爱 林恩猛然转身 一手持枪 一手持刀 数条锋利的触手齐刷刷的瞄准 那狂涌而来的眼球巢 伴随着枪声 他不断朝着眼球巢 脉动着步伐 手中的推手刀 而身后的触手 更是精准的将那些眼球 一颗接着一颗托爆 丁 您的战斗经验加三 此起笔伏的系统提示 在林恩尔边响起 在乐灵事业的帮助下 即便他的枪械精通依然低下 但锁定能力 已经得到了巨量的增幅 这也绝对是一次 刷经验最好的机会 猛娃也是嬉笑的大张手脚 手里抓着一颗 不知道何时抓到的眼球 就像苹果一样 扑刺的咬了一颗 还在上方和那怪物缠斗的血衣 一扭头看到这一幕 也是给予夸赞 勇敢起来了呀 少年 那当然 打小怪我还是不虚的 你那边怎么样 血衣嬉笑一声 我正在深入它的核心 这种血肉傀儡 最薄弱的地方就在那 灵敛它的核心 这个家伙就是一团沸铜烂链 这是一根尖锐的 道次猛然暴射进 那颗巨大的影响 而在那血肉组织的内部 一点点地推进 向着那怪物核心挺进 总算是接触到 但就在它话还没说完的那一刻 怪物的躯体当中 再也传来了那冰冷的声音 第二目标分析完毕 正在生成反制措施 恶灵聚合体反制措施开启 最高优先级目标调整 恶灵诅咒反制措施开启 二号目标 执行最高猎杀指令 猎杀 反制 破解 同步执行吞噬指令 一瞬间 血衣恶灵立刻便感觉到 一股难以言喻的危机扑面熄来 就在血衣感到危机来袭的刹那里 凌恩瞬间便看到 那包裹着那个怪物的无数触手 猛然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内部疯狂地涌动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一只又一只的人手 瞬间从内部破开了包裹 朝血衣包裹而去 很快便形成了一个 完全由手组成的包围网 对血衣恶灵的那些触手 难道说 那个怪物刚刚一直将目标 放在自己的身上 只是为了对血衣恶灵 展开同步的分析和应对 它其实是在适应和采取数据 不好 而此时那无数人手的内部 很快便传来了一声 又一声啃噬的声音 而同一时间 周围从地面之上生长出来的 那无数属于血衣的触手 也开始剧烈地狂乱 挣扎扭动了起来 距离凌恩最近的一根粗壮触手 猛然开始扭曲变化 最后形成了血衣的样子 而它身上 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生长出无数大小的手臂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正在从它的内部 在对它吞噬 错了 它不是怕我 它是真的觉得 我威胁不了它 我在吃它的同时 它也在解析我 真的不是很好对付的对手 在那狂乱病态的笑声中 凌恩急促大喊血衣 而同时那个扭曲出来的血衣 瞬间就化作了 无数类似蛆虫一样的细小弱块 一瞬间 它面前的地面之上 猛然生长出了一条 庞大的血淋淋的触手 挡住了它的去路 也就在下一刻 那触手的尖端 猛然从中 长出一只硕大的眼球 警告 当前危机度87% 这不是血衣的触手 而是已经被同构的 那个怪物的组织 最高优先级指令检索 一号目标分析中 二号目标分析中 目标调整延后 最高优先猎杀 一号目标 警告 当前危机度99% 那巨大的触手 轰然向着凌恩 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但就在那触手 即将落在凌恩身上的瞬间 地面猛然 爆射出了两根 同样的触手 将那同构触手 死死缠绕在一块 凌恩大喜 雨室 你还活着 下一刻一个猙獰的声音 骤然从怪物体内传来 走 快走 那正是血衣的声音 它还在那个怪物的体内 和它斗争 但下一个血衣操控的 那根触手 重重地落在了凌恩的身上 将它向着远处的黑暗 击飞了出去 凌恩飞快地站起 姑息欲加急促起来 怎么会这样 明明刚才还一切 都在掌控当中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没有任何犹豫 它咬着牙 立刻朝着血衣 那个方向跑去 但很快它停了下来 不行 就连血衣都没办法 对付那个怪物 现在去了只有死路一条 难道现在要掉头逃走 像诺夫一样逃离这里 然后再找机会报仇 开什么玩笑 我一定要想办法救下女士 说完 它快速朝着药剂点 狂奔而去 凌恩迅速地跑到了地窖口 老师的那个宠物 一定能帮得上忙 刚打开地窖口的一瞬间 一股恶臭顿时从中袭来 凌恩朝着里面大吼 喂 小宝贝 可却依旧没有动静 我知道你在装死 我也知道你这个家伙 向来是最讨厌我的 讨厌我每天给你 喂那么多过期的药剂 但是现在情况十分危机 不管你是什么 我需要你的帮助 老师遇到了危险 那个怪物找上门了 它的目标就是 我们血就要祭奠 而我要是死了 你作为我们药剂店的一员 你也逃不了 喂 你听到了吗 剑还是没反应 他对着下面狠狠地扔了几块石头 丁 小宝贝 对你的好感度减二 丝丝 黑暗的地窖深处 传来了蛇性一样威胁的事情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只见一个巨大而蜿蜒的身影 从地窖当中呼啸而出 凌恩睁大了眼睛满脸的恶人 这就是小宝贝 小宝贝 等级 未知 阵营 手续邪恶 不足 未知 战斗能力 未知 介绍 一条潜藏在血具要祭奠地窖当中的 舌头 他似乎是某种存在身体的一部分 因为未知的原因 而自愿被血具饲养 平生最讨厌的 就是使一样的过期的药剂 还有那个为了他两年使的人族少年 他盯着凌恩 嘶嘶嘶 CNM 不知道为什么凌恩瞬间就听懂了 他嘶嘶声里面的意思 凌恩伸出手抓住他的舌胎 你再骂一句 嘶嘶嘶 CNMB 好 骂就骂吧 但现在是危机时刻 我的朋友正在外面和那个怪物干家 我告诉你 那个怪物就是冲我们来的 虽然你又丑又损 但你毕竟是咱们血具要祭奠的人 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的 你想想 如果我朋友炸了 我也在意炸 接下来炸的是谁 没错 就是你这个又丑又损的大舌头 丁 小宝贝对你的好感度减二食 嘶嘶嘶嘶 你喂我屎 那不是屎 是药剂 虽然有点过期 但那也是这儿八斤的药剂 嘶嘶嘶嘶嘶嘶 天天喂我屎 好 你现在跟我走 接下来的两个月 我天天给你喂上等的药剂 为能让你非常嗨的药剂怎么样 短暂的忌忌 嘶嘶 成交 丁 小宝贝对你的好感度提高0.001 很快灵恩变合那条大舌头 再次来到了那边战场 而最中央那个减囊 还在不停吞噬 全面吞噬进度 55% 检测到1号目标靠近 最高优先级猎杀 目标切换 一身 一根又一根长满眼睛的巨大触手 疯狂地生长了出来 小宝贝看到这一幕 也是吓了一跳 凌恩立刻摆出战斗姿势 我们上 结果小宝贝扭头叫跑 喂你有没有搞错 还没开打就逃了 你个耸祸 回去赶快给我回去 凌恩一咬牙 三个月 救出我的朋友 我给你三个月的极品药剂 闻言小宝贝立刻掉头回去 向着包围而来的触手吐着隐性 小宝贝那条长长的舌头 直接舔尸在一根触手上 在凌恩的注视下 那根庞大的触手 瞬间就在那恶臭的口水中 直接化作了一滩浓浓的血水 好样的 丁 是一样的味道 小宝贝对你的好感度简易 丁 一点都不想舔 小宝贝对你的好感度简易 小宝贝再一次提高了速度 朝着血液的方向跑去 三号目标分析 具象缺失组织 优先级 最高优先收容 抗腐蚀形态开启 抗诅咒形态开启 收容启动 下一刻 那些触手一根又一根的 从地面生长出来 向着小宝贝包围而去 同时还浮现出了 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一样的 组织障碧 瞬间便将大舌头 从四面八方缠绕在了气质 丁恩大惊 小宝贝 小宝贝被累得直接裹萃输出 小宝贝用力地开始挣扎 同时身体不断地 分泌出大量的粘液 但是那些缠绕着他的触手 却是丝毫不畏惧那些腐蚀 但是此刻 丁恩已经管不了了 他快步地朝着那被一只 又一只手包裹起来的血衣冲去 同时那些手臂 开始分裂出一棵巨大的树桶 就在那树桶目光聚焦在他身上的内容 丁恩快速掏出血腰斗篷 劈在身上 斗篷在他的身上烈烈作响 可他依旧紧咬牙关 将手伸向树桶的最中央 在血腰斗篷的加持之下 魅影形态的他 瞬间便融入了内部 他焦急地开始不断寻找着血衣的踪迹 终于在他的恶灵视野的锁定之下 找到了被吞噬的 只剩一条手臂的血衣 灵恩嘶吼着用力地 将几乎破碎的血衣 不断朝外拉转 看到血衣那支离破碎的身体 灵恩不由一惊 他立刻掏出血肉增生药剂 倒在他身上 就在药剂接触的一瞬间 他那支离破碎的身体 开始了血肉的滋生 无数的恶灵间笑狂勇地开始聚集 二号目标吞噬玻璃中 最高优先级目标切换 一号目标 下一刻无数的触手 迅速地朝着灵恩逼近 现在还差最后一步 他紧咬牙关 猛然伸出手 掏出怨灵发丝 发丝立刻从中破开了个洞 朝着外面小宝贝的舌头缠绕去 灵恩嘶吼着让小宝贝用力拉 一刹那 伴随着怨灵发丝的收紧 两人就那么被硬生生地向外拽去 而脚下则是穷追不舍的触手 就在快到达出口的瞬间 那个怪物再次发出冰冷的声音 开启幽灵反制 开启噬化进城 虽然血衣恶灵被小宝贝拉了出去 但是怨灵发丝也在幽灵反制的那一刻 瞬间崩盘 一瞬间 灵恩的身体被周围的肉壁骤然收紧 就差那最后一秒 而这一秒仿佛就是生死之巨 这个时候 仿佛也没有人会为他哀倒 也没有人会因为他的死而伤心 甚至都没有人能看到他的死 难道这就是终点吗 难道这就是世命运吗 难道刚刚起步的人生 就要在这半路中图夭折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几乎被挤压成一团的灵恩 肩难而扭曲的竖起终止 我CNM的 几乎是在同一刻被巨大的压力而直接碾碎 一切都不会结束的 如果真的逃不脱一死 那死之前也一定给你来个大号的 丁 您的身体发生了三级变异 警告 宿主一次性使用过量的血肉增生药剂 变异将会变得彻底失控 丁 身体发生四级变异 丁 身体发生六级变异 丁 身体发生九级变异 此时的血衣也是慢慢恢复了意识 也就在这时 他感应到了那团怪物体内熟悉的气息 他的脸色骤然沙白起来 他不敢相信林恩围了就他自己却被留在了里面 变异已经开始变得无法遏制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怪物的身体瞬间膨胀了起来 一张又一张人脸的轮廓 触手的轮廓 不断疯狂地挣扎着想要破体而出 警告 遭遇未知变异动乱 开启最高级分析结果 开启紧急全面压制 目标解析 目标解析成功 开启反之错 警告 目标发生异常突变 解析数据失效 警告 目标发生新的突变 解析数据失效 第三次结构 数据失效 四次结构 数据失效 无数错乱的声音 在那个怪物的体内狂乱地响起 无法解析 信息错乱 目标变异效率已超出核心分析负载 开启最高级别吞噬指令 开启最高应对手段 恶灵反制开启 熔炉模式开启 生物灭杀模式开启 吞噬 猎杀 警告 毁灭 那个怪物开始疯狂地尖笑了起来 警告 受到血肉傀儡血肉滋生的影响 变异全面失控 警告 外界血肉严重干扰 变异正在全面蔓延 定 您的身体出现了九级变异 几乎是在那一瞬间 一条长满了空洞人脸的巨型触手 一下子 从那个怪物的身体当中 爆射出数百米的高度 一声咆哮 响彻整个天空 巨大的威势 甚至让整个街道都震战了起来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一刻就连血衣都忍不住的金具后退 因为他清晰地看到 那条恐怖的触手之上蔓延的那些人脸 竟全部都是和灵恩一模一样的面孔 扭曲 混乱 灾恶 而下一刻 一遍再次突生 怪物那巨大的瞳孔 突然从中破开了一个巨大的孔子 无数粘稠而腥红的粘液 从那个孔子当中不断地狂涌了出来 伴随着一声声恐怖的婴儿的大哭 那些粘稠的液体 开始不断地挣扎出 一个又一个的胚胎状态下的婴儿 而同样 每一个婴儿的面孔 都和灵恩一模一样 小宝贝 三指减五十 血衣恶灵 三指减四十 生物灭杀启动 生物灭杀启动 开始紧急灭杀 那不断挣扎的血肉怪物 下一刻 其中一条手臂 竟然化作了一条长满溜子的巨龙头颅 向着地面 那不断尖笑的胚胎 喷出了炽热的雾气 而在另一边 从他身上滋生出来的手臂 也开始狂乱地缠绕着 那长满面孔的触手 不断地撕扯猎杀 这几乎成为了一场全面的混战 警告 第三第四第五号 未知变一体即将破体 生物灭杀 灭杀 几乎是在那个声音响起的刹那 怪物的眼头再次破体而出 数个不断扭曲的血肉聚合体 这恐怖的一幕 着实让血衣看得满脸煞白 它立刻开启恶灵视野 当它看清内部 更是满脸大汗 它已经看不清楚 内部灵恩的轮廓 而且怪物的体内 几乎是一块不断发生 致命变异的肉块 无数可怕的变异 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污染的灾厄 警告 无法遏制 生物灭杀失败 目标威胁度提高至灵级 开启紧急血肉重组 开启紧急预备方案 下一刻那怪物全身上下 开始不断散发着持续性的高温 不断开始向着身体内部挤压 似乎是想以这种方式 将内部的变异彻底清除 定 宿主血肉正在受到全面入侵与吞噬 宿主生命损耗严重 重细胞干扰 生命形态异常 物质构成异常 警告 宿主身体正在发生未知的特殊变异 定 未知等级变异出现 未知等级变异产生意志 无法控制 无法控制 而也就在那一刻 血医的恶灵视野也在同一时刻被切断 但被切断的最后一刻 他还是看到 似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猛然从那扭曲的血肉当中生长了出来 而且还在不断膨胀 全身都开始挤压出了粘稠的血水 警告 特殊未知变异体出现 无法解析 紧急加快重组进程 目标出现强烈敌意 目标出现强烈吞噬域 血肉重组受限 警告 目标开始蚕食机体 恶灵反制失效 血肉重组失效 生物灭杀失效 目标正在迅速壮大 机体损失度12% 21% 26% 无法遏制 无法遏制 在血医的注视下 怪物外皮那大量的凸起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开始平复了下去 但并不像是压制 反而更像是被什么东西 从内部蚕食掉 这时内部骤然传出了一声 又一声孩童的诡异嬉笑声 这让血医瞬间头皮发麻 因为这种声音 和它转化为战斗形态时 神志出现错乱时 发出的笑声一模一样 一瞬间 它有了一种无比恐怖的猜测 那个怪物的内部 正在诞生着某种 难以想象的灾恶 而其中 就有它之前被吞噬掉的 部分诅咒和身体碎片 就在下一刻 它骤然看到 长在那怪物身上的一只只手 一下子就凹陷了下去 而连接着那掌满灵恩面孔的触手 也骤然被距离拉入其中 直至最后彻底变成一个胚胎形状 同时内部 还不断传出咀嚼的恐怖声响 警告 机体全部失效 机体损失度88% 警告 目标开始吞噬核心 目标开始吞噬 呲呲呲 警 那突然被打断的声音 让血医产生了一股难以遏制的不安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刚才 从内部把它给完全地吃空了 而也就是在下一刻 一只手猛然从中一下子搭拉了出来 血医正正地站在那里 一时间竟是大脑一片空白 完全不知所措 那个血肉傀儡竟然死了 而与此同时 黑暗世界一处倒数在地面的高塔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骤然从高塔的底端的某处射尸响起 熊熊的烈火 更是从控制射尸当中不断地蔓延 大量的人员脸色 更是苍白地不断从中向外逃穿 警告 血肉傀儡三形 失去连接 目标检索中 机体损毁达98% 全面链接失效 紧接着一个黑袍人紧急地冲入这个殿堂 向着围坐的十个魔人 汇报着血肉傀儡的情况 主人 我们派出去猎杀血具等人的三形血肉傀儡 失去了连接 反噬的波动 烧毁了三形傀儡的控制基地 其中一个魔人猛然站起争鸣道 开什么玩笑 三形血肉傀儡 是我们魔人学会最简单的猎杀者 除了根源级生物和君王级生物 这黑暗世界 还有谁会是他的对手 因为这段时间 和猎杀能力几乎是有目共鸣 这三天之内 他们魔人协会所有不愿意回归的派 几乎全部都在三形傀儡的追杀之下来杀灭 而五日前 他们派出的一个血肉傀儡 更是和一个君王级枪者交过手 虽然不敌 但对方同样也拿他们的傀儡 没有太好的办法 殿堂最中央那个庞大的容器中 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 血具 我了解他 当年的初代傀儡 就是他和另外四个成员组成的五人 议会所读了 不过现在的血肉傀儡 已经远超那个时代 他没有能力扼杀我的完美作品 命令 定位三形傀儡断开链接的坐标点 同时派遣烈士者组队 四号三形傀儡前往目标地点 进行紧急勘察 目标得到最准确的情况 众人低声道 是 画面回到游魂像 此时的血衣 早已破开了那怪物的躯体 找到了灵恩 当彻底将他拉出来后 血衣惊奇地发现 他的身体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损伤 同时也没有失去任何的部位 都与他无关一般 而越是正常就越让他感到 难以言喻的怪异和惊悚 不过当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血衣迅速将他背起朝家感去 在血衣背后的灵恩 此时的左手搭烂了下去 惯性地摆动着 只是谁也没注意到的是 一条长长的舌头 突然从掌心伸了出来 舔尸了一下手上的血污 然后又迅速地收了回去 冰 恭喜您超阶段完成了任务 血液 您获得了骷髅币两万 基础经验五千 您获得了唯一特殊奖励 额外经验暂时储存 转之后经验返回 许久 灵恩困眼朦胧地行转 他下意识地伸手揉了揉眼 打了个哈欠 天亮了 开张影 但是就在那个瞬间 昨晚地记忆就像是潮水一样 隆隆地涌了过来 他一下子就笔直地 从床榻上跳了起来 环顾了一下四周 他立刻就认出了 这时血衣恶灵的房间 可他依旧清晰地记得 昨天他被吞噬 进入了那个怪物的身体当中 全身的血肉都扭曲成了一团 但在那之后的事情 他就变得一片模糊 可自己现在为什么会在这里 此时的血衣 也是正好端着菜来到了门口 灵恩 你醒了 当看到血衣还活着 他一时间还是没反应过来 随即他无比惊喜地冲了过去 一把抓住他的衣里 怎么样 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灵恩犹疑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那个怪物呢 已经是第二天了哦 你大概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慢慢说给你听吧 十几分钟之后 灵恩听完血衣醒来之后的讲述 眉头也不由地皱了起来 你是说 看到那个怪物的体内 生长出了大量的恶性生物 然后那个怪物就被从内部肢解了 嗯 后来等我从那个傀儡的体内 把你拖出来之后 你就已经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灵恩的脑海中 瞬间就浮现了 失去意识前听到的系统声音 血肉增生要紧 没错 系统最后的提示 告知他变异已经全面失控 显然是在自己失去意识的那段时间 大量的变异在他的体内滋生 难道是自己变异出来的那些肢体 把那个怪物内部肢解了吗 但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他为什么会完好无处 对了女士 那个怪物的尸体 就在后院 昨天把你从他体内拖出来之后 我又折回去 把他带了回来 这种强大的造物 我觉得一定隐藏着什么鬼 麻烦带我去看看 如果自己没猜错 这一切或许和老实有关 说不定还能从这怪物身上找到线索 当来到后院 灵恩就看到了那散发恶臭的怪物血肉 而现在几乎完全看不出 昨天那个怪物的形状了 剩下的只是一个塌陷和扭曲的空壳 并且还有啃噬过的痕迹 难道是被自己啃掉的 不排除这个可能 因为你当时变异得非常厉害 甚至当时出现的一些怪物 让我看了都觉得心惊 他的目光更加思索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说不定现在的身体 只是看起来正常 但实际上 早已经出现了某种隐性的变异 二话不说 他立刻打开了自己的基础属性界面 灵恩 等级 时 带转值 种族 人族 变异 力量 22 敏捷 23 智力 26 体质 51 带分配点数 4 介绍 血具要祭奠疯疯狂的变异学徒 能够游刃有余地游走在各个强大生物的周边 并出色地搞好人际关系 虽然无法改变一个作为奸商的本质 但危机时刻表现出来的优良品质和战斗意志 依然值得称索 变异吗 果然 系统解释一下 我哪里出现了变异 1 名出发任务 身体的反应 任务奖励 骷髅B1000 基础经验500 传说奖励1 任务介绍 在特殊的环境中 大量使用血肉增生药剂 导致宿主的身体与血肉傀儡的血肉融合 并出现了恶性的特殊变异 任务目标 半日之内找到身体的变异 并找到控制的方法 任务失败 变异将彻底代替宿主 过程不可逆 喂 有没有搞错 我是问你我哪里出现了变异 你直接给我发个任务是什么情况 你直接告诉我 哪里出现变异不就可以了吗 丁 请宿主自行摸索 这一刻 无数的草泥马在林恩心里奔腾而过 他现在真的很想把这个系统狠狠地揪出来 嗯 在床上 啪啪啪地打他一万次屁 丁 请宿主 不要随便在心里对系统进行恶劣的行为 系统以为宿主提供了额外帮助 请宿主自行摸索 此处省略一段 喊妈量极高的委层 在恶灵猛猛的注视下 林恩骤然站起说道 不好意思 我有一些紧急的事情需要处理 咱们过段时间再见 林恩迅速地便向大门之外冲去 一脸愕然的血衣猛逼地看着他 但也就在他冲出去五秒又冲了回来 然后当着血衣的面 直接扛起那个傀儡的空壳 抱着就一路狂奔 这些没用的血肉我拿回去炼药了 咱们回见 没一会 林恩就回到了药剂店 他也没浪费时间立刻找出魂灯 点燃之后挂在了门上 然后又迅速地冲到了地下室 关于身体便要怎么处理 他记得老师应该珍藏着类似的点击才是 虽然平时老师是绝对不会让他进来 但现在情况危急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表情严肃 迅速地翻阅着大量的书籍 遭遇辐射而引发的恶性细胞突变 一百种诡异诅导致的身体扭曲 小说 变异萝丽与他的触手不得不说的故事 指南 迅化恶灵妹妹的三十五种实用性操作 整整阅读了一个多小时 林恩总结出了以下几点 第一 自己身体当中的恶性变异 现在应该正处于潜伏期 或者说 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导致他无法第一时间复苏 把自己干掉 逻辑很简单 如果那个变异现在就可以复苏的话 那系统也不会给他发布半日实现的任务 第二 他不可控 并且可能拥有自己的行为意志 第三 把那个怪物掏空的 应该就是自己体内现在存在的这个变异体 他拥有极强的破坏力 自己肯定干不过它 第四 系统给自己提供过额外的帮助 他立刻打开技能列表 没错了 就是那个自己完成血液任务获得的技能 技能 血肉灾变 品质 特殊 介绍 经过剧烈的血肉重组和裂性变异而得到的能力 可以使宿主自由地控制自己的血肉 进行二次重组与滋生 能力上限取决于宿主的体质点数 血肉操控 看来这就是昨晚殊死一战的奖励 不管怎么说 先试一下效果 他立刻闭上眼睛 将自己的意志集中在身体的某一处 一瞬间他猛然睁开双眼 他感觉到那种奇妙的变化 这种能力 确实能让他如愿地对身体的血肉进行冲 而且还更大 更壮了 这个技能简直无敌了呀 现在不是想这些奇怪事物的时候 该是怎么确定自己体内的那个变异体 而不仅仅是确定 还需要找到遏制它的方法 如果说昨晚上的那个怪物 是被那个变异体吃掉的话 那么大量的肉量 又会存储在哪里 自己这瘦小的身体 可绝对存不下那么大块的血肉 而且他也能明显感觉到 自己的体重并没有出现异常的变化 假设那些血肉依然存在于体内 并且没有被代谢出去 只是因为那个变异体特殊存在 让自己无法感知到那些血肉的存在 而且那个变异体既然还在我的体内 那我身体出现的异样 肯定也会影响到那个变异体 毕竟现在我们共用一副肉体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默默转头 目光落在鸡脚嘎拉里的一个瓶子上 依稀可以看到 上面写着笛笛喂几个大字 周围突然陷入了诡异的宁静 奥利给 灵恩直接咕嘟咕嘟的就往嘴里挂 过头 这要真得紧 警告 宿主生命损失 获得异常buff 笛笛喂中毒 这要可是他这两年以来 跟老师学习药剂之后 自己按照穿越前的技艺 仿制出来的究极杀虫剂 喝了绝对让你一泄千里 恶心呕吐 并且伴随各种并发症 让你愈先愈死 但真男人 从不畏惧笛笛喂 趁着自己还能够活动的这个档口 灵恩飞快地冲入炼钥匙 翻箱宝贵 将自己存起来 还没有喂给小宝贝的过期药剂 全部锁刮了出来 而且每一瓶 都冒着一缕 屡骷髅头形状的烟雾 从瓶子当中生腿起 灵恩一咬牙 一瓶接着一瓶就磕了起来 警告 宿主获得异常buff 重度骚痒 严重皮肤红疹 病毒性扩散 灵恩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那个变一体和自己一体的 如果是有自己的行动意志的话 更炸毛了 是你逼我的 为了逼出体内的变异体 灵恩打算直接来个大招 只见他二话不说 从仓库里拿出了一大堆材料 照着老师的药剂书 边看边丢着各种各样的材料 并您炼制出了猛毒瘟疫药剂一 并您炼制出了重度虚弱药剂一 并您炼制出了恶性病毒药剂一 您的炼药经验加二 短短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灵恩就根据药剂书 炼制了十几种恐怖的奇怪药剂 为了能够让味道好一些 灵恩又从地下挖出了他老师 珍藏多年的老酒 一切准备妥当 灵恩往摇椅一躺 一口毒药 一口老酒 神情好不快意 并您中毒了 当前生命值迅速降低 预计二十分钟内狗蛋 并您嗑了恢复药剂 生命值得到了短暂恢复 并病毒正在肆意破坏您的各大脏气 您预计将会在十五分钟之内 死于各类并发症 并您嗑了两瓶药剂 生命得到了短暂恢复 仅仅数分钟后 灵恩冷笑地张着双手 感受着身体当中 无数种难以形容的并发症的冲击 光疼痛就有十几种不同的类型 更不要说还是扫养 灼烧 融化 寒冷 高烧 就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身体当中爬 又像是有人在拿着打气管 在对着你的胸腔使劲加压 这个时候 就是拼意志力的时候 他打开秒表 暂定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没有什么反应的话 那就再来二十分钟 很快 第一个二十分钟就过去了 他依然没有察觉到身体当中 有除了这些并发症之外的其他一样 他一咬牙 再次拿起一瓶瓶恢复药剂 和解毒药剂 就往嘴里面灌 并 你已服用解毒药剂 体内的毒素已经消散 刚一恢复 他再次拿着各种材料 继续丢入大锅中炼菌 接着就是持续不断的猛灌 第二个二十分钟将近 他整个人就那么倒在地上 全身都在灯 脸色也是在赤橙红绿青蓝子宫不断转换 可变一体依旧没有出现 既然药效不够 那就继续加量 第三个二十分钟 他整个人僵硬地躺在摇椅之上 全身上下的各种恐怖的并发症一起发作 堪比满清十大不行 而他的左手也已经是开始不断抽搐 还不断从中渗透出一堆黄黄的液体 这个状态下的灵恩 已经完全察觉不到左手的异常了 因为他的全身各处 就没有什么地方是不异常的 几乎是把自己要到差不多裂开了 也终于是在第四个二十分钟的时候 他的耳边响起了一个明显有些颤抖的系统提示 丁 左左对您的畏惧度加十 而他的左手早就已经是手心外翻 那个口子还时不时地抽出了一下 此时的灵恩已经听不到任何声音了 他几乎差不多把自己点翻了 即便如此他依旧颤微微地伸出手 去抓放在远处的那瓶农药 再 再来 我还能 丁 左左对你的畏惧度加十一 丁 左左对你的畏惧度加十二 由此可见他的执念到底是有多么巨大 我干了你随意 丁 左左对你的畏惧度加十五 丁 左左对你的畏惧度加二十 而眼瞅着灵恩就要喝下那瓶农药 他的左手也终于是急了 惊恐地往相反地方向爬 要翻了 要翻了呀 这个母体是变态的吗 他从来没有见过硬生生的 就想要把自己干掉的原体啊 解药 受不住了呀 在左左的不懈努力下 终于抓到了解药的瓶子 对着手心的那张口 就咕咕咕咕咕往里面灌 而干了一半 他下意识地转过水 向着另外一边的灵恩望去 他瞬间就炸毛了 只见他在这边干那半瓶解药的时候 另外一边的灵恩 也已经是咕咕咕咕咕地往嘴里面 灌起了毒药 而且看那个效率 还比他干的还要快许多啊 玩独子玩意呀 他整个手都要裂开了呀 并 左左对你的畏惧度加二十 而这个时候 时间就是生命 左手飞快地抓起那几瓶解毒药 颤抖地往嘴里面死灌 本来他是不太怕这些毒药的 但是再不怕 也架不住母体往身体里面硬灌 大剂量地往死里灌 没有病都能灌出病来啊 终于 干完了几瓶解药之后 左左躺着舌头 坏掉了一样搭拉在原地 想要好好地恢复一下 还好这小子也不行了 但是就在下一刻 他骤然感觉到 后面那具万万的身体又开始动了 他下意识地颤抖地转过手 便看到那早已要麻的灵恩 竟又再一次蠕动了起来 伸着手向着前面那一堆毒药抓去 那种坚持要把自己要死的意志力 真的是不管是谁看了都忍不住泪 而这一刻 那只左手奋力地一把 抓住了不远处的柱子 用力崩溃地大叫道 达咪 他真的已经受不了了 明明晚上吃了那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本来还想要好好地消化一下 突然就给你灌进来 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能药啊 如果只是一点点也没有太多样 稍微忍一忍就过去了 可是 他是大伎俩往死里灌的 如果真的死掉的话也就算了 可是这个家伙硬生生 就是给你卡着那个点 在死和不死之间反复横跳呀 欺负人了 太欺负人了 左左死死地用力抱着住 不管后面的那具身体怎么用力地往前爬 就是死命地抱住不松手 那种巨大的意志力 即便是断片之后 依然是坚定地履行着 这自己断片前的意志 一时间 双方开始长久地白热化地僵持着 这个时候真的是只要松手就要完蛋 于是就这样硬生生地僵持了十几分钟之后 终于林安还是眼中悬起了小漩涡 可他依旧伸着那颤抖的手 公分的时候 整个人就那么哒啦哒地地上 而左手也终于是再也支撑不住 颤抖地从柱子上滑了下来 但是他并没有倒下 他依然坚强 他用力地拖着身后的那具 已经是吐沫抽出过去的冒烟的身体 颤抖地向着桌子上艰难地趴着 那种对生命的渴求和拼搏 在这一刻显现得淋漓尽致 终于在他的坚持下抓住了解药 他颤抖地扒开了一瓶恢复药剂的盖子 直接一饮而尽 终于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那只左手也是手心一番 和灵恩一样咕咕地吐着白沫 彻底地昏死了过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丁 您的毒药抗性加二 丁 您获得了阶段性成就 毒药罐子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300 丁 您获得了阶段性成就 药不死我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300 毒药罐子 特殊成就 在短时间内中毒超过500次 而不死有几率获得 您获得了永久属性加持 全属性加一 毒药抗性加十 要不死我 特殊成就 在短时间内身中 超过200种以上的剧毒 而不死有几率获得 您获得了永久加持 全属性加二 体质加五 毒药抗性加五 在大量的系统提示轰炸下 灵恩终于是昏昏沉沉地睁开了眼 脑瓜子炸裂一般的疼痛 那个变异体不要出来了吗 在断片的最后 似乎自己确实看到了 身体出现的异样 就像是自己的某个部位 自己动了起来 到底是什么来着 正当他试着回忆的时候 自己的左手 突然抽出了一下 然后一个翻手 他大口喘着粗气呢 难道终于活过来了 左左 种族 异常变异 属性 手续邪恶 等级 无 战斗能力 极强的吞噬欲 当前虚弱状态 介绍 因为一些机缘巧合 而诞生于某人类少年的身上的特殊变异 同时还柔和了血肉傀儡三型的部分血肉组织 无面膜的心脏 恶灵聚合体的部分碎片等 与母体共生 实力强大 但特别讨厌龙药 瞬间灵恩身体一僵 就那么看着那说话的左手 虽然没有眼睛 但就是有一种四目相对的莫闻感觉 灵恩赛米之减十 左手赛米之减九 下一刻那左手就张开了血喷大口 一下就朝着灵恩的脑袋咬去 吃了你 灵恩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反应了过来 一把抓住左手 我记起来了 果然是左手变异了 怪不得我想磕药的时候 一直就是磕不到 你这死变态 自己死也就算了 可眼前这个左手力气大得很 再这样下去 自己恐怕马上就要被咬掉脑袋了 对了那个技能 他立刻发动血肉灾变 刹那间 鲜血在手臂翻腾 血肉在疯狂涌动 但是他立刻就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排斥力 从左手而来 在抵御着他的控制 显然这正是那个变异体的意志 真没想到 你居然还有这种恶劣的能力 你居然想要控制本姑奶奶 我吃了你 此时灵恩都快气炸了 一手一人就那么打得不停 你少说大话 不要以为我长在你的身上 我就不敢动你 你个崽子 心性你的心性 你居然还能说话 我和你好到底 今天我看咱们谁干掉谁 就反天了 我灵恩还会拍一只手 一个小小的变异胆敢这么嚣张 被撞得有些疼的左手 直接口中将舌头抱射出去 直击灵恩面纹 如果被击中不死 也得戳个大窟窿 灵恩瞅准时机 一口就把她舌头给咬住了 左左生命直减时 灵恩生命直减时 趁着这个间隙 灵恩立刻冲到了 隔壁的手术室 一把操起砍刀 凶狠地举了起来 小样和我斗 等死吧你 大不要以后换右手 在砍刀 即将砍向舌头的危急时刻 左左快速地 从手术台上 拿了一把手术刀 抵在那砍向自己的大砍刀上 来啊 互相伤害啊 你完蛋了 我今天一定会先剁掉你 然后再把你 泡到药瓶子里面 做成标本 我给你一次离开我的机会 只要你现在离开我就饶你 这句话 应该由我来刷了 你只要乖乖把你的脑袋 让我吃掉我就放过你 看来咱们没得商量了 谁要和你商量啊 杀了你 他们一路从手术室 打到炼药室 再打到前厅 最后再打到后院 一时间竟是难分敌手 战况胶着 丁 您的战斗能力加三 在这战况激烈的时候 灵恩的大砍刀 竟被震飞了出去 你完蛋了 说吧 左手就要朝他的命根子切去 好在灵恩动作 迅速成功躲过了这一刀 不然可想而知 下一刻 灵恩一个重心不稳重重地 摔倒在了地上 即便这样 他也依旧死死地抓着那左手 就在这危急关头 灵恩猛然看到那之前 给后院除虫时剩下的那瓶农药 同时佐佐也注意到了那瓶 超强化本敌敌味 你又想嗑药弄我 别痴心妄想了 你够不到的 灵恩冷笑一声 是吗 随即他立刻发动血肉灾变 顿时在那脸颊上 长出了一只袖针的小小手 然后当着他的面 拔出了药剂瓶的塞子 佐佐对您的畏惧度 加二十 佐佐开始慌了 就在他高频率的惊恐叫声中 满满的一瓶农药 咕嘟咕嘟地 就灌入了他的嘴里 没一会 左手彻底麻了 被填满了 整个嘴里 都灌满了黏糊糊的奇怪液体 惺惺的难以下咽 灵恩长呼了口气 总算是给他灌进去了 叮 宿主您获得了异常状态 农药中毒 轻微 警告 您磕下的农药 诱发了您体内 残余毒素的反应 毒性开始反扑 叮 您的异常状态 农药中毒 轻微 转变为了 农药中毒 猛烈 瞬间他的胃里面 翻腾了起来 一股巨大的呕吐感 瞬间就从他全身的 每一个毛细血管中 生腾了起来 草率了 既然自己中毒 会让那个变异体起反应 那给这个变异体灌毒 自己岂不已 你这个 愚蠢的魔体 灌我毒 也得 此时后院的地窖内 小宝贝 忽呼大声 而下一刻 他就被滴落下来的 声音给惊醒 他仔细嗅了嗅 地上的一滩不明液体 然后又填了填 下一刻 他感觉像是吃到了大便一样 开始呕吐了起来 叮 小宝贝对你的好感度减二十 这时候地窖口 再次传来声音 凌温正对着里面 就狂吐了起来 在这种状态下 左后艰难地 抓起旁边的刀 想要乘趁这个时候 给凌温来一下子 终于左手再也忍不住了 一下子 就趴在凌温的身边 对着地窖呕吐了起来 等我吐完 我再杀了你 哦 叮 小宝贝对你的愤怒加二十 休战 等我缓一缓再剁了 我现在也对你没胃口 我待会再吃你 一人一手 一直相安无事地休息了一回 这时凌温怅然 要不我们暂时先和平相处吧 你觉得呢 好像是个很好的提议 我赞同 一句身体里面 有两个意识这种事情 其实想想 也是可以接受的 是啊 到头来也是两败俱伤 和平共处就好了吗 短暂的寂静过后 一手一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下一个就又流泪了 凌温气愤道 我就知道你想偷袭我 还好我反应得足够快 没想到 你居然这么恶劣 明明是你想趁我不注意剁掉我 你才是恶劣的家伙 杀了你 你完了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请问店里面有人吗 我需要治疗 您出发了任务 诊断病症 任务奖励 200骷髅病 基础经验100 特殊奖励1 要不是有顾客光临 我现在就剁了你 你这个恶劣的家伙 要剁也是我先剁了你 来了 客人快请进 来到前厅后 便看到了一个羊头人身的身影 羊头怪 种族 异生物 属性 混乱中立 等级69 战斗能力 强大的进战能力 介绍 游荡在黑暗世界的异生物 他们自认为自己是不可名状的森枝黑山羊纱布 尼古拉斯的子嗣 但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在牵抢附会 因为毫无疑问 他们与这个世界的猪如猪肉魔 狗头怪等生物并没有多大区别 那个羊头怪看到这个从走廊跑过来的少年 他顿时一愣 他不是很明白 这个举着两把刀过来的人类是什么意思 要抢劫吗 门口写着血句要祭奠 应该是要祭奠没错的吧 一阵阵刀剑相机的声音 瞬间就把他吓了一个机灵 那个 林恩直接转头 露出了他那和善的职业性微笑 欢迎 我是这里的伙计 因为老板出去了 所以我就是老板 请问顾客有什么需要的吗 羊头怪三指减一 我是一个外乡人 那个 我是说 我好像有点病 听说这里民风淳朴 又恰巧路过 所以想看看 能不能找个医生瞧一瞧 那你可就找对人了 实话和你说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方圆百里之内 也就只有我们这一家药剂店了 放心 不管你得了什么病 我保证给你要到病除 说完 他又继续使劲地对左手展开压 你能不能消停会 没看到客人来了吗 有吼 越打越起劲了是吧 看见 而这火花四剑的刀光 看得羊头怪心里 是一颤一颤 不对劲 不对劲啊 这个药剂店总感觉 和正常的药剂电话风 有所区别啊 那个 我觉得老板 您是不是还有一些自己的事要忙 要不 要不我改天再来 而下一刻一把砍刀 直接飞了过来 直接擦着羊头怪的脑门 插在了他身后的墙壁之上 就差两公分了呀 羊头怪三指减十 对不起对不起 林恩迅速地冲到他的身边 一把拔出了那刚刚脱手的砍刀 随后满脸歉意地表示 不好意思 不小心手滑了一下 没吓到您吧 羊头怪有些呆滞道 呃 没 没有 那个我是说 您真的是手滑了一下吗 不像啊 总感觉好像是因为 自己表现出了想要走的迹象 所以才丢过来的呀 确实是手滑了一下 确切地来说 因为听到您要走 有一些小小的分神 影响了我的判断 所以才导致我的刀 不小心飞出去的 实在不好意思 真的吗 羊头怪总感觉这个理由 超级的离谱 您不要怕 快请进 说实话 今天您还是我们小店的 第一个客人 实在是让我有些激动 当羊头怪看到那一片 狼藉的场面 心中不由升起了一股疑虑 这家店怎么到处都是破了 难道刚刚经历过一场 黑帮大战吗 林恩用脚从柜台前 拉出了一个凳子解释道 因为本店进来刚刚装修 但是我向你保证 除了简陋一点之外 医疗店该有的 我们都有 放心 一定能给您一次 愉悦的消费体验 可羊头怪总感觉 不是那么回事 说是装修 骗谁呢 这抓痕怎么看 都是战斗留下的 而且这个老板 从进门时 就莫名其妙地 自己砍自己 他不会是个精神病 会不会随时把我刀了 不行 不能待在这里 得想办法出去 那个 我是说 我能先出去转转吗 我觉得我刚才左脚 先踏进来 似乎有些失礼 林恩露出了 有些惋惜的表情 这样吗 您是不打算 在我这里治疗了吗 羊头怪咽了口 唾沫颤抖到 如果 我是说如果 是的话 会怎样呢 当然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顾客就是上帝 上帝有选择的权利 说着林恩又转过头去 对着左手用出了 你刚才更加凶猛的速度 砍了起来 砍死你 我吸你的心 砍死你 这一下羊头怪更害怕了 为什么他会有两幅面孔 他为什么左右互搏地 说着砍死你这种狠话 这里怎么看 都只有自己一个其他人了 他这是指桑骂怀地 暗示自己什么吗 黑店 果然是黑店 羊头怪越发慌张了起来 这里就是游魂像吗 这冥风好淳破啊 我去 看了看他还在左右护博 冒着火花的刀子 权衡利弊之后 还是决定先看看情况 那个 老板请问 您拿两把刀护博是为了什么 是在修炼某种强大的战径 林恩一正 不是 只是单纯地想把左手剁掉 喂 为啥 具体也不能和您多说 您只需要知道 这只手不是什么好手 是会吃人的 刚才还想吃掉我 我要是不遏制住他的话 他保不准连顾客您都想吃 当然了 您尽管放心 有我在 他伤不了您了 羊头怪有些瑟瑟发抖 真的吗 为什么总感觉是你在拐弯抹角的暗室 想杀掉我啊 你不能欺负我这个外乡人啊 就算我智商低 你也不能这样侮辱人啊 这绝对是一家黑店 要是不赶紧走的话 怕是要交代在这里 而且黑暗世界 怎么可能还会有人类在这里开店 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不正常了 因为正常的人类 根本不可能这么自在 走 现在必须想办法离开这里 凌云顿时喜笑颜开 不需要等太久 我立刻给你诊断 说吧 他立刻从柜台翻 找起了自己的听诊器 听到那工具碰撞的声音 羊头怪立刻站起来 尽量不让自己发出声响 向着门外捏手捏脚 诊断你MLGB 你明明就是想杀了我 都写你脸上了 我要是再留下来 我就是真的脑子有病 黑店 老子溜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身后骤然传出了一声铿锵的巨响 随即便是一声爆哭 想跑 让你跑 我让你闪 你以为你躲得了吗 羊头怪 San只剪十 他停下了脚步 一动不敢动 嗯 那个 我就是起来活动一下 这游魂巷到处都是我的好邻居 我剁不掉你 待会我就让我的邻居姐姐来剁你 这是在对我做出的最后的警告我 而且这附近还有他的帮手 妈的 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威胁我 老子也不是吃素的 待会先接近他 然后趁其不备先下手为强 正当羊头怪要吓什么时候 林恩的一句话彻底给他吓梦了 你最好老实点 信不信我现在就剁了 吓得羊头怪飞快地把刀缩了回去 客人 我找到听诊器了 客人 您怎么了吗 没 没什么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都听您的 殊不知早已被吓坏的羊头怪症 用着自己的菊花 夹着那刚要袭击林恩的匕首 羊头怪按照林恩的要求 把听诊器的一端放在自己的心口上 而对面的林恩 依旧压制着自己的左手 显然是已经进入了绝力的阶段 听了好一会 林恩眉头微微一皱 瞬间羊头怪的一颗心一下子 就提了起来 医生 是发现一些不好的情况吗 他怎么不说话 是在思考怎么宰了我 打腰子 我的腰子一点都不好吃啊 放过我吧 林恩认真道 你的心率有些不齐 似乎不久前刚刚受到过剧烈的惊吓 让你的肾上腺素有些激增 如果单单只是这样的话 倒也没什么 羊头怪一脸妈卖屁 我受到过什么惊吓 你心里一点避数都没有吗 林恩镇定地望着他 不过 我看你印堂发黑 目光无神 嘴唇还有些发紫 这大概率是中毒的迹象 如果中毒之后 再受到大量惊吓 导致血液快速循环 那可是会危及生命的 羊头怪有些不敢相信 开玩笑的把医生 对了 你之前是不是去过什么 瘴气浓重的地方 有没有被什么东西袭击过 是有去过一处沼泽 没有被袭击 只是单纯地被里面的藤蔓划伤过 我包扎了一下 也就没有当回事 兵 辅助诊断中 特殊毒物人面疼 以收入资料库 林恩迅速地和想要偷袭的左手 对了几下刀 然后立刻转头解释 你应该不是被普通的藤蔓划伤 而是人面疼 人面疼 是一种生长在潮湿阴冷之地的剧毒植被 通常会潜伏在地下 然后伺机向路过地生物发动攻击 不过人面疼的毒潜伏期很长 一般情况是不会致命的 羊肉串开始慌了 那不一般的情况呢 首先要避免受到惊吓 避免让心跳过速跳动 让自己保持一颗安静祥和的心 防止血压升高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可下一刻就在羊头怪的注视之下 他的左手一下子膨胀了数倍 露出了锋利的牙口 一下子就把林恩的脑袋含了进去 羊头怪散值减二十 林恩用血肉栽变迅速地把脖子硬化 防止被咬断 然后伸出脚 用力地撑住左手巨口的下额 使劲地往外撑 第二 如果已经出现了毒液扩散的情况的话 那就会全身逐渐地散发出一箱 而在这个时候 特别容易引起邪恶的生物的吞噬雨 不过还好 我们药剂店很安全 没有邪恶的生物 而全身散发着一箱的羊头怪就坐在那里 被那锯口当中搭拉下来的机米 长得黏糊糊的舌头 一下一下地无意识地舔着着他的脸颊 羊头怪惊恐度加一百 第三 如果一箱已经全面出现 并且吸引到了邪恶的生物的话 那就必须立刻进行放血治疗 晚一分钟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羊头哥立刻从菊花拔出刚插进去的匕首 顿时鲜血直流 还夹杂着珍珠 一块喷涌而出 灵恩赶紧伸手制止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 应该是喝大量的水和恢复药剂 遏制毒液聚集 放血是快速解脱的方法 不宜使用 可却为时已晚 羊头哥就那么静静地看着灵恩 你这么早说啊 话说客人啊 你怎么这么着急呢 我话还没说完 你就这么急着自我解脱啊 羊头怪也是无语 我特别也没想着解脱啊 你话说一帮我肯定急啊 止血 快帮我止血 那精准的脚法 一脚就踢进了他的菊花 黄彪的鲜血瞬间就遏着 顿时羊头怪整个人都搭拉了下去 大汗淋淋 我能不在您这里治疗了吗 您饶过我一次怎么样 我可以发誓 以后我见了您 肯定绕着道走 真的 羊头怪崩溃值加二十 灵恩落寞道 对不起 我还是个新手 让您有了一些不愉快的体验 可是您出了这个门之后 这方圆百里之内 也没有其他的药剂店了呀 羊头怪一下 跳起来指着他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附近这么多村镇 怎么可能救你这一家药店 真没了 以前是有过的 但现在都在 后院的标本室里泡着 这一刻 羊头怪彻底崩溃了 一条硬汉子愣是跪下 大哭了起来 他想到了自己的爹妈 想到自己这浪荡在外的三年 想到了信里 已经两岁大嗷嗷逮捕的孩子 而自己马上就要交代 在这家黑店里 他哭得更崩溃了 您别哭了 放心交给我吧 我是医生 我保证您能够健健康康的 走出大门 而且人面疼的毒 并不是特别的猛烈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算是一种慢性的毒药 而只要找到 正确的药剂中和的话 还是很容易驱除 然后他利用血肉灾变的小手 迅速地将几种药剂 按照合适的比例 进行调制 初步配置完成之后 林恩眯着眼睛 接下来让我给您打一针 几针下去 虽然不能说是药道病毒 但也绝对能让您生龙活虎 等等 这么大的针 你怎么打呀 血管会被撑爆的 放心 不从血管打进去 而是从你的小菊花 羊头怪完全被吓住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随后林恩直接将 插在他菊花上的鞋子 硬拔了出来 还别说加的还挺紧 兵 羊头怪对您的惊恐度 加二十 请客间 血居要祭奠就传出了 那羊头怪 响彻天际痛苦的声音声 面面 数分钟后 羊头怪露出 他那性感的屁股 呆滞地趴在椅子上 怎么样 效果是不是非常的良好 我给您配置的药剂 是我老师研制出来 专门针对人面 腾这种毒物的特效药 您到来我们血居要祭店 绝对是找对地方了 我和您讲 其他地方 还真不一定有 我们这里的疗效呢 羊头怪呆滞地趴在那里 说来也确实是奇怪 十几针下去 虽然精神上 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但是身体当中的那种 异常的虚弱和昏沉 确实是得到了很大的遏制 甚至就连从身体当中 散发出来的一箱 都慢慢地淡 难道说 这其实不是家杀人越货的黑店 是一家很正经的药剂店 是自己弄错了吗 羊头怪有些疑惑地询问林恩 你不会是想把我医好 然后再把我切片吧 林恩死死恶之拙 想要吃他的左手刀 怎么会呢 我们血居要祭店 一向秉承着顾客及上帝的宗旨 只要您有钱 不要说是把您切片了 您把我切片都行 丁 您的安抚经验加二 丁 羊头怪的精神 得到了很大的宽慰 您正在成功 向着一名合格的 能让人感到安心的医生方向迈进 听到林恩这么说 羊头怪这才放下心来 对了 那如果我没钱呢 顿时整个药剂店一片寂静 甚至就连还想咬林恩的左手 也都停了下来 林恩正了正 提起了刀 没钱 羊头怪瞬间就炸毛了 丁 羊头怪散直解二 有 肯定有 有很多 他以平生最快的速度 刷刷地从裤裆里 掏出了一袋袋骷髅臂 看到那一袋袋小钱 林恩的脸上 立刻又露出了和善的表情 真的吓死我了 客人你不要随便开玩笑呀 弄得我以为您是来吃霸王药的 我都想好搁您身上的哪部分了 我心脏扑通扑通的 都快被您吓出来了呀 羊头怪 血压加二 他立刻插开话题 那个 您药剂的效果感觉疗效很不错呀 这才几分钟的时间 我都感觉比以前好太多了呢 林恩数着钱 露出了会心的笑眼道 当然了 我老师以前专门大规模地培育过这种毒物 对怎么治疗这种毒物 自然是有所心得的 可以说 整个黑暗世界 只有我们店有人面团的特效药 这 这样 那如果是其他地方的生物中了这个毒 那还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这个您就放心好了 除了我们这地方 别的地方也不会有这种 羊头怪僵在了那里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这其中 潜藏着一些特殊的逻辑关系 客人 已经为您算好账了 一共给您打了21针 一针100 一共2100 小菊花的包扎就当送您了 我点了一下 您还差400骷髅币 羊头怪下意识地潮裤裆摸了摸 然后又掏出一小袋钱 放在桌子上 这里有300 还差100我再找找 随后他立刻全身上下摸索了一遍 问 完毒刺了这下 瞬间他整个人就空洞了下来 没 没有了 这时林恩将一个明露 推到他的面前说道 钱不够是吗 没关系 我们这里 也可以用身体的部位来结账 您过目一下 来来来 你看看用哪个部位来抵账呢 指尖上面写着 腰子 1000 眼球 200每克 胳膊 250 这边我是建议您留下眼珠子 等日后您赚够足够的钱之后 随时可以来我这里赎 我们会妥善为您保管的 等 等一下 我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可以用来抵账 你看一下 这是我前几天在外游荡时间的 好像是什么东西的零件 我觉得可能会很值钱 所以就留下来了 秘银头骨碎片 品质 稀有材料 介绍 特制秘银打造的高强度头骨碎片 这种经过特殊工艺锻造的秘银非常珍贵 常被魔人协会用于打造强大的生物兵器 凌恩瞳孔瞬间一缩 魔人协会 他仔细端倪着那块碎片问道 这你是在哪里捡到的 羊头怪一脸猛逼到 西边的一处丘陵 大概一百多公里吧 我去的时候 那里似乎刚刚有过一场战斗 我也不敢久留 所以随便捡了一些零部件 就飞快跑掉了 说着他又从包裹当中 摸出了几个同样严重烧毁的碎片 而无一例外 介绍上面全部都与魔人协会有关 不知道这些东西可以用来抵张布 凌恩飞快地答应了下来 当然没问题 冰 恭喜您完成了任务 您获得了奖励 200骷髅臂 基础经验100 特殊奖励 辐射的断指2 辐射的断指 类型 消耗品 介绍 不知名生物遭遇辐射之后 长出的额外的肢体 食用之后 可让身体短暂产生巨量辐射 见状羊头怪逃命似的 冲出药剂电消失的无影无踪 此时的凌恩表情逐渐严肃了起来 魔人协会的生物兵器 别睡了 醒一醒 咱俩暂时休战 现在有更紧迫的事情 傻子才听你的 瞬间左手猛然膨胀一口 就将凌恩的整个脑袋含在嘴里 这一刻左手有些诧异 他竟然不反抗了 随后将他吐了出来 随即嘟囔道 你怎么不躲了 凌恩则是非常镇定 之前农药喝得有点影响了我的判断 冷静下来后 我大概明白了 你根本不敢吃我 左左冷笑道 是吗 老娘现在就吃了你 怎么样 怕了吧 只要我动动牙齿 你的脑袋就没了 现在球儿还来得及哦 态度诚恳的话 本姑奶奶或许还能放你吗 凌恩打了个哈欠 说完了没 要吃就吃 别拿根破舌头在我面前晃来晃去 你小子真的不怕我吃了你 怕什么 之前我喝毒药你会起反应 你喝我也会起反应 同理如果你吃了我的脑袋 你应该也不可能独存 说到底 我们其实是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的关系 对吧 一时间左左近背说的有些愣住 随后他继续反驳道 不 我只是不确定咬掉你的脑袋后 会对我产生什么不好的反应 但这不代表 我不会不吃你啊 见此凌恩越发嚣张起来 来 往这里咬 给你吃 来啊 你看看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既然你不敢吃我 那不如我们俩就此休战 丁 您的任务 身体的反应 当前完成度50% 介绍 您通过大量的农药 让变异体 被淡掉你之后 自己是否还能存活 产生了怀疑 但变异体 依旧对您保持着很强的敌意 丁 您触发第二阶段任务 任务实现抹销 任务目标 在与变异体的相处中活下去 不要让变异体察觉到 干掉你 其实他并不会有事的真相 凌恩一脸问号 等一下 难道说干掉我 其实他是可以毒活的吗 嗨 开什么玩笑 那刚才他要是真的一口咬下去了 那我岂不是白死了 凌恩 send直解释 左左上下 打量着突然流汗的凌恩问你 你怎么了 不然那可是一尸两命 拖加戴口的死 我想你也不想最后 落得个自己把自己干掉的下场吧 这要是传出去 那可是要笑掉大牙的 哼 那就让你再多活一段时间 好了 先说正事 昨天晚上来的那个怪物 是魔人协会的造物 而我在老师的日志中 见他提过这个组织 根据日志里的记载 我老师曾经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但根据昨天的经历 老师十有八九和这个协会 有了很深的矛盾 昨天那个血肉傀儡 傀儡实际上就是来这里灭门的 只是他没有找到老师 却找到了我 而且看这些碎片 魔人协会的势力 已经渗透到了附近 昨天晚上干掉那个傀儡之后 魔人协会 一定已经通过特殊的手段 知道了发生在这里的事情 这时左左开口道 是我干掉的 不是你 林恩无视掉他的话继续分析着 而如果我是他们的话 我肯定会继续派人来这里探寻 要么调查 要么亲自 如果他们发现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的话 那他们必然二话不说 就会把我捏死 要么今天晚上 要么明天 我们一定会迎来第二波的危机 左左气愤道 关我什么事 你不要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 咱俩现在是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我如果被杀掉 你也会一并隔平 随即林恩露出了欣慰的表情 摸了摸他的手背 先消消气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一边出来的 但你毕竟是我身上的一块肉 而且还是我用的最多的左手 按道理来说 你应该和我非常地亲切才是 安抚经验加二 那先说好 来的人必须我吃 没你的份 还有不许喝龙药 合作只先这两年 成交 傍晚时分 林恩在那个血肉傀儡的空壳当中 仔细地搜索了一遍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 自己昨天遗失的左轮和踢骨刀 看着那呼呼大睡的左手 在结合左手的介绍 自己最大的底牌 无面膜的心脏 恐怕已经成为了这个家伙的一部分 那也就是说 自己的左轮和刀 很有可能被他吞了下去 要不找找 于是他做了一个大的 只见他控制着血肉栽变的那根触手 小心翼翼地从左手的嘴里伸了进去 嗯 好伸 他以为会伸到自己的手臂里 看来完全不伸 这个变异题果然没那么简单 虽然看似是长在自己的身上 但是实际上很有可能自带一套 属于自己的特殊的内部工房 终于 一路畅通无阻地抵达了最深处 林恩的触手 立刻就碰到了诸多难以名状的 没有消化的肉块和机械组织 看来被他吞下去的怪物组织就在这里 随即 他开始进进出出地往外掏 定 您获得了破碎的核心一 您获得了腐朽的血肉组织一 您获得了裂魔组织一 您获得了血剧的踢骨刀一 林恩眼前一亮 找到了 果然自己猜得没错 自己的那两件装备 全都被这个变异体吃到了肚子里 而且没有丝毫的破损 毕竟是传说级的道具 又怎么可能会那么轻易地磨损 自己终于又完整 随即他的目光一瞥 要不趁这个机会 再摸点东西出来 说不定那个怪物的身上 还有一些东西保存完好 毕竟 鸡不可施施不再来 随即再次小心翼翼地 将触手伸进了左手的嘴里 随着不断地伸挖 林恩的眼睛越来越亮 果然 存货巨多啊 这么多的好东西 如果全被他消化掉的话 那简直是血亏 定 您获得了聚焦之铜一 定 您获得了龙溪之手 破损一 定 您获得了怨灵发丝一 迷迷糊糊的 左手只感觉到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自己的嘴里 而且每一次都顶到嘴里面 非常的让人感到不愉快 当他清醒了过来 瞬间就看到正控制着触手 往嘴里深入的林恩 可恶啊 无耻 变态 下流 左手那锋利的牙口一下子 就朝着林恩咬了下去 叮 宿主的生命只损失 喂 你真咬啊 不是说好合作的吗 你什么意思 你说我什么意思 我还要问你呢 在本姑奶奶嘴里放这么奇怪的东西干什么 想打架吗呀嘞 你听我狡辩 我只是想找一下我昨天被你吞进去的几个道具 我并没有想要和你开战的意义 真的 短暂的寂静 左手发出了肚子饿了的咕咕声 随即一人一手就又拿着刀扭打在了一起 我就说肚子怎么感觉空空的 原来都被你抛了出来 杀了你 居然虎口夺食 都说了你听我狡辩 给我一个狡辩的机会啊 但就在这个时候 林恩的耳边响起了戏土的提示 第一 您触发任务 不平静的晚上 任务目标 在三个猎杀者的搜寻中活下去 奖励 扑楼币一千 基础经验一千 特殊道具一 额外特殊任务目标 击杀全部猎杀者 奖励 传说级特殊道具一 传说级技能图图一 任务介绍 由魂巷的夜晚 暗流汹涌 经历了昨晚的死战之后 新的危机已经酝酿 诡秘的猎杀者 就像是猎犬一样寻生而来 请努力隐藏 林恩表情瞬间严肃了下来 死死捂住左左 嘘 安静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他们来了 此时门外的魂灯闪烁着 然后悄然暗淡了下去 这意味着夜幕降临 游魂像 黑雾云洞 目标搜寻 发现血肉傀儡三型血迹 样本采集中 样本匹配完成 正在展开情景再现 而在那个怪物的身后 还跟随着两个 和它长得一模一样的怪物 而为首人头诸身的怪物眼中 瞬间冲血 然后在地面之上 投影出了一片血色的画面 画面当中 浮现出了昨天晚上 血肉傀儡临死前的 那血腥的情景 显然 它是用了某种特殊的手段 再现了昨日的场景 新军分析 血肉傀儡死于内部的吞噬与绷解 信息传输完毕 危险等级评估 A级可进行进一步的探查 与此同时 林恩正一脸严肃地盯着窗外的三只怪物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 他不再贴在墙边 以防被对方破墙偷袭 如果正面硬拼 肯定吃亏 最好偷袭 先干掉一个 佐佐 你灵活 待会你去门框上面蹲 咱俩分工合作 待会只要有人进来 咱俩一起上 我用触手缠住他 你直接一口吃掉 放心 这次的猎物都给你 佐佐有些气愤道 别叫我佐佐 你以为我和你的关系很好 但他还是翘无声息地拉长 悬浮在了门框之上 同时林恩也做好了随时触手的准备 和昨天相比 现在他可是多了一个什么都吃的恶劣帮手 林恩此时也分化出了四根触手 这也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看这一次的提示 来的肯定不是血肉傀儡 既然如此 那便有一战之力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林恩就像是黑夜当中的猎豹一样 准备伺机而动 下一刻 大门猛然打开 随即便看到有一个身影 缓缓地出现在了门口 林恩大喝一声 就是现在 同时隐藏在门框之上的左手 也是瞬间膨胀了起来 朝着门口的人影 张开了血盆巨口 一口就吞了下去 这时巨口当中 传来了两个惊恐的声音 林恩一愣 怎么感觉这声音 好像有些熟悉 二话不说 一大一小四条腿 正不停地甩动着 林恩也是已经赶紧制止 停 停 自己人啊 血衣恶灵三只简石 恶灵血音三只简石 几分钟之后 黏糊糊的血衣和萌娃 呆滞地坐在门槛的地上 血衣呆滞泥南道 感觉就像做了个噩梦一样 林恩有些恶然 女士 你们怎么来了 当然是担心你啊 白天那么急匆匆地就跑了出去 现在到了晚上 你居然没有来找我 如果再遇到 昨天晚上的那种怪物的话 那该怎么办 林恩被感动到了 果然在经历了 昨晚的并肩战斗之后 他们之间的关系 明显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提升 血衣警惕地望向林恩的左手 话说回来 刚刚差点把我们吃掉的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昨天晚上 我变异出来的那个家伙 把那个怪物吃掉的就是他 因为是我的左手 所以我暂时给他取名为左左 左手对你的好感度解二 血衣一脸的错愕 一只手 回想那晚的恐怖场景 那个怪物 被从内部一点一点地 吃空的可怕景象 这有些超乎他的想象 是一个无法用常理来形容的怪物 而且似乎他好像不太受控制 客套话就不多说了 今天晚上不会太平 昨晚的那个傀儡死后 他隶属于的那个组织 一定会派人前来探寻 今天必然又是一个不眠夜 但就在这十大门外 瞬间传来了一阵又一阵 利刃撞击地面的事 林恩和血衣立刻就警惕了起来 随后心照不宣地同时跃起 附着在了房梁之上 静静地注视着门口的动静 萌娃眼瞅着旁边 同样伺机而动的左手 随后便伸出了舌头舔了舔他 左手一猛 瞅了瞅那萌娃 他也试着伸出舌头 舔了舔萌娃的脸蛋 冰 恶灵血鹰对你的左手好感度加一 冰 你的左手对恶灵血鹰好感度加一 一时间就像是找到了 同样爱好的同道中人一样 彼此高兴得你一下我一下地 刺溜了起来 怪物之间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 见到这荒诞的一幕 林恩气急败坏地压低声音 别舔了 来人了 与此同时 门外的黑雾当中 三个庞大的身影 缓缓地出现在了大门之前 目标地点已确认 正在展开扫描 下一刻 一丝鸿芒便开始对着眼前 空旷的店铺当中扫描了起来 见状林恩决定主动出击 他翻身而下 手持左轮瞄准那个怪物的眼球 不断开枪直至清空弹架 瞬间打在那个怪物眼筐上的 手丹的神圣力量 开始不断蔓延至怪物的全身 无数的电流在他的身上 噼啪炸响 林恩大喝一声 不用藏了 这次来的又是生物傀儡 准备战斗 既然目标都已经来到了家门口 那就正面应刚好了 目标已锁定 目标身份确认 目标击杀血肉傀儡三型 最高危险等级 猎杀 几乎是一刹那 那三个怪物的身形动画 对着他展开了迅速的猎杀 好在左左关键时候 拉开了林恩躲开了这致命一击 在躲开这致命一击后 他面前也是快速地浮现出了 那三个怪物的剑 猎杀者120型等级 未知 属性 无 种族 生物机械聚合体 战斗能力 极快的速度和强大的愈合能力 介绍 魔人协会的顶级猎杀工具 以速度和敏捷著称 拥有极强的斩杀能力和追踪能力 常被魔人协会用于执行猎杀任务的超强猎杀工具 因为没有灵魂 所以无惧精神层面的攻击和精神诅咒攻击 果然是魔人协会的造物 而且跟之前的那只傀儡三型相比 这些蜘蛛怪的动作要迅捷很 过来了 你快去吃了它吗 你厉害你上啊 它们左凸又闪的根本吃不到 那三只怪物完全是盯上了灵魂 不断地对它展开猛烈的攻击 由于数量上的压制 除了不断躲避灵魂 根本毫无办法 而也就在下一刻 一到更快的利刃 就快要划过灵魂面门的时候 一到红色的身影 瞬间出现在了它的面前 挡下了这一击 交给我吧 随即它那半米长的指甲 便与那两个猎杀者 利用交通战斗器 而它眼中 还在不断闪烁着兴奋和病态 全身更是因为心态 而不停地发着插 看到这一幕 灵魂一下就明白了 血衣已经进入了 那般巅狂的战斗状态 那就拜托你 二话不说 它迅速地拉开距离 左左那个猎杀者就交给我们了 咬它 不用你教我 左手宛如长蛇一样 猛然向着那个猎杀者 展开了进攻 左左那恐怖的力量 刹那间 便将那个猎杀者 那一刻 它便迅速做出了反应 它身体猛然一跃而起 就像地虎一样八条腿 刺入了墙壁当中附着在墙上 随即它眼中的红光急促地闪动 目标分析 为之生物体 展开猎杀 下一刻 它的整个身体 竟是宛如刀刃旋旋风一般旋转了起来 然后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灵魂的方向 黄涌而去 灵魂控制着身体生长出来的四根触手 一边击落飞来的碎石 一边飞快的后退 同时 它猛然扣动弯机 一颗颗猎魔子弹 落在了那恐怖的高刃旋风之上 在子弹附带的神圣伤害之下 那个猎杀者的速度 也很快出现了大幅度的降低 兵 您的枪械精通加二 灵魂大喝一声 左左趁现在 瞬间左左张开了血盆巨口 朝着怪物暴射而去 长长的舌头 瞬间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转瞬间便化作了数以百计的长舌 宛如利剑一般 向着那刀刃风暴而去 此时的道调塔大厅中 一名穿着长袍的机械结构的男人 带着卫士走了进来 他目光阴沉 声音更是无比的冰冷 前往游魂像探查的 那三个猎杀者联系上网 这是一名蒲丛骤然转身 单手锤胸严肃道 信号已经建立 谢魔父会长 我们随时可以接管 那三个猎杀者的控制权 把视觉画面接过来 我要游魂像的第一手信息 是 随后那几个蒲丛迅速地操作着 当画面呈现后 他立刻就捕捉到了 那个画面当中那个病态 而兴奋的红衣恶鬼 那疯狂舞动的身影 竟是完全将那个 两个猎杀者压制了下去 谢魔表情微微凝重 没想到 居然是血衣恶灵 这个恶灵聚合体他认识 特别是在罪孽城当中 这个独来独往的风雨人 非常有名 因为他是一个 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展开杀戮的恶鬼 而特别是在他进入战斗状态时 那种不杀死对方 恃不罢休的病态和兴奋 更是成了许多高位强者 不愿招惹的存在 不过就算是他 也绝对不可能 击杀三行 血肉傀儡 随即他的目光 落在了屏幕中 凌恩的身上 难道说 是这个人类 但这也不可能啊 除了左手怪一点之外 真实的强度其实很差 但他还是注意到了 凌恩手上的那把猎魔组 没想到这个 看似雷弱的少年 居然还有那个 骚包男从不离手的猎魔组 而且还能让那疯女人 帮他战斗 而这足以说明许多问题 这数日以来 他通过各种方法 威逼利用 将曾经作为 魔人协会主导力量的 那数十个元老杀的杀 吸收的吸收 为的就是寻回 当年被他们分开 保管的巨像血肉组织 而根据巨像组织之间的感应 其中的一块碎片 就在由血剧所保管的 游魂像当中 而昨日的那个血肉傀儡 就是由他亲自派出去的 结果却杳无音讯 作为这次行动的 直接主导者 如果失败 自己就要承担全部责任 将我的神经 与三号猎杀者建立同步 随后他从后脑中 拔出了一根机械机口 插在了大厅的 血肉接口之上 是 副会长大人 神经信息同步中 身份检测 卸膜拥有最高权限 三号猎杀者神经元 同步成功 链接启动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灵温的耳边 立刻就传来了提示 定 警告 危机急剧攀升中 您触发紧急特殊任务 我下去 任务奖励 基础经验一千 呼噜必一千 特殊道具一 几乎是听到提示的刹那间 灵温立刻就察觉到了 眼前这个猎杀者的不同 与之前的眼神相比 现在这个猎杀者的 双眼冰冷且睿智 不再像是机械 更像是一个人 剧烈的危机感 瞬间袭来 哇 左左小心 他瞬间就要后退 想要拉开距离 可那个猎头者身躯 瞬间便以电光火石的速度 向着他的方向暴射而出 此时的左手 还想要顾忌重施 下一刻 他张开了巨口锋利的舌头 便向着那个猎头狂涌而去 转化 高温 强热手气 猎头者的瞳孔 瞬间覆盖上了一层高温的火光 而他的手臂上的螳螂刀 也是流淌出了 极致灼热的光流 迸射而出了无数的火星 狂乱的高温刀刃瞬间斩过 左左那长蛇一下 就被那极致高温的切割 给切掉了一截 一声痛痛的大叫后 左左迅速地缩了回去 蛇蛇没了 都怪你不早说 林恩咬着牙询问道 能恢复吗 下一刻左左一甩舌头 那断了一截的舌尖 瞬间就长不出来 而几乎是在同时 那个猎杀者 几乎是宛如残影一般 便出现在了林恩面前 朝着他的脑袋斩去 左左一把便将林恩的 踢骨刀抽了出来 与那猎杀者展开了正面的刀战 显然刚刚被一刀斩折的怨念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高光相撞 无数的火花爆射 但是林恩一眼就能够看出 眼前的猎魔者 仿佛是换了一个人一样 战斗经验极为丰富 每一次的进攻都游刃有余 虽然左左这边攻击也是灵力 但显然少了一些章法 更像是用蛮力甩出去 无乱侃侃的乱披风刀法 林恩训 无断 朝着侧翼开枪给左左打辅助 可效果依旧甚微 左左快点展露出 你干掉那个血肉傀儡的实力 你昨天不是超勇的吗 你在狗叫什么 那是从内部吃的 而现在是外部 我就算是想吃它 它也得划我一嘴的盗子 我就是医生啊 它给你划烂了 我再给你缝起来啊 可根本没有机会啊 林恩飞快后退 躲闪着猎魔者的攻击 果然是随时就会死的一世界 既然没有机会 那我就来给你创造这个机会 说吧 林恩从怀里抓出了一颗 漆黑布满囊中的眼球 聚焦之铜 类型 诅咒之物 能力 由血肉傀儡使用之后 可发动凝视诅咒 限制 需要彻底与身体聚合后方可发动 介绍 它的眼中充满了诅咒和怨气 它的目光所及 万物都会在它的视野当中溶解 一切都在融化 都在崩解 在拥有血肉灾变的能力之后 同样它也有了能将这颗眼球 融入到自己机体当中使用的能力 作为狠人的 它毫不犹豫地直接将自己的右眼抠出 并 您的生命力正在损失 下一刻 那一颗血淋淋的眼球 就被它从右眼眶当中抠了下来 随后它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小笔子 然后直接用力地将那怪物的眼球 直接导入了自己的眼眶当中 眼眶标写的灵恩 立刻就发动了血肉灾变的能力 顿时大量的神经组织 迅速包裹了那枚聚焦之铜 并 您链接了新的器官 聚焦之铜 警告 聚焦之铜的能级过高 您对于多余肢体的控制大幅降低 左左万万没想到这家伙这么疯狂 居然跟那个怪物的眼球融合在了一起 左左让开 灵恩瞬间大火 捂着那不断标写的右眼 整个人因为右眼带来的巨大附和 都勾搂了下来 听到声音的瞬间 左左猛然缩毁 灵恩猙獰的目光 聚焦在那个猎杀者的身上 凝视诅咒 发动 下一刻 无数密密麻麻的黑线 开始不断朝着瞳孔聚焦 猎杀者在感到巨大的危机来袭之时 也是本能将速度提高到了极致 快到甚至出现了残疑 但是诅咒也发动 目光所及 不管是墙壁 还是地板 瞬间都溶解成了粘稠的僵硬 那声音仿佛是一声恶灵 被烧焦发出来的尖锐闻药 卸磨脸色巨变 聚焦之铜 这怎么可能 这一刻 就算血肉傀儡不是被这少年所杀 但也绝对和他脱不了干系 必须将他彻底斩杀于此 下一刻 卸磨控制着裂魔者 顶着那刺骨的腐蚀和溶解 朝着灵恩静直冲杀而来 灵恩疯狂的大吼 就是现在左左快 这一刻 左左抱势而出 露出了热血而锋利的嬉笑 好的 露出了一个撕扯力 瞬间向着整个街道席主 地面的石砖被崩开掀起 周围的建筑咔咔作响 不断开立 甚至弥漫在街道之上的漆黑雾气 也化作了龙举滚滚 吸入了左手的口 卸磨脸色大变 这一刻 他不得不立刻停下 用力将双刀插入地面 防止自己被那巨大的稀释力 吞入那宛如黑洞的巨口当中 此时的灵恩 依旧死死盯着卸磨等待着机会 很快泄磨就预感到了不妙 不好 可却为时已晚 灵恩露出了一个滚密的笑容 你这长得跟大便一样的臭虫 总算是给灵北锁定到了 被灵恩聚焦的一刹那 猎魔者的身上 立刻就狂涌出了诅咒 警告 机体出现大面积 溶解损坏 他那猪脚 冒出了无数囊肿和水泡 不仅如此 他的面容 更是被溶解的面目全非 紧急开启强笑愈合 紧急开启诅咒反制 这时灵恩拿出一个盖着白布的大宝贝 随即嘴角露出了略带疯狂和病态的笑容 想回血 没那么容易 龙溪之壁 类型 重装生物聚合组织 能力 喷吐炽热的龙溪 介绍 血肉傀儡的禁忌型生物灭杀机体 乃是聚合了巨龙之手的强大灭杀兵器 炽热的龙岩 拥有对黑暗生物极强的进化效果 饱含着怨念的龙手 将会将他无尽的怨恨 全部给予他眼前的一切敌人 看清那大宝贝的泄魔 此时心中 升起了一股巨大的过暗 下一刻 灵恩将断臂丢上半空中 便立刻发动了灾变 瞬间无数的神经组织 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攀爬蔓延在了那只水壁的断口 兵 警告 机体超负荷运载 那一瞬间一声巨大的龙啸 响彻了整个夜空 龙溪发动 这一刻 昏着这个火光 好像是要灭杀这世间的一切不解以外 充满了无尽怒骨的赤热龙溪 就像倒扣的岩浆 朝着整个街道喷吐回去 赤热的火焰 瞬间便包裹了视野当中的一切 到吊塔当中 那巨大的屏幕掩饰 被那滚滚龙岩彻底占据 而下一刻 那三号猎杀者的屏幕 瞬间裂开 宗告 三号猎杀者机心融毁 神经元同步自动断开 泄魔大人 您怎么样 泄魔满脸猙獰 脸上那机械结构 还伴随着爆炸的火花 那个家伙 居然用了我给血肉傀儡 精心设置的杀戮兵器 他怎么敢 悖怒之下 他一拳就将面前的机器 轰成了碎片 因为在他看来 那个人类明显就是一个 战斗力雷弱的小子 除了他的那只左手 格外的诡异之外 能对他造成有效杀伤的 也就只有他手里那把裂魔组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人类居然可以将 血肉傀儡的生物兵器 填装在自己的身上 那个家伙绝不可能是人类 难道说 他是血剧研究出来的 一件生物兵器 这是唯一的可能 血剧以前就是 协会的元老级人物 他也是当年研究具象中 最尖端的几个生化怪人 这十年里 他躲在那个偏僻的地方 研究出的新的生化造物 也说不定 谢魔大人 一号和二号猎杀者 已经被那个血衣恶灵摧毁了 不用管 明天我会亲自 带着我的血肉傀儡 去挥挥他们 血剧找到了吗 其他的猎杀者正在追踪 从我们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 血剧大概率 是去了人偶庭院 他和那里的人偶夫人关系莫逆 谢魔眯起了双眼 人偶夫人吗 这下更有趣了 画面回到游魂巷 已经将那两个猎杀者 撕成碎片的血衣恶灵 也逐渐从那癫狂的诅咒状态下 恢复了过来 看着周围那狂勇 如火蛇般的火焰 即便是他 对于刚才狂勇而来的龙溪时 都感到一阵子的心急和震惊 他飞快跑出门外 找到林恩 林恩 你怎么样 我没事 可他那聚焦之铜 仅仅只是目光的对视 都能让人感到一阵阵的 诡秘和深寒 随即他用力将那聚焦之铜 挖了出来 就那么当着血衣的面 从怀里摸出那 装着自己眼睛的瓶子 一下就倒了进去 随后他迅速地 瞧着右脸 倒了一瓶恢复药剂 只是请客间 便以恢复如初 我这边已经解决掉了 你那边呢 没受伤吧 血衣嗡了一声 没想到这小子 还关系起自己了 还真是越来越讨人喜欢了 而佐佐此时 看到那被火烤的焦香的尸体 早已露出了他那不争气的口水 丁 您完成了任务 不平静的夜晚 您获得了奖励 骷髅币一千 基础经验一千 丁 您完成了额外任务目标 击杀三只猎杀者 您获得了传说及特殊道具 夜一转值任务图谱 您获得了传说及技能图谱 随机诊断术 丁 您完成了任务 眼前一亮 这一波堪称巨肥啊 他迅速查看起 刚刚获得的系统奖壁 夜一转值任务图谱 类型 任务品 介绍 他们是行走在黑夜中的医生 他们是一群 非常富有爱心的外科手术专家 他们的目标 是让所有的病人 都能露出幸福的效力 他们致力于帮助 所有的生物 驱除疾病的困扰 所以你遇到他们时 最好带点病 不然他们就会不开心 随机诊断术 品质 特殊传说及技能 效果 随便为目标 诊断出最高20种疾病 介绍 他应该是有病的吧 应该的吧 他不可能没病吧 多少得诊断出点什么吧 夜魔刀 类型 手术刀 品质 传说及 特殊效果 永不磨损 介绍 一把坚硬的手术刀 虽然身长半米的它 更适合砍人 但是帮人做手术 也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精湛的刀工 往往就体现在 精细的手术之上 而传说在晚上的时候 它能变得更加的丰锐 三个高品质特殊道具 外加大量的骷髅臂 和基础经验 可以说 今天晚上的这一波任务 一下就弥补了昨天的损失 而且自己已经达到了十级 只要处理完这次事件 自己就可以试着 转值新的职 不管怎么说都是美滋滋 经历了这两次事件之后 恶灵也已经意识到了 事情的严重性 灵恩那些机械 和血肉组合的生物兵器 要说哪个组织 专注于研究 最顶级的生物兵器 那就唯有魔人协会一家莫属 你怎么会得罪这么一个组织 我看你也很少离开游魂巷 莫不是你给人看病的时候 把人给看没了 所以才这么招人记恨 灵恩摆了摆手 具体情况 应该是和我的老师遭遇有关 不过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 联系上我老师 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是很清楚 时间不早了 今天大概率不会再有事了 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行 如果遇到什么 解决不了的事情的话 记得第一时间联系我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此刻正有一个 长着三个眼球的怪物 灵恩躺在床上 思索着今天发生的危机 虽然没有昨日的恐怖 但是那个猎杀者的变化 还是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也让他确信 当时控制那个猎杀者的 一定就是魔人协会的内部成员 也就是说 现在依旧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如果不找到应对方法的话 那最近几日 必将会遭到更加恐怖的袭击 必须想办法联系上老师 或者说小小 系统进入世界 伴随着巨大的恍惚和抽离 意识随之脱离了身体 下一刻 他便出现在了那熟悉的虚幻广场之上 头顶那巨大的瞳孔 依旧永恒不变地照耀着 而刚一踏入其中 他耳边就出现了大量的信息轰炸 区域信息分享 继昨日之后 游魂像再次出现极高强度的怪物入侵 入侵者疑似魔人协会的尖端生物兵器 请游魂像的居民停止外出 以防遭遇不测 区域信息分享 情报实时跟进中 在游魂像的战斗已经结束 参战一方 疑似声名远扬的恶灵女王 谢一女士 另外一位参战者的身份 疑似最近在游魂像小有名气的 血具要祭奠的学徒 点击播放 骷髅B30 林恩一愣 不是吧 这么快 就有情报泄露在世界了 而且居然还特么有视频 难道说当时在街道上 还有其他人 林恩迅速点击进入 下一刻 林恩就看到了自己那张入境的帅脸 画面之下 一行行的留言 迅速飘步 居然是那个医生 我认出他了 太恐怖了 那个家伙的实力居然这么强了吗 他好帅啊 想趴 怪不得我今天路过那家药剂店的时候 店面破破烂烂的 我还以为是终于被人砸了 但是看这情况 不会昨天的那场战斗 也有那个医生的参与吧 想趴加二 这也太强了吧 我一直以为 他只不过是一个无害的学徒 没想到我们游魂像 居然还隐藏着这么一个屌人存在 怪不得 我以前还以为那个人 是因为有血巨老变态的壁虎 才能在这里活下去 但是现在看来 他自己也是很有实力的 想趴加三十 之前那两个光头战斗时 也有视频 拍摄者说不定是同一个人 现在观看的人数 也很快飙升到了三千 也就是说 仅仅是这一条信息 那个情报分享者 就收获了至少九万的骷髅蜜 这简直就是一个暴力的行业 但同时让林恩分外感到诧异的是 当时战斗时 他根本没有观察到 周围有其他的生物存在 或许是自己实力过于弱小 但不管是左手 还是血衣 他们同样也没察觉到异常 这就说明问题了 显然这个情报者应该是扎根于世界当中 属于很有能力的那种生物 信息分享估计就是他的主要业务之一 既然如此 那自己说不定可以从他这里入手 寻求一些可以快速与指定目标 取得联系的方法 林恩迅速找到他分享的那条信息 找到发布信息的那个生物 在世界当中的名字 情报者024 身份情报商人 留言 转值分享与贩卖黑暗世界各大区域的信息情报 目光聚焦可传送 下一刻他的目光就聚焦在了信息界面上 一瞬间 面前的景象迅速玻璃视针 下一秒 他便出现在了一个狭小屋子当中的椅子上 除了桌子上的那一盏呢 还有柜台对面的一个黑袍人就什么都没有 客人 请问需要点什么 林恩打量了一下周围 目光再次落在黑袍人身上 你就是那个分享信息的情报者 没错 我是负责900号区域的情报情报员 24号 我可以向您提供这个区域所有有价值的情报 当然 价格不菲 林恩瞥了他一眼 话说 你们这里看上去有点冷清啊 这是我向世界申请的独立网格 每一个顾客 在进入我的店铺之后 都会传送到一个独立的网格空间 我现在同时接待的 还有其他网格内的754位客人 原来如此 我想购买一些情报 就看你有没有相关的情报来源 请问 第一个问题 我想知道血距的确切位置 短暂的寂静 烛火闪烁着 24号张口 这是50黑卤币 林恩傻了 那特末可是整整50万骷髅币啊 疯了 24号缓缓到 目标信息已在一日前提高至A级 信息获取实时追踪中 价格上映了50倍 现在并不止 您一位客人需求目标的坐标信息 林恩心中一动 果然 老师现在的处境并不是很好 除了他之外 魔人协会也肯定在利用各种途径 寻找他的老师 第二个问题 请问怎么可以快速地 远距离联系上某一个具体的生物 根据方法的不同 收费标准不同 最低收费 100骷髅币 最高收费 10万黑卤币 您可以选择具体的标准 林恩必演道 最便宜的100骷髅币吧 24号点了点头 货币已收到 为您解答 最快远距离联系某一个生物的方法 便是通过世界 世界乃是重合于黑暗世界的镜像事件 因为拥有传送功能 您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任意地与在任何一个区域内 登陆世界的生物进行交流 短暂地记记 林恩游移 然后呢 回答完毕 谢谢会顾 林恩无语了 这就值100块的吗 我如果能在世界当中联系上 我还需要问你们 但这已经是最低级的情报了 话而言之就是 便宜没好货 行 还是刚才那问题 来个价值一黑如币的 骷髅币减一千 货币已收到 为您解答 您可以雇佣契约信使 为您远距离送信 根据契约信使的价格不同 信件发送的速度也略有区别 说完之后 24号从黑袍当中 伸出了一只苍白而纤细的手 将一个名册放在了柜台前 我们这里便同时经营着信使的雇佣服务 您可以在我们这里选择任意一名信使 林恩的目光 随即落在了柜台上的那个名册之上 大概看了起来 厄运蝙蝠 易兽型信使 通过目标的身体组织和真名 可快速进行信息传递 同时为目标带去厄运 驯化的地狱犬 拥有灵敏的嗅觉和追踪能力 只需要一丝气味便可远距离送信 但大概率一去不返 虚空折月兽 极高效率的信使 拥有黑暗世界最快的速度 送信快 传送快 暴毙的也快 各方面都快 腹地归王 拥有黑暗世界金字塔顶端的防御力和护甲 可以百分之百保证信件的完好程度 稳得一批 拥有行业百分之零的失势率 常年位列信息安全保防守 无可撼断 灵恩看了一圈 觉得龟王似乎还靠谱一点 虎地龟王 就用它了 正在为您预约 当前闲置龟王信使 共有五位 事故率 百分之零 速度 每小时一米 灵恩赶紧打断他的话 等一下 每小时一米 是的 因为品种经过特殊的改良 速度相较于往年提高了不止十倍 您所预约的这只龟王 更是常年保持着我电龟王的进走大赛记录 暂时无龟可以打破 卧槽 一千币就这么打水漂了 怎么感觉进了家黑店 许久 灵恩深吸了一口气开口的 你们这里还有没有靠谱一点呢 当前只有四种信使闲置 不过 我们正在加速孵化更多品类的信使 您如果觉得不满意的话 可过段日子再来回顾 灵恩眉头紧锁 大脑飞快地运准 龟王的安全性高 但速度慢 是的 虚空兽的速度快 但暴毙快 没错 行 那两种信使各自给我预约两个 我有急用 稍等一下 已为您预约成功 您只需要填写一下 您在黑暗世界的住址 我们会尽快为您发货 因为是属于生物契约 所以无法在世界进行交易 放心 我们不会泄露您的信息 您可以放心填写 我信你一个鬼 随便填隔壁的住址糊弄下好了 24号收回表单开口到 两名虚空折月兽 两名腐地龟王 正在为您结算 当前雇佣费用一共 2600枚骷髅币 支付之后 立刻为您发货 林恩急眼了 刚刚不是已经给你1000块了吗 刚才那是情报咨询费 现在是信使雇佣费 需要分开结算 真该死啊 被坑了 林北绝对被这家店坑了 第一 骷髅币减2600 货币已收到 正在为您安排发货 您可以回去等候 预计两个小时之内 会将生物契约卷轴送到您的手中 同时附带说明书 您可以按照说明正确使用 谢谢惠姑 下一刻林恩缓缓睁开眼睛 脱离了时间 她立刻就从客房做起 瞥了一眼 还在呼呼大睡的左手 也没在理会 立刻朝着外面走去 她小心翼翼地 潜入了隔壁店铺的那座飞 找了一个视野良好的隐秘位置 隐藏了起来 然后发火 事到如今 必须赶紧联系上老师和小小 不然等魔人协会真的派来中兵 到时候就真的无力回天了 趁着这段时间 林恩打算研究一下 昨晚送的道具 没想到这玩意居然是手术刀 这动手术时 稍不小心就把病人嘎了吧 我看你还是适合用来砍人 留着防身用吧 随后 她再次将叶一转值任务 和随机诊断术拿了出来 职业卷轴使用之后 会触发一个任务 并将你传送到某个特殊的地点 只要完成任务之后 就能够正式转值成为叶一 而随机诊断术看上去 就有点牛逼了 也就是说 只要拥有这个技能 就能够快速地对目标进行诊断 中那个卷轴化作了一道光束 直接融入了她的身体 您学会了特殊技能 随机诊断术 随机诊断术分为主动触发 与被动触发两种效果 被动触发 可快速对目标进行多次随机诊断 可快速判断目标身上的疾病 可通过目标身体任意组织触发 主动使用 目光聚焦于目标 可随机为目标赋予至少一种 至高二十种疾病 消耗大量精神力 目标所患病症 与取决于目标的体质与宿主的精神力 听完提示灵恩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 果然不愧是传说级的特殊技能 居然真的可以赋予目标疾病效果 这能力也太缺德了 一瞬间 她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一条黑心的赚钱产业 赋予疾病加治疗疾病等于小浅浅 太恶毒了 不行 自己是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三好青年 自己不能做这么违背良心的事情 人不能 至少不该 想着 她瞥了一眼自己的左手 B 被动诊断触发 发现目标疾病一 消化不良 发现目标疾病二 农药恐惧症 发现目标疾病三 嗜睡症 发现目标疾病四 基因突变 隐性 灵恩心惊不已 太强了 实在太强了 这个技能对于她这样的医生来说 简直就是神技啊 随即她便想对她使用一下主动技能 可转念想想 拿自己的左手当实验品 这样自己的良心会过不去的 但稍微试一试 应该问题不大了 毕竟她之前还多次骂我 打我 甚至要吃了我 随即她下定决心 目光聚焦在了那呼呼大睡的左手上 接受惩罚了 发动 下一刻左左一下就醒了过来 好晕 有点犯恶心 怎么回事 是吃坏肚子了吗 不应该啊 丁 您随即为目标诊断出了疾病 孕吐 孕吐 明明是怀孕之后才会出现的症状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左手边一提 也出现了类似的反应 莫名其妙 就感觉到手晕恶心 食欲不振 肚子胀胀的 很快她便搭拉了下来 怎么会突然呕吐呢 不对劲啊 灵恩立刻掏出一瓶恢复药剂道 让你不要随便吃那么多的东西 你看现在生病了吧 昨天吃了那么多坏肉 今天还吃了三个鸡血 不吐才奇怪呢 来 喝了这瓶药 好好休息一下吧 你是想收买我吗 不要以为我会说谢谢 有机会我还是会吃了你的 好了 你快这么别废话了 快喝 丁 左左对你的好感度加二 丁 左左对你的态度 微微出现了些许的改观 觉得你虽然可恶 但偶尔似乎也不赖 灵恩静静地盘坐着闭目养生 下一刻屋外就传来了动静 她立刻睁眼警惕了起来 在她的注视之下 一个两米半高的瘦长鬼影 浮现在了门口 您的邮递到了 随即灵恩飞身从房梁跳了下来 双木先生 是你吗 是我 瘦长鬼影凑近秀了秀 身份确认 没问题 然后伸出那苍白的手 摘下了自己的天灵盖 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包装精美的木匣 请您验烧 灵恩接过木匣子打开一看 只见里面放置着四个 整整齐齐的卷轴和一张卡片 感谢您的会顾 情报者 使用说明 打开卷轴 滴入自己的血液 签署自己的名字 雇佣的契约协议已为您制定完成 步骤完成后 信使会响一名的召唤 厚言 请在卡片背面写下名字后 交给我的信使 确定您已成功收到货物 瘦长鬼影 向灵恩递过一只羽毛笔 可当接过笔的时候 不小心触碰到了那个鬼影的指尖 瞬间一股难以言喻的冰寒 一下子就蔓延到了自己的全身 丁 发现目标疾病 陈年风尸 丁 发现目标疾病 丑 丁 发现目标疾病 寒毒实体 丁 发现目标疾病 腹部内囊准 灵恩一正 就那么直勾勾地看着那瘦长鬼影 瘦长鬼影也是一愣 不知道这个人类为什么一直盯着自己 而且这眼神看上去还有些圣人 看得心慌的那种 那个亮子要不您签个字 我要回去复命了 灵恩指了指她的腹部严肃道 稍等一下 你最近有没有感觉到腹部胀痛 全身发冷 走路的时候 膝盖发寒得抽抽 照镜子的时候 还有点想哭的冲突 瘦长鬼影整个人都僵住了 怎么回事 她 她怎么会知道 特别是最近几个月的时间 她确实感到了全身上下非常的不舒服 特别是几个月前去了一趟 深寒谷地送信之后 身体各处就隐隐的有些不对劲 你 你想干什么 天哪 这些症状她怎么会知道 难道我遇到什么变态跟踪狂了吗 灵恩叹了口气 朋友你命不久矣 瘦长鬼影不敢相信 真有那么严重 试得非常严重 但是不要怕 若你所见 我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 刚才在碰到你指尖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你身体的不对劲 感恩我刚才说的那些症状 您是否出现过 是 是有一点 不过 你是怎么知道的 先不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你只需要知道你的问题很严重 如果再不治疗的话 轻则瘫痪 重则丧命 再不及也会丢失工作 一声飘零 那 那我该怎么办 你能救救我吗 当然 我俩有缘相见 定当全力相救 不过还好 你遇到了我 一个救死扶伤的专业医生 要不是因为咱俩有缘 我也不会和你说这些事情 来来来 旁边就是我的店 让我好好帮你瞧瞧 放心 消费不高 雷一会昏暗的血局药剂店当中 那瘦长鬼影 就那么被林恩忽悠到了小板凳上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自己就是迷迷糊糊就跟了进来 按道理来说 自己不是应该赶紧回去复命吗 但是他刚才说的那些症状 确实困扰了自己好几个月 而且这个医生只是碰了一下 就说出了所有的症状 难道说 自己一个送信的 居然都送出机缘来了吗 客人麻烦把腿抬起来 瘦长鬼影 也是猛猛地照走了 下一刻 林恩一锤子 就朝着他的膝盖砸去 不出意外 瘦长鬼影 疼得滋挖乱脚 瘦长鬼影 三只减时 林恩严肃到 疼吗 疼啊 比以前疼几十倍 迟早有一天让你骨质增生 下不了床 可是 以前没这么疼 你刚才敲了一下才这么疼的啊 那你觉得我敲得重吗 不 不重 你看看 不重都这么疼了 这说明病都已经病到骨子里来了 难道你真的希望自己 落得一个下不了床的境地吗 一时间瘦长鬼影 支支吾吾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好一会才略有侥幸的开口 没 没那么严重吧 啊 林恩一拍桌子 吓得瘦长鬼影 全身一颤 简直荒谬 你知道有多少病人 就是因为侥幸的心理 然后硬生生的 把自己熬死的吗 你知道等病痛 真的侵蚀了你的全身之后 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吗 特别是阴天 疼 死骂一样的疼 一开始只是蚂蚁在爬 然后就像是锤子在捣 最后的最后 就是嗖嗖的刀子一样的在割 一刀一下 一刀一下 肿得就像是一个肉球 碰一下就是死骂的疼 瘦长鬼影 被说的身体 止不住的开始发展 是 现在救治 你别说了 医生我什么都听你的 这是本店特制的血剧筋骨贴 每天三次 每次一张 贴完之后保证你热乎乎 痒嗖嗖 疼痛能够得到大量的环节 这是治疗风湿疼痛的那副药方 这两斤要你回去熬了喝 一天一次 联合七天 如果不见效的话 你再来找我 你身子骨细长细长的 一看就知道是营养不良 我再给你开点毒药 保证你健健康康 跑不赛留降 还有这个开胃消食的也带上点吧 还有这个补肾的也来点 瘦长鬼影 这只是治疗你老风湿的病 还有其他的病没和你说 嗨 还有什么 他严肃地望着瘦长鬼影道 你这几日身子骨 是不是一个劲的发寒 而且不管你怎么运动 怎么保暖 都遏制不了那股寒意 并且寒意是由那外 一阵一阵地从腹部涌到全身 没错 你连这也看出来了 根据我对你的初步诊断 你应该是中了寒毒 而且是恶性的寒毒 甚至这病灶 让你的肚子里面出现了恶性的囊主 瘦长鬼影有些错愕 这不可能吧 到底有没有 我给你开刀看看就知道了 此时的手术室内 瘦长鬼影 正颤抖地躺在手术台上 看着不停磨刀的林恩心里 止不住地发颤 那个 你手里拿的是手术刀吗 看着是不是太大了点 林恩点头 吹了吹反光的刀子 放心 我是专业的 手术刀就是越大越好 毕竟病根在那里 不做个外科手术 想要靠药剂治疗的话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我要开始了 等 等一下 怎么了 能 能打麻药吗 随即他露出了抱歉的笑容 差点又给忘记了 你瞧我这记性 放心 我现在立刻就给你打 瘦长鬼影一下就棒住了 为什么说诱啊 给病人开刀打麻药 不是正常的流程吗 这也能忘记吗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瘦长鬼影 三直减二十 他盯着正在找麻醉药的林恩背影 越发感觉到这个医生有些不靠谱 找到了 听到林恩传来喜悦的声音 瘦长鬼影松了口气 可林恩却皱眉望着手里的瓶子 过期了 瘦长鬼影瞬间就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而林恩却转过头笑着对瘦长鬼影说道 要不你忍一忍 瘦长鬼影被他这一说下的连连后退惊恐了起来 不是他不想忍耐 就刚才敲了那一下腿就那么疼了 这要是不打麻药就开刀 指不定疼成什么样 要是顺便把你腰子都嘎了 那就太恐怖了 看着病人如此抗拒 林恩想了想 倒是还有一种麻醉的方法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尝试 瘦长鬼影仿佛看到了希望立即询问 什么方法 物理麻醉 瘦长鬼影被说的有心吗 物理麻醉那是什么方法 下一刻林恩抓起一旁的椅子 哼的一声 直接就砸在了瘦长鬼影的头巴上 兵 您急晕了瘦长鬼影 您获得了十点基础经验 看到口吐白沫昏死过去的病人 林恩也是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睡吧 睡吧 兵 您成功切除了瘦长鬼影的囊肿 手术能力加十 您的夜魔刀对瘦长鬼影的内脏造成了一百点伤害 刀工加一 您成功帮瘦长鬼影的内脏止血 内科能力加一 您应用力过猛导致瘦长鬼影腰子错位 内科能力加一 您为瘦长鬼影扶正了错位的腰子 内科能力加一 您成功完成了一次杰出的缝合 您的缝纫能力加十 半个小时后 瘦长鬼影打着点滴亮亮呛呛的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 客人 一切进行的都非常的顺利 囊中已经给您驱除了 身体当中的残留的寒毒 还需要进一步的调养 这是我给您配的新的药剂 您要按时服用 记住 点滴不能停 药不能断 一个星期保证让您要到病除 瘦长鬼影眼神空洞道 我谢谢你啊 祝你家人幸福快乐 不用谢 都是我应该做的 另外此次医疗费用 一共是三千骷髅币 您是现金呢 还是搁点什么呢 瘦长鬼影颤抖地从怀里 拿出三枚黑炉币 放在柜台上 看一次病要三千 这么死贵死贵的 一下子就把半年的家产给搭了进去 怪不得人们都说不能去医院 你和你的钱包 必然会没一个啊 对了您还有快递没有签字呢 麻烦您再确认一下 稍等 仔细检查过后 林恩满意地将卷轴放回了盒子当中 只是她没注意到的是 一根头发从卷轴边 不小心划过了她的肢间 定 您发现了目标疾病 先天性高度脑瘫 定 您发现了目标疾病 永久性皮肤流浓 定 您发现了目标疾病 寄生性毒蛾残留的恶性毒素残留 定 您发现了目标疾病 间歇性肢体溶解 林恩顿时一正 怎么回事 也没接触到任何生物 但这提示又是 随即她目光 便锁定在了盒子当中摸索了起来 很快她就在盒子中 找到了一根头发 林恩细细打量着 难道说 是那个情报者的 她看了眼受长鬼影询问道 先生 请问我的这个邮递 有没有经过别人的手 绝对不会 我的主人都是一对一发火 这是由她本人亲自打包起来的 绝不会有第二个生物接触过 此言一出 林恩心中了然 看来是那个情报者没错了 而且看样子 她患了各种奇怪的病 怪不得常年盘踞在世界当中 搞情报工作 林恩迅速拿起笔 在卡片的背面写了起来 双目留言 尊敬的情报者您好 您的邮递我已经成功收到 不甚感谢 不过 您好像不小心在邮递中 落了您的一根头发 而我又是一名专业的医师 从您的秀发中 我不小心察觉出了一些不好的病状 对您的痛苦 我实在是深表伤痛 如果您看到了我的回职 请记得来世界的某某号药剂店 找双目先生 记得预约 记得带好钱 我可以为您进行 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祝你健康 您忠诚的医生 双目先生 林恩想起之前 在世界被他坑了那几千骷髅臂 这次可算让自己逮着机会 好好感谢感谢他了 回职已经写好了 请务必交给你的主人 我对这次的货物非常的满意 瘦肠鬼影 贴了一眼卡片上的那人 整个人就呆住了 这特么简直 离谱他母亲给离谱开门 离谱到家啊 你一根头发 就给我主人诊断出了一堆老石子 一看就要人亲命的病 这座火箭飞升呢 算了少管闲事 再晚点走 指不定又要给我诊出什么病来 二话不说 瘦肠鬼影立刻转过身 拄着拐杖 打着点滴 啪哒啪哒的就往门外跑 刚走到大门 他就听到林恩在后面大喊的声音 客人 欢迎下次再来 谢谢货部 瘦肠鬼影顿时一颤 住着拐杖的手 顿时又加快了几分 几乎是逃命似的 冲到了黑雾 林恩没有再多耽搁 立刻拿出了羽毛笔 迅速地写下了第一封信件 亲爱的小小 我是您的牙医林恩 您还记得我吗 就在不久之前 您成为了本店的第一个终身会员 为此 我感觉到万分的荣幸与喜悦 您是一个非常有杀而可爱的女孩子 而自从您离开之后 我是日日夜夜都想着您 盼着您 甚至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我都飙受了好多惊 这让我再次想到了那个美好的夜晚 因为实在是难以遏制心中 对您的思念之情 所以思埃小趣 今日还是决定给您写一封信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再不给您写信 我就活不下去了 您就像我心中的一抹白月光 真的怎么都挥之不去 所以 您能够接受我的邀请吗 我特邀您明日能前来游魂像一句 并已为您准备好了一顿丰盛的大餐 请万万不要推辞 您的牙医 思念您光临的林恩先生志 写完之后 林恩用力咬破手指 将鲜血滴在卷轴上面的法阵之上 在他的注视之下 法阵慢慢地亮起了血色的光芒 刹那间 法阵暴射出了一道光芒 随着光芒的消散 一大一小两个生物 就出现在了林恩的面前 虚空折月兽 等级八十 阵营 手续中立 战斗能力 跑得快 介绍 游荡在虚空和深渊当中的奇异生物 在空旷的区域 当你抬起头跳往虚空时 如果你看到一大群流星飞快地掠过天空 请不要怀疑 它们也许不是流星 而是成群结队在虚空中穿梭的折月兽 辅地龟王 等级八十一 阵营 无 战斗能力 应 介绍 沉寂在辅地大沼泽当中的龟王 它们温和迟钝 一生中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沉睡当中度过 几千年上万年的时光对它们来说 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大部分的辅地龟都不愿意离开大沼泽 但总有一些特立独行的存在 想要在外界找个活迹 比如快递 看到这两位卧龙凤出的光灵 凌文眼前一亮 你们就是我的送信员吗 虚空折月兽 嗷呜一声 做出了打斧 而腹地龟王 则是缓缓转过龟头 慢慢张口 是 你的 呃 信使 龟王说完后 露出一个憨憨的龟笑 而凌文却差点给憋死 他抹了抹头上的冷汗 然后将手中的信件递向龟王 那就麻烦你了 我听你们的主人说 你们只需要一丝 送信目标的身体组织或者气息 就能够快速定位目标 并把信牛弟弟对放 说完他从怀里 拿出一份 从神圣长毛上面 刮下来的小小的一点牙齿碎线 他叫小小 你记住这个气息 记得一定要尽快把我把信送到 龟王嗅了嗅 然后缓慢地伸出龟头 慢慢张嘴叼住信件 用了十分钟的时间 慢慢地伸向自己的后背 随后他的背后 缓缓打开了一个口 凌文终于是急眼了 一把抓过信件 迅速地塞到龟壳的小门里关上 龟王慢慢迈开四肢 以显微镜可见的速度 开始向着大门外挺进 同时嘴里还念叨着 我要出发了 凌恩无奈复额 您慢走 然后他的目光 就落在了一旁的折月兽身上 你的任务也有 我知道你的速度 是你们信使界里面最快的 他话还没说完 那只折月兽 瞬间就消失在了他面前 然后又瞬间出现 胡服在他面前 接着折月兽 将嘴里的石头 堵到凌恩的手上 凌恩一震 这是陨石碎片 你是说 你刚刚那一瞬间的功夫 就去了一趟外面的虚空 折月兽得意地堵着舌头 凌恩深吸一口气 拍了拍他的狗头 快 确实快 但是 凌恩指着他脑门之上 不断地向外狂飙的鲜血 急眼道 你特么头骨都裂开了 飙起来的时候 看着点路啊 快是快 但你要是刚出门 就把自己搞死的话 我信还没送出去 就要先给你出安葬费啊 不行 这一对卧龙凤厨 没一个靠谱的 必须想办法 把他俩结合一下 凌恩立刻转头 将那已经奋力外飙了 十厘米的龟王 一把抓了回来 在凌恩桑尽天良 惨无人道的骚操作下 几分钟后 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虚空折月龟完成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们就等于实现了 合体进化 原理也很简单 龟王的壳子当中 还有很大的缝隙 而折月兽 又属于身轻体 柔翼暴毙的类型 将他从龟壳挤进去 再从四个口子 把他四肢拉出来 同时兼顾 虚空折月兽的速度 和龟王的防御 虽然因为负荷的增加 速度肯定会降下来 但是防御力方面 却是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再也不怕折月兽 把自己给撞死了 凌恩拍了拍 他俩的脑袋嘱咐道 龟子 你负责把性安全地 交到收件人的手上 狗子 你负责把龟子 快速地送到收件人的目的地 我相信你们两个连体之后 一定会成为你们 性世界的一子清流 凌恩一拍龟壳大喝道 出发 几乎是一瞬间 虚空折月龟 就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消失在了黑雾当中 凌恩没有再耽搁 立刻就坐了下来 继续写着第二封给老师的信 亲爱的老师 老师 我是您的学徒凌恩 我不行了 我要死了 身体在流血 老将都溢出来了 我马上就要裂开了 虽然之前得到了老师您的警告 但是 太强了 他们实在是太强了 那些忘了的家伙 已经是砸了咱家的店 烧了咱们的招牌 打了您最喜爱的徒弟 老师 学生已是命不久矣 但学生依然心心念念着 您走前的嘱托 学生没有把店看好 学生让您失望了 可学生在临死之前 依然是叨叨念念的想要知道 您是否还活着 这个信使是徒儿用最后的力气 和小钱钱雇佣的 学生也不知道 到底能不能成功把信送到 但是学生依然要说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明年的明日 请您 一定要为您的学生 烧上那三炷香 您冰死 却依然惦记您的徒儿灵恩 致 啪哒啪哒 灵恩感动得自己都累我了 将信件封好后 灵恩立刻就召唤出了 第二只折月兽和龟王 这时灵恩露出和蔼可亲的笑容 出现在了他俩的身后 然后立刻用了同样的方法 制造了第二只虚空折月龟 灵恩一拍龟壳 信使火速狂飙而去 这一下就看来不来得及了 画面来到边缘之地的一处 庞大神庙群中 一场规格 无比之高的盛会正在举行 这里是黑暗世界 七十二大君王之一的 独角鬼王的领地 由他所领导的独角恶鬼一族 在整个深渊的各大世界当中 都是生灵险和 因为君王级的强者 是黑暗世界当中 仅次于根源级生物的可怕存在 而也正因为如此 独角恶鬼一族在黑暗世界当中 混得可谓是风生水起 虽然 他的实力在七十二大君王当中 只能排到末末 但即便是位列高位的君王 也不敢随便招惹这个族群 因为所有高位的生物都知道 纵横整个黑暗世界的 那三位根源级的猎头群 在生前时 曾与他是至交好友 而也正因为如此 独角恶鬼一族也是一月 积身为了黑暗世界的一线势力 泰坦兄 您这一次能接受弟弟的邀请前来一句 实在是让弟弟我受宠若惊 喜出望外啊 难得大哥您短暂地清醒 无论如何 做弟弟的都要敬你一杯 独角鬼王养头豪迈地 将那一大桶邪酒 孤独地往嘴里倒 同时还有大量的独角恶鬼 抬着大量的新鲜尸体 恭敬地向那三位猎头者面前的容器中倒去 并且这些都是新鲜刚屠宰的泄计 这时小小抓起邪酒杯 一饮而尽 随后他裂开大嘴 露出了那一排闪亮的牙齿 晃得台下的独角鬼族们胆战心境 独角鬼王惊呼地向小小竖起了大拇指 没想到侄女和之前相比 变得更闪亮迷人了 小小身边的一个女性 头颅露出了一个猙獰的笑容 眼睛中的光束不断地从混沦到清明中闪 他找到了一个医生 哄得我女儿很高兴 这时独角鬼王小心地询问道 嫂嫂 大哥的状态好点了吗 他心有不甘 当年被斩掉了头颅 是恶意和诅咒 让他在这黑暗世界存在了下来 他无时无刻都在心 杀上去 哈哈 杀上去 而也就在下一刻 无数可怕的触手 从那个泰坦头颅当中伸了出来 猙獰地包裹住了那个女性头颅的脸颊 不停地撕扯攻击 我没有办 是你这个恶毒的婆娘 诅咒 你带来诅咒 女人癫狂起来 脸上的笑容愈发的鲜艳而恶毒 你这个没用的神 你打不过人家 只会拿自己的女人出气 要不是诅咒 你现在只是一句哭骨 你这个疯的 那混乱恐怖的撕扯和疯狂的攻击 整整持续了十几分钟 看在神庙当中 所有的独角恶鬼都心惊胆战 全身止不住哆嗦 直到泰坦头颅的眼神逐渐清明 他才终于缓缓地安静了下来 又神志不清了 你就是个疯子 独角鬼王不由地松了口气 要是大哥在这个时候抱走的话 那他们整个族群恐怕要遭遇灭顶之灾 但他知道大哥心中当年的怨恨 大哥大嫂侄女 这几日 你们就安心地留在我这里吧 做弟弟的一定美日 都奉上新鲜的谢食 为你们接风洗尘 小小伸出触手 将地面一个高位独角恶鬼卷了起来 就像毛绒玩具一样把玩着 镜子 快拿镜子来 那个独角恶鬼脸色惨白 连忙抱起巨大的镜子 一动不敢 小小咧开嘴 看着镜子当中一口洁白亮丽的牙齿 又开始自顾自地欣赏了起来 这是这几日以来这个猎头者的日常 至于原因 暂时还不太清楚 就在独角鬼王喝得鸣顶大醉 打算起身致辞的时候 突然他目光一闪 酒意瞬间消散 什么人 鬼鬼祟祟 胆敢冒犯我的领命 他一拳击破虚空 直接将那虚空中的巨龟以下抓了出来 一个女性头颅猙獰地转过眼 目光落在了独角鬼王的身上 怎么了 是一个虚空信使 应该是给我的 他立刻将意识链接上手中的这只龟王 既然有人用龟王传信 那应该至少是几百或者一千年前寄出来的 是自己的一个故人吗 当看到龟王的信息之后 他也是一证 不是我 随即朝着台下的独角恶鬼大喊 谁他妈叫小小 快给我滚出来 他话刚说完 身后就传来了一个声音 我叫小小 独角鬼王一个寒战 下意识地扭过头询问道 呃 你叫小小 对啊 随即他的目光转向旁边的那个女性头颅 一脸的猛逼 大嫂这名字是凝取的 不是啊 女儿居然有名字了 小小转过头咧开嘴 应了一声 紧接着那个女性 头颅立刻露出了慈爱的目光 伸出舌头 宠溺地舔噬着自己的女儿 你喜欢这个名字对吧 好那以后就叫你小小 鬼王有些错 见没回应 也就等于说是默认了 随即他拿起那份用火辣封着的信 感觉到一阵又一阵的怪异 居然会有人给根源级的生物写信 要知道大部分的根源级生物 都是极为混乱的存在 能拥有短暂的清明 那都已经是极为不应 这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 侄女 你的信 不识字 小小继续欣赏着自己闪亮的牙口 那个女性头颅这事询问的 是谁写的 鬼王看了看署名 是一个叫凌恩的 还在欣赏自己牙口的小小目光 一下子就转了过来 念 鬼王的那种怪异感觉愈发的明显 因为他真的从来没见过 他的猎头者侄女 除了凶残之外 还会露出这样的眼神 不对劲 这真的要念吗 总感觉这心里的语气和用语 都不适合在公开场合念出来 小小依旧一脸期待道 念 呃 那我念了 亲 亲爱的小小 小小动了动出手道 继续继续 这时泰坦头颅眼中的混乱 也是突然一顿 同样舔视着自己女儿的那个女性 头颅动作也停了下来 周围一时间竟是诡异地寂静了下来 此时的独角鬼王早已满头大汗 真的要继续吗 剑三人一直盯着自己没说话 独角鬼王哆嗦地抓着信件继续念了下去 我是您的牙医林恩 您还记得我吗 就在不久前 您成为了本店的第一个终身会员 为此 我感到万分的荣幸与喜悦 独角鬼王看了一眼 主位上沉默不言的大哥大嫂 咽了口痛 您是一个非常有杀而可爱的女孩子 而自从您离开之后 我是日日夜夜地睡不好觉 脑子里面全是您 茶不思饭不想 都受了好多惊 顿时全场一片寂静 甚至就连台下的一众独角恶鬼 也全都陷入了呆齿的状态 小小点头道 我也 受了两斤 独角鬼王心中颤颤 两种意思不一样 侄女您是舍不得您那一口牙齿饿的 信里这个家伙是和你调情啊 他在调戏你啊 此时他是真的不敢继续念下去了 因为后面还有更肉麻的 这是两个无比阴沉的声音传来 念 独角鬼王下意识地抬起头 不知什么时候 他的大哥大嫂那两颗庞大的头颅 已经是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死死盯着他 大哥那本来混乱的目光 不知何时也已经变得清明了起来 似乎比混乱还要可怕的那种 独角鬼王咽了口唾沫继续念道 这 这让我再次想到了 你我共度的那个美好的夜晚 顿时眼前那两个巨大头颅的触手 就开始疯狂地涌动了起来 吓得独角鬼王全身的毛发都炸起来了 女性头颅恶夺道 美好的 泰坦头颅争鸣道 夜晚 独角鬼王赶紧解释 信 信里是这么说的 确实是很好的夜晚 继续念 小小不断摇摆着全身的触手 两个头颅几乎是同时大人 这种愉悦的表情 难道说 难道他们的女儿已经 念 那两个头颅急痒 独角鬼王都要裂开了 他心里可谓是叫苦不迭 这特么到底是哪个王八犊子 在这种时候 给他侄女写这种肉麻馊馊的情书 这特么还是当着人家爹妈的面 他真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逼动 早知道看完信 随便找一个手下念就好了 自己何必沾这趟浑水 但是事到如今 他只能硬着头皮念 因为实在是难以遏制心中 对您的思念之情 所以思埃想去 今日还是决定给您写一封信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再不给您写信 我就活不下去了 咔咔 他已经能够听到面前的 两个头颅发出的恐怖咬牙声音了 泰坦头颅们目自欲练 活不下去 您就像我心中的一抹白月光 真的怎么都挥之不去 所以想要邀请您去游魂巷一局 并且已经为您准备好了大餐 思念您光临的林恩先生制 他以极快的语速 将这一封极其操旦的情书 给朗诵完了 此时全场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一时间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这时两个头颅齐声问道 没了 没 没了 听着信里的内容 小小特别的开心 这么思念我的吗 而且还有大餐 小小伸出触手 从独角鬼王手中接过信 在他们的注视下 小小一蹦一跳的 迈着愉悦的步伐出了神庙 纯纯一个被一封信 就拐走的无知少女 爹娘 走了 女儿去吃大餐了 众人看着小小离去的背影 独角鬼王彻底绷不住了 这特么开的什么次元玩笑啊 那个叫灵恩的到底是什么啊 这是什么牛逼的存在吗 太强了 超出认知的强 给根源级的恐怖存在写信就算了 居然还写这样充满求偶和暧昧的情书 这特么无敌了 而且还是当着人家父母的面前 硬生生勾打人家的闺女 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一家子 全都是根源级的古神啊 当独角鬼王抬头望向那两个沉默的猎头者时 他就已经感觉到了周围气氛的不对劲 那个 大大大嫂 我觉得吧 只是他话还没说完 泰坦头颅顿时就发狂嘶吼了起来 无数的触手不断在整个神庙当中惶悟 整个穷顶都裂开了 骂了个八子的 趁老子病 勾搭闺女 还写这种肉麻的东西 欺我太甚 冷静 好不容易有一个能看上咱家闺女的 老头子你要冷静 我闺女特么才五岁 成年都没有就被勾搭上了 死之前是五岁 现在已经三千岁了 早成年了 老头子你不要坏事 那个女性头颅用触手 拖着她的丈夫防止 她暴走 老头子你要冷静 自由恋爱 当父母的最好不要干涉 这是诱拐未成年梁家少女 终于整个神妙不安住 塌陷了下来 画面来到人偶庭院 刺目的红月高悬在城堡的高塔之上 围绕着城堡之外的 是一片盛开在迷雾当中的荆棘玫瑰 花田那一声又一声箭踏的声音传来 隐约能看见一个又一个的人 守住身的猎杀者 请求发布突袭指令 为首的那个猎杀者的眼球中 不断闪烁着一道道红光 指令接收完毕 确认无误 突击 而也就在下一刻 数十只猎杀者正以极快的速度 向着黑雾当中的花田突袭而去 与此同时 城堡的各个方向 十几只完全由猎杀者组成的小队 也第一时间对人偶庭院展开了清洗 而在沿途中 可以看到许许多多 已经损坏倒在周围的猎杀者残骸 可以看出 在这之前 他们已经发动了 对人偶庭院的多次袭击 但是无意能够成功 沿路之上那疯狂涌动的荆棘 被他们手中的历人疯狂斩杀 其中一个猎杀者的眼球 正不断闪烁着红光 信息传输 已突破至第三区域 距离目标500米 但是就在这时 他们猛然看到 前方雾气萌萌的小路的镜头 隐隐地浮现出了一个身影 他们迅速将视角拉近 才看清楚了那个身影的样子 那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等身人偶 他手中举着一把 镶嵌着黑色流金花边的雨伞 头上戴着华丽的洋娃娃一般的帽 一身黑色流金的哥特长裙 长长的白色头发搭拉在胸前 脚下的高跟鞋 与地面触晃发出异常的轻响 他看上去非常的怪异 动作僵硬 从他的身上 根本感觉不到任何的生命的气息 可是他居然可以走动 但也就是这种 几乎接近真人的状态 让他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惊议 这时那十几个猎杀者眼球的 红光剧烈地闪烁了起来 目标分析 目标身份确认中 信息库检索 目标身份确认 人偶庭院第七控偶师 黑弦乐战斗能力极强 警告 目标威胁度极高 全力展开猎杀 几乎是在那一瞬间 那十几个猎杀者 就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朝着那个哥特人偶冲杀而去 可就在猎杀者们 要攻击到黑弦乐的时候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猎杀者们 就像是被时间定格了一样 细密而坚韧的丝线 那些猎杀者用力地挣扎 除了身体内部传出的 机械呲呲声 他们的身体 竟是丝毫都移动不了 机体受限 无法突破 警告 机体束缚 机体束缚 花田中 黑弦乐闭上眼睛 哼起了小曲 只见他关节上的手指 轻轻一挑 其中的一个猎杀者 猛然转身 手臂上那锋利的螳螂刀 瞬间就贯穿了 隔壁大渊肿的脑袋 此时的黑弦乐 继续舞动着他的手指 顾思 又是数个穿刺的声音传来 那些猎杀者 以舞台剧一般的方式 一刀一刀地 捅进彼此的头里 直到最后 只剩下一个猎杀者 黑弦乐缓缓走到他的面前 就像是一个 人畜无害的小伯利一般 望着他那急促闪动的眼球 只见他脑袋突然意外 眼前那个猎杀者的搏隔 下一刻 便一个扭曲的姿势 瞬间扭断 北方大门的侵入者 全面 记录59秒 同一时间 他的耳边 还传来了另外几个 不同风格的声音 南部区域的侵入者 全面 记录3分51秒 西北部区域的侵入者 全面 轻伤 需要更换零件 东部庭院的入侵者 正在处理中 预计还需时间5分钟 贤月 你的效率怎么这么快 是不是夫人的那个工程师 给姐姐 你更换了新的部件 你现在已经大笔分 和姐妹们拉开距离了呢 贤月姐姐是清理型的人偶 速率当然要比我们快啊 不要啰嗦了 快点解决战斗 还要向夫人复命吗 但就在黑贤月 远回城堡的路上时 他突然停了下来 牟子微微向着眼角转动 就像是发现了什么 当信使落头狗叫一声后 下一刻就被黑贤月的丝线 以一种极为诡异的倒悬方式 从虚空当中拖了出来 龟王仿佛是感受到了生命的威胁 一笔平时快几百倍的速度 说出了三个字 送信 画面来到城堡内 薛卷 你的信 而大厅的另一边 高大魁梧的血剧 不断悄悄打打 帮他治疗身上那巨大的创伤 血剧有些疑惑 心 谁寄来的 人偶夫人优雅地坐在对面椅子上 轻轻端起一杯浓郁的咖啡 不在意道 我的女儿们在庭院里发现的 是一个虚空信使送来的 送信人叫什么林恩 你认识 文言 血剧顿时一正 林恩 怎么可能 人偶夫人好奇地询问道 他是谁 他是我两年前收养的一个孩子 血剧拖着庞大的身躯 走向桌前接过那封信 这两年里 他一直在药剂店当我的学徒 前几天我意识到 魔人协会有可能去游魂巷之后 我就紧急给他传递了信息 看样子 他应该是躲过了魔人协会的毒手 他定了定神迅速打开那封信 而一看到上面写着的那歪歪扭扭的字 他就确认了 这一定是自己那个徒弟的亲笔 因为也只有这个家伙 能把好好的字写成这个仇样 但是当他看到信上面那行字之后 他脸色巨变 这哪里是什么信 这分明就是他徒弟写给他的遗书啊 血巨一拳愤怒地砸在地板上 双眼一片血痕 我曹你 等魔人协会 而他这突如其来的情绪反应 甚至把人偶夫人都吓了一跳 血巨 你这是做什么 夫人 谢谢你这两人的收留 不过今天我必须得走了 日后有机会 我再来抱你的 随后他满腔怒意地朝大门走去 但是就在他还没走出大门的那一刻 无数的丝线便将他的身体束缚在了园里 你这是在发什么疯 你的伤还没有治好 现在你出去 你这不是在找死吗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追踪你的猎杀者 我保证你刚一走出我的庭院 你马上就会被外面的血肉傀儡干掉 可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 还不如杀他的你死我活 该死的魔人协会 我一定让他们血债谢长 与此同时控制在他身上的丝线一根 接着一根被他崩断 可想而知他现在到底有多么的愤怒 人偶夫人有些纳闷 平时一项冷静的血剧 居然一下子变得这么失控 难道是那封信 他操控的丝线将那封信拿了起来 当他看完信件的内容后 这才明白这其中的原因 写剧的情绪几乎失控 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了自己徒弟 写这封信式的画面 满身伤痕 肢体不全 不停流血 脑袋都裂开的情况下 用大一粒艰难的拿柳笔 颤抖地给他这个不称职的老师 写下这封绝笔 还有信上那两滴已经干涸的类子 显然 他当时写这封信的时候 一定是脆弱的嚎啕大哭 一边流血 一边流泪地在写 那是多么的可怜 那是多么的无助 他的脑海当中 瞬间就浮现出了 这两年以来朝夕相处的日子 虽然自己不苟言笑 除却使唤他就是使唤他 但是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那师徒之情是抹消不了的 都是我这个当老奢挫 我如果早知道这是一个陷阱 我就应该提前 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才是 血距歇斯底里的养天嘶吼 魔人协会 今日你杀我徒 明日我必将你覆灭 我血距以你们不共戴天 眼瞅着他就要失控暴怒地冲出去 任偶夫人再次召唤出了更多的死线 将他死死压在原地 你冷静一下 你现在就算出去 也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封信有问题 那可是我徒弟的自己 不可能有假 你觉得我连自家傻儿子的字都不认的吗 任偶夫人气急败坏道 你见过哪个冰死之人 还生情并茂地 给你每行字中间戳那么多点啊 顿时空气变得一片寂静 你想想看 一个都要裂开的人 还能给你洋洋洒洒地 写一篇声泪俱下的小软纹 你动动脑子 随后他缓缓走到他的身边 慌慌几下 就是十几个大逼都打在他的脑袋上 你看看上面的字 字正腔圆 每个点都给你戳得圆滚滚的 这像是要断气的样子吗 这明显是很书心的时候 才能写出来的呀 这咱们先不提 你再看看这个 你见过哪个冰死之人 还有力气给你画个惨兮兮的表情啊 一时间血距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了蠢货 和当年一样的鱼木脑袋 脑子里面的细胞都死绝了 估计只剩下肌肉了 望着手里的信血就有意道 你是说 我徒弟是拿我寻开心的 他其实屁事没有 屁事还谈不上 他应该确实遇到了一些危机 不过肯定没有像他信里 写得那么惨就是 如果你不信 可以去世界看看 如果游魂像真的没了 那世界当中肯定有人会讨论 说吧他随手 又给了血距一块世界史 我陪你去世界那边 打听一下就知道了 一分钟后世界内 伴随着两道传送光柱的降临 两个虚幻的身影 缓缓地出现在了 900号世界广场当中 这里应该就是 游魂像对应的世界广场 你可以自己翻一翻区域频道 如果游魂像真的出了什么大事 那肯定有人会在这里发布信息 虽然你这么说 但我还是觉得我徒弟出事了 下一刻人偶夫人一拳 就抡在他的脑袋上 没救的蠢货 自己进区域频道翻翻看 谢句将信将疑 但还是打开了 900号广场的区域频道 可当他看到其中讨论的内容时 他立刻就不淡定了 雪娃娃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游魂像的叔叔阿姨们 千万不要出门 外面来了极为可怕的生物 死灵巫师 这几日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每天都有这种级别的存在来这里 不行 我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必须得赶紧搬家了 敲钟人 游魂像所有的居民们 关好门窗 有条件的立刻去地下室 隐藏自己的气息 今天我们游魂像到底会不会被灭 就只能交给命运 而也几乎是在同时 整个900号广场所有生物的眼前 红石浮现出了一则紧急的区域信息 情报者 警告 罪孽城游魂像附近再次出现根源级生物 能够撤离的 请紧急撤离 再次警告 信息确凿 请附近的生物紧急撤离 点击查看 消耗骷髅币100 血具的呼吸瞬间就急促了起来 他立刻点开那条区域信息 随着画面慢慢地清晰 他立刻便看到 画面当中的位置 就是他要祭奠的门外 而此刻正有一颗巨大的头颅 站在血具要祭奠门口 正将那一根又一根星红的触手 正在向着店内延伸 就像是在觅食 血具一下就大吼了出来 托儿啊 这一下他是真的裂开了 没看到魔人协会的走狗 但特么看到了一个 比魔人协会更可怕的存在 人偶夫人看到这一幕也是惊了 这不对劲啊 你看我就说我托儿有难 你还给我巴巴拉拉地扯这么一对 二话不说血具的身影 瞬间就消失在了世界 隐约中还能听到一声嘶吼 火而你坚持住 老师这就来给你收尸 与此同时 血具要祭奠的阁楼 正呼呼大睡的灵恩 突然感觉到有什么软软的黏黏的东西 正在戳自己的脸 别闹 迷迷呼呼的灵恩伸手抓起了一旁的左轮 拖自己的方向开了一枪 然后转了个身 闭着眼睛 继续呼呼大睡了起来 那根戳着灵恩脸蛋的触手也是僵带 定 您枪击了根源猎头者 小小 您获得了十点经验 并 您获得了成就 超勇的自己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一百 超勇的自己 特殊成就 在绝对不可能战胜的对手前 嚣张地对其发动攻击时有概率获扰 您获得永久加成 敏捷加五 智力减一 快乐加十 灵恩瞬间就被这一声恐怖的系统提示给吓醒 小小 灵恩立刻走到窗边 是我 只见那一颗巨大的婴儿头颅呆呆地站在那 脑袋上还印着一个扁扁的蛋头 一缕缕青烟从额头冒了起来 灵恩散直减二十 灵恩小心翼翼地 将小小头上那颗扁扁的蛋壳扣了出来 抱歉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这是某种欢迎仪式吗 突然就设在了小小的脸上 呃 就当他是吧 随后他从怀里摸出一个大号的窗口贴 贴了上去 下一颗小小脸开了 炫耀性地露出那一排洁白的牙口 你看我的牙齿 亮布 保养它我好几天没吃东西呢 灵恩竖起了大拇指 真的保养得非常好 和之前一样闪亮 虽然这样保养牙齿确实不错 但是如果不吃东西的话 也是不可以的哦 要不这样吧 来我后院 我先给您做点糕点开开胃 然后再给您做一次全身性的护理 保证小小你除了牙齿之外 其他的地方也会格外地闪亮迷人 怎么样 好 与此同时 游魂像十几公里的一座小山包上 泰坦头颅正卷着一个巨大的望远镜 窥视着游魂像的方向 大哥怎么样了 看到那个王八独子了吗 并排的那个女性 头颅嘴角疯狂上扬道 是个俊俏的男孩呢 就是有点小 只是他的话刚刚说完 泰坦头颅就一把将望远镜摔在了地上 骂了个八子的 老子现在就去灭了他 这么顶点大的种族 还学人开大车 我 冷静点 你别给我冲过去破坏闺女的好事 而且小一点又怎么样 你那会也不大啊 终于好不容易把暴怒的泰坦头颅托住 他暴怒的一把抢过望远镜 气呼呼地继续窥视着 被挡住了 被破房子挡住了 咱们来不是动物的知道吗 是来打探情报的 不能动手 终于气消下来的泰坦头颅凶狠地磨着牙 接过独角鬼王给他们特制的助听器 迅速地带上接收着那个方响传来的声音 很快他们就接收到了 游魂像血巨要祭奠的声音 真的要这样吗 小小有些疑惑和抵触的声音 放心 既然是全套的服务 那肯定是要把所有地方都考虑进去的 我是你的医生 不用担心会出现不好的事情 可是那里很深 一下戳进去的话会很奇怪的 放心好了 不会很疼 我的技术很好 上一次不也不是很疼吗 此时的泰坦头颅已经气得触手 都抖动了起来 一旁的女性头颅赶紧安慰 冷静 冷静 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 而就在下一刻声音的信号 再次传来了小小的声音 那开始吧 如果一定要的话 好 那我准备开始了 不要紧张 深呼吸 每个人都会有第一次的 准备 而也就在下一刻 助听器骤然传来了小小的大叫 医生骗人 很痛的 到了罪里面了 泰坦头颅瞬间就一触手 把旁边的小山包给劈成了两半 骂了个八字 他暴墓的几乎要失控了 不要拦我 让我杀了他 那王八犊子把我女儿骗过来 就做这么恶劣的事情 我 他身后那个女性猎头者 用力地用触手 将他往后拽 误会 一定是误会 闺女和咱们一样 是没有身体的啊 泰坦头颅只好作罢 继续听听后续 正常现象了 对了 没有感觉到很痛吗 我是不是很娴熟 嗯 没有痛 虽然怪 那就好 再让我看一下 等等 里面好像被什么堵住了 小小你先不要动 我仔细瞧瞧 这样会很麻烦你吗 放心好了 我去拿灯 仔细看一下 太深了 看不清 好 这一刻独角鬼王终于明白 为什么大哥一定要把那家伙干掉 这个人把他执女玩得太化了呀 这究竟得强成什么样 才能一封信把人家勾搭过来 然后二话不说 就带到后院进行一些猛烈的操作 这人简直无敌了 方面来到药店后院 此时的灵恩正 用力地掰开小小的耳朵孔 踢着灯仔细好奇地往里面瞅 依稀可以看到 大量粘糊糊的泡沫 沾染着耳朵里面的污渍 不断流了出来 看到底了 确实被堵住了 不过你放心 用我特制的润滑油和起泡剂 稍微捅几下就好了 小小开心地回应道 嗯嗯 麻烦你了 定 小小对你的信任度加一 二话不说 林恩将起泡剂 全部倒入他的耳朵 接着用刷子 将最深处的大块的污块清理出来 没用多久 耳朵那堵塞的污块 就彻底清理干净了 林恩微笑道 怎么样有没有感觉 比以前更加通透了 嗯 似乎比以前能听到更多东西了呢 医生 好厉害 这时林恩竖起大拇指咧嘴一笑 这还只是开始呢 其他的地方 也要一起护理才可以 这样才可以健健康康的呀 定 小小对你的好感度加二十 那我们继续吧 画面来到远处的山包 样呀 好样呀 不要随便碰触上下颚啊 嗯 腮帮子吐出来了呢 弄到脸上了 默默什么的滑溜溜的呢 诶 是有美容养颜的效果吗 请务必均匀一点 此时山包后的一群独角恶鬼 守在气泄旁边 硬生生地听完了那边 传来越发奇怪深入的声音 其实是林恩正努力地 用肥皂水帮她洗脸 而暴怒的泰坦头颅这边 正被那女星猎头者 死死地用触手裹在了原地 两颗眼球就像是裂开了一样 烧着歇斯底里的怒火 女星猎头者呆滞地看着她 我闺女长大了 旁边的独角鬼王 更是对林恩赞叹凌烈 居然弄了两个小时 这林恩真的太牛逼了 她已经想不出任何形容词 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了 只是一个脑袋 就玩出了这么多的花样 如果还有身体的话 那还了得 丁 独角鬼王对您的钦佩度 加230 丁 恭喜您触发成就 来自大佬的肯定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200 来自大佬的肯定 特殊成就 让君王级的存在 对你产生发自内心深处的敬佩 和欣赏十有概率获得 您获得了永久性加持 全属性加持 魅力加1 正在帮小小用泡泡洗脸的林恩 顿时一愣 疑惑地望向周围 就在林恩给小小打理皮肤的时候 殊不知倒掉塔的人 此时已抵达了游魂巷港口 而此人正是卸魔 与此同时 他的身后还跟着两坨血肉傀儡 巨大的瞳孔 毫无波动地注视着游魂巷 随后在他身后停了下来 除了血肉傀儡 还有那一眼 望去密密麻麻的猎杀者 谢魔神情冷漠道 我们到了 希望你最好没有逃 不然的话 那可真的是少了很多的乐趣 自从昨日大战后 他就立刻掉进了 魔人协会大量的兵力 以最快的速度 向此处赶来 一想到这个人类 能将他研制出的尖端生物兵器 融合在自己身上使用 他就已经有了后续的规划 这次尽量抓活的 然后带到自己的实验室当中切片 好好地研究一下 那个人类的特异之处 说不定有了这个样板 他就能在魔人协会 后续的尖端生物兵器的制造中 取得重大的突破 而为了保险起见 他这次更是动用自己的权限 一次性调集来了 两大血肉傀儡三星 再加上大量的猎杀者 这种级别的配置 就算是君王级的存在剑 也得乖乖地绕我 这次他有绝对的自信 你应该感觉到荣幸吧 能让我这个副会长 亲自前来对付你 你死得也不会太远 与此同时 正在后院乐呵呵地用毛巾 帮小小擦脸的林恩耳边 就想起了系统的提示 并明触发特殊任务 刘全师任务介绍 尽可能地让自己活下去 如果活不下去 就尽可能地让自己的尸体 保存得完好一些 任务奖励 五黑卢币 基础经验 三千 特殊奖励一 刘全师奖励 五十黑卢币指前 钛合金棺材一 花圈五 体面的西装一 林恩一下便僵在了原地 但是他很快就调整好了情绪 看来和自己猜测的一模一样 在经历过两次的猎杀失败之后 魔人协会终于是派出了 更强的存在来对付自己了 而且这任务 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离谱啊 完成任务的标准 都降低到了这种地步了吗 他脑海一下就浮现出了 自己一身西装 手捧鲜花 平静地躺在 钛合金棺材中体面的自己 直接给自己事后 安排得明明白白了呀 不过还好 得亏自己昨晚机制的写信 把小小邀请了过来 虽然老师没有回来 着实让人有些遗憾 但也已经是大差不差了 小小 你饿了吗 吃大餐吗 已经三天没吃任何东西了 没错 我点的外卖已经到了 绝对是大餐中的大餐 这次保证让你吃的饱饱了 药剂店外的街道上 谢魔带着手下 从黑雾当中走了出来 他猛然伸出手 停 随即他的目光 便落在了前方那缓缓 浮现出来的那个少年 林恩微笑俯身 向着谢魔的大部队 行了一个非常绅士的礼节 欢迎各位光临 我已经等候你们多时了 谢魔有些诧异 这特么什么情况 这么说 你是知道我们要来了 真是勇气可嘉呀 居然不逃 彼此彼此 知道我在这里 你们还赶过来 那种万恶的逼格 一下子就上来了 与此同时世界内 情报者 游魂像最新情报 请告 当前游魂像危险等级 提升至最高级 除却根源级生物之外 游魂像内再次出现 大量顶级生物傀儡 来者疑似隶属于 魔人协会的尖端造物 点击查看 费用100骷髅币 而不敢出门 守候在世界当中的 周围区域居民 立刻就被这条新消息所吸引 几乎是转瞬间 点击进去的人数 便超过了2000 伴随着黑雾的驱散 血距要祭奠的门口 就出现了双方对垒的画面 看到这一幕 所有的观众也是惊呆了 魔人协会 没错 我认得他们身上的标志 那些全部都是 隶属于魔人协会的血肉兵器 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魔人协会 会派这么多的生物兵器 来我们游魂像 你们忘记了吗 昨天和前天晚上的 那两场大战 其中的参战一方 就是魔人协会的那些生物傀儡 随即 他们的目光 落在了面对着那些猎杀者 站在那里脸上 还带着笑意的灵恩 是那个小子 没错 是血距要祭奠的 那个无良学徒 他这是干什么 躺壁当车吗 这也有些太不自量力了吧 你们忘记了吗 昨天晚上的那场战斗的 参战一方 就是要祭奠那个学徒 显然魔人协会 这一次就是来找他的 不会吧 他一个人 难道想要对付 这一整只生物大军 这开什么玩笑啊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站在那里 看上去就是好英俊 英俊加英 看到这一幕的独角鬼王 缓缓开口道 好像是魔人协会的生物兵器 看着规模还不小 而且好像就是找 那个人类小子麻烦的 等等 不对定 难道说 那个人类小子 把小小骗过去 就是为了对付 这些魔人协会的兵器 他那信里所说的大餐 其实就是 二话不说 他立刻在游魂巷内 四处寻找小小的身影 很快他就发现 此时此刻 正趴在药剂店后院 好奇地露出一双 巨大眼睛的小小 正观察者街道上的猎杀者 嘴里还在不断地 流出哈喇子 和那已经是 按捺不住 想吃东西的闪亮眼神 果 果然 现魔试探性地询问道 看来你已经意识到 我们会来了 当然 毕竟你们在我这里 损失了一只血肉傀儡 和三个猎杀者 除非你们魔人协会认识 不然你们肯定 不会善罢甘休的 看来你很有啊 怎么 既然知道我们会来 你不赶紧逃命 是觉得自己有把握战胜吗 没有任何把握 哦 那我就奇了怪了 既然没有任何的把握 你在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呢 警告 危机度100% 龟风呼呼地追过飞物 吴他 装个逼而已 现魔呆滞了一下 想要说些什么 竟是发现自己无言以对 CPU都给干烧了 这个人 克马好像不是正常人 世界当中的观众们 更是被他这一波 骚操作给惊呆了 你居然敢在我面前装逼 不对 他很明显是在故意激怒我 一定有阴谋 老师曾经告诉过我 如果你遇到吻淫菊 还微微缩缩 此前想后的话 那实在是太吊架了 既然手里都有三个炸两个王 你不一张一张地 打出来调戏对方 又怎么能对得起 你手里这副好牌呢 又怎么对得起 生你的养父母呢 顿时泻魔 露出了比吃了屎还难受的表情 与此同时 世界内的观众都看待了 这个人他多少得带点病啊 这也太嚣张了 而且对手可是魔人协会啊 这样赤裸裸的挑衅 不是找死吗 太牛逼了 我们游魂像居然有这么勇的人 丁 名在黑暗世界的知名度加三 丁 蟹魔愤怒加二十 蟹魔成功被你的装枪做事给激怒了 好一个一张一张地调戏我了 你这个没点逼数的家伙 敢在我面前装枪做事 可把你能耐的 他平生最恨的 就是这种喜欢在他面前装逼的家伙了 具象部件可以不要 这个家伙必须死 杀了他 血肉傀儡启动 最高级生物灭杀 开启战争模式 我要你们把他丢 压成单细胞的屑 在他发出指令的瞬间 那两个血肉傀儡的形态 立刻就发生了变化 无数的手臂尖笑地 从他的血肉中暴射而出 战争形态启动 最高应对指令生效 开启生物灭杀模式 目标锁定 龙溪之臂开启 聚焦之铜开启 恶灵回廊开启 展开猎杀 刹那间 那血肉傀儡就将速度飙升到了极致 直接超越了围剿在前方的猎杀者 无数的手臂 全都朝着凌恩 发动了最高级别的打击 泻磨全身散发出了滚滚的电脑 整个声音 如同炸雷一般响彻整个游魂像 你觉得你的装枪做事 能救你的命吗 我的血肉傀儡三行 是这个世界最好的战争兵器 就算是那个血液恶灵来了又如何 即便是君王级也罢 统统给你干掉 哪怕是根源级的怪物也不在话下 给我杀这个逼王 下一刻一声巨响 一个庞大的头颅从天降 一屁股坐在了那个冲向凌恩的血肉傀儡身上 啪唧一声 大量的烂肉和血泥 从那个头颅的下面建设了出来 那一颗颗还在叮叮闪烁红光的眼球 直接滚到了谢魔的脚下 顿时全场一片寂静 谢魔依旧保持刚才的那个姿势 张着嘴定格了在那里 一股根源级的气息 黄黄然地从那巨大头颅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笼罩着整个街道 而谢魔刚刚吼出来的那句话的回音 依然在整个游魂巷回荡 凌恩揉了揉耳朵 抱歉 刚刚我没听清 所以你刚刚到底在狗叫什么 当世界这边的屏幕显示出了小小的画面 观众们更是惊恐地尖笑了出来 是之前那个根源级猎头者 是那个根源级的怪物 开玩笑吧 不可能吧 难道说那个怪物来游魂巷根本不是来杀戮的 而是凌恩那个家伙请过来的 丁 敲钟者对你的畏惧度加实 丁 暗夜石斧者对你的畏惧度加实 丁 您成功触发成就 散播恐惧 您获得基础经验200 散播恐惧 里程碑成就 超过千名生物对你产生畏惧度时可获得 您成功向着不可名状的恶鬼 再一次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您获得了永久性加持 全属性加物 怪物恐惧度加1 快乐加10 小小振奋到 这就是外卖吗 好多肉量好丰富 已经按耐不住了 放心 小小 没人会和你抢 他们全都是你的 此时的泄魔脑瓜 嘘嗡嗡的简直不敢相信 竟然是根源级 丁 泄魔对你的畏惧度加20 凌恩缓缓上前 捡起了地上那两颗血肉魁梅的眼珠子 在手里盘着 你们都叫人了 那当然我也不能落下 真要是没点准备 你觉得我会这么堂而皇之的站在你们面前吗 都说了是两王带三诈了 居然还不跑 你是在歧视我吗 丁 恭喜您出发成就 狐加虎威 您获得基础经验200 狐加虎威 特殊成就 通过更加借助强大助力的威势 成功震慑强于自己的目标 时有概率获得 您获得永久性加层 智力加三 知名度加五 按照那不断吞噬血肉傀儡的小小 同时泄魔耳边 还响起了傀儡发出的急促警告 目标分析 根源级 最高级别警告 无法抗衡 无法吞噬 战斗胜率分析0% 吞噬成功分析率0% 建议立刻逃离 立刻逃离 这一刻泄魔才终于是反应过来 猛然朝着猎杀者嘶吼 好 那一瞬间 泄魔几乎是爆发出了 自己平生最快的速度 朝着来时的方向狂飙去 看到这一幕的凌人咧嘴一笑道 小小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敞开吃 如果吃不饱的话 我再带你去他们老巢吃 小小喜悦地应了一声 接着她就伸出了 无数的触手狂勇地 向着猎杀者席卷去 大风脆 鸡肉味 实在是太美味了 除了肉肉的香味之外 还有金属的嚼劲 太好吃了 因小小吃了一只猎杀者 对你的好感度加二 而在世界当中 看到这瞬间反转的局面 所有的观众都惊呆了 果然 那个根源猎头者 就是灵恩召唤过来的 我居然在有生之年 居然能够亲眼看到 根源级怪物的近视场面 妈妈我出息了呀 简直就像是吃小鸡一样 等一下 你们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 有三个猎头者 吃了我们这片区域的很多生物 但就是没有动我们游魂像 难道说 难道说 就是因为这里有那个学徒的关系吗 此言一出 游魂像所有的居民全都带住 没错 这么一说 他们一下子就明白了过来 那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游魂像 有那个叫灵恩的少年 那他们恐怕早已经 而下一刻 他们再次被画面当中的景象 给震惊到 只见那个猎头者伸出触手 然后卷着灵恩 把他往脑袋上面移放 然后便一跳一跳地 追不起了那些胆敢逃走的食物 观众们根本想不到 那个猎头者居然主动让他骑 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关系绝对不可能是 简简单单的认识 这是何等的卧槽 他好像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胆敢骑在 根源级怪物脑袋上的人类吧 根源骑士啊 这简直超乎了他们的认知 这就好比一个 在整个世界都有知名的罗莉女王 突然来到乡下 给隔壁村的二傻子其他一样 三观炸裂啊 小小带着灵恩一路狂飙 追逐着四散而逃的猎杀者 生怕自己被摔下来的灵恩 死死抓着小小的头发 防止自己掉下去 与此同时 他的耳边 还在不断地想起系统的提示 丁 您触发史诗级成就 根源骑士 您获得基础经验1000 根源骑士 史诗级超现实成就 成功让一只根源级的怪物自愿 让你骑成 并依然对你有极大的好感 是可获得 介绍 这是一个不可能在前期获得的史诗级成就 获取难度与同为史诗级的根源密友 根源鞭挞者 相同 仅次于地狱级难度的根源骑士 与根源宝宝 丁 恭喜您获得了史诗级永久性加层 骑成根源级怪物识的速度 提高50% 持久力加10 精准度加50% 魅力值加10 甚是离谱的成就 系统你够了呀 这明显是非常正常的好友关系 怎么能说得上什么根源骑士呢 而且都是好朋友 让骑一骑也没太大的关系吧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不长眼的猎杀者 陶灵恩发起了攻击 话不说 他立刻掏出左轮朝着他的脑袋 就开了一枪 兵 您击杀了一只猎杀者 您的枪械精通加1 那只被猎魔左轮击中的猎杀者 被神圣电流定格在了原地 见状小小直接伸出舌头 一口就给他卷进嘴里吃掉 又脆又好吃 而且还是活的 这对小小来说 真的是一场愉悦的享受 小小 你尽管吃 我来帮你定住他们 小小开心地应了一声 随后一人一头逮虾虎般地 追逐着那些惊慌而逃的猎杀者 丁 您击杀了三只猎杀者 您的枪械精通加3 小小 吃饱了没 小小刺溜地舔湿了一下舌头 没有 那我们去追那个大号的 好 开什么次元级玩笑啊 看到那开始追向自己的猎头者 他的步伐更是加快了点 同时他那机械之眼当中 和他链接的那上百只猎杀者 此时此刻竟是只剩下了不到一半 这才过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啊 为什么根源级的生物 会来这击脚嘎拉的破地方 丁 献魔对您的惊恐度 加20 献魔用那颤抖的双手 在那机械脸摁了 正在为您与协会建立联系 等候中 信号延迟中 您成功与协会建立了联系 请说 献魔大人 这里是协会五号机体 遵从您的命令 献魔惊恐的大叫道 快 不要耽搁 现在立刻定位我的位置 启动虚空折月装置 立刻 后半句把我折月走的话还没说完 一颗子弹 瞬间就从他身后爆射 而出瞬间便击碎了那机械脸 紧随其后的便是那如同大棒的触手 狠狠地抽打的他 大叫中 整个人直接被抽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那半边机械脸 也被这巨大的一击阵的破碎 看到这近在咫尺的猎头者和人族少年 他彻底陷入了绝望 这下彻底完完 早知如此就不装这个逼了 献魔大人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命令 确定了您的位置 折月装置已经启动 大人 您说话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时林恩从身体当中分裂出了一条触手 将那个通讯弃解了起来 听到那边传来急切的声音 他很快就明白了话里的意思 随即他就露出了和善的笑容 原来那个卸魔是想要利用远程折月的方式逃跑啊 不过竟然落在了我的手里 林恩迅速地利用血肉灾变的能力改变了发生器官 模仿着卸魔的声线 对着通讯器大吼道 请求支援 支援 我需要大量的军力对目标进行围剿 我再说一次 定位我的坐标 请求大军支援 听到声音的卸魔猛然回头 看到的正是林恩对着通讯器狂吼的画面 一时间他竟是说不出话 只能阿巴阿巴 是 卸魔大人 正在定位您的坐标 指令五秒后生效 立刻为您折月猎杀小队 回复过后通讯器那头 立刻传来了一连噼里啪啦的操作声音 41区内 一个又一个被封存的猎杀者被激活 仅仅几分钟 所有的猎杀者便完成了集结 虚空折月装置启动 目标坐标已确定 出动权限 最高权限 权限调集人 卸魔 出动 一瞬间 所有的猎杀者就消失在了魔人协会的41区 做完这一切的灵恩放下了手中的通讯器 对着下方的卸魔裂开了一个洁白的笑容 卸魔嘶吼着 不要过来啊 你们不要过来 刚才和你们说话的不是我啊 但已为时已晚 很快周围的空间便传来了震荡感 这正是他们借鉴虚空折月兽的能力 所开发出来的远距离快速传送装置 空间裂缝中 一只又一只全副武装的猎杀者 迅速地聚集在了卸魔的身边 41区猎杀者部队集结完毕 奉您的命令 即刻赶来支援 我等听从您的指挥 看到这么多猎杀者的到来 小小开心地不断舞动着触手 凌恩大喊一声 小小开动吧 我给你准备的外卖到了 此时的小小就像是虎入羊群一般 一下子便冲入了那些折月过来的部队当中 净 小小击杀了十只机械虫 吞噬了六只扫荡者 吞噬了十只生化傀儡 通讯器那边的联络员笑着说道 副会长 现在呢 我们已经遵从您的命令 为您派出了大量的部队 这可都是咱们协会压箱底的库存了 凌恩拿起通讯器盛赞道 好 这次不错 这次的支援非常地及时且亮大 我记住你们了 这次等我得胜归来 我一定好好地犒赏你们 是 大人 能为您服务 乃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也是我们的无上龙光 我们对您的忠诚天地可见 二话不说 那边的联络员立刻亢奋地开始联系起了 其他的几个大区 紧急命令 副会长大人的紧急命令 副会长大人需要更多的支援 所有闲职人员紧急听令 前往虚空折月区集合 前往折月区集合 一时间 协会内部的大量兵力 听到这紧急的动员令 飞快地就开始了行动 因为在他们模仁协会的内部 除了一直泡在核心区域的会长之外 他们的副会长谢摩大人 拥有协会内部最高的权限 特别是他们的会长 常年醉心于对自己改造 而不问世事的这段时间 可以说整个协会内部的大小事物 都由副会长决定 这种威望可不是盖的 谢摩大人 我们已经再次紧急为您派遣了大量的动员兵力 林恩豪爽地捏着嗓子大声赞扬道 好 果然是好样的 就冲这一点 回去你们就可以当我的心腹了 命令 你们几个即刻起连生三姐 等我回去之后 我可以考虑为你们受勋 谢谢摩大人提醒 我等愿为大人您安全马后 我等愿永远追随谢摩大人 叮 恭喜您触发了成就 画柄专业护 您获得经验200 画柄专业护 特殊成就 通过为敌对成员画柄的方式 让目标对您感激涕零 五体投递时有几率获得 您获得了永久加成 智力加五 怪物基础好感度加一 授勋的是回去再说 不过你们要提高警惕 我这次面对的敌人非常的可怕 而且鬼地多端 你们要记住 现在正是决战时刻 说不定会有人侵入我们部队的联络信号 给你们提供假的情报 你们一定要有出色的辨识能力 知道了吗 放心吧 大人 这碗饭我们吃了几十年 还没崩掉一颗老牙 凡是仔细点 错不了 是 大人 而在另一边 被蜂拥而出的大军裹挟在中间的泄魔 已经是彻底崩溃抓狂了 别送了呀 求求你们别送了 老底都要送没了 要是让我知道是哪个家伙在派兵 我一定把你剁把剁把杀了呀 这时他飞快地抓住了一个机械虫 对他嘶吼道 喂 你们谁是联络员 你们特么不要再给我折月了 有人冒充我 你们接到的命令是假的 我再说一遍 你们不要再派人来了 那几个通讯员 听着讯号当中传来的副会长的声音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他们的脸上同时露出了冷笑 泄魔大人果然是有先见之明 刚说完会有人入侵信号来迷惑他们 转眼就来了呀 其中一个通讯员嘲讽地回复道 不错呀 能把我们副会长的声音学得这么像 看来你也是有下过苦功夫 冒充副会长贼喊捉贼玩得很溜啊 泄魔听了都快气炸了 MLGB的 你们听清楚了 我才是你们的副会长 我才是泄魔 我的身份编号是0352372 立刻让你们的上级给我滚过来 那几个通讯员冷笑连连 呦 身份编号都剽窃得这么清楚 还想见我们的上级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们上级是你说能见就能见的吗 别和他废话了 拿一个机械虫的权限就想冒充副会长大人 真的是智商严重不足 交给我 我最近刚刚从信息库下载了各大种族的会语合集 正瞅着没地方用啊 然后就在下一刻 泄魔的那边就传来了一串 问候他双亲祖宗十八代 和生殖器的一连串尖酸的骨萃 寒妈量极高 平均三句不离妈 两句不离爹 还动不动就拿他的短小来做比喻 你也不照照镜子 能丑成这样 你怕也是下了苦工啊 你双亲是造了什么孽啊 他们难道都不会哭吗 黑暗世界本来丑人就多 你还要苦心积虑地拉低 整个世界的下线吗 你的心里 难道就没有一点点羞愧之心吗 丑成这样还出来骗人 真的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泻魔器的仰天长笑 终于是再也忍不住的一口鲜血 从嘴里狂飙出 他捂着胸脯 颤抖地指着远方头颅上的灵恩 我和你不共戴天 随后他眼白一番 全身冒着火花 死积了过去 兵 明触发特殊成就 不诈去人之兵 特殊成就 通过特殊的手段 让敌阵对阵营主脑级人物心态爆炸而昏迷时可获得 明获得了永久性加成 全属性加武 智力加武 快乐加实 在远处 拿着望远镜 一直在远远观摩的泰坦头颅 也是罕见的没有暴露 女性头颅 则是欣慰的舔了舔嘴唇 女儿真的找了一个不错的男友 把我家闺女叫过来 就用这么多的食物款待 真的是让人心动吗 你说那老头子 好感度加二 糖衣炮弹 花花肠子 想一顿饭就把我闺女拐走 门都没有 可独角鬼王就不这么认为 我总觉得 那小子的真正目的 可能只是想让侄女 帮她解决魔人协会的威胁 我觉得那个家伙 是在把侄女当枪使 毕竟和常年混沌的 她的这两个大哥大嫂相比 她更清楚人与人之间的歪歪道道 可那个女性头颅 看着那源源不断 传送过来的食物 感觉也不像啊 这是食物 不是威胁 她们看上去真可口呢 没错 而且都活蹦乱跳的 食材还算新鲜 独角鬼王 愕然地张大了嘴 她忘记了 对于根源级的存在来说 这的确算不上是威胁 顶多就是一些不太听话的食物 是可以随便拿过来吃的东西 在她们的认知当中 这恐怕充其量 就是一个小子 邀请她们闺女 去共同想用一群 嗷嗷叫充来送的 小猪仔一样的事情 与此同时 魔人协会最深处的核心区域 一座庞大的地下容器当中 一个庞大的意识 正在缓缓缩醒 协会内部大量的 机械生物的调动 终于是引起了她的注意 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军队调动 虚空折月都启动吗 是谁下的命令 负责维持容器运转的数十名 服从立刻单膝跪地倒 为会长 是副会长谢摩大人的命令 谢摩大人这次外出遇到了 需要大量军队共同讨伐的威胁 所以不久前传来了紧急报告 需要大军的紧急支援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大规模动员 那个会长有一片刻 下一刻瞬间就接管了塔内 大部分的血肉装置和仪器 谢摩是他最信任的下属 所以他才会将协会内 最高的权限给予他 让他全权处理 协会内的一切大小事物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不用经过他的授权而进行 这么大的人员调动 可不是什么小事 谢摩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允许 如此大规模的生物兵团的调动 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林恩顿时一正 但很快就明白了过来 敢用这种语气和谢摩说话 这恐怕是那个魔人协会 真正的boss 没有任何犹豫 林恩微微一笑 再次改变了自己的生态 文会长 我这里遇到了一些大麻烦 等我解决了这里的事情 我立刻向您报告 短暂的寄计 通讯器那边一片沉默 很快那边的声音再一次响起 和之前相比更是冰冷 你不是谢摩 你摘了他的通讯器 是魔人协会倒掉塔当中 那个会长终于意识到 谢摩恐怕已经是遭遇了不错 而手下这些废物 不仅浪费了这么多的兵力 还被人当作猴来耍 简直丢尽了我们魔人协会的脸 有意思 就让我看看 你到底是何方神尚 他几乎是在一瞬间 便远程接管了在游行向外所有的距离 通过他们的视角 立刻便锁定在了那个正在大杀四方的头 竟然是根源级 原来如此 看来这一次被人摆了一头 这是想要利用根源级的生物 来给我协会一个下马威吗 不过他一眼就能够看出 这个根源级和那些真正代表着恐惧和灾恶的根源相比 依然差着不小的距离 如果能够将这个根源级生物斩破的话 想必就算没有收集器所有巨像的部件 那也一定能够发挥出巨像不小的威力 解分我的二号躯体 开启折月 我要亲自去会会他 而这边这骑着小小飞快狩猎魔人协会 残余兵力的灵温询问道 小小你吃饱了吗 还没呢 八分饱 我还要吃美味 但就在下一刻 他立刻就感受到了周围空间的震荡 和之前的震荡相比 这一次来的要剧烈的多 很快一丝丝的不安便浮上了心头 下一刻 一分钟一道心思的光柱 从天而降 直接将周围数十只机械虫压成了粉碎 一个散发着恐怖威势的庞大身影 徐徐地出现在了灵温的视野当中 猎神者傀儡 种族 血肉造物 等级 未知 属性 无 战斗能力 超越君王的强悍战力 介绍 魔人协会最尖端的血肉造物之一 乃是由巨像工程衍生出来的毁灭者 也是魔人协会 针对君王给予根源生物所制造出来的顶级防御武器 但因为巨像工程衍生出来的庞大力量 让整个协会只有一人能够驾驭 如果你遇到了他 请保佑他不是在针对你 看到这么一个庞然大物的降临 灵恩的目光一下就空洞了 这特么就过分了 这难道就是魔人协会的那个大boss吗 警告 警告 当前危机百分之一百 请立刻逃离 灵恩急忙大喊 小小 快避开 但是已经为时已晚 那一支巨子瞬间就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轰的一声就落在了小小的侧脸之上 那巨子的地面都颤动了起来 小小更是被直接抽飞了几十米 而在远处小山丘上的三人更是一惊 小小怎么样 你没事吧 没事 但是被食物打了 龙烟散去只听卡擦的一声 他的一颗牙断了一截掉在了地上 一时间空气中死一般的寂静 小小的眼眶瞬间变得一片通红 那巨大的委屈一下子就生疼了起来 小小委屈的嚎啕大哭 举着自己的一颗乳牙道 一声 牙齿 好看的牙齿裂开了 裂开了 小小张的嘴向林恩展示自己裂开的那颗门牙 他裂开了 说话都跑了 林恩未到 没事的 会长出来的到时候 我再帮你做 独角鬼王看到这一幕脑瓜子嗡嗡的 他下意识地就转头看向大哥大嫂 只听到两颗巨大的头颅牙齿不断咔咔作响 那种沉默所散发出来的恐怖气息 给人一种仿佛暴风雨即将席卷而来的恐怖感触 大事不妙啊 他可是非常清楚大哥大嫂对女儿的溺爱成 那可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碎了 出个门都要远远地护航 悄悄地跟着 唯恐自家女儿遭遇不测 而现在一个大逼都抽了过来 刚才你看清楚了没有 看得很清楚 这一刻这两刻几千年 彼此都是恶毒相向的头颅 竟是第一次如此不掉邪童地站在了一起 老头子不用我说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当然 这还用说吗 在独角鬼王震惊的注视下 那两个头颅便是一跃儿起冲上了数千米的高空 独角鬼王发誓道 这一下他们绝对没了 敢当着大哥大嫂的面 看看是什么人就敢随便上去一个大逼洞 本来损失点傀儡就算了 这一下是真的给你错骨杨灰了 猎神者傀儡看着那正在安抚小小的灵恩漠然道 根源级的生物也不过如此 你就是那个前几日毁掉我的一只血肉傀儡的那个人类吧 能借到根源级这样的力量 不错 你在这黑暗世界当中确实是可以横着走 不过你们千不该万不该 敢招惹到我魔人协会的头上 今天你们毁了我这么多的傀儡 我看你们也就别想走了 灵恩猛然逃出左轮 猎神者冷哼一声 你可真勇啊 这么自不量力 是想用你手里的玩具枪来挑战我 我奉劝你一句 现在逃还来得及 在我把这个根源生物干掉之前 你应该还能活一段时间 好好珍惜这最后的时光吧 一枪 一只猎魔子弹 直接射中了猎神者傀儡的眉心 爆炸出了细小的电流 然后落在了地上 但是人们并且继续迫动着扳机 直至子弹全部打完 看到这一幕的世界观众们全都静待了 那个生物一看就知道是不好对付的 看刚才的那次交手 就算是那个根源级生物 也不一定是那个巨人的对手 这个家伙真是疯了 就凭刚刚的一巴掌 将那个根源级拍飞了几十米 就足以说明这之间的差距了 这个人类是真勇啊 你还真勇啊小子 敢对我开枪 你难道不知道我俩的实力差距吗 哼 当然知道啊 不过作为他的医生 看到患者被欺负这种事情 不管怎么看心里都是非常不爽的呀 小小哭得更大声了 定 小小对你的好感度加二十 小小打心里 认为您是一个值得甜甜 和依赖的好伙伴 您触发了史诗级成就 根源密友 获得经验两百 根源密友 史诗级成就 一个根源级的生物 对你的好感度达到 性爱时可获得 触发此成就则意味着 您已经有了一位根源级的密友 景象着更加深入的友谊努力马 您获得了永久性加成 根源级生物基础好感度加五 魅力加五 体质加五 爱心加一 灵恩转头对着身后的小小 竖起了大拇指 放心 有大哥哥在 不要哭哦 与此同时世界中一阵惊呼 都这种时候了 他都没忘耍过帅吗 简直太特么离谱了 猎神者哈哈大笑了起来 有趣 非常有趣 你是想顺便提高一下 那个根源级生物 对你的好感度吗 你确实是个非常精密的人类 不过 前提是你得活着离开这里 但是你觉得可能吗 我这具身体 拥有超越君王级的力量 全力发挥的话 就算是真正的根源级来了 也不在话下 而你身后的那个脑袋 也只不过 刚刚踏入根源的阶位而已 灵恩咧嘴一笑 你不会真的觉得 我只有这一个朋友吧 此言一出 猎神者就好像听到了 这天底下最好笑的事情 一样大笑了起来 甚至就连周围的那些猎杀者 也配合着发出了一阵阵大笑 哦 难不成你还能再召唤出 几个更强的根源级生物出来吗 你以为根源级的生物 这么不值钱吗 说来就给你来 他大喝一声 向着灵恩的方向一指 可就在他要开口的瞬间 两声巨大的破空声 如同时一般 迎天而降 砸在了那个猎神者的身后 短暂的寂静 伴随着烟尘的散去 巨大的阴影 从猎神者的身后投射了下来 而猎神者依旧保持着 指着灵恩的姿势 灵恩微微一笑 这不就来了吗 小小也是一愣 跑风道 爹爹 妈妈你们怎么来了 全场仿佛石停了一样一片寂静 世界的观众 无不震惊于此刻眼前发生了一切 就是这一家三口 把周围好几个地方都给吃空了的 没错就是他们 我绝对不会认错的 开什么国际玩笑 一个人类居然结交了这么恐怖的一大家子 猎神者僵硬地站在那里全身哆嗦着 看着面前那从身后投射下来的巨大阴影 他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 真 真正的根源级生物 而且一下子来了两个 不对劲啊 这小子嘴是开过光的吗 这两个根源级身上那浓郁的混乱气息 不知道是那个小头颅的多少倍 这种离谱的事 只有至高意志才能办到吧 而此刻看上去稳如老狗的灵恩 实际内心慌得一体 毕竟在很早以前 他就已经从那个婆婆的口中 得知了猎头者远不止小小这一个 所以小小被删了一个打逼多后 灵恩大概率肯定这场仗完了 真的 你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不该当着人家爹妈的面 打人家的闺女啊 哪里像自己 对人家的闺女极尽呵护 满身善意 这不管走哪里都吃得开啊 父母对女儿如此上心 这下可有好戏看了 你刚才很嚣张啊 给了我闺女一个大逼多 没有 没有 刚刚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你很强啊 跟缘集不在话下 没 没很强 我就随口一说而已 刚才那一逼都 你删得很开心啊 没有 没有我那只是和他开个玩笑 那么可爱的一个孩子 谁舍得删呢 真的 其实这是我们摩人协会一种 表达喜爱和善意的传统系统 我们在遇到特别可爱 特别友善的生物的时候 都是以这种形式 来向对方抒发内心当中的善意的 这其实是一种文化系统上的不同 是地域文化之间的一种差异 其实真的是一种很有善的那种 随后他扇了手中那个猎杀者一耳光 就像这样 这就和见面握手一样 是很正常的 您看他也是很欢乐的 谁知下一刻那个猎杀者的脑袋 就给拍了下来 两个猎头者的目光 随即落在了他手上的那个猎杀者的身上 尽稍微用大了解 不过 你们看他还是很开心的在摇着身体 女性猎头者反手就是一个大逼 都抽在他身上 开心是吧 我叫你也开心 开心 风俗是吧 我也来表达一下对你的爱 紧接着世心 那一个逼多多女儿造成了多大的心理伤害吗 先打后吃 吃完再打 打完再吃 我 一时间大地轰鸣 滚滚的烟尘冲天起 那两个几十米高的泰坦 头颅面前的猎神者傀儡 就像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布娃娃 那真的是一点还手的余地都没有 所有的观众看到这一幕 都惊恐地张大了嘴巴 这种富有节奏感的殴打声和惨叫声 听得所有人心里都一颤一颤的 都打出墙了 这难道就是根源级的实力吗 果然是一物降一物 明明刚才那个巨人还很嚣张地来着 太恐怖了 疼得受不了的猎神者大喊出声 妈的 七个太神 又知道我的 遇何食物 很想反抗 找打 把他的骨头打烂些 一会吃着不割牙 泰坦之手 等级 未知 种族 未知 属性 混乱邪恶 混乱中立 战斗能力 不用讨吧 介绍 从更高的未知世界 坠落在黑暗世界当中的泰坦的手机 意识当中充斥着无尽的怒火和混乱 而由此衍生出的疯狂的诅咒 也在刚一出现时 便成功让他成为了黑暗世界最无解的根源怪物之一 他清明的时候不多 而一旦他陷入混乱 那将是黑暗世界所有生命的灾恶 无神之手 等级 未知 种族 未知 属性 混乱邪恶 手续邪恶 战斗能力 相信我 有时候死也是一种幸福 介绍 与泰坦之手同时坠落的手机 诅咒让他变得极度的残忍与恶毒 他已玩弄自己的猎物为恶 每一个被他盯上的存在 最终都会在极度痛苦中死去 似乎只有这种恶毒 还能够遏制住他心底里那疯狂的怨气 但即便如此 他对自己女儿的爱 依然不打丝毫的折扣 特别想把女儿嫁出去 厉害啊 从上面的介绍来看的话 小小的爸妈 似乎和那虚无缥缈的神灵都能扯得上关系了 这可就涉及到我的知识盲区了 因为那个领域距离他现在来说 真的实在太远了 如果说他们两个和神明有关系的话 那小小起步也是神 看到凌恩转过身 小小便开心地伸出舌头 刺溜地舔了凌恩全身的粘液 我的爹爹 妈妈是很厉害的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会跑过来 待会介绍超喜欢的医生 给爹爹妈妈认识 凌恩抹了脸上的口水 果然小小还是非常地友善和可爱 有小小的关系 两位长辈也应该会对本人很有善的吧 在那两个庞大头颅猙獰的撕扯下 在那一声声淒厉的惨叫声中 那个猎神傀儡竟被从中间直接撕成了两半 终于是在被撕裂的最后一刻 他将自己的意识成功地 从那具猎神者的躯壳当中抽离了出来 而这没有经过任何步骤的强行抽离 也是对他的意识造成了很大的重创 而这惨烈的一幕也是给凌恩下的父亲 他感觉还是不要认识的比较好 画面来到魔人协会 在过来的故事下 他们的会长咬着牙 艰难地从那容器当中爬了出来 周围的蒲虫全都脸色苍白地围了过来 会长大人 发生什么事了 您的身体还在改造期 您怎么 世心磨满脸争鸣到 立刻向全协会发出最高级别的命 所有还在到吊塔内部的高级人员 立刻停止手中所有的工作 启动灵极防御预案 同时启动紧急避险方案 将聚向所有的部件立即折越转 此言一出 周围所有的蒲虫全都脸色大阵 灵极紧急预案 这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自从魔人协会建立之际 只有在魔人协会遭遇无法解决 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时 才会启动的末日纪方案 难道说 他们魔人协会 已经是到了不得不动用那个方案的时候了吗 是心魔歇斯底里的嘶吼 快 那几个服从全都惊慌失措的 飞快地向着周围的通讯装置冲去 他们的会者没有再开玩笑 他们魔人协会确实遭遇到了 无法想象的巨可危机 警告 警告 所有协会成员请注意 零号紧急避险预案启动中 所有成员回到各自档位 警告 警告 通往外界的大门即将关闭 倒掉塔即将全面封锁 开启最高级别紧急避险 一时间 在黑暗世界的各处魔人协会的成员 也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接收到了零号预案启动的信息 而与此同时 离开了人偶庭院 正在一座森林当中 向着游魂像狂掠而来的血距 他也是立刻一站 感受到了身体内部响起的警报 他立刻就停下了 脚步一脸的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零号预案居然被激活了 人偶夫人疑惑地询问道 零号预案那是什么 我曾是魔人协会的元老 甚至在魔人协会最初的建立时 曾和当年的老会长 一起参与过到调台的建造和改造工厂 这种紧急的信号源 更是在建立那会 就根植在了每一个成员的身体当中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 当魔人协会遇到难以解决的威胁时 能以最快的速度 将信息传递给每一个魔人协会的成员 那个信号的响起 也就意味着零号预案的启动 那照你这么说 魔人协会被袭击了 不错 而且是毁灭性的 这种事情简直无法想象 先不说压箱底的猎神者傀儡 就说改造的血肉傀儡三行 就有着能够处理大部分危机的实力 有意思 究竟是谁有那个能力 敢去袭击魔人协会的大本营 我不知道 我们得加快速度了 前往游魂巷的途中 能够路过通往刀吊塔的那条路 哪里有那么好的事 小小开心的大喊出声 爹爹妈妈 而刚才还目光恶毒的巫神头颅转眼 就变得泪眼婆娑了起来 女儿来让妈妈抱抱 你受苦了 小小跑疯到 妈妈 你们怎么来了 巫神头颅宠溺的舔视着女儿的脸颊道 爹妈放心不下宝贝闺女 怕宝贝闺女被王八蛋骗了 所以才悄悄跟过来 林恩坐在小小脑袋上表情空洞 刚刚说的王八蛋 不会是说我吧 虽说是利用了一下小小 但自己是小小的好朋友兼私人牙医 应该大概是 没事的吧 林恩立刻就感受到了 两道带有杀意的目光看着自己 这好像不太妙啊 为什么总感觉小小的爹妈 似乎一副很想把自己干掉的样子 我明白了 一定是二老不了解我 对我有防备 只要我真诚地把自己交代清楚就好了 你们好 我是小小的牙医兼护理师 姓林 家住游魂巷55号 17岁 未婚 有房 父母双亡 小有积蓄 请 请伯父伯母多多指教 只是在他说完后 就那么盯着他 伴随着危机度的急剧飙升 林恩不禁打了个机灵 怎么回事 不对劲啊 自己都交代得这么清楚了 为什么小小他爹妈 对自己的恶意不降反声了呢 泰坦头颅伸出触手 戳了戳林恩的侧身开口道 小伙子 不错呀 大车开得很熟练啊 女性头颅也同样戳着他的另一边冷笑道 一封信 就把我家宝贝骗过来了 真的是很会哄骗小女孩呢 你记得我女儿很舒坦吧 林恩越发懵缺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们这是欣赏 我还是要弄死我 警告 宿主当前三岸值即将归零 请立刻稳定心神 冰 恭喜您触发了特殊成就 根源级的恶意 您获得了经验300 根源级恶意 特殊成就 在一个对你产生巨大恶意的 根源级生物面前坚持60秒 而不死有几率获得 这证明了您是一个勇敢的人 您获得了永久性加成 精神力加务 体质加务 勇敢加务 冰 恭喜您触发了二阶段成就 双倍分的恶意 您获得了经验500 双倍分的恶意 特殊成就 什么 你居然在两个 对你产生巨大恶意的 根源生物面前 还坚持了60秒不死 没有人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但这无疑证明 你拉仇恨的能力 以堪制化尽 你的这份勇气无与伦比 您获得了永久性加成 精神力加实 体质加实 快乐加实 凌恩整个人将在那里都无语了 我一点都不快乐 你哪里看到我快乐了 在这种时候 还给我加了10点快乐 你是想要让我走得更快乐一点吗 狗系统 这时小小用力地点头跑风道 一生气小小的时候 真的很快乐 小小也很快乐 逮瞎糊 泰坦投入宁孝地 拍了拍她的肩膀 等吃了那个 杀我女儿的家伙之后 咱也俩要不单独聊了 这下完了 不会是小小的爹爹 误会了什么吧 天地可见啊 虽然自己确实是抱着 是不是可以把小小邀请过来 让小小帮自己 解决一下这次的危机 但是她发誓 她绝对没有一点点的恶意 因为小小这样可爱 而友善的客人 谁又会真的对她 产生不健康的恶意呢 走 闺女 你还没吃饱吧 既然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那就敞开了吃 与此同时 一片广阔的荒原之上 地面开始浓浓地颤动了起来 零号危机应对预案 已启动 正在全面激活当中 伴随着巨大的破组车子 一只又一只长达百米的 巨大机械手 立足从地下不断 一座由血肉和机械结构 聚合而成的庞大造物 缓缓地升到了地面之上 零号危案全面起动 最高防御机制激活 是座型巨像零一二号 全面开启 进入紧急战斗状态 在不远处的山脉上 血巨和人偶夫人一下 便看到了那荒野的 镜头屹立的那座 植入云端 被血肉包裹的高塔 血巨脸色瞬间凝重了下来 果然 零遇案启动了 那个是心魔 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怎么敢启动这个造物 人偶夫人望着那只 插天际的高塔 难难道 好大 好粗 好高 一柱晴天 上面布满着 猙獰的血肉和沟壑 周围还涌动着 无数庞大的机械手臂 这样恐怖的巨像 简直就像是 蔑视巨人一般 让人根本无法想象 这会是人造物 恐怕就算是 根源级的生物来了 也绝对有一盏之力 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血剧 这是我们 魔人协会的最高研究成果 也是我们模仿 巨像构建出来的 第一代 是座型战争机器 它几乎集合了 我们魔人协会 历代的尖端科技 这也是我们现阶段 能够造出来 最庞大的造物 它取材于一个 坠落在我们黑暗世界的 科技文明技术 人偶夫人一律到 另一个科技文明 没错 不过与其说是科技文明 倒不如说是 那个文明失落的遗产 而就因为我们 得到了那份遗产 所以才有了 后面的巨像计划 通过数百年的努力 我们的技术 达到了黑暗世界的顶端 而这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技术 再也无法取得 进一步的突破 但幸运的是 我们在地下找到了一尊 来自更高未免世界的 巨像残骸 那是血肉和机械的 完美结合 承载着更高层次的 文明与科技 而也正因如此 历代的魔人协会成员 都激进狂热地 想要刊破那座巨像的秘密 甚至一度想要将其重建 因为如果真的 能够重建出那座巨像 那整个黑暗世界 将无人能出其左右 只不过后来 因为某些可怕的发现 让这个计划 被老会长命令尽致 在这之后 发掘出来的巨像各大部件 也被当年主导这个计划的 那一批元老 各自保管了起来 巨像计划也由此搁浅 但谁能想到 世心摩纳混蛋上位后 完全摒弃了 上一任会场的命令 他一直想着重启 那个可怕的计划 人偶夫人皱着眉 眺望着那座道吊塔 那这是做的巨像战斗能力怎么样 和你说的那个 真正的巨像相名吗 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但他建造时 就采用了部分巨像的理论 如果说破坏力的话 笔尖根源 此刻地下更深处的 封闭空间当中 无数的数据 在屏幕上不停地闪烁着 显示着那座 庞大巨像的各项数据 会长 零号预案完美启动 各方面数据运转正常 是心摩表情 冰冷歪嘴冷笑道 好 很好 这就是他们 魔人协会的最强防御手段 只要零号预案启动 那整个道吊塔 都会化作巨像 变成一件 无与伦比的战争兵器 伴随着巨像 大不见地逐步发掘 十年前 更是由他亲自主导 对道吊塔 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改造 可以说 现在 他们已经是最接近 研究巨像成功的 论破坏力和防御力 简直就是毁灭性的 聚集在核心地区的协会 各大高层凝重地问道 会长大人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急地启动 是座巨像 我们已经被三个 根源级的生物盯上了 如果不立即开启零号方案 等他们来了 那可就没任何机会了 此言一出 所有人全部都脸色大变 什么 根源级生物 还是三个 这怎么可能 到底是哪个蠢货 敢招惹那种级别的存在 他脑子有兵吗 想要送死也不能拉着我们一起 是心魔淡淡开口 是我招惹的 怎么了 周围的人顿时不说话 都别在这里处着 你们立刻下去安排 率先将有关 具象计划的所有资料进行转移 然后是其他高精箭的 生物兵器资料 是 会长 不过是心魔 对自己的最尖端造物 还是有信心的 就算是三个根源级 一起来又如何 就算打不过 也一定能够争取数个小时的时间 画面来到人偶夫人这边 正当他要将自己的猜测 和血距说实 突然之间 大队再一次颤抖了起来 就像是某种庞大的脚步 又像是巨大的山峰 不断撞击着地面 而也就是下一刻 远处的荒原 一个庞大的女孩 投入一下子 从一座猎谷下面一跃而上 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当中 血距满脸震惊 他一眼就认出了 那个庞大生物 那是猎头者 他们简直是疯了 居然招惹了这种怪物 你生什么气 协会被干掉 你不就安全了吗 该死的是心魔 我可没想着 整个协会跟他陪葬 不过那个猎头者 看上去体型要小一些 实力应该无法与那些 真正强悍的根源线 如果就这个的话 是做形巨像 还是可以轻易解决的 但他话刚说完 又是一声巨像 只见一个 比刚才那个头颅 还要大数倍的头颅 一下子 就从他的身后跃了上来 这一下子 血距彻底傻了 还有一只 而且还是成熟体 不过就算如此 就算巨像撑不住 那肯定也能争取到一段时间 转移资料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 一颗比那两个更大的头颅 瞬间便从那座猎虎跃了上来 重重地落在了 那两个头颅的身边 血距彻底乌语了 三个 这特么捅了根源级窝了吗 有没有搞错啊 人偶夫人喃喃道 你觉得魔人协会的胜率怎么样 血距急眼道 这还剩个毛啊 剩点喳喳都不错了呀 再牛逼的造物 你也对付不了三个呀 有这功夫 还不如早点回去洗洗睡 不用看了 协会彻底完蛋了 我们还是去游魂巷吧 人偶夫人仔细地 眺望着那出现的三个猎头者 很快就发现了一些 不对劲的地方 血距你快看 有个无敌的人类 正骑在那个根源猎头者的头上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开玩笑 一个人类特么骑着猎头者 你怎么不说耗子骑猫呢 他不耐烦地拿起了望远镜 向着那三个猎头者的方向望去 只见那只较小的猎头者脑袋上 一个人族少年正盘膝坐在那里 手里翻着花绳 正笑眯眯地 给面前一根捧着眼球的 好奇触手掩饰着 但这不是重点 血距惊讶地大笑了起来 他一眼就认出了 那个少年的脸 竟然是他徒弟 而正在小小脑袋上 表演花绳的林恩 突然一震 他立刻就感觉到了胃里 有一股血气正在上里 下一刻一滩血 就直接吐在了小小的头上 紧接着血液 开始蠕动缓缓 聚集出了几个丑暴的胆子 徒儿 骑在猎头者身上的是你吗 林恩猛然跳起大喜道 是老师 老师果然没事 而且就在这附近 几乎是难以遏制心中的激动 林恩立刻对着四面的荒野大喊道 老师 我还活着 您死了没 您什么时候回店里啊 你徒儿我一个人很害怕啊 写句口吐白沫 整个人就开始抽出了起来 他简直不敢相信 那个骑在猎头者头上的人 真的是自己的福利 冰 恭喜您触发成就 夏昏老师的出尝试 您获得基础经验200 夏昏老师的出尝试 特殊成就 以任意方式将自己的老师 下抽过去时有几率获得 您向着七师灭祖的方向 踏出了坚挺的一步 恭喜您获得了永久加成 精神力加一 力量加二 快乐加二十 林恩满头黑人问号 这什么诡异的成就 我怎么就把老师下抽过去了 还有你这系统 能不能别随便给人一些 莫名其妙的成就 巫神投入您笑地 舔尸了一下自己的嘴唇 我们到了 林恩立刻就被眼前的 那一朵庞大血肉高塔给吸引了 难道说 那就是倒吊塔 很快他的眼前 便浮现出了一个信息面板 试作型巨像012号 倒吊塔 等级 未知 类型 血肉 机械造物 属性 未知 战斗能力 无可匹敌的反根源巨像 介绍 魔人协会最阶段的造物 脱胎于死罩新闻名遗产的 试作型巨像 不过因为只使用了 巨像蓝图的不衡构造 导致其无法与真正的 巨像相提并论 但集合了魔人协会 数百年研究成果的道吊塔 依然拥有能够 比肩根源的恐怖实力 丁 您遇到了第一座 奇迹造物 图件系统 以激活 您现在可以自由使用图件系统 记录您遇到的 任何一种生物与器官 并可以花费 一定的骷髅臂 对某一个图件 进行深度解析 丁 图件解析所花费的骷髅臂 与目标实力 与构造有关 解析完成后 您可以更深入地 获得目标图件更多的信息 包括性格 喜好 真实实力 弱点与更多信息介绍 奇迹造物 奇观 图件 果然 这系统还是有很多的功能 等待自己的开发和调教 可是为什么越看越觉得 自己是在一个网游世界啊 懒得继续多想 他立刻点开了 那个图件图标 丁 检测到奇迹造物 正在帮您录入 录入成功 是做型巨像导吊塔 已被录入奇观页面 当前编号001 您获得了收集奖励 自由属性点加10 林恩大惊 10点自由属性 这么强的吗 而这仅仅只是 他收录了一座奇观的信息 就给了这么豪华的奖励 丁 图件系统出发后 请宿主尽可能多地 录入更多的图件信息 每个图件都会根据 目标信息的不同 获得相应的属性点奖励 请宿主再接再厉 原来如此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是不是小小 小小他妈 小小他爹也都可以收录 要知道 他们可都是根源级的生物 林恩迅速地将目光 聚焦在了胯下的小小 果不其然 很快就想起了系统的提示 丁 您收录了根源级生物 猎头者小小的图件 您获得了系统奖励 6点自由属性 林恩顿时一喜 立刻转头 望向不远处的 另外两个根源级生物 丁 您收录了根源级生物 猎头者泰坦头颅 您获得了系统奖励 20点自由属性 丁 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助力 这才收录了4个 就给了51点自由属性 这不比升级提高的属性 要多得多 与此同时 看到那三个猎头者的到来 世心魔冷笑道 既然来了 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们协会最顶级造物的强大实力 是作型巨像全面激活 进入战斗模式 目标已锁定 开启根源反制 巨像蓝图全面启动 第一阶段信息构建完成 第二阶段能源输送完成 开启猎杀 这可是经过几百年的时间 无数协会成员的努力 共同研究出来 堪比根源的血肉组织 再加上取材于 巨像结构的 精密合金与魔能骨骼 模仿了 深渊古龙特性的展翼 以巨型熔岩魔像的 核心作为能源 再加上 血魔聚合体的愈合能力 就神厚义的诅咒 作为各处精密结构的链接 拿什么给我打 就算你们是根源及生物 又如何 在我魔人协会 最高级别的研究成果面前 统统去死吧 警告 警告 您触发紧急特殊任务 好 任务目标 在最短的时间内 逃离凄凉荒野 任务奖励 黑如碧舞 基础经验一万 特殊奖励一 紧接着是 坐行巨像缓缓 将炮口锁定了 远处的猎头者三头 下一刻如同暴雨般的炮火 不断朝他们暴射而去 正当时心魔以为 巨像的火力 被根源及的他们造成伤害 而仰天大笑的时候 他却发现在那巨像猛烈的攻击下 那三个猎头者 竟然毫发无伤 女人感觉怎么样 不错力道刚刚好 全身舒畅 虽然有点痛 不过小小喜欢 随即泰坦头颅一跃而起 一根根无比粗壮的触手 就像是闪电一样 骤然向着那个巨像暴射而去 礼尚往来 我也来给你按个膜吧 泰坦头颅的触手 就像是在抽驴一样 不断地抽打在那个巨像的机体上 巨像被打得皮开肉绽 火花四剑 泰坦按摩第一式 锅压坐飞机 直龙卷风摧毁停车场 变光浮龙钻 骂了个八字的 一个小小的机械 赶在你爷爷我面前装十三 你吼你 我让你吼 灵恩呆呆地望着那巨像 被摁在地上 啪啪狂扁的画面 这就是根源级的招式吗 太奇特了 还以为能看到一场世纪大决战了 结果是单方面的碾压 小小一家真的是太强了 只要实力不在一个层次上的话 那强的一方 真的是可以换着花样 来欺负弱的那一方 学会了 下一刻他的耳边 响起了系统提示 叮 当前任务取消 明触发了新的任务 打扫战场 任务介绍 战斗结束之后 尽可能地从事 做形具象的残骸中 使取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充实自己的收藏 任务奖励 你拿的东西 这次的任务 居然只是简陋 未免也太简单了吧 如果说这里就是 魔人协会的大本营的话 到吊塔都已经出动了 那魔人协会的其他人员 也一定就隐藏在附近 他立刻发动了血肉灾变 在自己的脸颊上 灾变出了一枚恶灵树桶 他的目光 落在了不远处的 那座巨大的深空 在恶灵视野的帮助下 他在地下数百米的位置 立刻就捕捉到了 密密麻麻的生物气息 林恩微微一笑 可算是让我找到你的大boss 此刻的是心魔 盯着眼前屏幕中的巨像 被小鸡仔一样 吊着打的画面 彻底看啥了 下一刻刺耳的警报声 在整个基地响起 警告 当前导吊塔损毁程度85% 预计在五分钟之内 导吊塔核心基地将彻底失效 请立刻撤离 基地当中的所有研究人员 全都露出了惶恐的神情 这不是说笑的吧 导吊塔在损毁 开什么玩笑 我们不是已经启动了零号阅案了吗 这特么距离启动 才刚刚过去了多久啊 我们这下完了 根源集的生物 我们确实惹不起啊 是心魔怒赤道 慌什么 你们几个把资料都带好 只要资料不丢 我们还能东山再起 现在立刻准备折月装置 让协会二级以上 全线人员准备撤离 请告 请告 基地外检测到强大诅咒员的迅速逼近 全面防御 系统启动 准备组结 是他 看到灵恩的那张脸 是心魔心中的怒 立刻被生疼了起来 就是这个人类 这一切的祸端 都是由那个人类而起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家伙 他们魔人协会 也不可能会招惹到 这三个可怕的根源集生物 而现在 这家伙居然还敢来打 他们基地的主意 似乎是察觉到了 是心魔的注视 击着小小的灵恩 立刻微笑地抬起了头 对着监控 非常有理地进了个礼 看到这一幕 是心魔彻底炸毛了 立刻开启防御系统 给我打 瞄准那个人类 给我把他打下来 定 是心魔对你的怨气 加40 听着耳边响起的提示 灵恩嘴角的笑容 此刻比AK还难压 随后他单膝蹲服了下来 就像一只叙事待发的猎猫 小小 你尽管往前冲就是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 咱们的目标 可是那个给了你一个 大逼多的混蛋 小小用力地点头 飞快地蠕动着出手 朝着地底挖去 现在的小小 对灵恩的信任度和好感度 已经是让他对灵恩的话 言听计从的程度了 在他心里 灵恩早已经是一个 值得信赖的医生大哥哥 是可以深入交流的 那种友好存在 佐佐 别装睡了 该干活了 定 佐佐对你的好感度减一 佐佐正努力地 让自己看起来 像一只正常的左手 并不是因为害怕什么 只是单纯地 遵从心的旨意 佐佐认为自己睡着了 喂 马上要到boss站了 你隔着跟我装死是吧 你不会是耸了吧 谁耸啊 老娘天不怕地不怕 耸字都不知道怎么写的 正在风驰电车的 小小好奇地摘下了眼球 用一根触手 拖了起来好奇地 望向灵恩道 医生有听到 说话的声音 看到那颗眼球子 佐佐瞬间就炸毛了起来 一下子 就躲在了灵恩的肩膀后 定 佐佐对小小的畏惧度 加二十 灵恩嘴角微翘 没事小小你不用在意 我的左手有些害羞 习惯就好 他因惨惨地凑在佐佐面前 你应该会听话的吧 佐佐应该不会不听话吧 应该的吧 毕竟凉拌猪手吃起来 也是嘎嘣脆的 那其他的手吃起来 是不是也是脆生生的呢 跟你说哦 我的这位根源级的朋友 最爱吃这个菜了 你 你在威胁我 定 佐佐对你的畏惧度 加十五 怎么会呢 你可是陪着我 单身了十七年的佐手啊 我怎么会做出那种 丧尽天良的事情呢 毕竟我也不是什么蘑菇 佐佐终于是松了口气 也是再怎么说哦 我们也是一体的 怎么说也得先煎炸一下 再撒点自然吧 定 佐佐对你的畏惧度 加二十 佐佐吓哭道 你到底想怎样了 当然也没想怎样了 听话的孩子有糖吃 不听话的孩子有药喝 所以佐佐 你是想要做听话的孩子呢 还是不听话的孩子呢 佐佐委屈到 能选顿角吗 林恩立刻转身大喊 小小 今天医生请你吃凉拌左手 那是什么很好吃的吗 没错 能够发出哇哇的特殊伴奏 这一下佐佐终于是裂开了 因为这家伙的变态性格 还真说不定能做得出来 我听话 我吃糖 以后你做大的 我做小的 这总可以了吧 迫于林恩的淫威 佐佐只能驯服地张开了嘴 被他无情地插入 这就对了嘛 毕竟我也不是什么魔鬼 听话的话 咱们两个 还是可以好好相处的啊 跟着你附体混 你完全可以放心的 只要有我一口肉吃 保证也有你的骨头啃 定 佐佐对你的顺从度加一 明对左手变异体的驯化 取得了初步的进展 终于是暂时性地 把佐佐拿下了 虽然是用了威逼利诱的手段 但终归是由了阶段性的进展 以后只要慢慢地加以调调 并且恩威并失 最后一定能够彻底 将这个不听话的变异体 变成自己的助力 接下来就是BOSS战朗 系统将所有的属性点 全部分配到体质上 瞬间 他的耳边 响起了系统 炸裂般的加点提示 也是在分配完成的那一刻 他立刻便感受到了 一股汹涌的热流在身体当中 如同绝地的洪水一般 疯狂地涌入到了 他全身的机体 与此同时 他的个人信息面板 再次浮现了出来 灵恩 等级 10 代转值 经验累积中 种族 人族变异 阵营 代分析中 力量 47 敏捷 51 智力61 体质 154 特殊属性 快乐 10 爱心 1 介绍 血菊要祭奠精明的人类学徒 一个擅长欺骗小萝莉的 BT萝莉控 虽然经过了多场战斗的历练 但依旧改变不了 他会突然跳出来 强行装13的恶劣心境 不过 他似乎拥有很高的 疼痛耐受能力 和精神包容性 对自己的身体出现各种异样 都不会表现出正常的压抑 而在最近 他似乎逐渐地迷上了 软饭硬吃的快感 系统 你够了呀 谁他妈是萝莉控啊 要不是现在没空 我一定骂你的三天散言 不过现在有了这么高的体质 那也就意味着 血肉灾变将会具有 更高的活性和延展性 一声前面有门 小小 强行倒进去 一声巨大的轰鸣 通往地下的基地内部的 钢铁巨门 硬是被小小一脑门给撞开了 就在落地的一瞬间 四周一座座自动化的 机枪炮台 立刻显露了出来 无数的红点齐刷刷的 瞄准着小小和灵恩 不愧是魔人协会 居然已经有了这种 全自动化的防御系统 下一颗密集的子弹 如同暴雨一般 不断地吵着两个四周 左左立刻在他面前 迅速地团杖起来 直接化作一面肉壁 构成的五边形盾牌 挡在前面 灵恩大惊道 左左 你这个家伙 居然已经可以随意改变形态了吗 左左吃痛道 大哥 费什么话 还不赶紧把那些炮台干掉 他们射得我啪啪地疼啊 灵恩立刻从怀里 摸出了自己的猎魔左轮 在根源骑士带来的加成下 他很快就锁定了 前方的数个机炮 冰 您的枪械精通加二 小小继续冲 在灵恩一顿骚操作下 所有的炮台 全给灵恩干报废了 接下来的几轮当中 无一例外 所有的防御机炮 全都倒在了灵恩的阵轮之下 冰 恭喜您触发成就 摆设摆重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200 摆设摆重 阶段性成就 在使用枪械等能进行发射的武器 进行攻击时 短时间内连续命中 100个以上的目标 并没有拖把石可获得 虽然此成就 没有同名的摆设摆重的难度高 但依然不失为 是对宿主一次里程碑时的认可 您获得永久性加成 精准度5% 射击速度5% 但要冷却速度5% 在抵达第二座大门的时候 大门竟在缓缓地向上开启 灵恩立刻便发现 大门内竟全是密密麻麻 叙事待发的猎杀者 和之前所看到的那些猎杀者不同的是 他们装备的 不再是那锋利的螳螂刀 而是粘连在左臂之上的炮口 目标锁定 最高命令 阻击 立即发动攻击 请客间 整个走廊全都充斥着热烈的火将 灵恩都惊了 在关公面前耍大刀 这还能惯着 他直接掏出龙溪之壁架在肩上 龙手就像是活过来了一样 同时口中还在不断地汇聚着极致的高温火焰 伴随着一声龙啸 巨大的龙口 在那可踏的龙溪之下 那群猎杀者很快就出现了融化的迹象 请告 无法附和 立即开启防御模式 目标火蛇减弱 机体损失度41% 护甲全面失效 立即转化战斗模式 准备阻击 一瞬间 灵恩汹涌地突破了那火墙 脸上还带着极致病态的礼貌微笑 手持刀刃出现在了那些火花似箭的猎杀者面前 随即便一刀砍在了为首的一个猎杀者的搏梗之上 定 宁吉杀了一只猎杀者 获得经验200 在猎杀者还没反应过来之时 左左迅速膨胀到了几乎数人的巨口 一口便将另外一个猎杀者吞入口中 定 您的左手吞噬了一只猎杀者 获得友情经验100 左左立刻闭上嘴巴 然后整只手瞬间扭曲 化作一笔据点 无断地朝着那些猎杀者舞动着身体 在他们身上留下一道又一道深深的伤口 凌恩大惊道 左左 你居然还可以变成剑 岂只是剑 只要给我吃足够的东西 我什么都能给你变出来 果然不愧是自己的左手 居然还有这种牛逼的特性 既然什么都能变 那岂不是也可以变成小钱钱 想想都兴奋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好好挖掘一下 左左的延展性和潜力 随着小小的入场 那些在龙溪之下 几乎失去反抗能力的猎杀者 立刻就变成了小小一个人的大餐 视星魔望着那走廊上 传回来的漆黑画面 整个人都要急火攻心了 那个该死的人类 完全把我这里当成自助餐了 会长大人 资料已经全部转移完毕了 折月装置也已经准备好了 也罢 这个地方已经没什么用了 就让你们吃个够好了 只不过 这是你们的最后一餐了 准备启动基地自毁措施 权限认证 最高权限认证成功 指令已发送 基地自毁措施正在启动 当前倒计时十分钟 请所有人员紧急撤离 刺耳的警报声在整个基地响起 所有的成员都露出了惊恐和震惊的神情 自毁 开什么玩笑 我们还没有撤离啊 快去折月大厅 快啊 折月装置设定好了吗 是的会长 坐标已确立 我们随时可以出发 好 立刻开启折月装置 咱们走着瞧 等有朝一日 具象在我的手里单上 到那时你们所有人都要为今日之事 付出代价 只是他话刚刚说完的那一刻 整个大厅的光芒 突然就剧烈地闪烁了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会长好像功能过载了 我立即检查 不好了会长 功能是被那个根源级怪物给毁了 也就在这时 倒计时广播再次响起 自毁倒计时六分钟 是心魔呆滞地站在那里 大脑一片空白 最绝望的是 刚刚启动了基地的自毁装置 然后折月系统正好失灵 现在还被困在这座 即将爆炸的基地当中 这简直比直接杀了他还难受啊 就在是心魔愣神之际时 突然轰的一声 大厅的刚强 直接给小小撞开了个大洞 看到那个是心魔老灯还在 灵源的笑声逐渐变态了起来 总算是找到你了 我亲爱的大boss 是心魔朝那被他们撞出来的 巨口望去 可以清晰地看见 那几乎是一条 整整齐齐地 从基地外围的走廊 蔓延到这里的直线 我说怎么这么快 原来是硬生生撞过来的 灵恩静静地望着他 没办法 谁叫你启动了自毁装置 我只能走 捷径了 虽然时间有些紧迫 但是要干掉 你还是绰绰有余了 兵 您触发任务 借助小小的力量 击杀魔人协会会长 任务奖励 黑炉必一 经验五千 特殊奖励一 是心魔的双眼 变得愈发的冰冷 眼中的怒火 迅速如潮水一般退去 好 很好 有根源级的帮手 要消灭 我确实易如反掌 但你忽略了一件事 你不该出现在我面前的 我要杀你同样也是轻而易举 下一刻一道 看不见的涟漪 瞬间从是心魔的身体 散发了出去 灵恩立刻便感觉到了 整个大脑 就像是要爆炸了一样 一切都来得太快了 糟糕 这是精神攻击 卓佐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就从灵恩的身上 脱离了出去 整条手臂迅速溶解 化作了一滩滩 粘稠漆黑的液体 伴随着一声声婴儿的哭啼 地上那些漆黑的液体 顿时挣扎着 融遍出了一个又一个 和灵恩长得一模一样的婴儿 而那些婴儿刚一出现 就张着漆黑的大口 朝着是心魔 发出一阵阵诡异的啼哭 哭声中伴随着扭曲 诡异 污染 一种恐怖的精神污染 顷刻间就对他的精神波动 产生了巨大的干扰 几乎是在那一瞬间 灵恩立刻便从那干扰中 清醒了过来 他立刻掏出左轮 毫不犹豫地扣下班级 猎魔子弹落在是心魔的身上 巨大的神圣电流 立刻就在他身上弥漫了起来 与此同时 小小的触手也紧随而至 尖锐的触手 瞬间就洞穿了他的脖壳 让他伸手一触 佐佐 你怎么样没事吧 那些粘液开始重新聚集 然后一点点地爬上了他的身体 重新变回了左手 没事 就是有些食欲不振 怕是几天都吃不下东西了 刚才要不是佐佐及时反应过来 自己恐怕早已经精神爆炸 直接挠死了 果然是危险的事件 就算是在小小这种根源级的身边 也不可能是绝对安全的 医生刚刚那是什么 精神攻击 一种直接攻击对方意志和心灵的能力 防不胜防 极为可怕 那这个家伙 死了吗 应该没有 因为系统的任务完成提示还没响起 那也就意味着 这家伙现在还活着 大家思索 灵恩立刻开启了恶灵视野 小小我们走 既然他第一次没有解决掉我 那就别想再有第二次了 这死老六弄完我就想跑 别给我抓到 老子直接给你错补杨灰了 在基地最深的核心区域中 一座巨大的容器当中 隐约不断地传出一阵阵机械的合成音 意识转移完毕 一号躯体完成聚合 正在重启 一双闪动着鸿芒的双眼隐约亮起 同时还伴随着沙哑的声音 血肉朴落 机械为尊 距离基地自爆还有四分钟 请全部人员尽快撤离 可由于基地太大 灵恩不管怎样都找不到实行魔的踪迹 可下一刻他们面前的墙 就被一笔距离轰然堵穿 小小也是在这一击之下 倒飞出了树木 虽然这一击之下 小小并未受到任何伤害 但是却给灵恩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这是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 想不到你们还没走 这样也好 省得我亲自去找你们 就让我亲手将你们埋葬吧 介绍 由魔人协会制造的最顶级的机械造物 也是区别于猎神者傀儡的纯粹 由机械构成的战争兵器 因为具象科技的发现 导致魔人协会最初所坚持的 机械飞升理念出现了动摇之后 机械众神也因此被搁置 但是心魔一直秘密 对这座机械之躯进行改造 在成功融合了具象科技之后 让它成为了它最强大的神区之一 灵恩笑了 谁埋葬谁还不一定呢 你一个根源级都不是的 在真正的根源级面前都这么嚣张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小小 吹死他 顷刻间无数的触手 朝着使心魔迸射而出 在这猛烈的攻击下 使心魔却是游刃有余的全都避开了 抓到空挡的使心魔 立刻朝着灵恩发动了 比之前更加强大的精神攻击 佐佐也是第一时间 感受到了这次精神攻击的如一般 如果是正面接上这一击 那将必死无疑 灵恩却是面不改色 放心吧 我有办法 随即他让小小张开了嘴巴 自己直接钻了进去 透着那颗被打断牙齿的间隙 灵恩还不忘嘲讽道 同样的招式对我是没有用的 有什么招式尽管使出来 还是说你也就这个技能 那也实在是太拉胯了吧 是心魔虽然火大 但还是忍了下来 果然是个精明的人类 居然能够想到这种办法 来躲避自己的精神正宝 你的确令我刮目相看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你一定要对我们崭尽杀局 瞧你这话说的 能不能要点脸 当初你派血肉傀儡去 游魂巷干掉我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说这种话 太猎杀着二次清理我的时候 也没见你们想要和我讲道理 行了 说多都是累 小小 该开饭了 小小立刻就发动了灵力的攻击 无数的触手 就像机关枪的子弹一样 暴射在了实心魔身上 敢欺负我的医生 小小打死 倒计时还剩两分钟 时间愈加紧迫 灵恩看着那不断闪避的是心魔 即便拖下去 就算小小能赢我们也出不去 必须速战速决 很快灵恩就想到了什么 如果是意识转移的话 那他这句躯窍当中 应该还隐藏着肮脏的血肉 那如果我发动随机诊断术 那岂不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一 您正在使用随机诊断术的主动效果 以检测到目标 请问是否发动 灵恩黑黑一笑 立即对视心魔发动了随机诊断术 而在那正与小小的触手铿锵对垒的是心魔 立刻就察觉到了身体的异样 同时一股难以形容的异样感觉 感应器在大脑中产生的画面 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 这时他的耳边开始不断响起刺耳的警报 几乎是在瞬间 链接大脑的感应器 立刻就将所有的异常进行了分析 并发送到了他的视觉感应器上 请告 机体检测出疾病 大脑寄生虫 脑血栓 脑梗 阿兹海默症 精神分裂症 他惊恐地嘶吼着 这不可能 自己这句身体堪称完美 而现在居然出现了脑梗等一系列大脑疾病的并发症 却也为时已晚 同时也因为大脑的病变 他的机械之躯 也是瞬间被小小一触手打飞出去上百米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竟然输给了一个区区人类 这时林恩缓缓从小小嘴里走了出来 果然和自己猜测的没错 是心魔 你还没办法真正地做到脱离物质实体 而让意志单独存在吧 你毕竟不是真正的幽灵 你的这具机械之躯 也不过是一个为了保护你的大脑 而存在的空壳 如果你使用真正的血肉之躯 我或许对你好无办法 但你错就错在 你在我面前用了一台机械装甲 同时这也让他的随机指 断数发动的成功率大大提高 可惜即便再强大的躯体 也改变不了你大脑脆弱的事实 警告 自爆程序开始最后20秒倒计时 小小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可下一刻身后再次传来了食心魔的声音 只见他艰难地站起 嘴里还不断嘀咕着要杀掉所有人 可突然间他却露出了一丝傻笑 声音也变得奇怪了起来 同时耳边还不断传来警报 警告 阿兹海默症已发作 精神分裂已发作 他整个人就那么不受控制的 在原地不断地舞动着身姿 对于一个将死之人小小也不再理会 他立刻就一跃而起 快速地向外而去 丁 您超额完成了任务 刘全师 任务奖励 五黑卢币 基础经验 三千 特殊传说奖励 技能 过往一面 丁 您完成了特殊任务 击杀魔人协会会长 任务奖励 黑卢币一 基础经验五千 特殊奖励 技能强化卷轴一 伴随着耳边系统的提示 凌恩这才输了口气 总算是结束了 也是趁着这回没事的功夫 凌恩打算看看系统 这次奖励了什么好技能 技能强化卷轴 可以对以学会的技能进行强化 小幅度提高技能效果 最高强化之时 过往一面 类别 技能 品质 传说 介绍 特殊技能 消耗大量精神力 可以短暂在线目标 过去某个时间点的状态 凌恩大惊 怎么弄就怎么弄 直接无敌 也就这是系统 再次传来打脸的提示 但是无法改变对方实力 成功率与目标的抗拒程度成正比 持续时间结束之后 恢复正常 持续时间 一小时 凌恩这下彻底傻了 不是吧 不影响实力 那变成瘦精卵也是 超级无敌瘦精卵啊 那这技能还有个毛用啊 也就在这时 泰坦头颅和巫神头颅 也是赶了过来 巫神头颅发出了恶毒的笑声 看来女儿把他们 全都解决掉了 担心死妈妈了 女儿可真棒 你担心啥 只顾在那跟我抢具相吃 你还说我 你自己不是也吃了不少 凌恩一阵无语 这家人的相处方式 还真是和谐 别具一格啊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具尸体 竟是炸飞到了小小的身边 仔细一看 原来是是心魔的机械之躯 凌恩也没想到 这爆炸的威力竟如此之大 竟是直接把它炸飞了出来 不过这样也好 也省去了不少时间 凌恩掏出夜魔刀 用力插入机械之躯的后脑勺中 随后转身道 小小 帮我砸一下 我想看看是心魔的脑子 但是小小还没行动 凌恩瞬间就被两个庞大的阴影所笼罩 凌恩转身瞪着眼 冷汗刷的一下就出来了 现在就开始使唤我闺女了吗 这门婚事 我还没同意呢 凌恩猛了什么情况 不 我就是想请你女儿帮忙 等等 不对劲啊 他们在说什么啊 凌恩这才反应过来 婚事 什么婚事 这到底什么情况 巫神头颅带着奇怪诡异的微笑 咔咔地张开嘴道 别装了 你和我女儿 关系这么亲密 你俩是在交往吧 凌恩一个机灵 努力保持着镇定 不不不 我想你二老误会了 我其实 脑袋 我帮你撬开了 当你刚刚说 误会 什么误会 没 没误会 谢谢伯母 不用谢 都快自嫁人了 太见外了 看着那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凌恩不再理会 而是保持镇静地走到那台机械的面前 果如他猜想的一样 并您收录了机械众神图谱 您获得了五点自由属性奖励 并您收录了试心魔图谱 您获得了两点自由属性奖励 试心魔图谱 当前样本完好程度 13% 异常病变 脑血栓 脑梗 阿兹海默症 寄生虫 精神分裂等 介绍 存在于黑暗世界当中的一个古来种族 又被称之为脑魔 他们拥有极为强大的精神力 但是并没有自己的身躯 某些特殊的试心魔 可以通过在宿主体内寄生 逐步将目标的大脑吞噬或同化 被同化的大脑 将会成为是心魔的新的意识承载 并使其可以在多个大脑之间 快速进行意识传输 林恩微微一笑 将那颗大脑小心翼翼地打包起来 回去送给老师 我想老师一定会喜欢我送给他的这份礼物吧 而在远处山峰目睹全过程的人偶夫人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就是血剧的徒弟吗 太杰出了 真的是比血剧那个家伙优秀太多了 这不免让他都心动了些 毕竟这样年轻又有能力的出众生物 即便是在这黑暗世界也是少之又少 更重要的是 他是一个人类 这更是一个完美的加分项 他转头看了眼 依旧在那里孤独冒泡昏迷的谢剧 一下子就对这个老便 太没什么太大的兴趣了 毕竟当年如果不是实在找不到一个 还算正常一点的人形生物 他也不可能让这个一点都不懂风情的家伙 来帮助他解除身上的血缘祖众 本来还想让血剧这家伙 来帮自己的女儿们解咒 但现在他的想法不一样了 如果能把他那个杰出的徒弟骗来人偶庄园 然后再使用一些特殊的手段 让他和自己的女儿们好好相处一下 说不定就可以像当年自己和血剧这个家伙一样 慢慢地培养出感情来 到时候水到渠成的话 自己也不用看着女儿们被困在人偶的诅咒里受苦了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一脚 将那还在土泡泡的血剧踢下了悬崖 那么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事件内情报者发布消息 大事件 位于凄凉荒野的魔人协会大本营遭到重创 一个小时前 三大根源猎头者对魔人协会展开了清扫行动 目前魔人协会大本营已完全覆灭 伤亡人数未知 具体情报有待更进一步探寻 情报者 猎头者与魔人协会合集画面已整理 想要了解具体经过者 目光聚焦获取 骷髅B500 一时间 在黑暗世界的各大区域当中 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信息震动 雪衣女士简直不敢相信 魔人协会这么强大的一个势力 就这么被满门抄斩了 而且灵恩这家伙是怎么回事 他下面骑的不会是猎头者吧 就说怎么昨晚睡觉时 窗外有些动静 没想到灵恩真的把魔人协会消灭了 雪衣不由地犯起了花痴 敢单枪匹马地干掉这么强大的敌人 也太帅了吧 好吧 真想立刻跟他嘿嘿嘿 灵恩来到魔人协会的废墟中 翻找着可用的物品 同样收获也不小 定 您失取了熔岩核心 破损 一 定 您失取了精密齿轮51 定 您失取了破损的机械结构30 定 您失取了蠕动的眼球5 定 恭喜您获得了阶段性成就 拾荒者 您获得基础经验200 拾荒者 阶段性成就 拾取1000件以上的破烂后可获得 这说明 您已经初步地掌握了减破烂 收废品的精髓 您获得了永久性加成 力量加2 体质加2 快乐加10 不管是有用还是没用 只要是能捡到的 灵恩就充分本着加以利用的想法 全都一股脑地捡起来 而在答应了小小会帮助他 利用更好的材料给他补牙之后 小小高兴的 就像是一个两万丁的孩子 同时答应会在他拾荒完毕之后 帮助他把这些货物 全部运送到游魂巷 也就在这时 灵恩立刻就感觉到 身后一根触手缠绕住了他的腰 灵恩表情一僵 乌神头颅冷笑地 望着如同小老鼠一样的灵恩道 忙完了吗 可以单独和伯母我聊聊吗 要不 把小小叫上一起 我觉得有小小在的话 应该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你觉得呢 乌神头颅脸上的笑容越发的灿烂 他转头询问女儿 借不介意妈妈和你的医生单独聊聊 灵恩只能是双手合十地不断祈祷 不愿意 说你不愿意 小小用力点头道 妈妈终于也看到医生的棒棒了嘛 这样的话 小小愿意和妈妈分享 丁 小小为自己能够替你拉来一位新的客人 而感到非常的高兴 随后灵恩就被带到了一座山包之后 他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身体笔直地站在原地打开 他的心跳频率 甚至已经超过了每分钟两百次 果然自己的那点小心思还是被猜透 之前就能明显看出小小的爸妈 对自己展露出的不怀好意 事到如今 只能再度施展我无敌的忽悠本领 他的表情迅速恢复了正点 伯母 我要向您道歉 之前我给小小写信 确实是想利用他帮我对付魔人协会 但我发誓 我没有任何恶意 当我第一次看到小小时 我就感觉他非常善良可爱 所以我也非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友谊 而且这样一位可爱的小姑娘 又有谁会不喜欢呢 乌神头颅的语气变得诡秘而残忍了起来 这么说 你确实喜欢 我家闺女啊 丁 乌神头颅对你的好感度加一 林恩认真地竖起三根手指道 喜欢 非常喜欢 怎么可能会不喜欢呢 笑话 这种时候你说句不喜欢看看 分分钟给你压得渣渣灰都不上 那你就不在意 我的女儿只是一颗脑袋吗 而且 你甚至连我们是什么种族都不知道 你就敢和我女儿做朋友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乌神头颅的语气 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丁 危机度提高至99.999% 林恩再次恢复先前的冷静 意味深长道 国母 此言诧异 种族算什么 形态算什么 美丑算什么 真正的友谊 是能够看到对方隐藏在外表之下的那颗真挚的心 如果他的心地配不上他那华美的外在 那一切都不过是过眼浮云 因为真正的友谊 从来不在于对方长得如何 而是在于你们之间能不能擦出耀眼的火花 而且 小小都没有在意我是一个小小的人类 我又怎么会在意小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种族呢 兵 技能 感染性气场触发 提高演讲师的气氛感染度 乌神头颅呆愣了一下 对于这个家伙突然激昂起来的话语 而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感觉哪里有毛病 但又聚聚在里 难道他真的是打心底看上了自己的女儿了吗 兵 乌神头颅对你的好感度加持 但是听完他这些话 又感觉他们真的是那种很纯纯的友谊 步行感觉越来越不对劲了 事关自己女儿的幸福 如果他真想成为自己的女婿 自己必须把好关 姑且相信你是真心的 但你有能力照顾好小小 让他开心幸福吗 伯母 此言更是诧异 先不说那些煽情的话 您觉得 如果我真的只是随便玩玩 小小 您和伯父会放过我吗 您认为得罪您这样的强者对我来说 有好处吗 伯母这件事情 您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 因为我在这方面是专业的 不要说是小小了 就算是伯母您 我也随时可以效劳 保证让您体验之后 孝竹颜开 满足而归 巫神头颅震惊地望着面前的这个小不点 又飞快地看了一眼远处的丈夫 在确认没被听到之后 他用触手一下就把林恩卷了起来 你小子很勇啊 连我都敢调戏 林恩有些恶然 调戏 我没有啊 你还不承认 你刚才说的体验 是怎么个体验法 林恩猛逼道 口腔护理 美容养颜 护肤美发 膳食养生 你以为是啥 短暂的寂静 莫名其妙的气氛 在周围肆无忌惮地蔓延了起来 一声高分贝的尖叫声响彻整个山谷 林恩被触手卷着不断摇晃 下一刻 他就犹如一颗人形炮弹一般 直接被丢入了百米高空 小小惊异地蹦跳到 医生 飞起来了 被摔得七昏八速的林恩 摇摇晃晃地爬起 得多亏自己将属性点 全部都加在了体质上 不然这一下指定要见太太太奶 冰 恭喜宿主触发成就 人肉大风车 您获得经验200 人肉大风车 特殊成就 以任意方式让自己 以每小时500公里的时速旋转 而不死时有概率获得 您获得了永久属性加成 抗旋运加1 敏捷加4 快乐加10 林恩旋运地干呕道 伯母 这是个什么情况 没什么 以后说话记得说全 你就当这是我闺女他妈 对你的一次考验吧 林恩都无语了 这特么是什么考验啊 你不同意就直说啊 这么整我干嘛 乌神头颅再次开口道 我同意了 虽然你并不靠谱 但既然我闺女那么喜欢你 而且你也在我的面前 做出了承诺 你现在可以和我女儿交往了 不过想要娶我女儿 还需要我丈夫的同意 丁 乌神头颅答应了你们的婚事 并对你的好感度加20 林恩散直减60 林恩大惊 等等摸摸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我们刚才聊的 难道不是放不放过我这个问题吗 为什么会突然就扯到 交往和婚事上 我和小小的关系 不是您想的那样 我刚才一直强调的 都是我和小小之间 非常纯粹的友谊关系 是很纯粹的那种 乌神头颅冷笑一声 纯粹友谊 你自己听听吧 你对我女儿做的好事 乌神头颅轻轻疑问里面 立刻就传出了 之前录下来 林恩和小小在游 云象的对话 而听到里面发出的那些声音 林恩的大脑 瞬间就像被人拿大锤子 一下子轮到了后脑勺一样 脑瓜子嗡嗡的 乌神头颅不断反复摁着按钮 单曲循环的播放这段录音 你还想狡辩 你对我女儿做的那些恶劣事情 我们都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不过由此也能看出 你虽然不靠谱 但能如此深入地 和我闺女好好了解一下 也足以说明你的过人之处 因为正常的生物 是不可能在见到猎头者时 还能兴奋地玩得这么矮 伯母您听我解释 事情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当时是在帮小小掏耳朵 你要相信我啊 乌神头颅嘴角微微一翘 脸上睿智的表情 早就告诉了林恩答案 林恩整个人都要裂开了 目前这样子 自己也是百口莫辩 不必再说了 都年轻人 玩嗨一点很正常 你不用觉得挂不住脸 不过做母亲的 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 对于你和我女儿之间的亲密 我并不反对 但我规律毕竟现在只是一个脑袋 以后就不要继续开发奇怪的地方了 等我闺女有了身体 你们深入一点也不值 真不是这样的伯母 没有您想象的那种事情发生 我们真的只是很纯洁的友谊关系 我绝对不可能 对小小做出那样H的事情 不信的话 咱们可以找小小当面对质 小小的话 总不可能有假吧 小小 我有一件事要问你 你一定要如实回答 那天我请你到我家后院 做了什么还记得吗 林恩宝涵希望的目光望向小小 快把一切说出来 还你我一个清白吧 小小露出愉悦的表情 不断舞动着触手 医生大哥的技术 真的非常棒棒了 把小小弄得嗨到不行了呢 林恩整个人都石化在了原地 我裂开 我的清白 小小想起了上午很嗨的事情 对你的好感度加时 林恩大惊失色 伸手想要制止小小的精彩发言 可下一刻 他却被巫神头颅的触手 啪的一下粘在脸上 直接打断了他的后续话 林恩瞪眼 努力地撕扯 想要发出声音 但是做不到 巫神头颅的表情 更加柔和道 女儿 有多嗨呢 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呢 不管是每一个部位 甚至是毛孔 都有用很多泡泡的液体 仔细地刷洗干净 努力帮助给小小洗澡时 那张严肃的脸 真的是非常的让人着迷呢 弄完之后 小小全身都疼透了 丁 小小对你的好感度加二十 林恩都急死了 解释不清了 这下真解释不清了 巫神头颅脸上慈爱的笑容 变得更加灿烂了 女儿 你喜欢这个医生吗 小小用力点头 超级喜欢 医生是很好的人 这样呀 那宝贝 想不想更加喜欢一点呢 小小茫然地看着母亲 更加喜欢 是的 比如像爸爸妈妈这样的关系 结婚什么的 小小虽然并不是很明白 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是爸爸妈妈 虽然偶尔会发疯互掐 但不发疯的时候 也是寸步不离 关系非常的好呢 难道说 那就是结婚的意思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要和医生结婚 变 小小对你的好感度加三十 林恩只能无奈落泪 这简直就是欺骗无知若厉 强行包办婚姻 强卖强插呀 我的一世英明 就到此为止了吗 巫神头颅仿佛没有看到 林恩此时此刻崩坏的表情 慈爱地用触手搂着闺女 留下了欣慰的泪水 可怜的宝贝女儿死的时候 才五岁大 当初如果不是因为那场失败的战争 那自己的宝贝女儿现在 恐怕也已经是一个 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而现在还要跟着她们 在这地狱里面受苦 跟着她们变成了这样可怕的怪 平时还要忍受 时不时就会变得疯狂的 两个不称职的父母 越想越觉得愧对自己的女儿 今天好不容易遇到一个闺女 特别喜欢的家伙 当父母的 怎么也要把她留下来 巫神头颅用锋利的触手 在小小的触手上一点 一滴血顿时从那个点 悬浮了起来 妈妈这是什么 这是咱们泰坦一族的传统 如果有喜欢的人 就可以先和她签下平等契约 而签下契约 就代表你俩正式结为伴侣 小小高兴到 小小很愿意 医生大哥哥会愿意吗 孤神头颅用触手 抵着灵恩的脑袋不断点头 她当然愿意 你看她头点的波幻 而且还流出了感动的泪水 她也是非常愿意的 下一刻 伴随着一道奇异的波动 灵恩立刻就感觉到 她和小小之间 似乎建立了某种 难以形容的联系 就像是心灵感应 又像是某种奇异的链接 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对方的心跳 和彼此的距离 同时 她和小小的额头之上 缓缓地浮现出了 一个古老的十字花纹 一闪而逝 很快就消失在了皮肉之下 您与小小签订了心灵契约 您获得了永久性加藤 泰坦族声望提高至友善 巫神头颅好感度加30 全属性加10 心灵契约 来自古老的泰坦一族的传统仪式 能够让签订契约的双方 变得更加的心有灵犀 介绍 在泰坦族的习俗中 每年的庆典之日 相互有好感的巨人 都会向心仪的那方 提出签订契约的请求 如果答应了 便意味着 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 如果合适的话 便可以在未来 结成永恒的伴侣 受到泰坦诸神的祝福 恭喜您触发史诗级成就 泰坦恋人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200 泰坦恋人为 史诗级成就 拥有一位与你签订了 心灵契约的同性 或异性的泰坦族人 史可获得 这意味着 已向着开大车的不归路 一去不返 已获得了永久性加层 小小信赖度加30 精神力加10 体质加10 灵恩泪流满面 有苦说不出啊 虽然奖励了一大堆东西 但就是高兴不起来 小小好奇地望着那额头上 迅速退去的印记道 这就是结婚吗 巫神头颅笑眯眯的慈爱道 不呢 这只是能让你们更加了解 彼此的一个印记 当然 如果有一天觉得不合适的话 是可以抹消掉的 如果很长时间之后 都没有对对方讨厌的话 那时候才有真正的结婚的印记哦 当然也包括人 灵恩都无语了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啊 小小立刻伸出触手 将灵恩捧到自己面前开心道 我会和医生好好相处的 随后灵恩就被依旧一无所知的小小 带进了小树林愉快地玩耍去 巫神头颅慈爱地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呵呵一笑 总算是了却了心中多年的执念了 傍晚 灵恩颓唐地坐在一座小山边上 似乎是看到了灵恩的沮丧 小小伸出触手 轻轻戳了戳灵恩的肩膀 医生 不开心吗 灵恩抬头空洞地望着天空望 这样怎么开心啊 这么突然 我甚至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就和小小已签订了那种莫名其妙的奇悦 对不起 小小以为医生也很想和小小提升关系 灵恩无奈地垂下了头 她知道这件事情不关小小的事 小小虽然强大 但是心智似乎还很小 的确很容易就会被诱惰 我并不是不想加深关系 只是小小 你知道什么是结婚吗 结婚是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那意味着要和对方过一辈子 是要有很长的一段感情积累 才会做出的神圣誓言 看着小小那茫然不是很明白的样子 灵恩叹了口气 也是毕竟小小虽然庞大 但是按照巨人的标准的话 她其实还是一个孩子吧 灵恩的脑海当中 立刻想起了小小爸妈面门上的介绍 从更高的世界陨落的头颅 饱含着怨念和诅咒而活下去 战争 死亡 泰坦 是被砍掉了脑袋的泰坦吗 难不成小小也是在三千年的那个节点 被砍掉脑袋 和父母一起坠入这黑暗世界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小小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多大了 听爸爸说是五岁 妈妈说是三千零五岁 小小也不记得了 那小小你是一直都没有身体 还是说只是在这里没有 似乎记得很久以前有过 然后突然就没有了 太久远了 记不清了 灵恩一正 难道说在五岁的时候 小小就在他们所经历的那场战争当中 被砍掉了头颅 然后坠落到这 最后变成了现在的猎头者 也就是根源级生物 瞬间一股难以言语的寒冷 在心底滋生了出来 如果说是连孩子都不放肚 那他们当年所经历的 恐怕是一场真正的王族灭者之战 灵恩转头望向小小 心中五味杂陈 也许是同情 又也许是怜悯 特别是看到他那依旧是纯洁的样子 似乎完全没有生前的记忆 他当年死的时候 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灾难 晚风呼呼地吹起他额前的碎法 喜身的灵恩脸上 立刻就露出了一个笑话 他转身向着小小伸出了手 忽然问道 小小想不想便会有身体声音 泰坦头颅怒斥道 什么 你让闺女和那个家伙签订了心灵契约 是又怎样 既然是我女儿喜欢的生物 那自然无论如何都要留下来 听到这个消息 泰坦头颅都要气疯了 你简直是个疯婆子 我女儿才五岁大 你怎么敢的 你在挑战我的底线 是3005岁 咱们都已经死了3000年了 你以为是以前吗 当年要不是你说了 我女儿也不可能跟着下来受苦 我可怜的孩子 五岁就被砍掉了脑袋 她还那么小 什么都不懂 都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现在你还敢来指责我 回想起死前的一幕幕 泰坦头颅的双眼当中的恶毒和混乱 也是愈发的明显 周围开始不断争鸣地浮现出了漆黑的气场 同时还夹杂着恶毒的诅咒 肆无忌惮地向周围不断扩散 他又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个疯婆子的想法 女儿活出正常人的诡计 但是那怎么可能 那几乎是一种妄想 而她的女儿又怎么可以和一个如此雷弱的种族 签订泰坦一族的神圣契约 眼见情况不对 巫神头颅立刻伸出触手 缠绕在泰坦头颅的头上 你这废物 给我清醒点 你想要毁掉小小的幸福吗 泰坦头颅再也压制不住身上的诅咒和恶意 身上爆发出来的气势 竟是将巫神头颅震飞出了数米 画面回到小小这边 小小疑惑地好奇到 恢复身体吗 没错 就像是医生我一样 除了脑袋之外 还有其他的部分 想吗 想的话 我可以帮你哦 顿时小小就振奋地高兴起来了 小小愿意 好 如果准备好了的话 那就把精神放松下来 只有你相信我 不对我进行防范 我才可以施展那个书法 也许是同情 又或者是怜悯 只是突然觉得 明明只是一个懵懂 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女孩 为什么那样不公的命运 会降临在她的身上呢 她甚至什么都不知道 甚至可能还在睡梦中 就这么被无端地砍掉了头颅 坠落到这漆黑的地狱 变成了一个无人胆敢接近的怪物 丁 您正在发动技能 过往一念 请问是否立刻对目标进行干涉 是 伴随着技能的发动 灵人手中瞬间就弥漫了 无数细密的碎光 虽然只有一个小时 甚至可能因为对方是根源级 而将时间缩短 但是如果真的可以让当年的小小在线 就算不能永恒 那至少也是一种 安慰吧 丁 请设置在线时间点 三千年前 被斩掉头颅之前的那一刻 丁 设置完毕 正在分析目标对宿主的排斥度 丁 分析完毕 当前目标对你的排斥度0% 对你的抵抗度0% 对你的信任度200% 望着那闭眼放松的小小 灵人嘴角不自觉地翘起了一个弧度 还真的是让人非常感动啊 小小 霍网一念发动 刺眼的强光 几乎是在瞬间 便将面前的小小褥照在了其中 那庞大的头颅散发出来的豪光 顷刻间便照亮了周围的黑暗 而在远处 正在被狂怒驱使着一点点像这里 而来的泰坦头颅 也是瞬间便看到了那巨大光幕 就像是阳光一样要雨 仿佛就像是突然间回到了上层的世界 有太阳高旋于空 有光明温暖你的全身 这一刻泰坦头颅的眼神 难得地恢复了一丝清明正在的原理 无神头颅无神地呢喃着 女儿 不知道什么时候 两行泪水早已沿着她的脸颊流淌了出来 光芒散去 看样子和特征 真的就和一个等比例放大的人足罗力 没有太大的区别 而且她真的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精致 如果等她长大之后 那将会是一个怎样风华绝代的女孩 林恩愕然地望着那比自己高几十米的那个女孩 正正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就是三千年前的小小吗 小小伸出双手 喜悦的一把便将袖珍的林恩捧了起来 用力地抱在胸前 医生您真的是太厉害了 小小真的有了自己的身体了吗 太了不起了医生 医生果然是一个超级棒棒的医生 真的要激动坏掉了 小小幸福极了 丁小小对你的好感度加五十 丁小小对你的信赖度加九十 丁小小对您的态度已从信赖转变为了喜爱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二百 丁您的史诗及成就根源密有成功进阶根源 治有您获得了基础经验五百 根源治有二阶段史诗及成就 在一个根源及生物对你的信赖度超过一百 对你的好感度超过五百十 每次获得信赖度时有小概率完成进阶 这标志着你已经得到了一名黑暗世界的根源治有 您获得了永久性属性加成 全属性加二十 还是继续深化双方的友谊和信赖 还是向着更高的某个方向发展 这是一条岔路口 而灵恩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按耐不住喜悦心情的小小 雀跃地伸出舌头 无比亲密的就像是小猫一样 对灵恩舔射了起来 灵恩也没有想到 小小原来的样子居然这么可难 等一下小小先不要舔了 你听我说都湿透了呀 我身上很脏的 都是灰尘 怎么还越舔越殆尽了呢 泰坦头颅和巫神头颅呆呆地望着那一幕 简直不敢相信 而暴怒的泰坦头颅此时 竟是也罕见地失去了怒气 呆滞地张着嘴 望着那个记忆当中无比熟悉的小家伙 他再一次想起了当时的场子 他眼睁睁地看着在睡梦中茫然苏醒的女儿 当着她的面被斩掉头颅 而他当时就那么近 竭尽全力疯狂地冲了过去 可还是没能在最后一刻 挽回自己女儿的性命 这真的是我们的女儿吗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巫神头颅都无语了 你眼睛瞎了吗 那不是女儿还能是谁 小小向着她们的方向望去 目光接触的一瞬间 泰坦和巫神瞬间全身一颤 甚至就连呼吸都平了起来 下一刻小小高兴地朝着她们小跑了过去 爹爹 妈妈 你们看 我有身体了 听到她喊出那四个字的时候 巫神和泰坦的眼泪和鼻涕一下子 就不争气地涌了出来 在泰坦头颅的记忆中 她的女儿一直都只有那么大 一直都是那个早上会雀跃地扑过来 轻易地喊她爹爹懂事的孩子 感受到女儿脸颊的温度 感受着她那真实的身体 泰坦和巫神终于是再也忍不住地 嚎啕大哭了起来 那是过往的一念 也是被时间和诅咒所带去的亲情 在这地狱里 在这漆黑的鬼秘世界中 甚至都一度遗忘了自己生前的模样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对面前的这个孩子 就一直记得那么清楚 清楚得不管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去遗忘 用力地抱了很久 甚至就连话语都哽咽得没有办法说出来 一直被小小抱在胸前的林恩 所以这个时候 谁也不会被注意的形势 被挤压在中间 虽然因为过分的巨大 让林恩有些害怕自己被压死的胆战心情 但是抬起头 看到剃泪大哭的小小父母 她的心里 还是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安慰 十几分钟后 小小将林恩捧起 幸福地用脸蛋又蹭了起来 泰坦头颅那严肃的目光 立刻就落在了林恩的身上 难道是因为她 丁 小小对你的爱慕直加三 充满疑惑的泰坦头颅看着林恩 所以 是你把小小变回来的 没错 是我心学的技能 叫过往一念 大概了解了小小的情况之后 就随便试了一下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林恩抬头看着低着头 眨眼看着她的小小 老脸一红 不好意思 其实我也没想过小小以前居然这么可爱 瞬间林恩就感觉到了 两股无比恐怖的目光 刺在了她的身上 林恩瞪眼解释道 我随便说说的 您二老别介意 泰坦头颅有些难以置信 这个看起来稍微有点能耐的弱小人类 他除了会勾搭她的闺女之外 几乎毫无优点 但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家伙居然还有着如此诡异的能力 那小小能一直维持这样子吗 林恩认真地表示 一个小时 这是我目前的极限 他看向林恩的目光变得复杂了起来 只是表象并没有真的变回去 是吗 是的 泰坦头颅的目光闪过了一丝黯然 林恩知道她在想什么 但那绝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那意味着逆转时光 意味着逆转生死 那绝对不是她可以做到的 就算这个技能真的能够做到 那也绝对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而她的过往一念 只是相当于对过去的再现 是真实的幻影 而在幻影的表象之下 什么都没有变 小小依旧是根源猎头者 她依然被斩掉了脑袋 这时泰坦头颅阴沉道 你既然能把我女儿 暂时变回原来的样子 那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林恩咽了口唾沫道 伯父有什么事情吗 你既然能把我女儿 暂时变回原来的样子 那你能不能 我是说 那个啪的一声 她话都还没说完 身后一根触手 就把她抽飞出了几十米 没用的东西 求人帮忙还支支吾吾 盛气凌人 真的是把脸都丢尽了 林恩也是一愣 这一下 似乎好像还带着某些私怨 下一刻取代在 泰坦头颅位置上的 乌神头颅的脸上 不知何时早已露出了 一个无比柔和友善的笑容 但因为整张脸 实在太过于恐怖 反倒是笑得更阴森了 我就知道女儿的眼光 真是一点都没有错 真的是越看越让人 讨厌不起来呢 我们家能有这样的闲婿 我真的是做梦都能笑出声了 林恩有些惊讶 不是吧 对自己的称呼都变了呀 定 林恩三只减二十 我还是先叫您伯母吧 伯母 您是不是也想要让我帮忙 帮您和小小一样再现一下 此言一出 乌神头颅的笑意 变得更加盎然了 没有 当岳母的 怎么能要求自己的女婿做事呢 那实在太不矜持了呀 然后她瞬间就凑到了林恩的面前 现在马上可以开始吗 既然是岳母的要求 那当然没问题 小小将林恩伸向 虽然消耗的精神力并不会让我透支 但有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 那就是您要完全对我放下戒备 不然以您的力量 哪怕是有一点点抵触 我的能力都不可能发动成功 乌神头颅闭上双眼略微紧张道 我准备好了 丁 您正在对乌神头颅发动过往一面 丁 检测到目标对您的排斥度为 百分之五十 对您的抵抗度为 百分之十二 对您的信赖度加成为 百分之零 林恩呼了口气 放下手道 伯母您对我还是太排斥了 放松一下 不要把我当成讨厌的人 或者对您有威胁的生物 不然我真的没办法成功 丁 目标对您的排斥度为百分之六十 对您的抵抗度为百分之二十一 林恩急了 怎么还涨了呢 您这样 我真的没办法帮您啊 不行 我还是没准备好 我一看到你 就会自动把你和诱骗我女儿的 王八蛋这种人画上等号 我没办法放松下来 一直过了许久 直到林恩都已经沮丧的 想要放弃的时候 巫神头颅这时严肃地 伸出了一根触手 将那触手的末端 化作了一个类似于怀表的物品 随着触手的摆动 那个怀表开始在他面前摆动了起来 巫神头颅解释道 我曾经是泰坦族最强大的巫女 催眠这种事情 是我的拿手绝学 稍等一下 我抹出一下心里对你的偏见 很快就好 随着怀表的晃动 巫神头颅的嘴不断念叨着 她是我有善而无害的女婿 她不是诱拐我女儿的王八蛋 不是无良变态的罗里空 不是喜欢开大车的婚女 我没有想过肢解她 活吞她 包她的皮 放她的血 把她制成玩偶 林恩呆滞地听着巫神头颅那一声声 针对她的酷刑 不由的心里发毛 这么恶毒的吗 很快巫神头颅便沉沉地闭上了眼睛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 趁现在赶紧弄我 记住 在现时间是四千五百年前 那是我最辉煌的时候 过往一念发动 一瞬间刺眼的光芒狂涌而出 而这一次再现 让林恩立刻便感受到了一股 前所未有的压力 伴随着光芒的消散 感受到自己身体变化的巫神头颅 立刻便让自己 从催眠当中苏醒了过来 想当年自己还没有 嫁给那个废物之前 无数的追求者围绕着我 歌颂着我 我是当时世界上 最美丽最强大的女巫 没错 我就是巫神女王 可当她听到自己嘴里发出的 是一个志气十足的 小恶女般的声线时 她的目光瞬间变得空洞了 她迅速伸手在面前 幻化出一面庞大的镜子 顿时她脑子一白 这是在更久远的以前 当时她还只是一个 十二三岁的小巫女时 在晋升仪式前 特意穿的正式衣裙 巫神头颅气急败坏地 发出了一声稚嫩 且高分贝的叫声 那个家伙 那家伙居然把自己 变成了一个小萝莉 定 您触发了特殊成就 万物皆可罗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200 万物皆可罗 变态向成就 使用过往一念技能 将目标再现为 可以被称之为 罗莉的某个时期时 有一定代率可获得 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这都足以说明 宿主拥有非常健康的心理 您获得了永久加成 射击速度加5% 体力加5 持久力加3 破防率加5% 灵恩有些不理解 这不是挺可爱的吗 干嘛气成这样 话说系统你够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成就 小小惊喜 无比飞快地就冲了过去 一下子就搂住了她的腰 妈妈 您变得好年轻 好好看 太酷了 而且好软 下一刻灵恩就被那纤细的手 一下子就像抓老鼠一样抓了过来 我不是让你把我再线到 4500年前吗 你难道没听清楚吗 是4500年前 不是7500年前啊 我需要一个解释 灵恩迅速恢复镇定 细细思索冷静到 伯母稍安勿躁 确实出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在线小小的时候 我并没有耗费太大的精神力 但是伯母 您给我的负荷和压力 是小小的几十倍 随意可能在时间定位的时候 出现了些许混乱 因为为了防止最终失败 我在最后那个节点上的时候 把精神力一下子全都用了出去 所以 可能确实稍微变得年轻了一点吧 他惊了 暴怒的一把将他抓到了 自己胸前空荡荡的一惊大叫道 这是年轻了一点吗 这只是一点点吗 姑奶奶我发育了 三千多年的傲人身材都没有了 你看到没有 空荡荡的 空空的呀 伯母 此言诧异 正常这个年龄段 都是不可能会发育起来的 而且既然是过去的再现 难道伯母 不应该更加欣赏地体验一下 年轻的快乐吗 我体验你个大萝卜头啊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你这个混蛋 我早就看出你不是什么正常人了 怪不得你会接近我的闺女 你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萝莉控 你居然耗这口 你完蛋了 伯母 要可以乱吃 但话不能乱说 我这个人向来都是很正经的 如果我真的是下流萝莉控 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挑个 您在洗澡的时间 把您再现出来呢 那岂不是比现在更爱惊 而刚一说完 林恩立刻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 虽然看上去是个 人畜无害的重型萝莉 但是本质上 她还是小小的母亲 是那个可怕的乌神头颅啊 果不其然暴怒的乌神 瞬间就将她向着远处丢了出去 有种你就试试 小小大惊失色 连忙飞快地小跑了出去 用力向前一扑 伸手将那飞出去的林恩接到了手里 就在乌神头颅气势汹汹地 要找林恩算账的时候 她的身后顿时就传来了一个 雄厚无比的嘲笑声 泽泽 这不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乌女吗 几分钟不见 这么拉了 这就是你毛都没长齐的时候吗 好矮啊 在我们泰坦族都能矮成这个样子 看来你是后来才有的二次发育啊 而且那个时候就学会脱口红了 很会啊 都学人穿黑丝袜了 很前卫啊 我以为你从小到大 都是那种恶劣的魔女 原来 你也有这么蠢萌的时候 泰坦头颅嘲笑得更大声了 乌神咬着牙咔咔作响 被自己狗日的丈夫 看到自己小时候的样子 并肆无忌惮地嘲笑这种事情 真的不管怎么想 都是一件不得不让人生气的事情 因为以前活着的时候 无论是在女儿还是她的面前 她都保持着一个 无比高贵的贵妇人形象 哪有像现在这样 笑够了吧 蠢货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差错 我想你这个废物 也应该很想变回以前的样子 看一看吧 不过很抱歉 我贤惠的女婿 是帮不了那些 对女婿有恶意的废物的 所以你就算想要变回去 也是没有机会的 泰坦冷横一笑 你能自我催眠 你以为我就不能吗 乌神嘲讽到 就凭你 一个脑子里面 全是肌肉的莽夫 你能玩精密的咒术 少说大话了 而且你这种体谅 就算你想要把自己催眠 也是不可能的 泰坦不屑一笑 谁说我要用催眠了 这也就是在下一刻 就在他们的注视之下 泰坦头颅 直接卷起了 不远处的小山包 随后直接被她 抛向了高空 由于速度实在太快 几乎是转瞬间 那座小山 就化作了一个亮点消失了 泰坦头颅 找了一个准确的位置 蠕动了过去 真正的泰坦头颅 从来不用那些 花里胡哨的东西 我已经把防御力 降到最低了 一时的自我反斥 也已经遏制住了 你觉得你能和我比得了吗 记住 3001年前 是我最巅峰的时候 再现回来 岳父就照你一辈子 下一刻一声 巨大的轰鸣声 从天空中传来 而那座小山 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 直接砸在了 泰坦的脑门之上 滚滚的烟尘飘散 只见泰坦头颅 躺在地上 长长的舌头 哒啦在外边 没有了剩下 小小泪眼婆娑的 喊着爸爸 同样灵恩的眼眶 都湿润了 伯父啊 寒风消索 黑发人送白发人 奄然一种坟头 送中的奇妙 赶脚一下子就出来了 巫神无奈附和道 你爹还没死呢 闺女你哭什么 小小抹着泪道 一声哥哥哭了 小小也就跟着哭了 莫名觉得很悲凉 灵恩挠了挠头 对不起 失态了 以前经常跟着师父 去周边做白事 实在见不得这种场景 一见就忍不住掉眼泪 哭一次就有五十个弊 呜呜 还挺多的 巫神闭着眼 咔咔握着拳头 不行啊 总感觉如果继续让自己 闺女和这个家伙在一起 自己好端端的女儿 迟早都要被带得也不正常吧 这个人 他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和正常人之间的差别 先别哭了 他费了这么大劲 把自己搞晕 你看看能给他再现吗 灵恩感受了一下 自己的精神力余额 随即思索到 精神力已经见底了 就算排除掉其他的干扰因素 以我现在的精神力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这个好办 如果缺精神力的话 我可以给你 你给他再现就可以了 灵恩想了想 随即点头 下一刻一股磅礴的精神力 就涌入了他的脑海中 他从小小的手上站起 目光变得严肃 缓缓地向泰坦头颅伸出了手 发动了过往一面 丁 检测目标对你的排斥度 为120% 对你的抵抗度为200% 对你的性爱度 加成为-20% 无法完成再现 丁 检测目标处于高度昏迷状态 检测目标的心灵 对你打开了特殊权限 各方面影响暂时抹除 可进行影响 灵恩表情镇定 没想到这样也可以 如果正常状态用不了的话 那只要找个机会把对方打晕 那样子 岂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 很快他的脑海当中 就浮现出了一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但很快 他就打消了那个万恶的想法 在巫神的巨大精神力加持下 灵恩很快就将时间精准地定位在了 3001年前 但就在这时巫神的声音响起 继续在往前 灵恩不解道 可是现在已经是3000年前了呀 巫神的嘴角疯狂上扬 没事地再加个灵 顿时周围陷入了短暂的寂静 再加个灵是什么意思 灵恩飞快地进行头脑风暴 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 可是再加个灵的话 那不什么都没有了吗 原来你搁着报复了 也太狠了吧 巫神冷笑道 你可不要小看了他 这个家伙虽然废 但他当年可是泰坦一族的战神 被誉为最强太太 他活的岁月 可是远超你想象的 灵恩惊一道 你确定真的不会有事 费什么话 都说了老娘罩你 你怕什么 给我加 事情都到这个份上了 所幸 灵恩一咬牙 继续调动精神力 将时间定位在了更久远的节点上 时间已经定格在了3010年前了 这下可以了吧 还不够 再给他加5000年 给他来个超级加倍 现在呢 巫神思所道 既然都加到这个份上了 无所谓了 再给他加2000年吧 就当送他的 好 顾客都是上帝都听你的 灵恩空洞道 加好了 这次不加了吧 要不再给他往前拉5000年吧 你觉得怎么样 灵恩无语 我特么还能发表意见吗 巫神道 继续往前拉 先给他拉到底再说 拉完我再进行一下微调 终于 在一共往前拉了5305年的时候 终于到底了 因为那已经是生命的起点了 再拉就得分开计算了 巫神思所道 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太好 灵恩无语道 当然不太好啊 都特么拉到底了 能好就怪了 巫神想了想 似乎觉得这样确实是有些过了 他毕竟是自己的丈夫 虽然是个蠢货 但怎么说 也和他有着数千年的夫妻情分 想想以前那安爱的画面 仿佛依然是历历在目 他触景深情地流下了泪水滴声道 那就再给往回播一分钟吧 再怎么说 他也是我的丈夫 数分钟之后 伴随着巨大的光芒 一闪而逝 这场持续了数分钟的再现 也终于落下了红幕 渐渐摆脱昏迷的泰坦头颅 也是立刻便感受到了身体的变化 虽然诅咒和力量依然没有变 但身体上却出现了不同的触感 他的意识开始急促了起来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在死了三千年后 竟然还可以再一次重回 当年的巅峰时期 威皇的泰坦巨神 大地的捍卫者 天空的撕裂者 手持双腹的无敌身姿 破开了他尘封已久的记忆 此刻他的心情激动而狂热 随着光芒的散去 他立刻便激动地张开双臂 想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的人 他震了一下 猛然发现了不对劲 自己那强有力的鼠臂 奇怪 小小怎么变这么大 连那人类小子都变大了不少 他下意识地向自己望去 立刻就发现了不对劲 这是何等的卧槽 老子变成瘦精卵了 第一 泰坦头颅散直解三十 林渊一脸无奈 真是草了个蛋 画面太狠不敢看 真是造孽啊 伯父你不要怪我 我只是一个工具人 这都是小小他妈指使的 和我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第一 您触发了特殊成就 生命的开始 您获得了基础经验二百 生命的开始 特殊成就 您使用过往一念技能 成功将目标 再现为生命的开端时刻获得 这说明您是一个有爱心的人 愿意让对方体验到 生命的诞生和不易 您获得了永久加成 体质加二 耐力加二 爱心加一 巫神一把抓起那颗皮球大小的 瘦精卵嘲讽到 呦 这不是当年赫赫有名的泰坦 据什么 几分钟不见 这么拉了 真没必要的 我知道你很想回到过去 但是也没必要把自己弄得这么年轻啊 你看看 都年轻成晚了 但你还别说 还挺别致的 泰坦受精卵暴怒的跳起 终于是再也忍不住 一下就把他撞倒在了地上 原来是你这婆娘搞的鬼 老子弄死你压的 你这个没用的废物 让你之前敢嘲笑老娘 当年是你舔着脸 天天跑来追求老娘的 不然你以为我会嫁给你这个大老娘 几万岁的老家伙 阉沉散去 泰坦受精卵 依旧毫发无伤 随即他再次跃起 与巫神扭打在了一块 二人的打斗可谓是翻天覆地 使得整个大地都为之颤动了起来 另一边的小小看到这一幕 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同时他还在挥舞着手臂 不断给爸爸妈妈加油助威 凌恩看向小小 这样打下去真的没事吗 当然没事了 晚风吹拂 小小看上去格外的安宁 静谧而美好 爸爸和妈妈以前也经常像现在一样打闹 有一次打得很凶很凶 甚至房子都塌掉了 小小很害怕 就一直躲在床底下哭 我以为爸爸妈妈肯定不会再理对方了 甚至可能再也不会在一起了 所以害怕了整整一个晚上 但是第二天 他们又像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愉悦地在客厅里 为对方擦着药膏 治疗伤口 说着一些轻易的话 他们脸上的微笑 就像昨天晚上的争吵从未发生过一样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那只是他们之间的一种相处方式 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 但如果遇到矛盾的时候 也会狠狠地把对方打到头破血流 凌恩无语 虽然相处的方式奇怪 但这可能也是独属于他们的相处吧 不过小小真的很开心 医生你没看出来吗 其实爸爸和妈妈 早就已经跟你没有恶意了 凌恩一正 他望着远处打闹的小小父母 慢慢的 他有些明白了小小话里的意思 是啊 无论是谁 就算是地狱里的恶鬼 也有着曾经坚守的美好吗 凌恩从他的肩上跳了下来 微笑地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小小也同样伸出了大拇指 和凌恩的手轻轻地触碰在了一起 这一刻 一大一小的两人却是意外的和谐 仿佛一切都在不严重 额头上引现的印记 诉说着那逐渐拉近的灵犀 我可能还会忘却 可能还是没办法变成正常的女孩 但是 真的谢谢你 我的衣裳 无数的光点 慢慢地从小小的身上开始浮现 可他依旧带着美好的笑容 随着他的身体一点点地化为虚无 凌恩正正地失神着 看着那只消失在眼前的手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不过是一场幻觉 心里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空落落了 他闭上眼睛 什么也没说 直到感觉到手上传来奇异的触感 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便看到了那根轻轻伸过来 揉和碰触着他手的触手 看到了对面小小那和之前一样的脸颊 一声 变回来了呢 小小还可以再变回去吗 凌恩露出了真挚的笑容 有我再随时都可以 我说的 嗯 那就这样吧 也许我的人生 本就注定了要和地狱的生物打交道 若是如此 那也未尝不可 他轻轻地与小小的触手握在了一起 就像是某种接纳 又像是某种改变 恍不察觉间 似乎听到了耳边传来的一声系统提示 却又迅速地消逝 仿佛从未出现 您的复苏度加1% 又过了一个小时 伴随着过往一面的消逝 泰坦和巫神终于又恢复了先前的样子 就像是一场梦一样 仿佛他们从未坠入地狱 仿佛他们依旧活在他们原本的世界中 从未改变 两人也不再继续打闹 各自回归了现实 巫神眼中露出些许正常的笑意 还真的是 让人怀念啊 随即他的目光就落在了灵恩的身上 虽然 我依然不是很喜欢 不过似乎也不太讨厌 并 巫神头颅对你的好感度加时 灵恩被他笑得头皮发麻 显然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他依旧成功地得到了小小母亲的认可 至少不会再像之前一样 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小小的玩具一样对待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灵恩突然就被一根触手卷了起来 泰坦头颅默然道 我和他单独聊聊 随即一个弹射起步就飞了出去 灵恩看着泰坦那一副不怒自威 无比严肃的长辈啊 搞得他坐在那里胆战心惊 莫名地产生出了一种跟着女朋友回家 然后被岳父带到小黑屋里面审讯的奇怪感觉 你知不知道 老夫平生最恨的就是那种胆敢诱拐我年幼女儿的混蛋 一般遇到这种人 我都是直接开吃的 灵恩冷汗直流 伯父啊 您真的误会了 其实我和小小之间真的没什么的 我们真的就是普普通通的好朋友关系啊 而且你稍微想一想 我这么小的种族 又怎么可能会诱拐小小这样强大的巨人呢 尺寸都对不上 哦 是吗 但对于某些真正的混蛋来说 他们总能想出各种把戏 来让自己的尺寸变得很稳 你不用在老夫面前装糊涂 我一眼就看出 你隐藏着某种能够操控机体的能力 不是吗 你稍微利用一下你的能力 把你的兄弟稍微调整成合适的尺寸 那问题不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吗 这一刻灵恩的身心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他都不知道怎么接这句话 太他娘的不对劲了 等一下伯父 您先让我缓一缓 这信息量太大了 我有点晕 你不用装了 因为我非常地清楚你的把戏 尺寸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那你随随便便用你那过去再现的能力 把我女儿随随便便地变回正常时期的样子 那你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 我一眼就看出你的心思了 不过我还是没有想到 你居然连这么小的女孩 都抱有如此恶劣的想法 不过我看你的小心思 应该不至于变态到这种地步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您应该还想继续玩一下养成 从小到大一点点的调教我的闺女 汽水长流 让我可爱的闺女 慢慢地记住你的形状吧 林恩彻底带愣住了 您到底是在威胁我 还是在手把手给我提供教学啊 这种想法太危险了 林恩急切地想要反驳 却被泰坦打断了她们了 居然还要伪装吗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应该也已经打探到了我闺女的喜好了吧 恐怕你也已经知道 我闺女最喜欢亮闪闪的东西 最喜欢有人请她吃大餐 最喜欢有人给她洗泡泡浴 最喜欢有人带她出去兜风和冒险 最喜欢晚上被人搂着睡了吧 你这个混蛋 林恩空洞地站在那里 呢喃不语 之前是不知道 但是现在好像全知道了 伯父 你真的确定不是在手把手地教我吗 不过就算你知道这些 想要诱拐我闺女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只要是我清醒哪怕一刻 我都不可能让我闺女离开我的视野 除非你能够摸清楚 我混乱的规律 但是你肯定不知道 我只有135才混乱 246件些性清醒 每7日的最后一天 才会给我闺女放一天假 而且只有那天 我才会让她自己出去转转 并不用人出去陪 我还睡得很死 就算是带着什么生物回来 睡着的我也是听不到的 但你肯定不知道这些的 不是吗 所以说 你想诱拐我女儿的想法 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而且只要让我看到 你和我女儿单独在一起 我就会吃了你 你信吗 不过 我最近总是老眼昏花 看东西经常出现重演 至于什么时候好 我也不是很清楚 这句话 你应该也是没听到的吧 林恩呆知道 我信我信 我什么都没听到 丁 泰坦头颅十分欣慰 对你的好感度加持 好了 该说的也已经说过了 我本来想现在把你吃掉的 不过竟然牙口不好 看到你就容易饱 所以也就可以考虑 暂时不吃你了 不过 你可不要不知好歹 半途而废 关于我女儿的事 就说到这吧 不过 你应该还有很多事情 要问我吧 我心情好 倒是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林恩将刚才的全部思绪 暂时抛在脑后 迅速地恢复整体 是的 我的确有一些疑惑 因为我能看得出来 伯父你们似乎不是 这个世界的原住民 你们到底是 泰坦默然道 没错 我们当然不是 这个世界的原住民 我想你应该也已经知道了 我们是泰坦巨人 是一个与神明比肩的至高种族 而你们的这个世界 被我们称之为死界 是一个被诸神所抛弃的黑暗世界 诅咒 混乱 不幸 怨恨 所有的垃圾 和不该存在于现实的死者 都会被拖入这个世界 永世不得超生 当然除了那些垃圾之外 还有很多自以为神圣的组织 也会或多或少地干涉这个世界 甚至派兵与这个世界的怪物开战 而 像你们这样阴差阳错 因为各种原因而坠落到 这个世界的无辜者 也不在少数 灵恩陷入了思索 许久他认真地询问道 那怎么才可以离开这里 回到我原本的世界 闻言 泰坦脸上露出了争鸣的笑容 仿佛是听到了这天下最大的笑话 他的语气隐隐开始变得有些混乱 离开 是的 你们可以离开 因为你们是生者 不过想要回到你原本的世界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天上有无数颗星星 而你坠落于大地 没有星标的你 又怎么能从无数的星光中 找到那颗属于你的世界呢 看来 你很想回家 也是 谁不想回家 谁又想一直待在这个恶毒的世界 三千年了 我被诅咒压制在这里 整整三千年了 恨啊 愤怒啊 我的怒火总是烧不尽 我一想到过去 那些诅咒就折磨我 但他们越是折磨我 我就越不甘 泰坦眼中 开始燃烧起了熊熊混乱的怒火 那燃烧的触手 开始向周围 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 我也不想被困在这里 变成这种怪物 受苦 受尽苦难 让我的妻子 我的女儿 受尽苦难 警告 警告 目标的混乱大幅提升 请宿主立刻离开 你们压制不住我的 你们束缚不了我的 总有一天 我会踏着这地狱归来 把你们烧尽 就在灵恩的注视下 那庞大的头颅 燃烧着熊熊的怒火 就像是一把滑坡仓冲 破灭地冲向那漆黑的穹顶 就在这时 灵恩骤然看到 四面八方的地面 突然迸射出了一根 又一根虚无而漆黑的锁链 向着天空直刺而去 就像是他的乐器 一下触动了 某种冰冷的诅咒一样 几乎是在转瞬间 泰坦立刻就被那虚无地锁链 从无垠的高空束缚而下 庞大的头颅 重重地落在地上 砸出了一个燃烧的大壳 虚无地锁链在泰坦身上 不断颠汰留下 灰烬反伤痕 可越是这样泰坦的笑声 就越发地猙獰 你们困不住我的 你们不让我死 你们也别想活 灵恩飞快地冲到那座大坑前 他猜测那虚无的铁链 不仅束缚着他 同时还在疯狂地鞭挞他 或许这就是泰坦混乱的原因 如果是诅咒的话 那个方法或许可行 下一刻灵恩发动血肉 摘变在自己的背后 生出了几条外骨骼 他如同蜘蛛一样 飞快地向着泰坦 头颅的方向靠近 警告 不要靠近 不要接触 灵恩没有理会 继续靠近 如果说是诅咒 才会这样受苦的话 或许他可以清除掉 丁 现实诅咒清除能力发动 一瞬间 刺目的光芒从他的手中涌出 将泰坦头颅笼照在了其中 丁 目标能及过大 诅咒清除能力受到大幅度削弱 丁 目标诅咒无法彻底消除 诅咒清除上限15% 请问是否继续发动 是 现实诅咒清除 能力发动成功 目标诅咒削弱至85% 宿主精神力耗尽 远处 看到那冲天起的金光 巫神脸色巨变 他瞬间明白了发生了什么 是自己的丈夫又一次触动了 那根植在他灵魂当中的统众 二话不说 巫神带着小小飞快地 朝那个方向赶去 类似的场景 他已经见过不止一次了 特别是他丈夫陷入混乱 一次又一次想要 冲破这黑暗世界 对他的束缚时 那虚无的铁链 就会出现将他再次镇压 那是诅咒的实质化 是施加在他们身上的 勇士束缚枷锁 我们赶紧过去 这个蠢货早不发作晚不发作 偏偏在这个时候 希望那个小家伙 没有受到波及 听到这句话的小小 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立刻就不安了起来 终于在数分钟后 他们抵达了现场 而刚一踏入这里 巫神立刻就发现了异常 以往丈夫陷入混乱时 激发出来的诅咒 无一例外都极为的恐怖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突然感觉到 那狂暴的诅咒 竟然莫名其妙地削弱了下来 虽然幅度不明显 但是这在以往 都是从未出现过 他们猛然冲到那个大坑外 只见泰坦依旧被那铁链束缚着 眼中时而混乱 时而清醒 不远处的地面上 凌恩早已精神力耗尽地 躲在了地上 此刻 他的左手正奋力地爬着 拖着昏厥的凌恩 努力向着安全的地方爬去 真是训报了母体 你以为自己可以很帅地 把那个根源级的诅咒 驱除掉吗 那可是根源级啊 太天真了好不好 最后居然还是 靠你伟大的左手来帮你完成 这次之后 没有五吨的大餐 你休想取得我的原谅 一个小时后 伴随着一缕精神力 在脑海中的周转 精神力透支的凌恩 才缓缓苏醒过来 还没当他回过神来 耳边就传来了系统的提示 第一 恭喜宿主触发成就 根源级诅咒削减 获得经验200 根源级诅咒削减 特殊成就 精神力加五 体质加二 丁 您成功收入诅咒 不死之父 凌恩瞬间惊醒 四处张望着 对了 伯父怎么样了 没事 我很好 凌恩立刻转头 很快就发现了 他的眼中已经恢复了清明 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他能明显感觉到 现在的泰坦头颅和之前相比 似乎是多了一丝睿智和阴气 泰坦深深地望着他 已削弱了我的诅咒 凌恩镇定道 不错 我只是大概试了一下 没想过真的能够成功 这是我另外的一个能力 我可以暂时将目标身上的诅咒 清除24个小时 不过我现在的实力太过弱小 没办法将您身上的诅咒 彻底清除出去 大概也只削弱了15%这样 此言一出 乌神的头颅 便露出了一丝震惊和诧异 这怎么可能 因为他是乌神 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折磨他们的那个可怕诅咒 那个诅咒可以让他们永生不死 但是同样会将他们死死地 束缚在这个黑暗世界 让他们疯狂 自己都没办法彻底遏制的这个诅咒 现在竟然被眼前的这个小小人类给做到了 泰坦思索一番开口道 那是不是说 如果等你的实力变得足够强大 你就可以彻底将我们身上的诅咒完全驱除掉 林恩想了想随即露出了一个自信的微笑 我想应该可以 但我很疑惑 你明知道我陷入了混乱 还义无反顾地冲过来 难道你不怕死吗 他复杂地注视着这个人类少年 林恩嘴角微微一翘 怕呀 我当然怕死 但我觉得既然我有这个能力 那我为什么不冒一次险呢 至少在我认为 能生出小小这样一个可爱女孩的父母 那他们怎么说 也应该是一对慈爱的人吧 既然如此 那我又为什么不冒险一次呢 这一刻他脸上的那一抹治愈的笑容 此时竟是如阳光般明媚 冰 恭喜宿主触发成就 绝不放过装十三机会 获得两百瓶眼 绝不放过装十三机会 特殊成就 在任何一次装十三尝试中 向目标凸显出自己内心当中的真 善 美 并让目标大受震撼时 有一定概率获得 这说明宿主 已经成功向着治愈医生的方向 踏出了有力的一步 您获得了永久加成 爱心加一 魅力加五 帅气加一 定 泰坦对你的好感度加三十 定 巫神对你的好感度加四零 泰坦望着灵恩的眼眶一下就红了 特别是看到灵恩脸上那真挚的笑容时 一股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感觉到的温情 竟是一下子服陷在了他那满目疮痍的心 原来 这地狱当中 竟也是存在着这么单纯美好的生物吗 仅仅是因为这么简单的一个原因 因为善良就毫不犹豫的对他伸出援手 什么也不说了 就凭你刚才的那句话 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 以后出去如果谁敢欺负你 就报我名号 如果不介意的话 从今以后 你喊我一声大哥 我叫你一声贤婿 咱们俩拜个把子 灵恩一阵 也一下子就被那气氛感染到了 灵恩伸出手颤抖道 大哥 贤婿 一瞬间仿佛桃花飘飘 耳边都响起了那感人肺腑的深情的声乐 不求童年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日 啪的就生气了 灵恩一头竟是被拍出了数十米开外 人间镶在了那厚重的石墙上 巫神闭眼 咔咔地卷着触手道 没救了 俩脑子短路的家伙 还结拜 你们怎么不去死啊 终于是到了离别的时刻了 灵恩微笑地朝着小小一家挥了挥手道 就送到这里吧 小小 伯父 伯母 我就住在游魂巷55号 如果闲来无事的话 你们随时可以过来看我 可是医生 小小舍不得你 灵恩伸手拍了拍 他的脑袋安抚道 小小要乖啊 以后又不是见不到 我可是你的牙医 有时间的话 小小随时可以来啊 虽然有一个根源级的挚友在身边 安全感的确是可以拉满 但是对于这个黑暗世界来说 根源级生物的出现 必然会引起很多存在的注意 从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而且他们的情况特殊 如果一个不小心陷入混乱 那整个游魂巷 恐怕都要被夷为平地 泰坦深深地望着他道 你要多加小心 昨晚你大张旗鼓地 带着我闺女 灭了那个组织 你势必已经引起了 很多不必要的注意 不过还是那句话 如果谁敢欺负你 你就给大哥消息 保证没一个能活着 灵恩瞬间被感动到了 可我要怎么联系到你们 写信吗 这时小小开口道 我们全家都不识字哦 灵恩有些愕然 不过确实 对于根源级的生物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理由 需要学会这个世界的文字 他们根本没有融入 这个世界的理由和需求 随即他在裤裆里 掏出了一块世界石 巫神有些疑惑 这是 这是世界石 可以连通世界的诡秘物质 使用之后 可以将自己的意识上传 进入世界 每次前往世界 都需要一块世界石 作为媒介 简单高效 无比好用 我现在就来教你们 世界内 虽然已经是深夜了 但在广场上 依然是虚影秘籍 此刻他们正在议论着 白天情报者 发布的那个画面 也就是说 昨晚就是在我们这里 出现了那三个根源级猎头者 没错 你也看了那个影像了吧 就是在隔壁的游魂像 根据可靠消息 魔人协会的大本音 确实已经被覆灭了 我有个魔人协会在外的熟人 他说已经没办法 再联系上主脑了 他现在很害怕 觉得随时都会被吃掉 我想最近 应该会有很多黑暗生物 来这里探查吧 等等 既然那三个根源猎头者 就在我们这片区域 那你们说 他们会不会也会进入世界 此言一出 周围一片寄 随即便是一阵又一阵 嘲讽的大笑声 别开玩笑了 你脑子有病吗 世界可是黑暗世界 唯一的秩序 那些真正混乱的存在 又怎么可能会来到这里 是啊 简直愚蠢 整个世界 我还没有听说过 有一个根源级生物降临 以前不会有 以后也肯定不会有 你以为所有的根源生物 都有和我们一样 又清醒的意识吗 它们大部分都是一团 不可名状的奇异聚合体 怎么可能来这里 如果那三个根源猎头者 真的来到世界 我立刻倒立拉屎 绕广场翻一百个跟头 我说的 上帝来了都拦不住 但就在下一刻 四道粗壮无补的光圈 瞬间便降临到了广场的中央 世界公告 900号世界广场 检测到三大根源级意志降临 当前意志容纳 已超出区域上线 触发至高意志11号权限 900号世界广场 紧急进行扩容 当前900号世界广场 已完成扩容晋升 当前区域意志容纳 等级由9级提高至7级 伴随着巨大的轰隆声 在整个广场上哄响起 天空上那永恒不动的眼球 也调转了目光 落在了广场上出现的 那三个庞大的头颅上 广场上的虚影们 立刻就慌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怎么可能刚刚还在 讨论这件事情 他们居然就真的降临了 刚才那个说 道立拉屎翻跟头的兄弟呢 你给我出来 今天你不翻100个跟头 我和你没玩啊 刚才还熙熙攘攘的广场 瞬间清空 所有的生物四散而逃 到底是谁把他们引来的啊 是谁把鬼子引到这里来的 这里就是世界了 伯父 伯母 小小 小小惊奇地张大了嘴 跳往着周围 好大 他本能地感受到了一丝威胁 世界至高意志我听说过 不过 我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林渊心中一动 伯父 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你是说至高意志吗 我只知道 那是个很早之前 就降临在这个世界的意志 它的存在源比我要古老 而且它很可怕 也很强大 能创造出这样一个 与整个黑暗世界 所对应的意识领域 它的位格只会在我之上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 这样的意志 不会太过在意具体的某个生物 黑暗世界的根源集很多 他不会在意的 林渊越想 就越是感觉到 这个世界的深邃与可怕 他不再多想 立刻清点了手臂上的符文 您正在创建独立的驱组频道 每日消耗50骷髅币 初始购建费用 1000骷髅币 容纳人数 50人 是否立即建立 是 看到世界内各种丰富的功能 林渊不得不怀疑 那个所谓的至高意志 是不是真的和他所生活的 那个世界相关 二话不说 林渊立刻向小小一家子 发出了邀请 看着那扩张的群组 林渊格外的欣慰 有了这个独立小群的话 以后想要联系 也会方便许多 随即他将频道的名称更改为 相亲相爱一家人 血聚要祭奠的 VIP会员群 以后再遇到可靠 有爱的高等级病人 和家属的话 就把他们拉到这个小区 进去以后 就都是一家人了 医生哥哥在吗 在 不错 不错 小小这么快就学会聊天了吗 太有天赋了 为什么是VIP会员群 因为小小是我这里的 第一个VIP客户 所以就取了这样一个名字 提示 成员巫神头颅 正在修改名称 林恩发出了一串问号 巫神却觉得这样更合理一些 泰坦看到那所谓的合理 成为直接国粹输出 林恩退出群聊 无语地看着 那又开始对峙的小小爸妈 他总感觉 以后这个群组绝对会很欢乐 小小好奇道 医生 是不是每次进入这里 都需要一块那样黑黑的石头 那如果用完了该怎么办 这个简单 小小 你只需要随便找一个路过的生物 然后友善地向他们提出 需要一块世界石的要求 他们就会给你了 小小惊奇道 真的吗 真的会这么友善吗 真的真的 放心他们一定会给的 知道了 谢谢医生 很快回到药剂店的林恩 就进入了梦乡 凌晨 游魂巷的黑雾中 缓缓出现了两个高大的声音 雪巨担忧道 你确定那三个根源猎头者 已经走了吗 人偶夫人抱着胸脯道 我一直在观察 都已经离开了几个小时了 不过我真没想到 你这样的缝合怪 居然能带出一个这么厉害的毒 这么优秀的一个少年 继续留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那就实在太浪费了 不管怎么说 先接触一下 留个好印象 再循序渐进 慢慢把他介绍给我的女儿们 走吧 去见见你的徒弟 很快他们就到了药剂店门口 刚想开门的人偶夫人 立刻就被写剧拦了下来 等一下 我徒弟是一个非常尽忠职守的人 我走之前说过让他看店 那他就肯定会一丝不苟地看好店 如果真的不打招呼就进去 我徒弟可是会直接动手的 不是吧 你一个师父 居然还怕徒弟动手 我不是怕他 主要是徒弟这几日不见 已经是令我刮目相看了 如果那个猎头者 真的留给了他什么强力道具 直接走进去 怕不是要受到很严重的伤 毕竟那小子现在跟根源级的生物 都混手了 我可忍不起 说着 他欣慰地走到门前敲了三声 随后向着阁楼大喊 徒儿 你老是我回来了 快开门 听到声音的林恩立刻从床上坐起 他一阵老式的声音 他手持踢鼓刀和左轮飞快冲到楼下 他没有立刻开门 他突然是冷静地站在门后思索着什么 不对 该不会又是那天的怪物吧 林恩连忙大喊道 我马上就来 您稍等 徒儿真的是想死您了 雪具微微一笑 脸上露出了些许欣慰 听到了吗 多么贴心 多么深情 他可是我这几年来收养的最喜欢的一个学徒 我们一向视如己出 虽是师徒 却倾通父子 关系深厚 雪具心情舒畅地走到门前 他已经感觉到了徒儿飞快靠近的气息 他的脑海中 瞬间就浮现出了打开门之后 自己那个乖巧的徒儿 望着他泪目久别重逢的情景 时时下一刻一把刀 竟是直接从门板那边 直接给雪具捅了进去 同时那边还传来了林恩的大喊 声音都不变的啊 厉害啊 前天刚来骗我 现在又来冒充我老师 那我不多给你通缉到 雪具瞪着老眼颤抖道 徒弟 我真是你的老师 下一刻一根根长长的头发 瞬间从那个缝隙当中蔓延出来 精准无比的一下子 就套在了谢具的脑袋上 眼看谢具就要没法呼吸了 情急之下 人偶夫人用力一脚踢开大门 住手 他真的是你的老师啊 林恩望着那倒地身中树刀 无断喷血的老师 他震惊了 真是老师啊 冰 恭喜宿主出发成就 欺失灭祖 获得了两百经验 欺失灭祖 邪恶向成就 在任意情境之下 给自己老师来几下 并造成大出血时有概率获得 这说明 您已经向着混乱邪恶的阵营 踏出了坚实的一步 您获得了永久性加层 力量加三 敏捷加二 快乐加五 看着那被台上手术台的血距 人偶夫人焦急道 能就过来吗 小意思啊 我老师的生命力是极为顽强的 六刀对我老师来说完全不在话下 更不要说 还有我这个继承了老师精湛医术的徒弟 绝对没问题 其实我想说的是有必要用那么错的针吗 当然有必要 老师的身躯可比一般人大很多 好了 那么我要开始了 这是谢具颤抖地伸出双手道 等一下 先止血 再打麻药 然后再缝 一步步来 不要省略 是 老师 很快灵恩就将止痛药和麻醉药配好了 他瞥了眼老师的大动脉 就要插下去 血具急忙伸出那苍白的手 助手 打进脉 打进脉 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见哪根血管搓 你就往哪里插 太粗了插进去也不好 站在一旁的人偶夫人都不禁怀疑 这血具的徒弟真的是医生吗 灵恩眯着眼 再次拿起那根尖锐的针 那么老师 徒儿可就开始了 徒儿都有很仔细的观摩 血具症才松了口气 那就好 反正已经打麻药了 也不会很疼 毕竟跟在自己身边两年了 耳濡目染 也该学会点真本领了 那就开始吧 灵恩一针下去 血具人都傻了 这特么怎么回事 怎么打了麻药之后 还死骂一样的疼啊 这小子 是不是学会了某些 能够给人带来疼痛的被动技能啊 特么的上了那么多麻药 都好像压不住啊 以后和人家姑娘第一次的时候 那不得把人家给疼死啊 十几分钟后 灵恩拍了拍伤口 上带缝好的蝴蝶结 认真的竖起大拇指刀 老师 手术非常成功 里面和外面 还有背面 该缝和不该缝的 都已经缝住了 见无人回应 灵恩这才发现 老师早已口吐白沫 昏死了过去 半个小时之后 血具才缓缓醒来 望着那肚子缠着的绷带 他询问道 灵恩你应该没有把什么东西 落在老师肚子里吧 比如剪刀 毛线球 一两根针 手套 或者你的单片眼镜之类的 放心吧老师 保证没有 老师 事宜欠掌一掷 这个毛病徒弟 很早就改过了 听到这话 血具这才松了口气 随即他从怀里 摸出一个金属探测器 在自己的肚子上 仔仔细细地 探测了好一会 在没有听到 丁丁的响声之后 他这才放下心来 人偶夫人愕然地 看着这离谱的一幕 能有这种准备和礼物 并且能够准确地 将各种工具都说出来 这肯定不可能 是一次两次的经历 才能总结出来的 总感觉这个少年 好像不像自己 想到那么正常啊 血具呼了口气 脸上又露出了 欣慰的表情 不错 虽然你捅了老师我几刀 让我实在是 想给你几巴掌 但能在不知道 外面站着是谁的情况下 这么果断地一刀捅出去 实在是颇有老师 当年的风范啊 如此可教 那是自然 老师的教会 徒儿又怎敢忘记 老师说过 大半夜的 不管来的是不是客人 先捅一刀看看情况再说 总没错 人偶夫人一阵无语 开玩笑的吧 这特么算哪门的教会啊 总感觉这师徒俩 好像有种万恶的师臣关系 突然灵恩注意到了 身旁那位身高三米 前途后翘的夫人 她愣了愣向老师询问道 这位是 这位是我拼头